有向一旁的大提琴 此时的交响乐团不再需要指挥官 一切的节奏和旋律 都将以宋义的钢琴声为唯一指令 宋义后背笔直地坐在黑色皮凳上 缓缓闭上了双眼 脑海中不断盘旋着曲子的每一个音符 虽然已经弹奏过一次 但面对万众期待的眼神 宋义还是希望能将这首曲子演绎得更加完美 台上的数十名乐手统统严阵以待 几位白人小姑娘就这样架着小提起 一直保持着起手姿势 面色紧张无比 生怕宋义的钢琴声会突然响起 足足过了三分钟 宋义才睁开双眼 眼神中爆发出浓烈的神采 双手轻轻触摸着冰冷的钢琴键 叮咚叮 叮咚咚 终于 在众人的期待下 宋义敲响了第一个音符 紧随其后的 是早已等候多时的小提琴声 然后是大提琴 长号 贝斯 风琴声 鼓声一次响起 所有的乐器都簇拥着宋义手里的钢琴 让整首曲子的旋律变得更加丰满 有了交响乐团的加入 战争狂想曲显得更加厚重 更加动人心魄 虽然乐器众多 但大家都很默契地扮演着俯声的角色 不管是音量还是旋律 彤彤为宋义的钢琴声让路 只见宋义眼神深邃 修长的食指急速飞舞 透过手指与琴剑的交错 众人再次被拉进了那片美丽的国度 然而美丽画面仅仅只持续了片刻 一道天雷乍响 战争的硝烟 哭喊 城市在悲鸣 大地在怒吼 直到宋义的手指再次以每秒16个音符的速度舞动 反攻的号角终于吹响 刺 就在此时 一道微弱的走音传入宋义耳中 宋义迅速调整琴音 将这道不和谐的声音压下 随后一边弹奏 一边看向舞台边缘处的一位白人小姑娘 因为小提琴刚刚拉错了一个音符 小姑娘正满脸慌乱之色 而舞台中央的宋义不仅没有责怪 反而对着小姑娘露出了自己招牌的阳光笑容 那一刻 不管是这位小姑娘 还是直播间里的众多观众 都感觉到如沐春风般的暖意 受到鼓舞的白人小姑娘 也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 重新加入到乐器的演奏中 而这一小插曲 除了心思细腻的专业乐迷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宋义突然对着镜头 露出了自己最阳光的笑容 宋义老实对我笑了 姐妹们 我无憾了 放屁 那明明是冲我笑的 宋义 我要给你生猴子 阿姨们请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宋义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怎么会有这样的神仙 长得帅也就算了 还这么会弹 太甜了 这一笑可以温暖我一整年 在这个插曲之后 整首曲子也来到了最后的阶段 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 倒下的人们重新站起 一只白鸽飞过 城市的上空 突然盛开出一朵洁白的小花 而且在不断壮大 观众席上 数十位中年男子 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们都是战争的亲历者 也是亲自用双手 重建残骸的幸存者 只有他们 才能清楚地感受到 这首曲子中 蕴含的深意和力量 对他们而言 这不仅仅是一首 优美的钢琴曲 更是代表不屈 坚强 勇敢 和勤劳的战歌 一曲终了 全场陷入了片刻的安静 随后 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和欢呼声 所有人都兴奋起身 用力拍打着自己的双手 有人面红耳赤 激动兴奋 有人泪流满面 面露悲淒 会场内不时传出 少女的尖叫声和呐喊声 海内外超过千万的直播粉丝 早已是宣道不已 太帅了太帅了 每次看宋毅老师弹奏钢琴 都有不同的感觉 有了交响乐团的配合 这首曲子更加震撼了 持继心灵 连我这样的外行 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了 宋毅大大好温柔啊 刚刚有个女生的小提琴出错了 她不仅没有责怪 还用笑容治愈我们所有人 宋毅是真正的钢琴天才啊 要我说 宋毅还是真心搞钢琴曲吧 流行音乐会耽误你的 滚蛋吧你 宋毅大大正在挽救龙国的流行音乐 你居然敢劝他放弃 其心可诛 要我说 明月才是宋毅老师的最强项 我现在每天都用唢呐曲 坐起床铃声 每天早上起床可快了 你可真行啊 那能不起快点吗 但凡赖床一分钟 兄弟你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 意犹未尽啊兄弟们 真想听宋毅大大在弹一首 直播间里弹幕和礼物从未间断 会场内依然是人声鼎沸 观众们仿佛有用不玩的经历 不停地通过掌声和欢呼声 表达对宋毅的喜爱 甚至有部分激动的观众 忍不住冲到台前 想要去拥抱宋毅 好在唐朝公司提前预备了安保部队 将所有的观众都拦在了台前 而舞台之上 西蒙放下手中的大提琴站起身来 作为整场晚会的主办人 他需要在演出结束之时 站出来致词 人们都以为整场晚会已经结束之时 宋毅的双手重新放在了黑白相间的钢琴键上 这意外的荧幕被所有人都看在眼中 原本喧闹无比的会场迅速安静下来 大家似乎都意识到宋毅还想要做些什么 直播间里也疯狂地议论 靠靠靠 你们看宋毅大大的手又放回去了 这是要干什么 再来一遍还是再来一曲 我依稀记得上次在云梦庄园 宋毅大大曾说过要在一年内 让十大钢琴名曲再无米国 这是要开始兑先诺言了吗 不是吧 不是吧 真的要再来一首吗 我太踏马后悔了 下午有张黄牛票要卖我两万块 可惜我没买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 下次再有宋毅的演出 不管多少钱我都一定要到场 兄弟们 安静片刻 你们挡着我老公的脸了 第九十二章 梦幻 见到这番场景 原本已经起身的西蒙 又重新做回了原位 其他乐手也重新拾起手里的乐器 乐团众人都以为 是刚才演奏出现的小瑕疵 让宋毅觉得演出不够完美 所以决定重新再来一遍 只等宋毅的钢琴声敲响 大家就会再次紧随其后 叮咚叮咚叮 叮咚叮 直到一分钟后 宋毅的食指再次起落 出乎台上众多乐手意外的是 宋毅此时弹奏的旋律 跟之前的战争狂想曲 完全不同 他们这才意识到 宋毅这是在弹奏一首新的曲子 悠扬婉转的旋律 随着宋毅轻轻起落的手指 传遍全场 不同于上一首曲子的慷慨激昂 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氛围的钢琴曲 台上的乐手 纷纷放下了手中的乐器 与台下的观众一起闭上了双眼 钢琴声时而温暖如风 时而有柔如彩虹 在巨小调的旋律中 所有人都回忆起了自己的初恋 那年风很轻 阳光也正好 怀揣爱意的单纯少年 爱慕着青春美好的花季少女 威风携带着少年浓浓的爱意 扑向少女的心房优美的旋律 配上宋毅阳光的笑容 一切都是那么的融洽与和谐 情声渐进 所有人都仿佛看到少年和少女 走入了一个梦幻中的教堂 里面装饰华美 高棚满座 少年和少女在里面 完成了相守一生的沉默 就在他们即将拥吻之时 宋毅双手起落的速度顿时加快 曲调也逐渐升高 那本就有些虚幻的美好场景 瞬间破碎 教堂里只留下少年孤单落寞的身影 原来一切的美好 都只是少年心底的想象 那只是一场美丽的梦境 透过宋毅的情声 所有人都感受到 少年心中的落寞与失落 随着宋毅手中最后一个音符敲响 少年孤独的背影成为永恒 上万观众的会场上 此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面露悲伤 部分观众想到了那渴望而不可及的初恋 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也有人将宋毅 带入成了音乐中的少年 纷纷为宋毅的过往感到难过 直到宋毅起身 对着舞台四周弯腰行李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 会场内再度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直播间更是早已闹翻了天 物草物草物草 又是一首新曲 这也太好听了吧 虽然节奏比上一首曲子慢了很多 但却细腻无比 太感人了 我踏马都听哭了 我感觉 这是宋毅大大现场创作的 实在是太强了 原来宋毅大大还有一段这么悲惨的感情经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两人为什么没有走到一起啊 悲伤是艺术家的创作源泉 如果他们走到了一起 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宋毅了 你说的如此有道理 我竟无法反驳 感谢那个抛弃宋毅大大的渣女 又一首世界级的名曲出现了 就是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名字 我已经钢琴六集了 不知道能不能弹奏出这首曲子 回去就试试看 这首曲子有什么难的 我们小区的小孩都能弹奏出来 如果你要说我住什么区 那我只能告诉你 是番茄小说的评论区 哈哈 你真是笑死我 世界级名曲 两只老虎 请求出战 管理员消息提醒 感谢榜一大哥王冲 送出的一千艘游艇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 每天给我刷十个游艇就行 跟土豪做朋友 你还敢踢条件 我倒贴 直播间全是弹幕和礼物的刷屏声 坐在前排的王冲 又忍不住掏出手机 送出了一百万的大额礼物 而伴随着现场的欢呼声 西蒙颤巍微微地走向宋毅 眼角还有未风干的泪水 宋毅先生 能告诉我这首曲子的名字吗 听着西蒙的问话声 全场又再次陷入了安静状态 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 等着宋毅的回答 这首曲子叫梦中的婚礼 跟大家的悲伤截然不同 宋毅再次回忆最阳光的微笑 那一抹暖阳 迅速削减了众人心中的失落 会场内再次响起不断的欢呼声 没有理会外界的喧嚣 宋毅在西蒙乐团成员的簇拥下 缓缓向后台走去 特别是之前演奏出错的女孩 上前拉着宋毅的手臂 想要说些什么 可惜她的中文实在太差 憋了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完整话语 最后只能用英文 表达自己心中的谢意和爱意 宋毅只当是没有听懂 毕竟自己对外国妹子 没什么兴趣 宋毅先生 非常感谢您今晚的精彩演出 这首 梦中的婚礼 我也希望能一千万的价格 获得这首曲子的演出授权 还请您成全 听着西蒙的话语 乐团的其他成员 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宋毅 比起战争狂想曲 梦中的婚礼 弹奏难度要低上许多 但感情却更加细腻丰富 想要将其演绎完美 却也十分不易 因为这需要全身心的情感投入 才能将乐曲中的情绪传递出去 才能感染听众 好在西蒙乐团 具备这样的演奏能力 甚至因为乐团的优势 还可以在其中加入更多的乐器 让整首曲子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授权可以 不过价格 你需要到唐超公司 跟我的经纪人戏谈 西蒙依然是那么的财大气粗 张口就是千万的音乐授权 这样的价格 容不得宋毅拒绝 多谢宋毅先生 我有很多音乐界的好友 专程从欧洲赶来 想要邀请您一起吃个宵夜 吃饭就免了 外面还有很多朋友在等我 今天先就这样吧 辞别了西蒙乐团 宋毅带着黎珊珊 离开了演播厅 直奔狂傲酒吧而去 此时杜松几人 早已经在酒吧包厢 等着宋毅庆祝了 而正在放肆狂饮的几人 丝毫不知道梦中的婚礼 这首曲子 已经在欧米音乐圈 掀起了巨大的波涛 第112章背景 20分钟后 黄珊看完了助理发来的资料 甚至还抽空 翻看了一下国内的几大网站 看到了被顶得火热的话题和视频 消费者协会 和各地市政府办公厅的人员 也亲自给黄珊打来了电话 因为投诉的电话和邮件实在太多 这些机构不得不参与调查 看完这一切 黄珊的心里越发寒冷 心底更是对那个口无遮拦 且态度嚣张的客服人员恨之入骨 此前也有不少因为某个员工 就将大公司拉进水深火热的泥潭中的事件 但黄珊从未想过 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黄珊接通了助理发过来的视频通话 看着屏幕上数十位高管的面孔 黄珊直接拍案而起 我离开公司还不到24小时 你们就给我这样的交代 应用商店的评分 一夜之间降到了二 八 消贤的投诉电话 直接被打爆 各地市长信箱 收到的举报邮件也不计其数 股价下跌了13 市值缩水100多亿 事情发生至今 公关部门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等到米谷休士了 你们才想起通知我 你们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众多高管齐聚会议室 面对黄珊的质问 谁也不敢作答 只能将眼神 齐齐看向客服部的经理李安福 经过调查 大家已经知道 昨晚的接线员8573 就是他的隔房侄女 此前好几个月 他都因为工作态度问题 收到了很多客户的投诉 但都被李安福 轻描淡写地按了下去 李安福 你还告诉我 这个公号 为8573的客服人员 到底是怎么回事 助理发过来的调查报告中 已经详细说明了 李梅和李安福的亲戚关系 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股东大会那边 必须要有所交代 一个客服人员李梅 自然是无法消除股东的怒火 所以 黄征首先要处理的 就是任人为亲的李安福 黄 黄总 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我昨天也是 加班到半夜 等一觉睡醒 舆论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已经让人事部 按照管理规定 将李梅开除了 甚至还联系了法务部 依法追究李梅 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本就只是隔房的亲戚 平时些许小事 李安福还能挥挥手 帮李梅解决 但是 遇到影响公司危机的大事 李安福却是毫不犹豫的 将李梅卖了个干净 死到有不死频道 碰 听完李安福的解释和处理方案 黄征没有丝毫的开心 反而更加怒火攻心 你认为这么大的事件 一个小小的客服人员 就能够承担所有的错误吗 审核部门晚上 为什么没有人值班 技术部门的数据监测 是干什么吃的 半小时28万的砍价人次 为什么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 公关部门是干什么吃的 昨晚两点钟 这件事情就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难道所有人都在睡大觉吗 股价暴跌前 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难道我一休假 你们所有人也都给自己放大价码了 黄征心中有太多的怒火 也有太多的疑问 这件事情 本来可以有很多种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是都统统错过了 策划部门的砍价方案 是通过了公司会议决定的 这没什么好指责的 但如果技术部门 能提前发现28万人次的异常数据 随时都可以给宋益 修改砍价方案 让他砍价成功 这样不仅利用宋益的人气 为公司宣传了一波 而代价 仅仅是一台标价9999元的电视机 而公关部门 要是后半夜紧急发文道歉 随便解释一句 后台数据错乱 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可惜 这些部门全都错过了最佳的解救时机 等到大家上班 米国的股市 就已经传来了 收盘价暴跌13的消息 所有的一切都来不及了 就在全场沉默之时 法务部的代表谢生才站了出来 黄总 依我之见 我们只需要否定 送一直播视频的真实性 就能够消除大部分的危机 甚至 我们还可以主动起诉宋义 要求他删除相关视频 并赔偿公司的一切损失 谢生才 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律师 但他不理解娱乐圈 也不了解宋义 而谢生才的建议 立刻就获得了客服部经理李安福的支持 黄总 谢律师 这招很妙啊 他一个小小的娱乐明星 面对我们的巨额诉讼 一定会乖乖主动道歉的 只要他一道歉 公司的危机就解除了大半 李安福的话 立刻获得了办公是一部分人的支持 不过大部分人都对这个方案嗤之以鼻 他们大多都比较年轻 相比起谢生才等人来说 更加关注娱乐圈的事情 他们清楚地知道 宋义背后站着的是谁 宋义最大的后台并不是唐朝音乐公司 而是官方 是龙台 用这样的伎俩 对付一般的艺人或许会奏效 但是对宋义 却绝无可能 谢律师 你不清楚宋义的背景和能量 且不说视频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但就是面对诉讼 唐朝公司法务部门的专业性 也丝毫不输给你们 而且公号为8573的李梅 也是登记在策的公司员工 砍价的链接也是真的 这点根本就赖不掉 如果使用这一方案 恐怕只会让公司越陷越深 面对谢生才的主动发言 黄征虽然没有采纳 但也没有对其发火 在这件事情中 丝毫没有法务部门的责任 谢生才能在这个时候 主动站出来 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已经比在座的众人强多了 看着不发一言的众人 黄征心中失望至极 公关部门马上发文 向宋益及广大网友道歉 主动承认公司在活动方案的制定上 出现了错落 并承诺会在消协和政府的配合下 积极改正活动方案 努力回馈用户 财务部门拿出五个亿的现金 用于新老用户的抽奖活动 这次不得再缠半点水分 开除客服人员李梅 客服部经理李安福 策划部 技术部 审核部 第113章 拒绝 听黄征说完处理决定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至于被处理的几位高管 虽然面如死灰 却不敢多发一言 只要不追究 他们给公司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 就算是直接开除 都是黄征念及旧情了 我会亲自给宋益致电道歉 并以每年一亿的价格 邀请他成为公司的代言人 一旦他同意 这次的事件基本就得到了解决 甚至还可以利用宋益的名气做宣传 传为一段佳话 此言一出 众人比刚刚听到对几大经理的处理决定 更加震惊 并熙熙成立至今 一直都没有邀请过什么代言人 因为根本就不需要 低价 便宜 能提现 就是他最大的通行证 现在不光邀请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 成为代言人 费用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每年一个亿 就算是国际最一线品牌的代言费用 也不过如此了 会议敲定 黄征带着闷闷不乐的女友赶往机场 同时拨通了助理刚刚发来的电话号码 堵 几声响铃之后 电话终于被接通 喂 哪喂 电话那头传来宋义慵懒的声音 此时的他 正在办公室里睡回笼觉 昨晚睡得太晚 刚来到公司就一直在犯困 而唐朝公司的一众高层 也并没有因为宋义昨晚惹出的大麻烦 来打扰他 虽然这件事因宋义而起 但错觉不在他 不管是主官还是客官 都没有多少宋义的责任 就算是并熙熙 因此要起诉宋义 唐朝公司也丝毫不拒 至于说资本的封杀 如果是其他的义人 公司可能还要衡量一下 保他的利弊 但是对于宋义 本就一直处在资本的封杀中 多一个并熙熙 也没有多少区别 更何况宋义还是龙台的金疙瘩 别说宋义在这次事件中 毫无错误 就算是有那么一丝责任 公司也会利保到底 所以大家也都在等着 并熙熙对这次事件的回应 兵来降党 水来土野 宋义老师您好 打扰了 我是并熙熙的总裁黄征 嗯 有事吗 对于并熙熙总裁的电话 宋义虽然有些意外 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我是代表并熙熙公司 来给宋义老师您道歉的 这次活动 确实是公司策划部门和技术部门 出现了纰漏 给您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购物体验 对此 我非常抱歉 另外 对于客服人员的不礼貌 我也要说上一声对不起 是公司监管 培训不到位 我已经把相关人员开除 并且还会依法追究他的经济责任 还请您能够原谅 我刚刚让人将您母亲的账号解禁了 并且升职为了至尊会员 享有一次免费清空购物车的权利 同时公司每年 还会赠送给您母亲 一百万的免费购物额度 希望能够弥补给您母亲造成的不愉快 黄征说话的语气非常客气 甚至都用上了敬语 看得一旁的女友直瞪眼 他还从未见过 黄征对谁用这种语气说过话 平时就算是聊到阿里 京东的老总 黄征也是一脸不服输的样子 没想到居然会对一个娱乐明星 如此尊重 他更没想到的是 黄征如此客气 换来的却是宋毅的疏远 黄总客气了 只是一次小小的砍价失败而已 心有领了 不过我母亲的账号 以后都不会再用了 麻烦黄总直接帮我注销吧 听到宋毅的回答 一旁的女友十分意外 甚至生起了几分怒气 但黄征本人 却是没有多少意外 这才是那个 在一无所有时 就敢炮轰资本 炮红小鲜肉的少年人 如果宋毅直接答应了 黄征反倒会觉得意外 但人总该是有个价的 如果对方不心动 也只是价码没有到位而已 我知道让宋毅老师 马上放下心中的芥蒂 有些困难 所以我想以每年一亿的价格 邀请宋毅老师 成为病息息伤诚的 唯一代言人 不知您意下如何 黄征此时信心满满 宋毅为钱写歌 参加演出的事情 早已在圈内传出 既然他能为了一千万 给王冲这样的二世祖写歌 那就没有理由 拒绝自己的一亿代言费 只要宋毅为病息息代言的消息一传出 公司就有了非常多 可以对外解释的说辞 甚至说宋毅的砍价事件 只是为了宣传 并息息的反向操作而已 到时候再由宋毅出面配合 那这次的风波 不光能慢慢消散 甚至还能帮助公司更上一层楼 而电话对面的宋毅 也确实心动了那么一秒钟 他自己倒不是有多喜欢钱 甚至现在对积分都不如何急切 但却是想将利用系统的慈善精准分配能力 将这一亿捐赠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 可他也仅仅只心动了那么一秒钟 一旦宋毅这样做了 那就对不起昨晚 为自己助力的二十八万忠实粉丝 也对不起熬夜写举报信 打举报电话的网友 自己的愤怒 可以用一亿现金抚平 那他们的愤怒 又该由谁来安慰 想到那些支持自己的网友 宋毅忍住心痛说道 对不起黄总 我对商城的代言不感兴趣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要挂电话了 说完还不等黄征有所反应 宋毅就已经急速挂断了电话 这即是因为宋毅害怕黄征在提出什么 让自己难以拒绝的条件 同时也是在效仿 昨晚客服人员挂断电话的情形 而电话对面的黄征 也确实收到了宋毅的暗示 突然被挂断电话的感觉 还真是很不爽呢 上午还未过去 全网上下 已经发起了一场 讨伐病兮兮的战争 你可能没有用过病兮兮 但你一定被朋友 发来过助力链接 在宋毅现身打假之前 所有人都只当是自己的好友数不够 但当李梅在电话中 主动承认宋毅送毅 获得了28万人助力 却依然没有砍价成功时 所有人都明白 大家是被病兮兮套路了 干干干 这次一定要把病兮兮给打下来 太爽了兄弟们 一大早就听说 病兮兮的股票就暴跌了13 市值直接缩水100多亿 大快人心啊 天下一世苦病兮兮久矣 投诉电话大家打了没有啊 病兮兮这次不道歉 绝我不罢休 宋毅大大昨晚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一定要干翻病兮兮 以前老师转发病兮兮的链接 好处没捞到多少 朋友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锅病兮兮必须给我背 气死人 一定要严惩那个客服人员 说话太嚣张了 就在网友准备再次发起冲击时 终于迎来了病兮兮写给宋毅 和全体用户的道歉信 第114章 道歉 致宋毅老师及所有用户的一封道歉信 对于今夜凌晨 发生的宋毅老师直播砍价事件 我司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此次事件却因 我司在活动方案的制定中 存在巨大的漏洞 由于数十万的用户 同时涌入砍价账号 后台数据也出现了错乱 对于客服人员 8573李梅的恶劣行为 给宋毅老师及直播间的广大网友 造成的不愉快体验 我司再次表示最真诚的歉意 目前我司已解除客服人员李梅 客服部经理李安福 等人的相关职务 并依法追究其工作责任 我司承诺 会立即改正活动方案 制定真正会名的购物方案 积极承担大公司应有的社会责任 为弥补这次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 也向宋毅老师及广大网友表达歉意 我司 你拿出五个亿现金用于抽奖活动 本次活动将全程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 绝不存在弄虚作假 还请大家理解包容 并细细的这封道歉性权文 攻击六百多字 不仅多次对宋毅和网友表示了歉意 同时也将最大的黑锅 甩点了客服部门和数据错乱 卧槽 我四十米长的大刀都快刺出去了 结果并细细居然认怂了 怂是怂了 但好像又没有完全怂 客服部门背了最大的黑锅 要说这里没也挺惨的 并细细真要追究经济损失 恐怕她几辈子都还不完啊 估计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通电话 居然能值一百多亿吧 哇嘎嘎 并细细居然舍得拿出五个亿来抽奖 奖金还不设上限 不知道我能否有幸抽中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就是五百万了 你在想屁吃 并细细的话你也信 超过十块算我输 并细细拥有上亿的日活用户 每个人平均也就五块钱 不可能让你抽太多的 哎 幻想一下呗 谁不想一夜报复呢 兄弟们不会都偷偷回去抽奖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胡汉三就是饿死 也不可能回并细细抽奖 等着看真香 有句话叫狗饿了 会自己回来的 扎心了老铁 我就想偷偷回去抽个几块钱 没必要骂我是狗吧 兄弟们 拿出点骨气来 我姐妹是黄征的女朋友 听说并细细用每年一亿的价格 邀请宋益老师成为代言人 但是宋益老师想都没想 直接就拒绝了 我靠 真的假的 每年一个亿都能拒绝 不愧是我仰望的男人 不可能 不是说宋益很贪财吗 他都能为了钱给王冲写垃圾歌 也能为了一台电视 号召粉丝砍价 怎么可能会拒绝这样的天价代言 水军能不黑吗 宋益老师直播砍价 明显就是为了测试活动 给我们现身打假的 得吧 我朋友就是唐朝公司的 听说宋益天天都在食堂吃饭 平时生活可扣门了 勤俭节约是他 不惧权势是他 是金钱如粪土的也是他 果然是名一样的男人 简直太有魅力了 阿姨中毒不浅啊 宋益大大是我的 事实证明 大部分网友还是很大度的 在得到并兮兮的公开道歉后 很多人都立刻放下了 对并兮兮的成见 虽然谩骂的人依旧不守 但举报和投诉的声音 却是渐渐消失了 毕竟在这次砍价活动中 并兮兮拥有完全的解释权 你可以怀疑他虚假宣传 甚至可以举报 但他却有上百种解释方案 网友要的也并不多 更多的是争一口气而已 大家都知道 想凭借这点事情 扳倒并兮兮这样的大平台 是不现实的 毕竟并兮兮确实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那就是便宜 低价 实惠 就算这次事件会流失一部分用户 但只要公司稳定下来 很快就能吸引更多的用户 填补进来并兮兮最在意的 其实是股市的动荡 因为很多高管和股东代表手里 都握有大量的并兮兮股票 一旦股价下跌 就等于他们的资产缩水 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只要能安抚网友的愤怒 让这件事情渐渐消散 相信股票一定会慢慢回涨的 虽然互联网有存储功能 但是广大网友的记忆 却非常短暂 也许只需要很短一段时间 就不会再有人提起 并吸吸这个黑历史了 新飞娱乐公司 李总 这次是一个扳倒宋益的好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住 要说最不想看到宋益崛起的人 除了几个资本公司的小鲜肉 大概就是新飞公司的经纪人吴晴了 当初就是宋益拒绝了吴晴的招揽 还对着吴晴 展开了一系列言语上的暴击 而自己手里的头号一人欧兴杰 也因为宋益的原因 被龙台点名批评 几乎与风沙无无意 最近这段时间 欧兴杰的演出通告越来越少 报价更是低得离谱 这也让吴晴的收入跟着暴跌 而昨晚 唱响龙国的决赛晚会 宋益更是让两大公司颜面扫地 前五名 居然被宋益的作品给包援了 你是指宋益并息息砍价的事情 你觉得光凭扣门这一点 就能够搬到宋益吗 宋益连带着唐朝公司崛起的速度 让其他几大娱乐公司都感觉到害怕 而这段时间官方的态度 也让新飞的高层很有危机感 李飞作为新飞公司的执行副总 如果有机会除掉宋益 他绝对会果断出手 但他知道招惹宋益的后果 毕竟此前已经有了好几次前车之鉴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宁愿什么都不做 也不想惹祸上身 李总你放心 我当然知道 单纯地攻击宋益的人设 不会有丝毫作用 吴晴再度露出自信的笑容 神秘兮兮地说道 我曾经找人调查过宋益 发现他除了生活上比较节省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污点 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个私家侦探 终于在前两天 找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云梦庄园的一名服务员 云梦庄园不是王冲的产业吗 跟宋益有什么关系 李飞越听越迷惑 他甚至怀疑 吴晴是不是恨宋益 恨得走火入魔了 这段时间公司一直在传 吴晴曾经对宋益 提出过一些非分的要求 但是被宋益吴晴的拒绝了 所以一直怀奋在心 第115章 代言 李总你先别解 吴晴微微一笑道 这名服务员曾亲眼看到 王冲给宋益转账了2000万的演出报酬 当时几个人都喝得烂醉 刚好被进门的服务员 看了个一清二楚 听到这里 李飞还是有些不解 但是 看吴晴信心满满的样子 李飞这次没有出声打断 本来这种外出皆私活的事情 在业内很寻常 估计唐朝公司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追究宋益的责任 但是考虑到宋益种种抠门的行为 我相信他的财物一定存在问题 所以我让这个私家侦探 找人查了宋益的税务申报记录 果然没有这一笔钱的缴税记录 听到这里 李飞终于知道了吴晴的用意 相较于普通人 艺人明星的收入 往往是寻常人的好几倍 自然也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所以 龙国对明星税务这块 监管得非常严厉 一旦发现有偷税漏税的艺人 几乎无一例外 都被封杀下架 两千万的收入 那他至少需要缴税四百万以上 虽然不算多 但却会成为他演艺生涯的污点 一旦被列入劣迹艺人的行列 就算不能彻底封杀 恐怕也很难崛起了 想到这里 两人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我会让人去核实你说的信息 然后找个核实的时机发动 吴晴 这次如果能扳倒宋益 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此时李飞不光想到了精灵 还想到了市值缩水上百亿的病兮兮 在此之前 你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如果走落了风声 让宋益提前补税 那一切就都白费了 见李飞答应下来 吴晴立马说道 李总放心 我比谁都想要看到宋益倒下 定 银行短信通知 宁伟号为9857的账号 收款1700万元 卡上余额为18485362 34元 网上关于病兮兮的讨论 还在继续 宋益就已经收到了 畅想龙国节目组发来的奖金 因为李育峰 张明昌和王斐三人 将自己总计1000万的排名奖金 转让给了宋益 再加上天地龙龄和黄种人 共计700万的奖金 宋益收到的全额奖金 一共是1700万 因为是官方节目的奖金 甚至都不需要扣税 唐朝公司也很默契的 没有对这笔款项抽成 而是全额转到了宋益的账户上 这让宋益不得不感慨 唐朝公司对自己的照顾 刚入职唐朝时 宋益甚至有过往后 要出去单干的想法 但唐朝公司又是送股份 又是主动降低抽成比例 都让宋益渐渐打消了单干的念头 这段时间以来 宋益几乎直管写歌演唱 其他的事情 都有公司专业的团队去处理 与其自己拼死累活地去开公司 还不如跟唐朝公司互利共赢 毕竟自己开公司做老板 比上班还要累上许多 狗系统给我捐款1700万 没有多少留恋 宋益直接通过系统 将这笔钱捐赠了出去 虽然这笔钱放在自己的账户里 更加赏心悦目 但想到那些急需钱救命的人 宋益还是决定 先将钱换成慈善积分 定 以为宿主转账 贷捐1700万元 剩余慈善积分为2410万 是否选择抽奖 没有理会系统的抽奖铃声 宋益照例查看起了 银行的转账记录 粗略地看了一下 这次的1700万 被系统转发 给了将近50个不同的账户 尽管没有对方的完整信息 但通过系统贴心的备注 宋益也能大概猜测到 对方所面临的困境 甚至通过系统的慈善积分面板 宋益还能获取更多受住者的信息 这些受住者 要么是身患重疾的病人 要么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慈善机构 两世为人的宋益 深知在这太平盛世下 还有很多人生活在绝望的困境之中 既然自己借助系统的能 历过上了优渥的生活 他也不介意 按照系统的意愿 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也是宋益从不给自己 留下太多钱财的重要原因 小宋 你拒绝了黄征的代言邀约 当天下午 宋益拒绝病息添加代言的事情 就已经在网络上传开 所有人都在讨论 宋益迷一般的操作 嗯 云姐 我对病息息没什么好感 所以就直接拒绝了 没问题吧 明星代言 看似是自己和厂家之间的事情 但实际上 两者中间 还加着一个经纪公司 普通艺人就算接到代言邀约 那也是得是公司说了算的 没多大事 刚刚病息息给公司发来了正式邀请函 他们希望你能再认真考虑一下 不过既然你不想接 公司也不抢求的 唐朝公司并不排斥跟病息息合作 甚至还有心想要帮忙促成 这既是出于代言收益的考虑 也是两大公司联手的象征 这对于双方的发展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但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宋益自己愿意 既然你不考虑病息息的代言 那其他公司的代言有兴趣吗 许云拿出了一份清单递给宋益 上面是其他公司发来的代言邀约 自从病息息邀请宋益代言的事情传开 其他厂家也都嗅到了机会 很快就发来了代言邀约 虽然宋益出道的时间很短 但却是真正的顶流 而病息息一亿代言费悲剧的消息 丝毫没有打击到各大厂家的积极性 反而是越加兴奋 这说明价格并不是宋益代言最重要的标准 基于这种想法 大大小小的厂家都向宋益发来了代言邀约 宋益接过清单 简单查看了一下 这是公司整理后的名单 前面都是国内外的一线大厂家 出价也都很有诚意 后面有一些国产小厂家的邀约 但是报价都不太高 因为不清楚宋益挑选代言的要求 公司将所有发来的邀约都整理了一遍 按照厂家实力和代言报价 依次罗列了出来 只见清单第一页上 罗列了十多个公司的名字和报价 最低的都是每年上千万 有两个国际服装品牌 报价甚至达到了每年八千万 不过可惜的是 宋益记得这两个品牌 在前世宣布抵制江绵的行列中 就有这两个公司的身影 这样的代言是肯定不能接的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翻车了 只可惜清单上的国产厂家并不多 唯一印象深刻的还是某坛方便面 给出的代言报价是每年三千万 不得不说也是挺有诚意的 不过就算它的报价再高 宋益也是万万不敢接的 第116章 狗仔 宋益无奈地将清单翻到了第二页 相比于上一页的国际一线大品牌 这一页的厂家知名度就小了很多 报价也都只有每年几百万 不过宋益却在其中 发现了两个印象深刻的企业 那就是三分一的员工 都是残疾人的白象食品公司 和自己都快要倒闭了 还在默默捐款的红星耳克 虽然这两家公司的崛起 也免不了商业的运作和宣传 但相比起其他公司 这两家公司至少是在认真做实事的 暂时就接白象和红星耳克 两家公司的代言吧 其他的暂时就不考虑了 听到宋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一向端庄稳重的许云 差点惊掉了下巴 小 小宋你是认真的 你要不要再慎重考虑一下 如果你不喜欢清单上的公司 我们也可以选择都不接的 也不怪许云惊讶 毕竟这两家公司的报价非常低 红星耳克的报价是每年两百万 白象则是更低 每年只有一百万 而明星接代言广告 不光要考虑钱 还要考虑品牌的知名度和咖位 相比起国际服装大厂和某坛 两家公司的报价还不到十分之一 知名度更是没法比 一旦宋益选择代言这两家公司 在外界看来就相当于自损身价 站在唐朝公司的角度 宁愿宋益保持现状 也不想他选择这样两家公司代言 而且行政部门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宋益会选择这样两家公司代言 只当是例行公事 将这两家公司罗列在了表格的最下方 却没想到 宋益还是一眼就相中了这两家公司 不用考虑了 麻烦云姐让人帮我对接一下厂家 问问他们的拍摄要求 对于现在的宋益来说 挣钱已经不是什么难事 与其去接一些冒风险的代言 还不如花上几个小时 抄几首歌 或者复刻几部电影的剧本 这样不光能挣得更多 反而更加省心快捷 至于代言身价的问题 宋益更是毫不关心 反正以后也没有准备 要靠代言费挣多少钱 好 好吧 那我让市场部的人去对接 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把价格再往上抬一抬 见宋益心意已决 许云也只好答应下来 虽然宋益有代言的意向 但唐朝公司也可以继续跟厂家谈判 对于他这样的顶流艺人 每年一两百万的代言费用 实在是太寒酸了 不用了云姐 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的 虽然没有详细调查过 但宋益猜测 两家公司的财政状况都不会太好 这个报价 很可能就是两家公司的极限了 行吧 还有一件事 要跟你说一下 芒果台的副台长龚正文 想约你见面 说是想当面请教你一些问题 现代人已经在前往迪金的飞机上了 你看 许云说完之后 小心翼翼地看向宋益 现在就连许云 也根本摸不清宋益的性子了 很多在外界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宋益往往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般人的见面请求 唐朝公司自然可以轻松推脱 但芒果台的收视率 一直保持在众多省台的前三行列 亲自找上门 许云还真怕宋益不买账 芒果台的副台长要见我 还要请教我问题 此时的宋益也是满脑子问号 不过 既然对方都已经在路上了 避而不见总是不太合适的 那就见吧 什么时候 公台长让人在国宴宾馆订了晚餐 下班后 我和珊珊陪你一起过去 听到宋益答应下来 许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但害怕宋益洒脱的性格得罪人 许云还是决定亲自跟去 行 喂 王少 有没有可靠又胆大的记者兄弟 推荐一个给我 许云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办公室 宋益立马拨通了王冲的电话 记者 宋益老师 你是想做专访吗 这哪里用得着你 亲自操心 我这就放出风声 保证全国的媒体公司都会立马赶来 王冲还以为 宋益是要为病兮兮砍价的事情辟谣 殊不知 宋益根本就没把病兮兮的事情放在心上 我找记者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我手里有点线索 但需要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去查证 而且很可能会因此得罪另一个大厂家 一般的记者 恐怕没这个胆量报道 你认识这样的记者吗 因为 许云给出的代言邀约清单 让宋益想起了 某坛方便面的黑料 前段时间实在太忙 也没顾得上 现在 既然自己有能力揭露这些丑闻 宋益还是希望能让大家 尽快知晓真相 至于知晓真相后 大家还吃不吃 就完全是民众自由的选择了 但两个世界的发展轨迹 终究是不同的 宋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说某坛一定存在那样的问题 所以在此之前 他需要找一个信得过的记者去调查 自然而然的 就想到了人脉丰富的王冲 卓伟的胆子倒是够大 只要是真事 他基本都敢爆料 但这家伙连我的黑料都敢爆 你确定要找这种人 卓伟 只是这位记者众多笔名中的一个 但因其敢于调查 敢于报道的性格 也被人称为 龙国内地第一狗仔 而一年前曝光王冲舔狗行为的 就有卓伟的份 如果不是宋益说的认真 王冲根本就不想提起这个人 行 就他了 你帮我联系一下 如果他同意了 就让他给我打电话 或者直接来唐朝公司找我也行 好吧 王冲有些别扭地挂断了电话 随即又不情不愿地 拨通了卓伟的号码 王大少爷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最近我可没发现你的黑料啊 难道是想让我给你的滑板鞋 炒作一下 丝毫没有其他人 面对王冲的卑躬屈膝 卓伟刚接通电话 就对着王冲打去了起来 滚你呀的 宋益老师给我量身定制的歌曲 还需要你来炒作 虽然外界不少人批评 我的滑板鞋是一首烂歌 是宋益随意糊弄王冲的作品 但这首歌模型的歌词 和王冲特殊的演唱方式 还是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这段时间 王冲甚至还接到了不少节目的演出邀请 而且费用还不低 这可把一向渴望舞台的王冲 高兴坏了 现在跟朋友吹牛聊天的时候 王冲都是以歌手的身份自居 这次找你是有正事 宋益老师手里有个大厂的黑料 需要一个胆大的狗仔调查爆料 你敢吗 宋益老师 大厂的黑料 我必须敢啊 听见王冲提到宋益找自己 卓威兴奋莫名 不瞒你说 我一直是宋益老师的乐迷 你都不知道你的一首滑板鞋 让多少宋益老师的粉丝羡慕嫉妒恨 就你唱歌的水平 我们谁不比你唱得更好 要说宋益老师的创作能力是真的强 连你这头猪都能给抬到天上去 滚滚滚 少探马妒忌老子 见卓威还要继续嘲讽自己 王冲连忙把他叫停 宋益老师在公司等你 要是有兴趣就赶快去 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好嘞 我这就过去 要说卓威的速度是真快 挂断王冲电话还不到一个小时 人就已经出现在了宋益的办公室 第117章 卓威 此时站在宋益面前的 是一位肤色有黑 却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汉子 刚刚走进办公室 对方就激动的上前与宋益握手 宋益老师你好 我是你的忠实乐迷 你的所有音乐 我都非常喜欢 特别是你创作的两首钢琴曲 已经在海外掀起了巨大的风暴 实实在在为国人争了口气啊 我想为你做一期专访 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荣幸 不知是出于职业习惯 还是真的喜欢宋益的音乐 两人刚一见面 这位有着 内地第一狗仔 的中年汉子就表现得分外热情 卓先生请坐 专访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我今天请你过来 是有另外的事情要办 宋益请卓伟在会客沙发上坐下 还亲自给卓伟泡了一杯茶 心中也在衡量 卓伟是否值得信任 在王冲提到卓伟后 宋益上网查了一些他的资料 结果确实如王冲所说 只要是真事 不管对方是谁 卓伟都表现得异常勇武 他最热衷的 就是爆料娱乐明星的黑料 为此 他曾经得罪过很多圈内的 一线艺人和公司 还因此吃了许多官司 卓伟曾说过一句话 娱乐明星们把钱挣了 名也被他们出了 坏事他们一件也没有少干 如果还没有人来报道他们的丑闻 那他们的日子 是不是过得太舒坦了 虽然卓伟经常被这些艺人的粉丝谩骂 但他这句话 却被很多记者奉为信条 只是不知 这位敢于和娱乐明星争斗的记者 是否有勇气 站在某谈的队里面 犹豫了半天 宋义还是选择相信王冲和卓伟 毕竟自己身边 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卓先生时间宝贵 我就不绕弯子了 我这里 有一个石兵厂商的生产黑料 但还需要卓先生 亲自前往调查验证 如果调查结果 却如我预想的那般 那你就可能会因此得罪这个大厂家 不知卓先生是否有报道的勇气 宋义没有直接说出 这个厂家的名字 也算是给双方的谈话留有余地 见宋义如此正宗 卓伟只是略微沉思了片刻 随即就站起身来说道 宋义老师放心 我早就把业内的人得罪光了 只要事情属实 我就没什么好怕的 事实上 新飞和精灵几大公司 早就想联手封杀我了 只可惜 只要我比名一换 他们也拿我 没有丝毫办法 媒体记者跟一人不同 他们发生的工具 是强有力的文字 而不需要露脸 只要比名一换 IP地址一改 他们就可以拥有无数个马甲 这也是网络水军 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好 那你可以去一趟湖南省岳阳 那里有一个专门生产酸菜的 插旗菜业公司 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听到宋义提到的线索 卓伟有些意外 插旗菜业 这似乎不是什么大公司吧 宋义老师说的大厂家 难道就是他 面对卓伟的提问 宋义淡淡地说道 哼 我指的大厂家 当然不会是这样一个 小小的食品代价工厂 如果你到了那地方有所收获 那么可以再查一查 它的上下游关系 那才是真正的大老鼠 事实上使用插旗酸菜包的不只是某檀 还有某师傅 如果插旗并不存在前世的生产问题 那么就没有必要跟卓伟提起这两大厂家 好 我马上就出发 希望有机会能为你做一次专访 卓伟也是一个形势果断的人 在得到宋义提供的消息后 直接就赶往了地精机场 晚上七点 宋义跟着许云黎珊珊两人 来到国宴酒店 徐总监 我们好久没见了 这位就是宋义老师吧 真是久仰大名啊 大家快请坐 龚正文是个面色儒雅的中年人 说话的声音很有亲和力 给人一种莫名的信任感 这次前来 他的身边也同样跟着两名助理 龚台长客气了 来到地精本应该由我们做东吧 还劳烦你破费了 几人刚刚碰面 许云和就龚正文寒暄客套了起来 有许云在中间做沟通的桥梁 这场饭局的氛围倒也十分融洽 几人一阵商业互吹之后 龚正文终于说到了正题 不瞒宋义老师 我这次来是想邀请你 入住我台正在筹备的一档音乐节目 音乐节目 听到龚正文的邀请 宋义不至可否 一般的音乐节目 宋义是没兴趣的 不仅是作秀痕迹太重 艺人也是完全按照剧本在走 与其说是唱歌 还不如说是在舞台上演戏 是的 我台在看到 唱响龙国 取得的超高收视率后 也萌生了一些类似想法 这个想法我之前就有过 只是那几年的华语乐坛乌烟瘴气 台里领导成员 也被资本的力量影响严重 最后不得不选择放弃 说到这里 龚正文有些颓然 作为省台收视率的第一梯队 芒果台的嗅觉是非常敏锐的 综艺节目的制作水平也很强 但因为小鲜肉 资本横行 外邦的音乐轻视严重 龚正文几次 想要做真正的华语音乐节目 却频频被资本的力量掺和 他只是副台长 一档节目到底要安插哪些人 并非他一个人能决定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宋义的出现 加上官方的强势介入 都让他重新看到了机会 现在很多乐坛老前辈纷纷复出 华语乐坛也有了复苏的迹象 所以我想要重启多年前 封存的一档节目 名字叫 我是歌者 我们预设每期邀请 七到八位歌手上台演唱 由节目组精选的各年龄段观众 共同投票决出排名 这既是一场晋级类的比赛 也会是一场最真实的音乐综艺 舞台 灯光 音响 以及音乐团队都会是最专业的 我想邀请宋义老师 加入这档节目的首发阵容 同时还想邀请您 成为整个节目的音乐顾问 为其他歌手指点音乐的改编 久过三旬 龚正文没有再藏着掖着 直接将自己的来意 一口气说了出来 龚正文之所以亲自前来邀请宋义 实在是宋义太过重要 只要搞定了宋义 那么再去邀请其他实力派歌手的时候 就会轻松多了 只要把宋义入住的消息放出去 节目组甚至无需主动邀约 就会有大量的歌手主动加入 这不止降低了节目组邀约的难度 毕竟很多实力派歌手 都是不屑于参加综艺节目的 再加上此前的资本运作下 几乎所有的音乐竞技类节目 都变成了资本的游戏 更是让老牌歌手没什么好印象 但如果能率先搞定宋义 那么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宋义已经成了很多 实力派歌手的标杆和风向标 只要有足够多的实力派歌手加入 再加上宋义的音乐指导水平 一定能让这档节目精彩分成 第118章 公布 饭桌上陷入了安静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向宋义 许云站在唐朝公司的角度 自然也是希望宋义 能多出去参与演出 在收获演出费用的同时 还能扩大彼此的影响力 但宋义此前曾明确说过 自己不想参加商业演出 公司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入住演唱可以考虑 但音乐顾问这个位置就算了吧 我没这么多时间了 虽然宋义具备大师级的编曲能力 但想要将其他首歌手的歌曲改编完成 还是需要花上不少的时间 一首歌没有半天甚至一天 根本不可能完成 从系统数据库中抄歌来得方便快捷 而听到宋义这句话 龚正文没有任何失落 反而非常兴奋 宋义老师 你这是答应加首发阵容吗 他好了 音乐顾问就是挂个名 你要是有时间就去帮忙指导一下 没有时间也不强求 会有其他老师接听你的工作 为了这次节目 龚正文已经邀请了 好几位业内知名的音乐制作人 宋义能亲身指导当然最好 这样其他歌手参赛的积极性也会更高 如果宋义没有时间指导 其他音乐制作人也能够帮助歌手完成这部分工作 更何况每位歌手都有自己的团队配合 需要节目组指导的地方 并没有那么多 等一等 龚台长 关于出场费用这块 你还没说吧 就在龚正文欢呼雀跃之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黎珊珊 突然出声打断了他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来之前我已经跟台里申请过了 给宋义老师最高的出场标准 每期两千万 如果宋义老师能在比赛中获得周冠军 我们还将增加一倍的奖励金 这已经是台里能够拿出的最大诚意了 还请宋义老师不要嫌少 面对这样的天价演出费 在场众人却丝毫没有觉得惊讶 毕竟有西蒙乐队的邀请在前 仅仅只是弹奏一首钢琴曲的时间 就已经开出了两千万的天价 既然芒果台想将宋义作为节目的王牌 自然不可能低于这个数目 而且这些钱 最后都会从广告商手里翻倍赚回来 甚至因为宋义的加入 其他歌手还会主动降低自己的演出费用 无形中又能省下一笔巨款 黎珊珊本来还想再提提价 毕竟这是她作为经纪人的本职工作 结果宋义直接就开口答应了下来 许云和黎珊珊也只能作罢 宋义老师果然是个爽快人 我再敬你一杯 见宋义直接答应下来 饭桌上的气氛更加热烈 一阵推杯换盏之后 兵主静欢各自散去 相比起天价的演出费用 宋义更希望通过芒果台强大的综艺制作能力 将更多的好音乐传播出去 从而影响更多的人 虽然龚正文没有明说 但宋义也能猜到 这档音乐节目会是以实力派歌手为主 扶持这些真正的音乐人 本就是宋义想要主动去做的事情 所以双方的这次合作可谓是皆大欢喜 次日上午 几大资本公司正在联手密谋 想要寻找合适的时机对宋义发起攻击 并且在想方设法给宋义安上各种绯闻 以宋义如今的地位 如果仅仅只是两千万的演出收入忘记缴税 那极有可能会取得官方和公众的谅解 所以即便已经有证据在手 李飞等人也没有轻举妄动 而白相和红星尔克两家公司发布的声明 突然又给李飞等人 送去了几位 战友 白相食品公司 我司已经与宋义老师达成初步的代言协议 目前正在签订合同 不日就将拍摄宣传广告 感谢宋义老师的支持与厚爱 红星尔克 我司也正在与唐朝公司商议合作细节 两家公司虽然经营上陷入了困境 但也很会利用宋义的名气为自己造势 而这两条声明的效果也没有让两家公司失望 微博一经发出后 立刻就在全网引起了轰动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两家公司是哪里冒出来的 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难道是代言费用给的很高 高个毛 这两家公司我都知道 自己都穷得叮当响了 怎么可能出得起多少代言费 白相方便面啊 小时候我经常吃的 好吃又实惠 可惜现在市面上基本买不到了 红星尔克我倒是知道 做服装和体育用品的 东西我没穿过 但是好像价格挺便宜的 不算什么高端品牌 搞不懂宋一老师 为何会选择代言这家公司 我有个朋友在唐朝公司上班 听说红星给的代言费 是每年两百万 白相还要更低 每年只有一百万 我靠 不是真的吧 宋一大大 昨天才刚拒绝了 并吸吸上意的代言费 转手接了两个一两百万的代言 这是什么操作 看不懂就对了 我还听说某坛和耐克 阿玛里几个服装大厂 也对宋一大大发出了代言邀约 报价最低的都是两千万 结果他却选了这两个 最不起眼的品牌 这是太有钱烧的吧 几千万上亿的不要 反而自降身价 选两个毫无知名度的小厂家 宋一这不是脑袋有问题吗 不是长了嘴巴 就能乱说话 你不理解是你的无知 宋一大大这样做 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 这两家企业 可都是国产品牌 太惭愧了 宋一大大几千万的收入 都可以舍弃 我居然还为了几毛钱 偷偷下载 并吸吸抽奖 我有罪啊 好兄弟 你也去抽奖了呀 我比你好点 抽了一块多 我一气之下 把手机屏幕摔坏了 修了一千多 哈哈 笑死 我就知道 并吸吸的便宜没那么好减 你们还骗不信 抽了两分钱的 我骄傲了吗 以后再用并吸吸 我就是狗 兄弟就别利flag了 真想他可能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真希望宋一大大出来解释一下 这些都不是真的 大言耐克 阿玛里这样的国际服装大厂不好吗 逼格满满 我想宋一大大是为了支持国产吧 为了原则连钱都不要 真是太让人钦佩了 而为了配合两家公司的宣传 也为了回应网友的疑问 宋一罕见的 主动发表了一条微博 第119章 清空 大家好 我与白相和红星耳克的代言合作 已经初步达成一致 很快就会进行广告的拍摄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国产品牌 他们的品质真的很不错 原本还有些将信将疑的网友 看到这条微博后 瞬间炸了锅 物草 这居然是真的 简直不可思议 一两百万的代言费 这对宋一大大来说 跟免费有什么区别 该说不说 这两家公司的产品性价比 是真的很高 马上出去买来尝尝 宋一大大亲自推荐 怎么说也要蓬蓬场 白相你恐怕只能在网上下单了 实体超市很难买到的 红星耳克的鞋子 也确实挺好穿的 重点是比其他体育品牌 便宜好几倍 为什么在超市买不到白相 我这可都是大超市啊 这是资本的世界 方便面市场 基本都被某师傅和某坛垄断了 这就是渠道的力量 懂吗 不是太懂 但我今天说什么 也要买到宋一大大推荐的方便面 带货直播间走起 这两家公司走大运了 居然能遇到宋一大大扶贫 宋一仅仅只是简单的 发了一条微博 就已经让两家公司的 线上线售量突然暴增 原本的库存量瞬间被清空 最后两大厂家 在各个平台的带货员工 也不得不劝宋一的粉丝理性消费 朋友们 这款气垫鞋的常规码 已经售庆了 如果现在拍下 发货的时间可能需要一周左右 家人们 我们直播间的这款白象鸡汤面 已经卖完 还请大家理性消费 我们还有其他口味的 也可以拿回去试一试 听到直播带货的工作人员说 货品已经售庆 广大网友瞬间就不乐意了 为什么就背下这么一点库存 这是看不起我送一大大粉丝的购买能力吗 我不管 我今天一定要吃到这种高汤面 看起来就很不错的样子 赶紧让工厂加快生产啊 还有一块多一袋的方便面 你们这样卖真的能赚钱吗 兄弟们 这个辣白菜口味的也不错 我以前落魄的时候经常吃的 蔬菜包都是货真价实的 太小家子气了吧 就这么几万包库存 够谁吃的 我要买50袋 不管你们买的是啥 我送一大大的头号粉丝 一定要来蓬蓬厂 两家公司的带货直播间 原本异常冷清 结果因为送一的一条微博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瞬间就突破了百万 而原本足够他们卖上一两个月的库存 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销售一空 姚总 公司的库存已经完全没有了 还有很多网友吵着要下单 情绪还都比较激烈 粉丝原本就对宋益代言两家 毫无名气的公司充满质疑 现在建合作还没有正式达成 一部分人是出于好奇心下单 另一部分是想要趁机看看 这两家公司的实力 如果这点量都接不住 很多人都希望宋益能终止这两个代言 先把其他各省的库存调过来应急 同时安排工厂快速赶工 安排完应急措施后 姚总良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 你让宣传部门将拍摄团队直接带去递金 全程配合宋益老师的拍摄要求 另外让财务部门核算一下 能够动用的所有资金 现在工厂的生产力 恐怕无法满足日后的销售需求 要提前规划新的厂房了 这几年受到外资的挤压 白项的生存空间越加狭窄 为了维持公司运转 生产线已经逐渐缩小 为的就是减少支出 现在有了宋益的宣传代言 姚总良已经可以预计到 在不久的将来 白项的销售量还将会迎来巨增 就算线下的渠道 依然被资本牢牢把控 他们也可以在线上销售 杀出一条新的道路 心中高兴的同时 姚总良以及公司全体员工 都对宋益充满了感激 当初决定给宋益发出代言邀请 纯粹是行政部的经理 是宋益的粉丝 出于碰运气的考虑 才让人给唐朝公司公司 发出了邀请函 连这位发出邀请的经理 都没有想到过 会收获这样的意外之喜 作为白项公司的员工 大家当然知道宋益此举 只是为了扶持白项 毕竟一家快要濒临倒闭的公司 实在没有什么利可言 所以姚总良直接拍板 将宣传广告的拍摄团队 派去递金 省去了宋益来回往返的麻烦 好的 我马上去安排 不过财务部的资金非常紧张 恐怕还要等 这批库存销售的资金到账后 才能拓宽生产线 听到这里 姚总良也是十分头疼 至今我会去想办法 你先让厂里的员工动起来 下放回家的员工也赶紧召回 这段时间公司不景气 他们的收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好不容易来活了 尽量让大家多挣点钱 是 得到姚总良的安抚 助理兴奋的出去传达工作了 而姚总良 则是拨通了一位老朋友的电话 喂 老姚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宋益老师为白项代言的事情 我可是听说了 没想到你敲咪咪的居然办成了这样一件大事 这哪里是我的本事 是任宋益老师 可怜我这厂子里的几百名残疾员工 我也不跟你废话 我准备扩张厂房 你这银行行长 看看我正成的那套房子 还能贷多少钱 听到姚总良准备拿房子做贷款 电话对面的声音突然有些急切 那可是 你剩下的唯一一套房 虽说现在有贵人相住 但也不能太过冒险啊 真要再失败了 你让你老婆孩子睡大街吗 听到老朋友的劝诫 姚总良丝毫不以为意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现在是难得的好机会 我们不能给宋益老师拖后腿 之前因为公司不景气 很多员工都被遣散回家了 这些身体有残疾的人 离开了白相 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 就算是为了这些人 我也要拼一把 听见姚总良语气里透露的决心 电话对面的人也不再相权 哎 那我去看看 能不能给你再贷一笔经营性贷款 房子能留 还是尽量留下吧 我们都不年轻了 做事要留条后路 行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改天请你喝酒 滚你个老小子 说请我喝酒 都说了多少回了 哪回兑现过 哈哈 这不是工作太忙吗 你赶紧给我搞定贷款的事情 我这边还等着钱开工呢 知道了 说完 两人都兴高采烈的挂断了电话 因为有了宋益的代言 白相公司的经营 已经明显好转 再加上老朋友的帮助 想要从银行贷款 也不再像从前那般困难 而这相似的一幕 也同样发生在 红星耳克的公司大楼里 可市场的蛋糕是有限的 宋益这一番操作 虽然救活了白相和红星耳克 却直接得罪了某坛 和几个服装大厂 第120章 风起 康师傅办公大楼 李总你这样的大忙人 怎么会有空 给我这老头子打电话 接到李飞的电话 康师傅的执行董事长 魏英舟有些意外 康师傅主打食品和饮料市场 跟新飞公司的娱乐行业 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 虽然两家公司的体量都不小 但此前两人却没有多少交集 哼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今天给魏董打电话 是想送你一个好消息 听出魏英舟的声音里 并没有多少热情 李飞直接开门见山 说明了来意 想必因为宋益代言白相的事情 魏董的心情 应该不是太好吧 哼 这好像不关你新飞公司的事情吧 更何况 一个将死的白相 又能翻起多大的风浪 你还是顾好自己的事情吧 据我所知 你们新飞最近被官方联合唐朝公司 一起按在地上摩擦 都快喘不上气了吧 魏英舟本来就因为宋益的骚操作 心里窝火 现在听一个商业厂商的后辈 居然都敢打来电话嘲讽 魏英舟自然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听到这些带刺的话语 电话对面的李飞丝毫没有生气 反而很是高兴 魏英舟此时的脾气越差 越说明白相的事情 对康师傅造成了影响 那他就越有可能 站在宋益的队里面 哼 魏董何必生气 我打电话来并没有恶意 反而是想和你联手对付宋益 对付宋益 你们跟宋益视同水火 但我 康师傅 却是没什么深仇大恨 干嘛要跟你躺这趟浑水 对于这种借刀杀人的伎俩 在商场沉浮多年的魏英舟 一眼便能看透 没有恨意 我看不见得吧 你们联合统一 好不容易才将白相赶出了市场 垄断了方便面市场 将近九十的份额 结果宋益只是发了一条微博 就将白相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你就真的愿意看见白相做大 李飞的话 一下就戳进了魏英舟的心理 两大公司在背后日资股东的联合推动下 康师傅与统一在方便面市场上 相爱相杀 既是相互间最大的竞争对手 也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在两家的共同努力下 龙国原本百花齐放的方便面市场 现在就只剩下白相 还在苦苦坚持 其他的国产品牌要么被迫倒闭 要么就被日资收购合并 几年前日资也曾将触手伸向白相 只可惜 白相的老总姚忠良是军人出身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被日资入骨 自然是抵死不从 但这样的坚持 却招来了康师傅和统一的联手封杀 如果不是送意的出现 让白相出现了转机 连姚忠良自己都不知道 白相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但这两年受到外卖行业的冲击 原本欣欣向荣的方便面市场 销售量突然缩水进半 如果容忍白相做大来瓜分 这本就缩小的蛋糕 只会让两家公司的处境更加艰难 但无论如何 卫英州都不想成为李飞手里的枪 这就不劳李总费心了 实体商业跟你们娱乐圈不同 白相想要绝地翻盘 绝没有这么容易 也不会太快 听出卫英州话语中的不甘 李飞微笑着说道 卫董别急 先听听我的条件 再做决定也不迟 我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 送意确凿的黑料 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 我就会对他发起攻击 我已经联合了几大娱乐公司 就连并兮兮的黄总也承诺 会在合适的时机出手 卫董现在无需主动做什么 只要到时候能利用手里的资源 给大家添把柴就行 听到这里 卫英州总算没有这么抗拒 要他主动攻击送意绝不可能 毕竟双方的利益冲突 还没到那个地步 更何况唐朝公司也不是好惹的主 但如果只是落井下石 痛打落水狗的话 卫英州就没有丝毫估计了 如果只是这样倒是可以考虑 不过我更想知道 你到底掌握了他什么黑料 居然如此自信能够扳倒他 对于官方几次发文支持的艺人 那绝不是一般的黑料 就可以扳倒的 这个卫董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说完这句话 李飞就主动挂断了电话 事已密成 予以泄败 在没有发动攻击之前 李飞不会主动向其他公司说明实情 至于这些公司是否会按照约定出手 李飞也并不担心 康师傅不过是披着国产品牌的外衣 实际上却是在帮日资赚钱 除了卫英州外 康师傅五位执行董事 有三个都是沃国人 至于统一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管他们是想继续披着人皮做狗 还是要明目张胆的做汉奸 像宋义这种不按现有规矩办事的人 一直都是外资迫切想要除掉的对象 而李飞苦等的时机 很快就被一场暴雨带来了 8月15日 夏季连日来的暴雨 让继省各个地势都出现了严重的水患 农村地区频频出现水漫农田和山体滑坡事件 就连城市内也因为降雨量太大 排水泄洪无法跟上 大量的车辆被淹 就连地铁站也漫进了大量污水停摆 在官方的号召下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 唐朝公司内部也发起了一场捐款活动 小宋 公司正在统计一人的捐款数额 事后会将这份名单向外界公布 你准备捐多少 黎珊珊没有把话说透 但宋义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无非就是宋义作为娱乐圈的顶流 最好是能多捐一点 不然数据对外公布以后 宋义的面子不太好看 甚至还会因此招来骂名 啊 捐四十万吧 宋义犹豫了片刻 随后才说出了一个 让黎珊珊略微有些吃惊的数字 以宋义此前表现出来的性格 他认为宋义并不是一个稀才的人 将几首价值上义的曲子 赠送给了明月协会的时候 宋义连丝毫的犹豫都没有 而这次继承的灾情如此严重 他还以为宋义至少会捐出上百万 四十万对于一般艺人来讲 绝对是足够了 甚至还能获得不少人的称赞 但对于宋义的吸金能力 此时坐在沙发上的宋义 又哪里能不知道这个道理 实在是没有更多的钱可以捐了 本来在畅想龙国的奖金到账后 宋义也就只给自己留了一百四十八万应急 结果昨天在手机里 看到继省灾情的新闻后 他又通过系统 向继省的灾民捐赠了一百万 虽然系统无法按照他的要求 定向对某个人进行捐赠 但却可以锁定某一类人群捐赠 现在他的银行账户里 一共也就四十八万多的余额 虽然有心想要把四十八万全部捐赠出去 但这个数字公布出去以后 绝对比四十万更加显眼 所以四十万已经是他目前能够捐赠的最大金额 除非马上写个卖钱 不然他是拿不出更多钱的 小宋 要不再考虑考虑 黎珊珊并不是一个特别世俗的人 但他知道人言可谓的道理 他很清楚宋义的吸金能力 在他看来 宋义的存款就算没有上益 七八千万也是绝对有的 在这种各界一人争相表现的时候 宋义怎么着也得捐上一百万 才不至于引发关注 这些道理宋义又何尝不知 但他做事但求问心无愧 虽然周围有钱的朋友很多 他随便张张口就能要来不少钱 但借钱来捐款 就违背了捐款助人的初衷了 不用考虑了 先就这样吧 说着宋义掏出了手机 直接给公司的捐款账户转账了四十万元 这部分份捐款会通过公司的渠道 到达各地政府或者福利机构 采买成物资交到灾民的手里 同时因为捐款程序正确 手续票据齐全 这部分捐款是可以抵消一部分税款的 但也仅仅是一部分 龙国的法律规定 企业捐款最多可以抵消十二的年度利润 而个人捐款最多可以抵扣三十的因纳税所得额 也就是说 如果送一下笔的收入是二百万元 那么就只需要按照一百六十万元的收入交税 四十万没有超过二百万的三十 所以全额扣除 一百六十万按照二十的税率缴税 也就是三十二万元 如果按照正常的缴税规定 送一的二百万收入 需要缴纳四十万的税收 而送一通过捐款四十万的行为 可以为自己节省八万元税收 也正是这个原因 并不是所有明星艺人都热衷于捐款 大部分民众只知道捐款可以抵税 但却不知道从数学问题上看 这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不然所有人都通过捐款来抵税 税务部门就没有收入了 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会陷入一片混乱 而且想要靠捐款抵税 还必须通过经过认定的社会福利组织 或者是县级以上的政府机关进行捐赠 并且取得相关票据才能申请税务抵扣 如果直接向受灾群众进行捐款 是无法抵扣个人所得税的 这也是很多热衷于捐款的艺人或者企业家 都要成立自己的专属慈善基金会的重要原因 这即是为了资金能够得到最好的利用 也是为了能够取得抵税资格 但宋毅并不在意这件事情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 要将捐款作为抵税的手段 他只是希望能够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叮铃铃 黎珊珊刚刚离开 办公室内就响起了一阵短信铃声 宋毅打开手机一看 发现是大学的室友胡鹏发来的微信 一哥能借我五十万块钱吗 我前段时间做区块链亏了个血本无归 这两天我妈又生了重病 急需钱住院 你放心 等我的虚拟币价格涨回来了 我就立马还你 胡鹏是宋毅思维大学室友中 唯一一个毕业后来地经发展的 刚来地经的时候 两人还时常约在一起吃饭 后来因为胡鹏拉着宋毅一起做区块链投资 被宋毅拒绝以后 两人就逐渐断了联系 而所谓的区块链 只是这群人自己的称呼 所做的无非就是虚拟币和外汇炒作 在宋毅看来 这纯粹就是赌博和传销的结合体 这些人可能会一夜暴富 但也可能会一贫如洗 甚至还得要拉着朋友一起下水 就算是一直在街头卖场 宋毅也从未想过要靠这种手段挣钱 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毕竟是有一场 就算宋毅心里知道 胡鹏母亲生病的消息 不过是一个幌子 更大的可能是胡鹏炒币或者网赌 输了个金光 甚至以他的个性 还可能欠下了一堆信用卡和网贷 但想到大学时期 两人也曾互相帮助 宋毅还是无法直接开口拒绝对方 一哥你在看玩笑吧 现在班里谁不知道你成了顶流大明星 一场比赛获得的奖金就有一千多万 我又不多借 五十万都不行吗 你难道忘了 你大学在外面闯祸赔钱的时候 是谁天天请你吃老谭泡面了 胡鹏还在不停发消息 宋毅也懒得解释什么 直接将剩下的八万块转账了过去 此时宋毅的银行卡里 只剩下可怜的五千多块 这八万算我送你的 作为同学 我还是要劝你你早日借赌 知道了 胡鹏收款之后 只得宋毅留下了三个冰冷的文字 随后就再无回信了 宋毅思前想后 突然又回想起了大学四年的生活 心中生出了一丝担心 连忙在脑海中换出系统 系统 你能判定胡鹏的母亲 是否真的需要帮助吗 胡鹏的母亲名叫田碧巧 并不在带捐赠的名单中 如果他真的需要帮助 你的八万块钱 会自动转化为慈善积分 宋毅又转头看向慈善积分余额 并没有丝毫变动 由此可见 胡鹏所谓的找朋友借钱 无非只是骗朋友钱而已 见此宋毅也彻底放下心来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 周围的人也在改变 但宋毅还是时常能想起毕业时 老校长对他们说过的一段话 极有能 物自私 低头脚踏实地 抬头仰望星空 我希望不管你们处于何种境况 都能对弱者抱有同情和怜悯 作为流浪歌手的时候 宋毅只能够低头脚踏实地的做事 但是现在 他已经拥有了 抬头仰望星空中理想的能力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宋毅并不介意对周围的人伸出援手 虽然塔里只剩下了五千多块钱 但宋毅却没有丝毫慌张 现在的他就算兜里没钱 也随时都能搞到钱 他再也不是那个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歌手了 而宋毅不知道的是 自己这八万块钱 不仅没有换来丝毫的感恩 反而成了舆论攻击 他的强有力武器 第12章 攻击 次日上午 出于保护宋毅的想法 许云在公司会议上 极力主张不公开这次的捐款花名册 但在有心人的推动下 这份多达数百人的捐款名录 还是被公之于众 很多艺人就等着这样的捐款机会 给自己增加话题和曝光度 又怎么会同意 因为宋毅艺人 就不对外公布这份名册 这可都是他们花了几十上百万 给自己做的宣传广告 更何况 公司的管理层也并不是铁桶一块 早在看到名册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有人将消息传了出去 就算唐朝公司自己不公布 送一个捐款金额也会被外界所知 而事实也正如 黎珊珊此前预料的那本 这份长长的捐款名单一公布 立刻引起了热心网友的广泛关注 陈宇辰五百万 亦辰二百万 魏西一百八十万 吴乐胜 除了双胞胎姐妹以五百万的捐款 一马当鲜万 众人一直到二十名开外 才找到了宋毅的名字 宋毅四十万 当看到这一串数字时 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 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靠靠靠 真的假的 宋毅大大 怎么可能只捐了四十万 难道是同名同姓的艺人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工作人员少打了一个零 拉倒吧 那就是宋毅捐的 你们听说过 唐朝公司还有其他叫宋毅的艺人吗 就是啊 再说其他地方 也没见到宋毅的名字 要不然 就是他根本就没捐 早就说宋毅是个抠门精了 上病兮兮砍价的垃圾明星 又怎么会舍得给老百姓捐多少钱 门不黑吗 宋毅老师之所以只捐了四十万 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能有什么特殊原因 他那就是抠门 他就算有天大的才华 也是白瞎 典型的德不配位 一群键盘侠 宋毅大大 好歹还捐了四十万 你们又捐了多少 你拿宋毅跟我比 我一分钱没捐有啥问题吗 他既然要当艺人 自然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你还真是双标狗的好榜样 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道德谴责这块 硬是被你玩得明明白白 还是双胞胎姐妹善良啊 出道才一个月 居然就捐款五百万 粉了 你怕是对他俩的背景一无所知 还是我们坤坤和翻翻好 出身草根 居然都捐了两百万 对宋毅太失望了 前几天央视的舞台上 刚收获了一千七百万的奖金 在这样的大灾面前 居然才捐款四十万 路转黑了 自私自利的垃圾明星 毫无功德心 脱粉了 宋毅大大 你快出来解释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 这还解释什么 估计是从小穷怕了 抠出习惯了 太失望了 早就说这群娱乐明星 没一个是好东西 在资本公司的暗中推动下 网络的风向瞬间被人带偏 虽然这些批评宋毅的人 大多数是一分钱都没捐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谴责别人 双标本就是大多数人的共性 更何况 在这浮躁的时代 网络早就成为了很多人 宣泄负面情绪的出口 他们不管对与错 也不懂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道理 很多人仅仅只是 看到大量的网友在谩骂宋毅 就迫不及待地 加入了这场战斗 就连那些宋毅的坚定支持者 此时也渐渐选择了沉默 尽管他们 也很想继续相信宋毅的品行 但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为宋毅开脱 也正在这时 李飞等待多日的时机终于成熟 连忙拨通了助理的电话 按照原计划进行 你找的人该派上用场了 是 李总放心 这次定要宋毅再也翻不了身 挂断电话的李飞 正躺在堂椅上浮想联翩 原本还计划着 要人为给宋毅制造一些污点 没想到宋毅居然会主动敞开大门 给了自己 发动致命一击的机会 此时此刻 李飞突然觉得 宋毅有些傻得可爱 如果不是一开始 宋毅就站在了资本的对立面 他倒是有心想要将宋毅收入公司 毕竟这样傻傻的赚钱工具 又有哪个老板不爱呢 你好 我是来举报的 这是我的证件和资料 我实名举报唐朝公司旗下的一人宋毅 偷税漏税 一定不能姑息这种网顾法纪的败垒 你好 我也是来实名举报的 宋毅至少逃税四百万元 还请组织严查 你好 我也是 地经税务机查局门口 突然涌来二十多名群众 嚷嚷着要实名举报宋毅 虽然大家手里并没有切实的证据 但语气却异常坚定 还请大家在大厅休息一下 我这就去向领导汇报 一定给各位一个交代 安抚下众人激动的情绪 接待人员立刻小跑到局长办公室 他明显感觉到 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税务案件 但面对这么多人现身实名举报 不管对方是个什么样的艺人 都免不了一番严查 而税务机查局发生的一切 宋毅还恍若无绝 此时的他 正在接听众多好友打来的电话 喂 小陈啊 你们不是在航程演出吗 我没事 天天被人骂我都习惯了 不用给我打钱 我自己不缺钱花 没这个必要 现在补捐不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问心无愧就行 你们好好演出吧 刚刚挂断双胞胎姐妹的电话 手机铃声又立刻响了起来 杜松 你不是去苏城拍MV了吗 不用 你自己才挣多少钱 哥还能花你的钱不成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出不了事 自己安心工作吧 菲姐 真不用 我的钱够花了 写歌呀 抽空再说吧 你想要什么类型的歌 真不用这么多 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付钱就行 在王匪之后 张成 何雪 王冲 吴雨轩 李洪云 华仔 几乎所有人都打来电话关心 他们有的直接想要送钱 有的通过邀歌 来给宋毅增加收入 对于这些善意关心 宋毅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心里却异常温暖 而网上的谩骂攻击 没有让宋毅妥协 争胜之心 他也想亲身验证一下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 究竟还有多少人能静下来思考 第123章 冻结 舆论正在不断发酵 网友的偏见和质疑 远远超出了唐朝公司的预料 许云带着很少露面的总裁唐茂石 一起走进了宋毅的办公室 在赠送唐朝公司二 股份时 宋毅曾跟唐茂石见过两次 两人倒也不算陌生 小宋 公司刚刚召开了讨论会 我们一致决定 对外发布紧急声明 宣称你的捐款数额 实际为400万元 但是工作人员在汇总时 少打了一个零 剩下的360万 也将由公司财政直接支付 不用你再补捐 这是公司暂时能想到的 最好的解决办法 虽然依旧会有人质疑事情的真相 但宋毅此前的人设 至少能让大部分网友 接受这样的解释 用360万平息网友的质疑 无疑是代价最小的方案 而唐朝公司 也非常乐意为 宋毅花这360万 多谢唐总和云姐的关照 我看还是不必麻烦了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 但是我不想为了迎合网友的意愿 做这些门面功夫 原本以为不用宋毅出面解释 也不用自掏腰包的方案 会得到宋毅的认可 却不想宋毅还是一口拒绝了 他们不能因为觉得我有钱 就道德绑架 要求我捐出一个 让他们满意的数字 这跟杀富济贫的强盗逻辑 没有任何区别 虽然这其中 有几大公司的暗中推动 但大多数网友的愚昧 还是让宋毅感到失望 虽然理智上很想同意公司的方案 但宋毅的骨子里 本就充满了物读人民的血性和倔强 不然当初也不会采用那么激烈的方式 在广场上炮轰重洋媚外 见一项很有主见的宋毅 突然发起了小孩子脾气 总裁唐茂石也主动劝道 小宋啊 不用跟世人的固有观念对着干 世人本就愚昧无知 容易被人蛊惑引导 我们作为公众人物 被人议论 本就是工作的内容之一 要不再考虑考虑 唐茂石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本来雷厉风行的他 此时跟宋毅说话 却是分外温和 不只是因为宋毅是唐朝公司的金疙瘩 也是因为宋毅的脾气 很对他的胃口 如果不是唐茂石的坚持 唐朝公司可能早就走向了 和心非精灵等公司相同的道路 在时代的浪潮下 能随时保持清醒 并坚持做自己的人 本就寥寥无几 更何况宋毅根本就没有任何过错 捐款四十万的人 没有得到丝毫尊重 反被一群一毛钱都没捐的人指责 这本就是社会发展的疾病 那些在网络上叫嚣最厉害的人 可能连捐款的途径都不清楚 见身为总裁的唐茂石 都苦口婆心的相劝 宋毅也准备重新考虑一下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跟唐朝公司绑定 做事情不能单凭自己的喜好 叮铃铃 一阵短信铃声响起 宋毅查看之后 顿时就愣住了 银行短信通知 您的尾号为9,857的账户 司法冻结 四个大字 让宋毅陷入了沉思 显然这是敌人发动了后手 但他回想了许久 还是没能想出自己有什么问题 会被司法调查 见宋毅表情怪异 许云关心地问道 小宋 出什么事情了吗 如果你实在不想做这种门面功夫 公司也不抢求 这点舆论压力 公司还顶得住的 宋毅长久的沉默 让唐茂石也急忙表态 他还真怕宋毅一气之下 离开唐朝公司 那才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而听到两人的声音 宋毅也从思考中清醒过来 虽然不明白具体什么问题 但宋毅却也问心无愧 并不惧怕财务调查 唐总 云姐 我看不用发表补捐声明了 我的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了 估计敌人真正的意图 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什么 宋毅轻飘飘的话语 却是把唐茂石和许云给吓了一跳 司法冻结 这可不是小问题啊 能被司法冻结 说明对方已经查到了一部分证据 不然稽查局不会轻易冻结资产的 原本稳重的两人 顿时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 随后一起看向已经恢复淡定的宋毅 正准备出言询问 黎珊珊又带着财务总监杨倩急忙跑了进来 唐总 许总 税务稽查局的人来了 说要封存并带走公司的财务资料 他们还点名要见宋毅老师 杨倩的话刚刚说完 三位身穿制服的税务稽查员就已经闯了进来 我是地金税务稽查局第三稽查室的王元正 这是我的证件 这位脸上带着一丝阴气的年轻人 禁止走向宋毅 宋毅先生 我们接到26名群众实名举报 说你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 现依法对你的财务进行调查 相信 刚刚你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司法冻结通知 在此期间 希望你能全程配合我们的工作 王元正的声音不算大 但落在办公室众人的耳中 却犹如晴天霹雳 王读查 会不会是搞错了 小宋入职唐朝公司才不过一个半月的时间 所有的收入都是经过公司统一报税的 绝对没有任何的偷漏税行为 杨倩作为唐朝公司的财务总监 对税务问题很是清楚 也知道 没有人敢在税务问题上动手脚 每一笔大额资金流转 都需要由他亲自审核签字 艺人的税务问题被很多人盯着 杨倩根本不敢有丝毫松懈 王读查 仅仅因为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 就对小宋进行司法调查 这不太合适吧 你应该清楚 这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原本气质还有些儒雅的唐茂石 现在也不得不站出来据理力争 这种诬告最不入流 但也最为致命 一旦宋义被立案调查的消息传出去 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 宋义的风评必然会遗落千丈 正所谓黄泥巴调裤裆 不是时也是时了 对不起唐先生 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为了防止调查期间资金外流 只得先暂时冻结账户 局里成立了专项调查组 会尽快将事情调查清楚 如果宋义先生确实是清白的 我们局里也会立即发文 为宋义先生证明 稷查局也知道 宋义是龙台的蠢 如果没有必要 他们也不想对宋义的名誉造成影响 但面对数十人的实名举报 稷查局实在无法坐视不理 那就调查吧 需要我跟你们去局里吗 出乎众人意料的 作为当事人的宋义 反而是所有人中最淡定的一个 对此 调查组的组长王渊正 也高看了宋义一眼 暂时不需要宋先生去局里 随时接受我们的问询 同时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前 你不得离开龙国国境 好 等王渊正带人离开后 宋义对着办公室忧心忡忡地重 人露出了阳光的笑容 宋义此时表现出来的从容与自信 也感染了唐茂十几人 原本还有些不安的心神 也放下了不少 而伴随着王渊正的离开 宋义被税务机关调查的消息 也悄然传到了网络上 第124章 强调 震惊 知名艺人宋义被税务机关调查 疑似存在巨额偷税落税 痛惜 音乐天才还未完全绽放 就已夭折 宋义不仅在捐款上偷奸耍华 还存在严重的税务问题 数十人实名举报 宋义再劫难逃 虚伪终将被拆穿 得不配位的人不配在娱乐圈捞钱 在大量网红和营销号的推动下 宋义被税务机关调查一事 瞬间传遍了各大网络 我靠 真的假的 我就一天没上网而已 你们就告诉我 我的信仰坍塌了 不要啊 我还想看宋义大大上台表演呢 只听歌 对品行不做评价 但还是希望宋义的歌能继续听 兄弟们 赶快下载保存吧 这次十有八九是真的 以后可能就听不到了 我真的不相信能写出 万将 如愿 这样的歌曲的人 会故意偷睡落睡 知人知面不知心 更何况 艺人本就是戏子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好可惜 真希望官方能网开一面 宋义这样优秀的天才 千万不要一棍子打死了 草草草 我还等着看 宋义大大用钢琴曲 吊打米国呢 到底是谁在陷害他 打铁还需自身硬 他要是真的没问题 其他人想陷害也是徒劳 这次明显是他自身出了问题 早就说他是个伪君子了 一边炮轰重阳妹外装爱国 一边捐款又一毛不拔 现在还被爆出偷税漏税 真是乐坛的蛀虫 官方还在调查 你们就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了 吃相会不会太难看了 加油啊 宋义大大 我永远相信你 所谓强倒众人推 见宋义被税务机关调查 各路牛鬼蛇神都立刻跳出来 踩上一脚 一时之间 网络上不光有宋义四十万捐款 和被税务调查的事件 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花边新闻 震惊 宋义居然跟双胞胎姐妹 做这种事 宋义才华横溢又英俊潇洒 却从来没有女朋友 原因竟然是他喜欢男人 昔日的大学室友 母亲身患重病向宋义求助 却只换来八万块和一顿训斥 震惊 宋义和杜松不只是好兄弟 还是好基友 宋义抠门成瘾 至今还租住在八千块一个月的住宅楼 风流成性 宋义与多名女性来往密切 成名后膨胀 低于五百万 绝不接单写歌 当舆论被资本操控 民众就再也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在网络的信息洪流下 似乎再也看不见 为宋义距离力争的粉丝 他们成了沉默螺旋中的一环 让舆论逐渐偏离真相 尽管这些文章和视频都非常离奇 甚至还互相矛盾 但仍然有人愿意相信 果然 帅哥都是喜欢男人的 都说穿越地区满地飘零 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啊 我可爱的双胞胎女神啊 宋义太卑鄙了 难怪上次直播宋义和杜松住在一起 居然同居了 这么有钱居然还租房住 这也太扣了吧 难怪他的爸妈还在努力经营农家乐 好歹同学一场 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宋义居然就借了八万块钱 铁公鸡无遗了 典型的有才而无德 龙国不需要这样的一人 就算是他没有税务问题 我也不会再喜欢这样的人 恶心 屠龙勇士忠诚恶龙 可悲可叹啊 龙国乐坛真的烂到骨子里了 彻底没救了 哥都是好哥 就是人不怎么样 宋义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念及旧情 送出去八万块钱 换回来的不是感恩 而是一记被刺 不管营销号和网红如何骂他 宋义的心境都不曾有过波澜 就算是不明真相的粉丝 气他而去 他也只是巧声叹息 但胡鹏的爆料 却真的刺痛了宋义的内心 在资本的诱惑下 往日的勤奋显得一文不值 此时此刻 宋义也终于对自己疯狂捐款的行为 产生了一丝怀疑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老校长说的 极有能 物自私 自己还应该坚持 践行下去吗 宋义躺在堂椅上不断思索 而办公室外 早已围满了前来看望的人群 从苏承赶回的杜松 放弃行程演出的陈宇晨 让酒吧歇业的猛虎乐队 一脸关切的王匪 正在筹备 明月大典 李红云和沈良平 所有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只为亲身前来关心宋义 但是走到门口 却又纷纷停了下来 他们不知道进门之后 应该如何安抚宋义 他们相信宋义的为人 但也对网上的消息充满疑惑 网上的花边新闻 自然是子虚乌有 但宋义捐款40万 和老同学借钱8万 却是有截图为证 这两件事虽没有任何过错 但也确实跟宋义此前的行为 完全不符 他们想要进门询问原因 却又害怕再次伤害宋义 对于此时的宋义来说 来自好朋友的质问 无疑才是最致命的 大家都站在门口干嘛 怎么不进去 人群外突然传来一个 大大咧咧的声音 众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王冲带着程浩三人 赶了过来 王绍 要不还是别去打扰一哥了吧 让他安静安静 也挺好的 好个傻啊 直接带走喝酒 资本的手段我见多了 以宋义老师的才华 还能饿死不成 我先进去看看吧 别给别出问题了 众人见王冲坚持要进去 此时也不再阻拦 他们也害怕 让宋义继续独处下去 思想会出现什么问题 干脆就跟着王冲 一窝蜂地涌了进去 宋义老师 别发愁了 去我的云梦庄园喝酒 保管你一醉解千仇 听到王冲的呼喊声 宋义瞬间从堂椅上惊醒 整整一个下午 宋义都在思考自己的财务问题 一个多月来 他的银行卡转账记录 高达近千条 其中大部分都是转出的记录 镜像却还不到三十条 他怎么也没想明白 对方这么大张旗鼓 是为什么 他不认为 这只是单纯的泼脏水 一定是有什么 自己疏忽的问题 没有被疏离 但直到把眼睛看花 宋义也没有发现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此时听王冲提到云梦庄园 宋义这才忽然想到了什么 王少 你害我呀 原来 就是你给我的两千万出了问题 第125章 税款 两千万 什么两千万 听到宋义略显夸张的声音 众人立刻上前关心起来 阿易 你是想到什么了吗 跟税务调查有关 宋义老师 你快把事情说出来 大家一起 给你想办法 是啊 如果真的有漏掉的税 我们现在主动补交上去 也能争取谅解的 以宋义和官方的良好关系 只要不是故意偷税 那就还有补救的机会 至于其他的花边新闻 虽然依然会对宋义的风评造成影响 但都不是最致命的 唉 面对众人关切 宋义终于开口解释起来 上一次去云梦庄园表演 事后王少给了我两千万的演出费用 但是 当时我喝的有点多 转身就忘了这一茶 更没想到 还要主动报税 估计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听到宋义的解释 人群中传来一阵唏嘘 两千万的巨款到账 居然转身就给忘了 你可真行啊 对钱这么不上心的 恐怕也就只有宋义了 而对此 宋义也表示很无辜 毕竟这笔巨款 只在自己的账户待了几个小时 等自己酒醒之后 就立马通过系统换成了慈善积分 面对为数不多的银行卡余额 宋义就更没想起 要申报税款这回事了 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就好 两千万需要缴税四百万元 如果再加上三 五倍的伐息 我们现在只需要向税务部门 补交两千多万 这事情基本上就过去一半了 许云作为唐朝公司的高层 对税务问题还是比较清楚的 在案件的调查中 如果被调查人主动说明问题 并不交罚款的 机查局一般都会宽大处理 至少不用坐牢 虽然问题被做时候 宋义需要折服一段时间 但也好过被彻底封杀 补交两千多万 罚款这么高吗 宋义自己也没想到 出演获得的两千万天价演出费 居然还不够交罚款的 这一波巨亏啊 许东等一等 不是说捐款可以抵税吗 一哥之前将四首曲子 送给了高校教育组和明月协议 这部分算捐款吗 听到杜松的提醒 众人转头看向沈良平和李洪云两人 只见李洪云吞吞吐吐地说道 那个 只有经过认定的慈善机构 或者县级以上的政府机构 才能出具慈善认定书 我们明月协会不属于这个范畴 说到这里 李洪云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 居然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心里实在是羞愧无比 在明月协会举步维艰的时候 是宋义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助 但当宋义陷入舆论危机时 自己这个明月协会的会长 却什么都做不了 甚至就连收到捐赠的款项 都无法帮助宋义抵缴税款 嗨嗨 我这边还好 教育捐款是可以获得国家认可的 就在众人失望时 沈良平给了大家一丝安慰 小宋送来的四首曲子 目前已经产生了三千多万的收益 其中两千多万花在了明月协会和明月大典上 剩下的一千万左右 按照小宋当初的嘱咐 已经用在了贫困的音乐学生身上 我回去后立马将票据和捐款 认定书送过来 但这一千万好像不够小宋抵扣的 还是要补交一部分税款才行 在场众人都不是专业的税务人员 对补税的问题一知半解 黎珊珊干脆下楼 叫来了财务总监杨倩 大家七嘴八舌地对着杨倩 解释事情的原委后 杨倩立马开口说道 个人捐款抵扣 不能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三十 所以一千万的认定书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众人此时好像是认真听课的学生 又不懂的问题立刻提问 杨总监不能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三十 这句话是啥意思 简单 也就是说不管小宋捐款多少 抵税的比例都不能超过两千万的三十 所以只要有六百万左右的捐款认定书 就能够把这笔收入的抵税比例拉到极限 剩下的一千四百万 还是要按照规定缴税的 大概是二百八十万的税款 宋毅老师这种情况 属于过失导致漏税并不是主观上的逃税 我想罚款最高不会超过三倍 所以只需要准备一千万左右 就足够支付罚款了 听到杨倩这一系列的解释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之前总听说捐款可以抵税 大家还以为是可以全部抵税 合着只能抵较一部分 而且还有上限要求 并不是可以无限捐款抵税的 不过想想这些规定也算合理 如果人人都以捐款的名义逃避上税 那税务局就要关门大吉了 宋毅老师 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四兄弟而起 这笔罚金我帮你交了 王冲说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要给宋毅再次转账两千万 财大气粗的程度可见一斑 等等 我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 赚了也没用 宋毅本来有心想要拒绝 但想想自己账户里只剩下五千多块钱 而且还不能动用 如果再故作矜持 可能就真的要惹出大麻烦了 大不了以后再帮王冲写几首歌好了 只是像滑板鞋一样的歌 还真是不太好找 这样吧 山杰你帮我联系一下税务稽查局 问问我现在补交这部分税款能不能行 然后再由王少帮我转账提交 听到宋毅的话 众人也没多想 只当是因为宋毅的账户被冻结了 转不出钱 却都没想到宋毅是没钱可转 唐朝公司的众人正在积极寻找对策 而几大公司的人还在相互联络 想着通过各种手段将宋毅送进深渊 落井下石本就是他们的常规操作 此时一直没有出面发生的统一某谈 也顺势发布了一条微博 大家好 针对宋毅先生被税务调查一事 我司已紧急撤回对他发出的代言邀请 我司对代言人的品行拥有极高的要求 绝不允许有污点的艺人 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条义正言辞的声明 立即获得了大量水军的拥护 不愧是国产品牌 价值观就是正 每年三千万请这样一个明星 确实不值得 还好合作没有达成 撤销的好 支持劣迹艺人退出娱乐圈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昆昆 他是真的很努力啊 虽然我不喜欢宋毅 但你某谈是不是稍微有点不要脸 人家宋毅不是早几天就拒绝了你们 选择了白相吗 哈哈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你就让他装呗 都不是好东西 狗咬狗一嘴毛 恶心 劣迹艺人滚出娱乐圈 跟某谈的反应不同 远在济省的博相公司 又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第126章 信任 白相公司总部 姚总 总共价值2000万的紧急物资 已经发往继省受灾的各个地市 而且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要求所有员工 不得对外公布捐款事宜 姚忠良是军人出身 喜欢办实事 他对市场营销和炒作 向来不屑一顾 除了一身的傲股和坚持 姚忠良的性格 并不适合生意场上的争斗 他曾经一直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自己踏实干企业 产品的质量和口味 都不比其他品牌差 甚至价格上还要更低 可白相的经营状况 却是一天不如一天 甚至已经濒临倒闭 眼看着有了宋益的帮助 网络销售量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结果这两天 关于宋益的舆论攻击 还是很快就波及到了白相 而原本准备动工的新厂房建设 也不得不暂时搁置 但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一听说季省的灾情严重 白相还是咬紧牙关 筹措了一批救援物资 这其中大部分是白相 自己生产的方便食品 另外还有许多帐篷棉被等物品 而这一批物资 再次将白相好不容易回流的资金 掏了个一干二净 姚总 网络上关于宋益老师的传闻越来越多 但他本人却一直没有站出来辟谣 我们的代言合作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要不 虽然代言合同已经签订 但宣传广告的拍摄还未开始 如果宋益注定要塌房 现在终止合同显然是损失最小的方案 如果白相愿意 甚至还可以向宋益提出一笔 十倍代言费的诉讼赔偿 小瓦 你也觉得宋益品行不端 而且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 姚中良看了看跟了自己好几年的助理 有心想要点拨他几句 这个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唐朝公司公布的他的捐款金额 应该不会有假 而且税务机关都在调查他了 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些问题吧 丁婉还有些心里话没说 现在外界关于宋益私生活混乱的传闻 甚嚣尘上 就算官方在宠爱他 恐怕也很难扛过这一关了 听到丁婉的回答 姚中良略微有些失望 但还是耐心地对他解释道 小瓦 我们要想认识一个人 不光要看他说了什么 更要看他做了什么 看着丁婉若有所思的表情 姚中良继续说道 就拿我们白相为例 因为我的一声命令 公司勒紧裤腰带捐出的两千万物资 外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 但白相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上一句 在每次的抗灾救援中 我们白相比很多上市大公司更加卖力 对老战友的女儿就算是缺少一些慧根 但姚中良还是很有耐心教导 或许在企业经营方面 他的观念有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但在看人和做人方面 姚中良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并且为之自豪 姚总 您是指 宋益老师也许正在干跟我们一样的事情 只是不屑于解释 见丁婉终于有些领悟 姚中良微笑着说道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跟明月协会的李洪云是老相识 他曾跟我说过一件事 宋益将价值上益的曲子 无偿捐献给了明月协会 只为了帮助荣国明月的发展 再结合他拒绝某谈三千万的代言邀约 却主动选择只有一百万代言费用的我们 你觉得他会是一个稀才的人吗 姚中良是真心喜欢这位还未见面的年轻人 即使是素未谋面 但他也感觉到宋益的骨子里是跟他一样的人 如果有机会 两人一定会成为真正的望年之交 一亿 无偿 听闻这个消息的丁婉如遭雷击 就算是白象这样的企业 一年的营收也不过十数亿 全公司的利润都不一定有一个亿 但宋益一个人 居然就捐出了价值上益的曲子 而且还从未对外宣扬过 这还是那个在洪灾面前 只捐献40万的宋益吗 很多时候眼睛看到的 并不一定就是事实的全部 如果想要真正认清一个人 需要用心 可惜网络上的人心太浮躁了 网民也太容易被人利用 但是我相信这么一点风浪 是不可能打倒宋益的 小婉 你让公司行政部立即发文 表示坚决支持宋益 绝不会放弃与他的合作 我们的公司虽然不算大 但也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向后辈分享完自己的人生智慧 姚忠良再次回到白象统帅的位置上 虽然这样的发文很危险 但对于已经跌落到尘埃的白象来说 情况已经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而与宋益一起共存亡 反而拥有一线辉煌的可能 是 姚总 经过点拨的丁碗 此时已经对宋益充满了信心 心情激荡地出去 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而这相似的一幕 不仅发生在白象总部 同时也发生在位于民省的红星耳客 面对众人对宋益的攻击和批判 两家公司不仅没有急忙撇清关系 反而是发文力挺 白象食品公司 关于宋益老师被税务机关调查一事 我司一直在密切关注 除了表示对税务部门工作的支持 我司也完全相信宋益老师的为人和职业操守 同时也提醒那些别有用心的媒体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我司已经联合唐朝公司法务部 对造谣传播声事的媒体和个人登记在策 正在依法提起诉讼 你们对宋益老师名誉造成的损失 都将变成天价的经济赔偿 白象公司这篇声明掷地有声 且态度强硬 虽然同样招来了不少骂名 但也为那些支持宋益的粉丝找到了组织 而在白象之后 红星耳客和唐朝公司也相继发文 要求各方停止对宋益的污蔑和造谣 不然将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而在看到这几则发文后 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大部分网友多多少 他们之所以捏造宋益的风流运势 仅仅只是为了跟风热门话题吸引流量而已 如果为了一点流量面临巨额的赔偿 甚至是牢狱之灾 显然是得不偿失 在这几篇态度强硬的发文后 网上的舆论终于有所缓解 参与讨论的网友也勉强恢复了一丝理智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税务击查局的调查结果 第127章 猜测 毕竟税务击查局 快步走向了副局长何鸿燊的办公室 因为宋益的案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同时好几个兄弟单位都来电表示了密切关注 不只是荣国电视台 甚至是消防总队和军方都亲自打来了电话 因为宋益为这两大部队谱写过战歌 消防总队的歌曲甚至还得到了免费的授权 他们都不希望宋益被别有用心的人冤枉 在各方的高压下 整个击查局不得不加班加点审查宋益的案件 而身为副局长的何鸿燊甚至都没有回家 直接在办公室等待着案件的调查结果 而王元正的工作能力也很出色 仅仅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已经完成了案件的调查 何局 对宋益先生的税务调查已经基本完成 确实如唐朝公司下午交代的那般 有一笔2000万的额外收入还没有申请缴税 而高校教育组的沈良平教授 也紧急送来了捐款认定书 为宋益先生申请了捐款抵税 剩余未交的税款为280万 宋益先生也十分配合我们的工作 目前已经主动阐述了原因 并且补交了税款和三倍的罚金 共计是1120万 听到王元正的工作汇报 何鸿燊露出一丝喜色 如果仅仅只是漏脚税款 那么其实在年底 还有一次补交的机会 而且宋益这收入发生在一个月前 并没有错过补交时机 如果不是因为外界盯着的人太多 稽查局甚至都可以不向宋益追加罚款 但这件事已经引发了全民关注 稽查局稍微处理不当 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一旦引来网民的口诛笔伐 那将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宋益主动提交的罚款 也算是给了稽查局一个台阶 出于谨慎的考虑 何鸿燊再次问道 这么短的时间你调查清楚了吗 确定没有漏掉其他收入 我可告诉你 这件事情非同一般 一定不能出现半点纰漏 听到何鸿燊的提醒 王元正面色严肃地回答道 报告何局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宋益老师的所有收入都非常清晰 除了由唐朝公司打来的各种收入外 仅仅只有三笔其他账户打来的资金 其中两笔是由猛虎乐队的张成汇款 总计是180多万 晚上已经跟宋益和张成核实过 这两笔是直播获得的打赏收入 已经由直播平台代为扣税 并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一笔 就是王冲汇款的2000万元 这一笔收入确实没有申请缴税的记录 另外还有一笔是龙台派发的 畅想龙国 共计1700万奖金 但这笔款项也是走的唐朝公司账户 并且无需缴税 宋益的账户收款记录并不复杂 一个多月以来 也不过只有十几笔大额收入 真正复杂的是唐朝公司的账目 唐朝公司打给宋益的每一笔钱 王元正都需要派人核对财物 并调查唐朝公司是否真实缴税 如果仅仅只是调查宋益的收入记录 整个调查在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 听完王元正的汇报 何鸿燊玄在心里的石头总算可以放下 虽然漏税却有其事 但宋益的认错态度十分良好 重点是并没有过补交实现 虽然依旧会对宋益的事业造成影响 但官方也不必对其痛下杀手 挥泪斩马素 那还等什么 赶紧将正式报告交给我审批 连夜发文替宋益老师澄清事实 越早越好 现在每拖上一天 民众对宋益的信任度就会弱上一分 既然宋益在这次调查中 没有不可原谅的巨大过错 何鸿燊自然是想要保全下这位官方的蠢儿的 谁知听到何鸿燊的工作安排后 王元正的脸上却是显出了一丝犹豫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就快说啊 这次案件交给何鸿燊主导 他的身上背负着莫大的压力 稍微处理不好 就可能面临民众和其他单位领导的双重指责 其实在他的心里 比谁都希望宋益没有任何过失 何局 虽然宋益账户的所有镜像都调查清楚了 但是 但是什么啊 但是 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 听到何鸿燊的贺骂 王元正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惊人发现 何局 存在税务问题的 的确只有王冲这一笔账目 但是宋益先生的账户本身 却是很不寻常 怎么个不寻常法 难道他还利用其他手段 偷税漏税了 或者是偷偷向境外转移了资产 何鸿燊从事税务调查二十多年 自然知道一些艺人偷税漏税的常规手段 这也是他最害怕宋益存在的问题 如果一旦坐实 就说明宋益是主观上逃避税务征收 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我目前还未对他的出账记录 进行详细的调查 但截止到账户冻结为止 宋益先生的账户余额 只剩下五千二百四十八 九十九元 什么 怎么可能只有五千二百四十八 九十九元 听到这个消息的何鸿燊吓了一跳 急忙从椅子上跳起 原本已经放下一半的心 瞬间又跌入谷底 一个顶留一人的银行账户 怎么想都不应该只有五千多块 除非账目存在问题 所以宋益一直在偷偷地转移资产 如果真是这样 就算是龙国电视台 也无法出面保全他 确实只有五千多块钱 起初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但宋益先生名下 并没有其他的银行账户 而这一个多月来 他转出的账目实在太多 总计有九百多条 我暂时没有时间详细盘查 每一笔账户 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 上面绝大部分都有备注 捐款的字样 而且我用账户过滤系统 初步审查过 这九百多个账户 全都是国内账户 并且没有任何异偿 所以 是否应该再继续调查下去 税务调查不是没有边界的 既然已经完成了 宋益所有进账的调查 且出账的账户 并没有问题的时候 调查组的工作 就应该适可而止 而王元正粗略查看 宋益出账记录的行为 本身已经有些违规 除非取得上级领导的批准 不然他是没有权限继续调查的 因为这涉及到 公民应该享有的隐私 得知出账的账户都在国内 并且没有不良记录 何鸿燊刚刚悬着的心 又再次安稳了一些 他娘的 以后说话不许说一半 批评完王元正 何鸿燊也再次陷入了沉思 余额五千多块 且基本都备注有 捐款 二字 不用王元正出言解释 何鸿燊已经知道了他心中那个 大胆却又不敢说出的猜测 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 宋益所有的资金 都已经偷偷捐献出去了 但是这样的猜测 实在太过离奇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何鸿燊 也完全不敢相信 一时之间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出于一个鸡查员的敏锐与好奇 王元正当然希望 能得到局长的首肯 继续调查下去 但这部分调查 已经跟税务鸡查无关 不仅涉及送易的隐私 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九百多笔账目的核对工作 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完成的 这样吧 你先去草拟报告和发文 争取将税务调查的结果 在凌晨十二点前公布 我亲自去向上级领导请示 如果领导同意 我们再继续调查 是 第128章 名字 8月17日凌晨 此时有大量的网友正在熬夜 许多人都在密切关注着 跟宋益有关的各种话题 就算有唐朝和白相公司的司法警告 但依然有大量的网络水军带节奏 而杜松和陈宇晨等人 害怕宋益心情苦闷 干脆一起到王冲的云梦庄园 开启了舞会 众人全都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和乐手 一顿再歌再舞 倒也显得热闹非凡 众人卖力的表演 也确实让宋益心中的郁闷得以疏解 而地金税务及查局发布的一条声明 瞬间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关于25名群众 实名举报唐朝公司一人宋益偷税漏税一案 我局已经调查清楚 现将调查结果公布如下 在宋益出道后的多笔收入中 却有一笔280万元的税款 为按时缴纳 在我局的调查过程中 宋益已经主动坦白问题原由 并额外缴纳了三倍罚款 共计为1120万元 经过我局调查核实 该笔款项并非宋益主观逃税 而是对税务缴纳的要求和流程不熟悉 且该笔税款并未超过补交实现 故而不再对其进行其他处罚 望其他一人能够引以为戒 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更不要挑衅司法的威严 同时 我局也希望宋益先生 能在今后的演艺工作中 实时警醒自己 不要再出现此类错漏 这篇不轻不重的处罚声明已经发布 正在出瓜的网友瞬间炸了锅 我乐得去 现在税务机关的工作效率都这么高的吗 中午才开始调查 半夜就出结果了 有没有大佬出来解读一下 这篇声明到底是个啥意思啊 宋益的问题到底严不严重 会不会被封杀 封杀个毛 没看结尾处都让宋益在以后的演艺工作中 提高警惕了吗 意思就是可以继续在娱乐圈里混 官方这也太偏心了吧 我看这税务机关根本就没有认真调查 这么大个明星 怎么可能就只有280万的税款没交 只是离谱这宋益是官方的亲儿子吧 就交了840万的罚款就安然无恙了 有钱人的犯罪成本也太低了吧 不吹不黑 我就是个纯路人 但宋益才出到一个多月 这笔收入确实没有过补交实现 如果不是网上闹得太厉害 他甚至都不用交罚款 怎么个意思 你这话是说宋益啥错都没有 是我们在胁迫宋益 能不能不要洗得这么明显 这是明显就是有人在搞宋益 你上个月的收入 这个月去报税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纳税的规定我不懂 我只知道我的宋益大大没事了 随随便便就漏税几百万 这些人赚钱这么容易的吗 这尼玛我打工一辈子也挣不来啊 我看是税务机关掐了宋益的烂钱吧 居然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了 换做其他艺人早就被封杀八百遍了 龙国还有公平吗 就算司法饶过你 但我也不会再关注这样的垃圾艺人了 又抠门又多情 简直烂透了 原来有钱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交点钱就能够逃过一切惩罚 与此同时 碰 新飞娱乐公司的李飞原本正在跟无情喝酒庆祝 但看到税务机查局的这篇声明后 李飞瞬间火冒三丈 将杯中的红酒摔得到处都是 不愧是官方的喘啊 居然这么轻易就放过了宋益 两人不是不知道宋益的这笔税款没有过补交实现 但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再继续等下去 宋益出道才仅仅一个半月 就已经让新飞公司的股价大跌 如果错过这次发动的机会 谁也不知道新飞还能不能继续撑下去 更何况夜长梦多 如果宋益察觉到不对主动去补交了这个税款 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锋利的刺刀了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宋益还存在其他的税务问题 毕竟一人的账目没几个斤的起研查的 同时也希望通过舆论高压 让官方不得不放弃宋益 只是可惜 错过了这一次 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封杀他了 而网友的质疑并没有出乎何鸿燊的预料 筹复本就是大部分网民的共性 在这份声明书上签字时 何鸿燊就已经预料到了网友的反应 但他只是按照规定办事 就算批去宋益的特殊身份 对于一笔还未过缴税实现的收入 主动缴纳三倍罚款 就已经是极其严厉的惩罚了 所以 这份报告和声明 整个税务及查局都问心无愧 而何鸿燊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网友的质疑 他已经亲身参与到 宋益九百多笔转出账目的调查中 喂 您好 请问是刘国平老先生吗 我是税务及查局的工作人员李延 很抱歉 这么晚来打扰您 请问在上个月十六号 您是否收到过一笔两百万元的匿名转账 收到了是吧 您是说 这笔钱帮了你们养老院的大忙 您确定吗 捐款人到底是谁我现在还无权告诉您 等我向领导请示后 会再次联系您的 喂 你好 是韩春芳女士吗 我是税务 请问 你在七月十号 是否收到过一笔五十万元的匿名转账 你是指这笔钱 挽救了你身患白血病儿子的性命 对方的身份 我现在还不能告知你 喂 你好 请问是林秀小姐吗 我是 请问 你在七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是否收到过一笔六十万的匿名转账 你的母亲现在已经逐渐康复了 是吗 你有去银行查过转账人的名字 叫宋义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谁 抱歉 暂时还不能透露对方的真实身份 如果事情有进展 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 这一夜 税务及查局灯火通明 所有人都被何鸿燊通知回来加班 只为一一核对九百多笔转账的收款人 而这些电话 也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 许多人因为这通电话彻夜未眠 已经有敏锐的受住者 察觉到那个匿名的捐赠人 极有可能就是这两天遭受舆论攻击的宋义 在收到捐款后 也曾有不少人试图到银行查询转账信息 但却只能查到一个叫 宋义的名字 而这样的名字 在龙国总共有五千多人 这些重获新生的人 今夜激动万分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 已经有人连夜动身前往地经 只为在税务及查局再次联系自己时 能够与那个期盼已久的恩人见上一面 第129章 支持 儿子 听说现在网上人人都在骂你 呜呜 要不你还是回屋独老家来吧 呜呜 咱们不干那什么娱乐圈了 那里面的人心太复杂 如果你不想接受我们的农家乐 我就让你爸托朋友 给你在县里找份工作 虽然不能大富大贵 但也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一生 呜呜 深夜时分 宋义被众多好友灌得头脑昏沉 但是听到母亲圆穷啜气的声音 宋义还是瞬间清醒过来 而且他刚刚隐约听到黎珊珊的呼喊 说是机查局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如果不出意外 宋义还能继续待在娱乐圈发展 想到这里 宋义急忙出声安慰道 妈 你别哭啊 这些都是无良媒体造谣声势 你儿子我身正不怕影子邪 伤不到我的 而且官方的调查结果 刚刚已经公布了 我现在不光没事 还要将那些诋毁我的人 一个个送进监狱 这两天 你们都少上网 省得你们看着心疼 等我忙过这一阵就回来看你们 听到宋义依旧开朗自信的声音 电话对面的宋钱和袁穷 总算放心了些许 真的没事吗 我看他们骂得可凶了 还有人说你要赔好几亿的税 不然就要抓进去坐牢 可把我和你爸吓坏了 宋钱早年间虽然混过社会 但终究还是老实的农民 根本搞不清楚娱乐圈的运行规则 看着网上那些唬人的标题 和诽谤的文章 他们丝毫没有分辨真假的能力 更没有掌握第一手资讯的渠道 所以才会如此焦急 哼 那些都是网红为了博取流量编撰的 哪有这么夸张 我真的没什么大事 现在正跟朋友们一起喝酒呢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赶紧睡吧 没准明晚 你们还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表演呢 虽然宋义现在备受争议 但明月协会还是坚持让宋义参加 明月大典的开幕赛 这无疑是对宋义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真的 那你可别喝太多酒 对身体不好 见宋义确实不像有事 袁穷这才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这一夜对很多人来说都格外的漫长 而税务稽查局的调查声明 也仅仅只是掀开了故事的一角 龙国明月协会 李会长 沈院长 税务稽查局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宋义老师已经补交了税款 现在没事了 明月协会的几位会长 和高校教育组的几个教授聚在一起 就为了等待税局机关的调查结果 一群老人接过手机 看到了稽查局的声明 瞬间激动不已 我就说宋义老师这样的人 根本不可能恶意逃税吗 这还用你说 明显就是有人在恶意搞臭他 用心险恶呀 这还等什么 赶紧把准备好的视频发布出去 是我们声援宋义老师的时候了 对对对 立刻发布联合声明 面对网友对税务稽查局调查结果的质疑 明月协会和高校教育组 联合发布了一条声明 之所以没有在调查结果公布前发声 就是为了避免 给稽查局的调查造成压力 同时也是为了避嫌 两家毕竟属于龙国的官方机构 一言一行 都可能会被人过度解读 不同于税务机关的发文 两大部门这次准备的 是一条三分钟的视频 而出镜录像的 就是在场的一群老头老太太 大家好 我是明月协会的李红云 我是高校教育组的沈良平 我是 关于近期网络上对宋义老师的留言 我们一直予以密切的关注 有人说 面对季省的洪灾 宋义老师捐款40万太少了 而我们想说的是 他为了帮助龙国明月的发展 不仅将国家奖励 给他的数百万奖金悉数捐献 甚至还将价值上义的几首曲子 毫不犹豫地捐献给了我们 这又算不算少 视频中的李红云等人 情绪激动 眼中饱含热泪 这是他们下午就录好的视频 虽然当时就想站出来 替宋义发声 但考虑到官方组织的身份 众人只能强忍着自己心中的冲动 将这段视频暂时按了下来 这是宋义老师 签署的版权免费移交书 当时我们一群围着他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只说 好的音乐 本就应该分享给天下人 如今明月没落 他希望这几首曲子赚取的利润 可以帮助到那些 心怀明月梦想的年轻人 在他的思想启发下 于是我们有了 明月大典的雏形如今 百鸟嘲讽等四首曲子 已经共计产生了 3800余万的利润 其中1120万 用在了高校贫困的音乐学生身上 剩下的几乎都用在了 明月大典的筹备上 我们利用这笔资金 发掘到了一批真正的明月艺术家 而明月大典的开幕赛 也将在今晚七点准时召开 宋义老师将是本场比赛 最重要的演出嘉宾 视频中的李洪云和沈良平几人 共同举着一张硕大的财务报表 其中详细列举了 每一笔资金的由来和去向 在李洪云的带领下 众人神色越发的激动 捐献40万到底少不少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宋义老师 是一个拥有大爱的人 绝不是一个稀才的人 在将版权移交给我们时 宋义老师曾多次嘱咐我们 不要将这件事向外界公布 他说他不想因为这些俗事 影响到外界对他的判断 而今天 我们这群老头老太太食言了 我们实在是不想看到 大家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而去伤害一个内心纯粹的人 在此 我龙国明月协会联合高校教育组 郑重声明 将联合网络司法部门 对那些恶意重伤 损毁宋义老师名誉的个人和公司 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只是老了 但不是死了 在视频的最后 众多老人齐声呐喊 不仅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愤怒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支持送医的决心 尽管已经凌晨一点 但这段震撼人心的视频 还是以极快的速度传播了出去 并再一次引起轰动 第130章 调查 草草草 我踏马都要睡了 怎么还有这种大瓜砸在我的脸上 几百万的奖金说不要就不要 上一的曲子说捐就捐 这还是那个在大灾面前 只肯捐款40万的宋益吗 简直不可思议 宋益这人真的好矛盾 有时候大气到你不敢相信 有时候又扣门到让人心寒 这不会是假的吧 哪有人捐款上一的东西 连坑都不坑一声的 楼上傻叉吧 教育组联和明月协会的一群 泰山北斗亲自录的视频 怎么可能是假的 再说 宋益当初演奏这四首曲子的时候 大家都有目共睹 难道还有 其他人创作了 百鸟嘲讽 和 战争狂想曲 我早就说 只希望他不要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平心而论 捐款多少本就是自己的心意 不应该成为细字作秀的工具 而且 40万真的不少了 都够我在老家县城买套房了 不敢相信 但又不得不信 仅仅只是 这笔巨额捐款 就已经完全可以抵消上一笔补交的税收了 但宋益还是补交了税款 还主动支付了三倍罚金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哇咔咔 我的男神又回来了 有没有 明月大典 等门票出售 我出10万购买 我一定要去现场支持男神 我出20万 后排的座位也可以 反转可能会迟到 但一定不会缺席 这样的艺人 完全就是时代标杆啊 说一声得意双心 毫不为过 宋益牛逼 人狠话不多 任外界攻击谩骂 宋益却从不解释 只是一心低调地做音乐 这样的人 有什么理由不支持 我看现在谁还敢说宋益抠门 答答 请收下我的膝盖 看到这则视频声明 所有人都再也说不出一声质疑的话语 面对一个捐赠价值上一曲子 且不为名利的艺人 大家还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 捐款少 而在这之后 龙国消防总队也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而相比于李红云等人录制的视频 消防总队的这一则声明 就要简单明了许多 除了一张照片 就仅仅只有一小段文字 我不再邀请宋益老师谱写主题曲时 曾开出了300万的邀约费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宋益老师不仅为我们写出了 雇佣者 这样的战歌 而且还完全免费 这份表彰证书来得有些晚 还请宋益老师见谅 声明下方 是一张证书的照片 正中间 无私奉献 四个大字先红夺目 右下方 还有龙国消防总队的红色仙章 让人忍不住肃然起敬 纳尼 雇佣者 这样的歌居然是免费量身定做的 宋益这也太顶了吧 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简直低调的不像人 要是一早公布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估计网上的水军也不会这么多了 宋益大大只是不屑于解释和宣传 这才是我们应该支持的艺人 什么昆昆翻翻 只会利用慈善炒作 相比之下 简直弱爆了 对不起我错了 中午还跟着水军一起骂你来着 我儿子现在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 雇佣者 他总说唱这首歌的时候 特别自豪 我妹妹也特别喜欢这首歌 这都成为他们的班歌了 出门都是用这首歌做街头暗号 世事纷扰太难看清 但就说音乐品质 十个昆昆也不是宋益的对手 我的大大又回来了 希望明天起来 就没有人再黑他了 不可能 他还有那么多花边新闻没解释呢 宋益本来就是官方的蠢 反正这些东西 我是不敢完全相信的 人品不予评价 但是宋益的音乐是真的顶 期待他在明月大典中 带来不一样的表演 大大加油 千万不要伤心 我会永远支持你 经过几大部门的先后发声 网络上的舆论终于发生了逆转 水军的声音渐渐消失不见 眼见这次无法扳倒宋益 就连几大敌对公司 也渐渐低调起来 无数媒体和网红 唐朝公司法务部门的追责 但是可惜的是 此前一直低调的唐朝公司 早已记录下了所有敌人 一日下午 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税务及查局关于宋益的调查 仍然还在继续 只是调查的内容不再是税务 而是捐款 合局 一共957条转账记录 目前已经联系并核实过的是834人 这些人有的是福利院的院长 有的是贫困学校的负责人 有的是家庭困难的学生 而更多的是身患重症病人的家属 还有123人一直无法联系上 但根据当地派出所提供的信息 这些人也无一例外 全都是处境非常困难 并且意外得到了一笔捐款 生活得以改善的人 这些款项虽然不是通过慈善机构捐献的 但却是实打实的捐款 而且全都是匿名的 王元正将手中的调查报告 递给了何鸿燊 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的他 眼神里却是异常的明亮 其中不只有震惊 还有敬佩 调查组紧急抽调了近30名同事参与调查 除了通过银行信息跟收款人取得联系外 他们还一一联系了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详细了解了每一个人的真实信息 只是调查的越是深入 众人心中的震惊就越多 很多女同志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却又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不是他们柔弱 而是那些苦难人的故事 太让人悲伤 如果不是宋益的捐款及时 可能已经有几十上百人 彻底离开了人世 而这样的故事听得越多 大家对宋益就越加心疼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一个无私奉献的好人 却要遭受那么多的诋毁和谩骂 如果不是出于职业的保密要求 他们都想要上网 跟这些水军据理力争 将宋益默默所做的一切宣扬出去 但是不能 现在的调查 本就已经超出了税务击查局的本职工作 如果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签字 任何人都不能将这一切公布出去 因为这是宋益的个人隐私 只有他有权利选择是否公开 而何鸿燊看着报告上的一行行文字 心中原有的观念正在一寸寸坍塌 他不明白 这世间怎么会存在这样的人 要说捐款比宋益多的并不是没有 但却从来没有如此低调的 不光是没有对光公布过 他甚至还从未想过 通过捐款来抵消税收 他的每一笔捐款 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及时而又温暖 这说明宋益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调查受住者的信息 他没有想通过慈善机构 去做这些事 兴许是怕资金浪费 也许是怕耽误时间 也许是不想自己做的事情被人知晓 即使是在面对所有人的猜忌时 宋益也从未想过利用这些东西 向外界博取同情 这才是最令所有调查人员肃然起敬的 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他们最自豪的一次加班 甚至比揪出了几个漏税大户 更加振奋人心 一个半月以来 宋益先生的账户收入 共计是11538万元 除了必要的开销以外 几乎所有的资金都默默捐献了出去 而宋益先生给自己留下的资金 从来没有超过200万 而在他向济省捐献40万时 他的账户总金额已经只有48万余元 而剩下的8万元 也在不久后转账给了他昔日的同学 只给自己留下了5000块钱 没想到这样的好心没有换来感恩 反而遭到了胡鹏的背叛 王元正越说越是气愤 对于一名税务稽查员 他早已看惯了资本公司的舆论手段 看到网上众多的流言蜚语 最让他感到愤怒的 反而是来自胡鹏的背叛 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以为 宋义有钱 借钱给同学似乎也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不借出对方需要的数额 那就会被认为是不念旧情 甚至是忘恩负义 但是谁又知道 宋义当时给出的就已经是他的全部 我马上去向上级请示 我想这份调查报告 非常有必要向外界公布 像宋义老师这样的人 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何鸿燊说完这句话 就拿着报告急忙跑了出去 第131章发文 此时的宋义 正在龙台三频道的演播厅里 彩排今晚是 明月大典 开赛的日子 原本以为税务调查 不会这么快出结果 宋义甚至都做好了不出席的准备 却没想到 鸡查局的工作效率快得惊人 并且还连夜替他 发表了澄清声明 这让宋义感到意外的同时 心中也充满了感动 即便被外界误解 但总有一群人 无条件地相信自己 这就是宋义坚持的动力 此时此刻 几乎所有的朋友 都来到了节目现场 即便只是彩排 众人也丝毫不愿意错过 就在众人对宋义新 展现出的琵琶记忆 惊为天人时 龙国税务及查局 再次发表了一篇重磅炸弹 在我局公布 对宋义先生税务问题的调查结果后 有众多网友提出了质疑 在此我局郑重承诺 此调查结果 经过了我们层层查验 绝无半点错漏 而在调查组 对宋义先生的财务进行调查时 我们无意间 发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信息 虽与税务调查无关 但经过上级领导的批准 现将我局调查到的信息 向社会各界公布如下 宋义先生入职唐朝公司 一个半月以来 各项到账收入 共计为11538万余元 但其中11470万元 全部被宋义先生匿名 捐献给了龙国各地的福利院 养老院 贫困学校 以及各类重症病人 收到捐款的账户 总计为957个 而受到宋义先生帮助的人群 更是高达3000多人 目前我们已经 与其中834人取得联系 部分受住者 已经自发赶往递金 在宋义先生收到各项收入后 都会在一天之内捐献出去 而他留给自己的金额 从来没有超过200万元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宋义先生名下 没有购买任何的汽车 和房屋等固定资产 在全国号召向 计省捐款的前一天 他就已经匿名 对灾区的民众 捐赠了100万元 事后他的银行卡余额 仅有48万5000余元 而唐朝公司号召他捐款时 却几乎是宋义先生当时的 所有财产 在捐款不久后 恰巧宋义先生曾经的同学 发来了母亲病重的消息 想要借款50万 宋义先生又拿出了 自己仅存的8万元后 却遭到了胡鹏的记痕 我们联合执法部门 对胡鹏的财务进行了调查 就在三天前 胡鹏因为身陷网络赌博 输掉了200多万 并欠下了高利贷150多万 我们紧急联系了胡鹏的母亲 发现他的母亲田碧桥女士 目前正在工厂上班 身体并无不适 目前胡鹏 已经因涉嫌网络赌博和诈骗 被执法部门拘留 等待后续的处理 截止到我局 冻结宋义先生的账户为止 他的银行账户余额 为52万4899元 而他补交税款的1120万 也是向好友筹借的 此事事关宋义先生隐私 本不该由我局向外公布 但经上级领导讨论决定 宋义先生大公无私的行为和精神 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 而不该受到他人的诋毁与污蔑 对于我们的跃权行为 还请宋义先生见谅 在此 我以税务击查局局长的身份 代表全局所有成员 对宋义先生的所作所为 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此致 敬礼 这篇长达八百余字的声明 已经发布 瞬间在龙国各大网络上 引起轰动 举国接近 而在税务机关发文后 龙台网 人民网 军网等各大官方机构 纷纷转发点赞 让这篇声明 很快就传遍网络上的各个角落 无数人惊叹不已 我踏马 宋义这还是人吗 这还是我印象中的娱乐明星 这是神才能干出的事情啊 我尼玛震惊一万年好吗 前半夜 明月协会和消防总部发布的声明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但好歹 还是人能干出的事情 但税务机关这篇文章 就真的不是人能干出的事了呀 这就是 所谓的大公无私吗 出道一个半月 不止送出了价值上益的曲子 还默默捐献了多达一亿的现金 太伟大了吧 什么叫多达一亿 还有一千四百多万 让你给吃了 一千多万 你说抹就抹了 连缴税都是借的钱 这才是一人学习的楷模呀 我草 这都不是重点好吗 重点是官方说 宋义的账户 现在只有五千多块了 他们的一个顶流明星 过得比我还穷 挣了一个多亿 自己却只花了几十万 连车房都没买一套 剩下的全部匿名捐献了 这也太伟大了吧 他骂的 最可恶的 就是这个胡鹏 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 我是宋义和胡鹏的大学同学 昨天胡鹏一直在同学群里造谣 好多人都跟着他泼宋义的脏水 说他成名之后就膨胀了 给他发消息 都是爱达不理的 我踏马 当时就想不通了 人家大明星整天忙来忙去 哪有时间跟你们聊微信 太心疼宋义大大了 借出了自己仅有的钱 结果还反被攻击 以后千万不要再做烂好人了呀 大大不要把钱都捐了呀 多少给自己留点 我不想以后嫁给你过苦日子 是啊 给自己买套房吧 不然我嫁过去以后住哪啊 我不怕穷 我有的钱 大大娶我吧 我养你 阿姨们快醒醒 别打白天做梦 宋义大大是不会娶你们的 对不起 我想 我需要向宋义老师道上一声歉 我不该在网络上 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 你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 我踏马都想学习宋义大大 把自己的全部身价捐出去了 但是看了看卡里五块钱 我又忍不住哭出了声 真想让宋义老师 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啊 我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想要问他 大大加油啊 越来越爱你了 但是平时也要对自己好点 大大请点开直播 我要给你刷一百个火箭 各种各样的讨论 遍布网络 有人震惊 有人感动 也有人表示怀疑 但却再没有人 对宋义的人品提出质疑 如果连这样的人 都称不上高尚 那大众又有什么资格 定义所谓的高尚 而这一则消息 也很快就传遍了龙台演播厅的每一个人 大家看着台上正在彩排的身影 除了震惊和尊敬 这些人眼中更多的是心疼 他们作为宋义最要好的朋友 宋义默默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们却一无所知 而宋义银行卡上的余额 也狠狠刺痛了众人的内心 第132章 泪目 不带宋义排练结束 众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 一哥 你心里藏着这么大一件事 为什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啊 杜松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冲在了众人前面 感动 愤怒 羞愧等复杂的情绪 充斥在杜松的内心 他与宋义两人合租成为室友 已经有整整两年的时间 两人互相了解的程度 甚至超过了许多的亲兄弟 而杜松 能够得以进入唐朝公司 并且出道成为炙手可热的艺人 也全都是源于宋义的帮助 虽然杜松每天像个二皮脸一样 跟在宋义身后 嘴里也没几句感谢的话 甚至在下班回家之余 还会嚷嚷着 让宋义给他做饭吃 但是在杜松的心里 宋义早已像一座大山般一礼 那些恩情 可能用一辈子都还不完 而杜松也自以为足够了解宋义 虽然宋义的生活方式 节俭得不像是一个大明星 但两人本就出道时间尚短 此前一直过关了苦日子 生活上节俭一些 杜松也是完全赞同的 但没想到的是 宋义现在不仅卡里只有五千块钱 甚至还因为补税的原因 欠下了王冲一千多万 他并不反对宋义做慈善 但这种不计后果 反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的行为 他绝对不支持 而不等宋义张口回答杜松的质问 演播厅里 已经传来了其他人关怀的声音 嗚嗚 宋义老师 都怪我们不好 你藏着这么大委屈 我们都不知道 我和姐姐 还有六千多万的私房钱 嗚嗚 也全都交给你吧 嗚嗚 不管你是自己留着 还是捐出去 我们都完全支持 我要让爸爸追究那些造谣者的责任 一个也不能放掉 陈家轩姐妹不负原本的活泼可爱 抱着宋义的臂膀不断啜泣 一言不合 就要将私房钱全部交给宋义 而两人的财大气粗 也让演播厅内的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六千多万的私房钱 还全部无条件交给宋义 这到底是有多好恨啊 宋义看着两人在自己肩膀上 哭得梨花带雨 终究没有忍心推开 只能出声安抚到 别哭啊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流言蜚语 哪里能伤到我 放心吧 那些人很快就会为自己的举动付出代价的 如果不出意外 卓伟对插旗菜叶的调查 很快就会有结果 既然某坛敢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宋义也不介意拿他开刀 顺便让外界看一看自己锋利的牙齿 既然是私房钱 那就自己留着吧 我赚钱很快的 以后给自己多留点就是了 宋义笑呵呵地打趣道 这话不只是说给双胞胎姐妹 也是说给在场中人听的 此时想要送钱给宋义的人不在少数 只是大家都知道 宋义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恩惠 所以暂时没有开口 而经过了这件事情后 宋义也会给自己预留更多的资金 不然在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 自己还会再次陷入窘境 宋义老师 我替你补交的税款 就不用还了 就当是我提前预定了一首歌 你抽空帮我写出来就行 看着王冲真挚的眼神 宋义郑重地点了点头 此次税务事件问题的源头 就是王冲给宋义的两千万演出报酬 虽然是被有心之人利用 但地金四少的心里却也充满歉意 在王冲之后 许云 李红云 张成 王匪等好友 也纷纷出言关心 看着情绪异常激动的众人 宋义心中充满了感动 对着众人露出了自己的阳光笑容 宋义缓缓说道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今天很高兴 因为所有人都在质疑我的时候 大家依然毫无理由地选择了相信 而我之所以敢毫无顾忌地做这些事情 也是因为我知道 等到哪天我接不开锅时 大家都会全力帮助我 钱对我来说 放在银行里就是一串冰冷的数字 只有交到需要的人手里 他们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发自肺腑的声音 传遍演播厅的各个角落 大厅内不仅有宋义的好友 还有唱响龙国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评审和参赛的选手 在此之前 大家对宋义的了解 还仅仅只是停留在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天才 但是现在 大家心里对宋义都多了一份敬意 宋义的所作所为 说是当代的圣人也毫不为过 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着复杂的情愫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但又觉得一切的语言都是那般的苍白 晚上六点 央视三台的演播大厅内 此时已经坐无虚席 原本并不太受大众欢迎的明月大典 突然在龙国境内掀起了一股狂热的风潮 而这一切 全都来源于宋义 是这场开幕赛的特邀嘉宾 千人会场内 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激动 就算临座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大家也都激动的聊着天 嘿哥们 跟你商量的事 我只搞到一张票 女朋友还在楼下等着 我能不能出五万块买下你的座位 滚蛋 你好好看到我这气质 我堂堂没二代差你这点钱 实话告诉你 我这位置就是花了十万块从黄牛那买的 你问我五万卖不卖 我草 兄弟你这是烘牌票价啊 这位置我才买成八万 只可惜 那黄牛手里也只有这一张了 我懒得跟他讲价 为了现场观摩一下宋义大楼 这十万块花得很值 原来你也是大大的粉丝 还真贪娘的有缘啊 反正我那婆娘也是个假粉丝 整天就知道 夸赞宋义大大的长相 简直是肤浅至极 让他自己看网络直播得了 这算奶门子有缘 这大厅里有几个不是为宋义大佬来的 而且我还是资深的所纳爱好者 每天睡觉前都要听宋义大佬的 喜 兄弟很人啊 就不怕一觉醒不来吗 第133章 疲惫 除了这两位活宝 不远处两位衣着贵气的女人也正在聊天 东东 你可是个大忙人啊 咋有空来现场看这种音乐节目 这不是来看我宋义老公吗 他这两天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不得来现场给他一点安慰 不是吧东姐 你的年龄都能当宋义太医了吧 也跟我们叫老公 你懂个啥 好多小帅哥都喜欢阿姨 不然你以为杨国为啥那么执着于小龙女 好像也有些道理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 如果大上个30岁 那就是石块金砖啊 类似的声音不断在演播厅内响起 大家只恨央视演播厅的面积太小 只能容纳1000人 事实上为了更好的音质效果 1000人的演播厅已经不算小了 毕竟电视台最大的目标群体 还是那些网络和电视观众 时间缓缓流过 随着晚上七点钟的到来 舞台上的灯光瞬间亮起 大量的摄像头朝着不同的方向转动 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递到网络直播间 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明月大典 开幕赛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丁俊王 本节目由央视联合明月协会共同主办 旨在发扬龙国传统乐器 传播明月之美 主持人的声音缓缓响起 而央视频道的直播间内 观看人数直接就突破了1000万 来了来了 大大这两天受委屈了 千万要开心啊 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之前一直害怕宋一会被列为劣迹一人 要是被封杀 那就太可惜了 纯乐器比赛感觉没什么趣味心啊 大家都能看懂吗 哈哈 看个热闹不就行了 之前受宋一大大的影响 买了只唢呐来玩 摆弄了一阵连响声我都吹不出 我欠宋一大大一个道歉 这两天我也跟着水军骂他来着 真是对不起啊 兄弟你不是一个人 看到宋一跟双胞胎姐妹的花边新闻时 谁又能忍住不骂他两句呢 加油 现在的选秀节目越来越难看了 期待宋一大大的表演 明月大军在哪里 快来集合了 白乐之王唢呐 请求出战 我二胡手表示不服 主持人还在介绍各位重量级的评委 以及比赛的规则 直播间里已经开始了热烈的讨论 在线观看的人数也在不断上涨 短短几分钟就已经来到了三千多万 看着不断上涨的数据 李洪云和沈良平等人激动的满面潮红 对于这样一档新型的乐器节目 主办方和电视台心里都没底 本来乐器表演的受众就小 更何况还是被人遗忘的明月 如果不是因为明月大典是宋益提出的 众人根本就没有筹办的勇气 而一旁的吴宇轩也同样松了口气 作为央视重点推出的选秀节目 如果收视率过低 对电视台的口碑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我们邀请到了25位明月界的泰山北斗 作为整季比赛的评委 最终成功登顶各类乐器冠军的选手 将有机会与宋益老师合作 成为他演唱会的专属乐手 随着主持人放出这条消息 演播厅内瞬间沸腾 直播间的网友更是激动的嗷嗷直叫 靠靠靠 这是不是意味着宋益大大就要开演唱会啊 我要赶紧存钱了 不然买不起啊 草啊 参加比赛居然还有这样的福利 早知道我也去搓搓运气了 我吹销还是蛮不错的 你省省吧 单向乐器冠军才有机会 你有多会吹销 让我见识见识 我仿佛已经看到一大波黄牛 正在奔向宋益大大演唱会门票 真希望能抢到一张啊 抢到就是赚到 一夜小康不是梦 全是评委打分决定胜负 感觉操作空间很大 比赛不会有什么内幕吧 你他妈想啥呢 官方的节目 而且台上全是音乐界的大佬 还有宋益大大把关 敢有内幕 只能是专业评委打分 让你打分你听得懂谁强谁弱吗 我只关心宋益大大什么时候出场 此时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五千万人 接下来 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宋益老师 为我们带来他创作的琵琶曲 十面埋伏 主持人的声音刚刚落下 全场已经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所有人都没想到 节目组一来就直接放出了大招 在聚光灯的指引下 身穿青色长衫的宋益 缓缓走到舞台中央站定 对着台下众人弯腰行李后 宋益拾起一旁的五弦琵琶 随后坐在了事先准备好的读凳上 此时的他面色冷峻 仿佛已经进入到了 那片肃杀的战场之中 跟一般琵琶的四弦不同 宋益选择了弹奏难度更大 表现力也更加丰富的五弦琵琶 宋益左手掌琴并没有急于弹奏 而是缓缓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正不断盘旋着 大师级琵琶琶弹奏技艺 以及《十面埋伏》的所有细节 这是他下午花了五百五十万慈善积分 才兑换来的能力和曲目 经过一下午的熟悉 宋益已经对这种发源于 秦朝的传统乐器烂属于胸 跟古正一样 琵琶同样属于弹波类乐器 为了更好地演奏出这一首曲子 宋益这次并没有缠播片和一甲 只有用手指亲自触碰琴弦 宋益才能清晰地掌控 每一个音符的跃动 叮当当 叮当当 宋益没有睁眼 右手五指以极其诡异的姿势 滑动琴弦 弹奏出一小段激昂的旋律 虽只有一人一琴 但实质与五根琴弦间的配合 却让众人看到了 千军万马正在列队 肃杀 紧张的氛围在演播厅内四处弥漫 宋益左手五指在情景上不断移动 与不断跳动的右手默契配合 更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卧槽 宋益大大这专注的样子 简直太帅了 闭着眼睛也能弹吗 十面埋伏 兄弟们 我感觉宋益大大创作的这首曲子 一有所指啊 这还用你说 光听曲子就能感受到了 四面八方全是敌人 哭了 这是在说 昨天没有人帮他说话啊 举世皆敌 我们都欠宋益大大一个道歉 昨天不该沉默的 这首曲子的音间好复杂 宋益老师的琵琶技艺也好强 绝对是大师级的水准 唢呐 钢琴 吉他 鼓针 现在又是琵琶 你到底还会多少种乐器 不愧是最顶级的音乐天才 这天赋实在是太强了 第134章 侠客 宋益的弹奏才刚刚开始 直播间的网友 就已经开始胡思乱想 纷纷自责 自己没能在宋益最危难的时候 站出来发声 随着曲子越发激烈残酷 众人仿佛看到了 两军正在交战 只是交战的双方 兵力十分悬殊 跟随的战友 一个个倒下 此时被围困在大军中间的 仿佛只剩下一人 在刀光剑影之间 那个孤独的身影 并没有放弃他还在浴血熬战 大军看着那道坚毅的身影 士兵的眼神中出现了犹豫与慌乱 军心开始涣散 即便四面的战鼓声吹响 也没能挽回大军的士气 那道孤傲的身影越战越勇 提着长枪在战场上奋勇厮杀 竟奇迹般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琴弦上传来的旋律 变得大气磅礴 豪情万丈 右手五指以极快的速度 拨弄着琴弦 不知不觉间 细小的琴弦 已经刮破了宋毅的指尖 鲜血从伤口上流出 染红了整个情面 而专注于表演的宋毅 却恍若无绝 哦 明明是一首激昂澎湃的曲子 为什么我竟然听哭了 我也是 我感觉那道厮杀的身影 就是宋毅大大 孤身一人迎战千军万马 没有退路 甚至没有战友 哦 大大的手指都戳破了 还在继续弹奏 我的心好疼 要是换作昆昆 这不得马上住院 下一次 我绝不会再让宋毅 大大孤军奋战 哦 我的眼泪止不住了 宋毅自己也没能想到 这样一首肃杀的曲子 竟然让无数人心疼落泪 伴随着最后一个音符敲响 宋毅缓缓睁开了双眼 随之来的 是全场观众放肆的 呼喊声和啜泣声 宋毅大大 你不要气馁啊 这一次 我们与你同在 哦 手指都流血了 赶紧去包扎一下吧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会永远相信你 对自己好一点 别把钱都捐了 直到听见众人的呼喊声 宋毅这才回过神来 随即低头 看向隐隐作痛的手指 这才发现 由于刚刚弹奏的太过专注 手指磨破了 也毫无察觉 宋毅并未在意 琴弦造成的细小伤口 正准备拿起一旁的话筒讲话 后台突然冲出几名女性工作人员 拿起绷带 就要给宋毅上药 任凭宋毅如何拒绝 几人也不肯退去 无奈的宋毅 只能当着数千万观众的面 任由几人将右手上细小的伤口 包扎成了哆啦A梦 同时 后台又走出一群工作人员 搬来了多面大鼓 长笛 鼓针 杨琴等乐器 身后还有人将宋毅身上的长衫吞去 套上了一件略带脾气的牛仔外套 带工作人员退去 宋毅用纱布包裹着的右手 拿起话筒 语气平缓地开口说道 所谓明乐 就是与民同乐 有人说 我们龙国的明乐狠 这一点 我并不否认 因为我们龙国的民族乐器 本身就是 来自于农耕文化 来自普通老百姓 图 是我们的一个符号 但我们也可以 杨 宋毅转身 看向身后众多的民族乐器 摊开左手 向众人示意道 今天 我就陪同各位评委前辈 完全用民族乐器伴奏 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新歌 它的名字叫 沧海一声笑 随着宋毅的话音落下 全场再次陷入沸腾 原本坐在台下的25位评委 纷纷起身来到舞台之上 各自选择自己的乐器站定 尽管这首歌曲 还未开始演出 但仅仅是众多艺术家 往那一站 就已经显现出了庞大的气场 无狐 这也太爽了吧 没想到在这个舞台上 不光能看到宋毅大大弹皮吧 还能听到一首新歌 不愧是能当评委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气场太强大了 举手投足间都是宗师风范 恐怕也只有宋毅老师 才配得上这样强大的伴奏阵容吧 好激动 我好多年没看到李洪云会长谈洋情了 沈良平教授亲自打鼓 这阵容也太豪华了吧 李洪云和沈良平 不只是节目组的主办人 同时也是25位评委的领头羊 只有亲身参与到评审过程中 他们才能放下心来 而此时 台上除了这几位60多岁的老艺术家 也有几位较为年轻的评委 其中一位接替宋毅琵琶的 就是一位身穿旗袍的靓丽女性 仅仅往凳子上一座 端庄自信的气质 就由那外的散发出来 而那雪白的大长腿 也成为众人关注的风景线 宋毅抬手安抚下台下的躁动 随着现场恢复平静 沈良平重重敲响手中的鼓锤 当 鼓锤接触到鼓面的那一刻 沉闷却又急剧穿透的声音 瞬间传遍全场 当鼓锤再一次有节奏的敲响时 其他乐器也紧跟其后 磅礴大气的旋律 透过摄像机 传到了直播间数千万网友的耳中 而宋毅经过了百变歌喉 和宗师级唱功加持的声音 也很快加入其中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 济荆天笑 纷纷是上朝 谁负谁胜出天之晓 充满了雾都江湖气息的声音响起 与身后的伴奏声交相呼应 众人感受到了 宋毅歌声中的侠客精神 也听出了歌声中的不屈与桀骜 而纯明月的伴奏 不仅没有让这首歌显得土 反而显得异常 膀胖厚重 哇咔咔 这首歌也太棒了吧 听着好爽 满满的全是江湖啊 好然啊 没想到纯明月的伴奏 也可以这么酷 太帅了 我现在才明白 宋毅老师为什么要换上牛仔服 只有这一身打扮 这句话好像是唱给那些资本公司听的 感觉宋毅老师要反击了 看到宋毅老师不仅没倒 反而是浴火重生 那些抹黑他的人 怕是要吓尿了吧 这前奏太无敌了 这才是真正的江湖武侠啊 兄弟们 我感觉到血液在沸腾了 好然 第135章 命应 仅仅只听了一小段 众人的情绪 就已经完全被调动开来 透过宋毅的歌声 以及众多乐坛前辈 及其专业的伴奏 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 出入江湖的矛头小子 他有一腔热血 他锋芒毕露 他举世皆敌 经历过血雨腥风之后 他只是面对天空和大海 洒脱大笑一声 而第一段福歌结束之后 宋毅开始了一段说唱 天 地 人 河 此时其他乐器都暂时止歇 只剩下一旁的琵琶声音 在回应着宋毅的嘶喊 身后的沈良平 也不时敲击着鼓面 传来阵阵战鼓之声 恩怨似云烟 转眼飞很远 早看破红尘也不与世人周旋 逍遥的侠客要踏上江湖龟路 坐禅或修行不枉此声虚度 丰满复杂的旋律再次响起 宋毅用略微沙哑的嗓音 像是在吟唱又像是在说唱 而这几句歌词一出 所有的观众和网友瞬间变得焦躁不安 靠靠靠 兄弟们 我怎么感觉宋毅大大象是要隐退了呀 早看破红尘也不与世人周旋 逍遥的侠客要踏上江湖龟路 这歌词听着是有点像 宋毅大大心累了 他刚出道的时候 一心想要振兴华语乐坛 却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阻拦 我觉得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 而是当资本抹黑他的时候 居然没有多少网友帮他说话 坐禅或修行不枉此声虚度 宋毅大大不会是想出家吧 大大不要啊 我还没嫁给你呢 我要让你感受一下女人带来的快乐 大大肯定是对我们失望了 没准这就是他最后一次演出了 不要啊 我还要追你一辈子呢 直播间里议论纷纷 满是沮丧的情绪 而现场的氛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特别是唐朝公司的众人 此时看到宋毅演唱这首歌 大家更是忍不住双眼通红 唐朝公司最大的会议室里 公司早已组织了众多员工 前来观看这场直播 而还未正式出道的张韶涵 就是其中的一员 看到台上的宋毅 用纱布包着的右手握住话筒 卖力的嘶吼音唱 张韶涵的心在不断的刺痛 眼泪再也遏制不住地滚落下来 在宋毅出现之前 他只是训练营里的新人 也许这辈子都很难有出头的机会 而自己仅仅只是送了一杯奶茶给宋毅 他就给自己写了一首量身定制的歌曲 甚至还强行分给了自己一成的利润 而从那之后 公司也对自己刮目相看 不仅配备了专业的经纪人 连艺人合同也升级为了B级 这可是连很多老牌二线歌手 都没有过的待遇 而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是因为宋毅的提携与帮助 他却什么都改变不了 除了上网跟水军距离力争 他再也做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此时他在宋毅的歌曲中 自然也听出了一丝退隐之意 这让他无比难过 也无比愤怒 他为宋毅的才华和所作作为 感到无比的钦佩 却对宋毅遭遇到的不公 难过流泪 更对那些恶语重伤他的人 感到无边的愤怒 而此时此刻 跟张韶涵抱有同一心情的 不光是唐朝公司的同事 还有宋毅忠实的粉丝 同时还有一群正守在央视电视大楼门口的 众多受捐助者 他们在昨夜接到机查局的电话后 就已经连夜赶往了迪金 面对资本公司间的竞争与攻击 他们做不了什么帮助宋毅的事情 甚至连到现场 观看宋毅演出的权利都没有 但他们依然希望以这样的方式 离他们的恩人更近一步 如果可以 他们还希望能够在宋毅演出结束之后 与他见上一面 亲自说上一声谢谢 而这些人也仅仅只是众多受捐助者中 极小的一部分 更多的人 要么是身体还躺在病床上 要么就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赶往迪金 只能将心中的谢意深藏心理 等到有机会再进行暴打 全国的观众开始浮想连篇 而舞台上的演出却还在继续 我命运学不来弯腰 一山还要比一山高 当宋毅唱到这一句时 所有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纷纷泪流满面 哦哦 宋毅大大就是因为不会弯腰 才会遭受这么多的诋毁啊 他是永远不会向资本屈服的 一山还比一山高 资本也不是无法战胜的 哦哦 大大加油 千万不要退隐啊 你还有那么多的才华没有释放 我命运学不来弯腰 我要向宋毅大大学习 此生永不屈服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大大加油 不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永远支持你 泪慕了兄弟们 从此以后 宋毅不光是我的偶像 更是我心目中永远的神 这么好听的歌曲 难道以后再也听不到了吗 直播间里的网友 已经认定了宋毅想要退圈的想法 不然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 创作这样一首歌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雾都 此时的碧水山庄内 同样围满了人群 镇上的乡亲们 都自发地前来这里 观看央视的这场直播 院落内正在使用的超大电视 也正是几天前 宋毅为自己母亲下单购买的 圆琼看着电视上宋毅缠满纱布的手 尽管心里知道 那只是情弦歌出的小伤 但他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一天里 他们早已经通过自己的侄儿侄女 知晓了宋毅所面临的舆论攻击 到底有多强烈 而知道的越多 他们就越是心疼 但是他们都知道宋毅的脾气 一旦决定要做的事情 就算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要不然大学毕业后 他也不会独自一人 前往地巾追求音乐了 好儿子 不愧是我们乌渡走出去的杂 与圆琼的泪流满面不同 宋毅虽然也心疼儿子的遭遇 但是更多的 反而是骄傲与自豪 第136章 毛博 江山笑 闫与谣 涛浪淘境 红尘世俗之多少 清风笑 静惹寂寥 豪情还胜 一经晚照 歌声在豪情万丈 却又略显落寞的歌词中结束 宋毅像是一个怀揣着热情的侠客 进入江湖闯荡 等看遍了世俗红尘的耳鱼我诈 也尝尽了社会的人情冷暖 宋毅对着清风淡淡一笑 却显得孤独寂寥 万丈豪情 最后只剩下一抹夕阳余灰作伴 这是宋毅对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曲的解读 但是落在众人的耳中 却又是完全不同的理解 曲子演唱结束 现场却没有响起应有的掌声 所有人都面带愁容 部分女性已经忍不住掩面而起 就连宋毅身后的众多老艺术家 也忍不住眼含泪光 他们从未见过像宋毅一样的人 多才近腰 却又谦逊低调 除了演出和创作时 宋毅平时安静少语 即使是面对外界的诋毁和谩骂 宋毅也从来不屑于解释 但是在背地里 他却做得比任何人都多 他的胸怀 他的人品 他的才华 无意不让人深深的折服 明明只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 却仿佛拥有着 历经苍芳厚的甜淡与睿智 宋毅所表现出的气度 就算是这些音乐界的老前辈 也自叹不如 但听到这首歌之后 他们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宋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的内心 可能并不像他表现出的风轻云淡 面对误解 孤军奋战的他也会失落 也会伤感 一曲危机肆意的十面埋伏 一手气概云天的 沧海一声笑 无不再借机表达宋毅此时的内心 不只是直播间的数千万网友 就连台上的一众老艺术家 都以为宋毅有了退圈的想法 连忙上前拉起准备退回的宋毅 搞得宋毅莫名其妙 几位前辈 我今天的演出已经结束了吧 不是应该退场吗 作为节目负责人的李红云 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连忙对着旁边的沈良平实眼色 沈良平立刻会议 嗨嗨 不退场 你跟我们一起到评委席入座 评委席 我可不会点评啊 听到宋毅过于谦虚的话语 众人满脸无语 各种乐器都玩得这么溜 还搁在装小白 但想到宋毅此时失落的心情 大家也不好 回对沈良平只能回答到 不用你开口点评 你现在就是整个节目的流量密码 你要是现在退场走了 明月的宣传效果 起码降低一半 所以啊 为了龙国明月的发展 就委屈 你当一回花瓶 全程陪同 我们就行 是啊是啊 都是为了明月宣传 对对对 听到沈良平的话 众人纷纷点头硬核 只要宋毅不实出现在镜头中 就能一直保持节目的收视率 这对明月大典的宣传效果 至关重要 同时 大家也能坐在宋毅旁边 不时地开导她 他们可不想宋毅这样的音乐天才 就这么心灰意冷地退圈 也就是宋毅不知道大家的心理活动 不然真想说一句 过度恼不害人啊 就这样 宋毅被大家拉着 来到了评委区 并且被众多老艺术家 安排在中间的C位 感谢宋毅老师带来的精彩表演 主持人丁俊郎 趋而复返 再次出现在舞台之上 好一曲刀光剑影的 十面埋伏 好一首豪情万丈的 沧海一声笑 众位大师的表演 让我对明月的认知 焕然一新 原来我们的民族乐器 也可以拥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 也可以如此酷炫 点评完宋毅的两首歌曲后 主持人开始介绍 比赛晋级的规则 每期将有30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 为我们带来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出 并由25位专业评委打分 排名前15名者 晋级下一轮比赛 晋级之后的乐手 可以相互组队 最终选出5支队伍进入决赛 获得冠军的队伍 不光能瓜分500万奖金 甚至还有机会成为 宋毅老师演出时 专属乐手的资格 此话一出 全场观众热烈欢呼 原本有些担心 宋毅退圈的失落情绪 瞬间一扫而空 后台的一众参赛选手 更是激动站起身来 纷纷欢呼雀跃 而主持人丁俊郎 则是小心翼翼地 看向评委席的宋毅 看到宋毅没什么抵触的情绪 丁俊郎也顿时放下心来 这一冠军奖励 原本是开赛前定下的 但经过宋毅演出的两首歌曲后 众人都开始担心宋毅退圈 如果不是耳麦中 如果决赛后宋毅撂挑子不干了 那事情就难办了 而吴宇轩此举 也是想赶鸭子上架 让宋毅无法拒绝 可退圈只是众人的过度解读 宋毅本人 根本就没有丝毫这样的想法 华语音乐还没有走出国门 电影事业更是还未开始 系统 闻于新国 的任务也才刚刚见效 宋毅又怎么可能中途放弃 而直播间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也是纷纷发来喝电 无狐 至少在明月大典 结束之前 宋毅大大是不会退圈了 太好了 这样的少年天才 要是都留不住 就是全体歌迷的过错 就怕宋毅老师决赛后就退圈啊 毕竟这次舆论事件的打击 实在太大了 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认谁也会心灰意冷吧 唉 都怪我 当时看绯闻那么多 居然也对宋毅老师产生怀疑 我倒是没有怀疑 但是我成了沉默中的大多数 没有站出来帮大大说话 我现在好内疚啊 兄弟们 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我就是干财务工作的 宋毅老师的那笔收入是 一个月前发生的 根本就没有过缴税实现 完全不用缴纳三倍的罚稀 这话怎么说 那为啥宋毅老师 会主动补交三倍罚款 他又不是钱多到用不完 这钱好像据说 都是找朋友借的呀 兄弟愚蠢啊 他忘记申报收入是事实 而且还有那么多人举报 如果一点罚金都不交 这不是让税务部门难办吗 该怎么平息众目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情理和道理 都在宋毅大大这方 该愤怒的是我们 而不是资本的水军 只要我们都写信到税务部门 相信这笔钱 很快就会退回到 宋毅大大的手里的 妙啊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有些道理 我做生意 都是一年申报一次税收 相关部门也没说 我有什么问题 怎么事情 到了宋毅老师这里 才一个月没申报 就十恶不赦了 还不是资本闹得太凶 估计宋毅老师 也是想给机查局 一个台阶下吧 只是这个台阶有些太贵了 一千多万呢 虽然听不懂 但是看你们的分析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紧写信的 兄弟们 到我们为宋毅大大 出力的时候了 要是这一千万要不回来 就是我们这群粉丝不合格 冲啊 一定不能让宋毅大大 失望退圈啊 上次9999的电视机 没能帮宋毅大大打下来 这一千多万的税款 我们一定要帮他打下来 来了来了 我先打个税务热线 写信还是太麻烦了 只要民意反转 税务部门的压力 也就没那么大了 冲压 冲冲冲 绝不能含了大大的心 敖屋 冲冲冲 数千万网友 突然找到了情绪宣泄的出口 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 很快就将税务部门的电话打爆 第137章 蜂拥 直播间里发生的一切 宋毅都毫不知情 此时的他 正在心疼自己 不断减少的慈善积分 同时也在吸收 系统给予的海浪乐器知识 在今晚出场的30位乐手中 竟然出现了14种 截然不同的民族乐器 其中有宋毅已经学会的唢呐 古针和琵琶 但也有宋毅没有深入涉略的二胡 竹笛 杨琴 骁 声和陶勋等乐器表演 甚至还有各种各样 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 少数民族特有的乐器 这让宋毅大开眼界的同时 也让他不得不像系统 兑换各种乐器技能 虽然凭借宋毅现有的音乐素养 已经能够听懂大部分乐器 所要表达的意境和情感 但是 为了更好的理解 这些民间艺术家的演奏技法 每当遇到一种新乐器 宋毅就向系统兑换了 精通级的演奏技巧 好在精通级的乐器技巧 价格并不算太高 只需要50万慈善积分 就可以完成兑换 但架不住这乐器品种多呀 整场比赛下来 就让宋毅剩余的积分 掉到了1000万以下 仅仅只剩下530万 如果不抓紧时间 赚点现钱 恐怕就真的要将狼才进了 宋毅老师 您对26号选手的 马头琴表演怎么看 几乎每位选手出场后 一旁的几位老人 都会询问宋毅的观点 好 很好 非常好 李红云 沈良平 起初宋毅还一本正经的 回答众人的问题 毕竟现在有海量的音乐知识加深 宋毅已经可以称之为 真正的音乐大师 就算是随口点评几句 也不是偏离得太远 但是宋毅后来发现 自己随口讲出的话语 都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众多评委心中的评判 这是源于大家对宋毅 音乐才华的信任 也是对于所谓权威 人士的盲从 发现这种情况之后 宋毅就决定不再做具体的点评 而是将感受归还给所有评委 只有这样 评选出的结果 才是最接近于真实的 本期比赛已经结束 恭喜石子昂等15位优秀乐手 成功晋级下一轮比赛 同时也感谢大家今晚的观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在现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经历了两个小时的晋级赛 终于结束 婉拒了节目组的聚餐邀请 宋毅带着杜松 前往狂傲酒吧放松一番 只是刚刚走出电视台大楼 宋毅就被眼前蜂拥的人群吓了一跳 尽管吴宇轩很早就让人下楼 疏散围观人流 但大家还是不愿就此离去 无数记者扛着摄像机 拿着话筒冲向警戒线 看那剑步如飞的模样 宋毅还以为是一群龙国博尔特 跟着自己穿越而来 宋毅老师 我是新京报的记者小周 您能说说 您慈善捐款的初衷吗 有没有考虑过 先给自己买套房 您是否 宋毅先生 我是八卦娱乐报的记者王燕 请问您对外界 关于您和杜松的传闻怎么看 还有陈宇陈良姐妹 你们是否心生暧昧 王匪 宋毅老师 我是今日头条的记者苏宇 经历这次舆论事件之后 您是否还会坚持做慈善 网上传闻 您有退圈的想法 数千万网友正在留言 希望您继续留下来 对此您 宋毅先生 您能说说 为什么坚持做慈善吗 您的成长过程中 有什么对您影响特别大的人和事吗 今天有很多受捐助者 自发来到了现场 您有什么 想对他们说的吗 大量记者 冲破了安保人员的封锁 无数话筒和摄像机对准宋毅 问话声不断在耳边响起 成千上万拥挤的人群 让宋毅动弹不得 而在不远处 有一群特殊人群 正在不断前行 他们有勾搂着腰身的老人 有面带志气的孩童 也有大病出癒的少年 尽管周围的人群非常混乱 但当他们靠近时 人们总会主动让开一条道路 宋毅的目光 也被这群特殊的人吸引 不多时 这群人终于结伴来到宋毅身前 乌央央竟然有近百人 尽管大家没有开口解释 但宋毅已然明白 这些人就是自己众多捐赠者中的一部分 没有任何征兆 也没有多余的话语 大家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 竟然齐齐向宋毅90度攻身行礼 随后做事就要跪拜下去 宋毅哪里见过这样的阵章 连忙出声制止 大家有话好好说 我才24岁 当不得如此大礼 在宋毅的认知中 除了父母和先祖 无人可以承受他人的跪拜 即使是自己曾经帮助过他们 也当不得这样的行礼 宋毅老师 我是平南敬老院的院长高新荣 您的大安 我们无以为报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是您默默地帮助了我们 但是当您孤立无援之时 我们却不知您 您就是那个帮助我们的大恩人 您的恩情 我们无以为报 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歉意和感激 这位面色还算精神 说话却有些颤抖的老人 似乎是众人推举出来的代表 在他说完这段话后 其他人也各自介绍起自己的来历 而周围的摄像机 也将现场画面 传导到了大大小小的直播间里 他们中有经营困难的孤儿院 养老院 有家属身患重疾 无前医治的普通人 也有特殊学校的负责人 在说到宋毅对自己的帮助时 众人无不情绪激动 眼含热泪 他们只恨自己 没有早点找到这位恩人 没能在宋毅遭受污蔑和诋毁时 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想要说些感谢的话语 但是话到嘴边 却发现什么都说不出口 他们只是陷入生活困境的普通人 仅仅只是活着 就已经需要用尽全力 又有什么资格 向宋毅说出来日后报 这样的话语 只能以跪拜的方式 来表达心中强烈的情感 我并不是什么救世主 所以大家不用跪拜我 如果大家以后能好好热爱生活 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看着久久不愿散去的人流 宋毅最终决定说点什么 第一百三十八掌 校长 在生活面前 我也曾是一个苦苦挣扎的普通人 我只是想要做一面镜子 在照亮别人的同时 也能够映衬我自己 当你听到我的歌 看到我的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应该这样做 你也可以这样做 你完全可以达到 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这就是我最大的期望 宋毅不及不虚地诉说着 眼神有些飘忽 似乎回想起了那遥远的记忆 而这人潮汹涌的一幕 也被直播间的网友看了个真切 好家伙 我之前还对宋毅匿名捐款的报道 有所怀疑 没想到都是真的呀 我也是 主要是这样的行为 根本就像一个正常人能干出来的 不用怀疑 我就是收到宋毅老师 匿名捐款中的一员 前两天才做完骨髓移植手术 所以没能到现场感谢宋毅老师 现在我的心里非常愧疚 真的假的 兄弟大病出狱 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争取早日康复吧 总会有回报宋毅老师的一天 宋毅老师实在是太暖心了 世界伤害了他 他依然温柔对待所有人 我要永远永远爱你 宋毅老师说的太感人了 在生活面前 谁又不是苦苦挣扎的普通人呢 加油 从今以后再也没人能黑你了 因为众多受捐助者的现身 网络上已经没有人在质疑 宋毅匿名捐款的真实性 我的大学校长 曾经告诉过我一句话 极有能 物自私 是他告诉我 当我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 不要吝惜自己的能力 也许只是一个举手之劳 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今天 我已经收获了我人生中最大的果实 那就是大家的爱和尊重 宋毅对着众人展颜笑了起来 那灿烂的笑容 如一道炙热温暖的阳光 照射进众人的心底 也治愈着众人内心的伤痛 这笑容仿佛拥有魔力一般 让所有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而身后不远处的杜松张成等人 也在痴痴地望着那坚挺的背影 想不到平时说话有些玩闹的宋毅 一旦认真起来 竟是如此的伟暗迷人 也是他教会我要低头脚踏实地 但也要抬头仰望星空 我现在希望将这句话送给你们 也许未来生活中的苦难还会继续 但我们在脚踏实地 认真生活的同时 千万不要忘记星空中的理想 没准有一天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呢 宋毅的这段话 治愈了无数网友的内心 特别是那些陷入生活困境的人们 当遭受生活的鞭挞时 他们曾经无数次想要放弃躺平 但宋毅现在告诉他们 在生活面前 他也曾是一个苦苦挣扎的普通人 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如他这般 在逆境中崛起 但却给了那些黑暗中摸索的人们 一抹黎明的光线 也许顺着阳光一路向前 终能找到新的希望 感动过后 网友开始对宋毅口中的校长好奇起来 明明很朴实的话 听来却感觉很有哲理 这校长有些水平 大家知道宋毅大大哪里毕业的吗 之前好像听人爆料过 毕业于西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毫不夸张地说 宋毅是学修房子里面最会唱歌的一个 我靠 这一波666啊 这么有才居然还不是课班出身 这也太屌了吧 我是宋毅的大学校友 他那时候是校医术团的 平常老师逃课排练节目 估计是在那里面学的本事吧 但我记得他以前唱歌很一般啊 肯定是宋毅老师藏桌了 如果不是华语乐坛太拉胯 你以为他会出道 这校长水平可以啊 居然还给宋毅大大开小课堂 明年高考就爆他了 网友义润纷纷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雾都西南大学 众多师生看着大屏幕里的宋毅 又转头看向正义连猛逼的老校长郑良才 校长 你啥时候说过这么有哲理的话 我怎么没听过 是啊 你居然给宋毅开小灶 难道你那时候就看出他与众不同了 我记得你十年前就不受课了吧 什么时候认识宋毅的 难道是在毕业典礼上说的 但我们也没什么印象啊 众多教授看着猛逼的郑良才 脸上越发胡疑 龙国出了这么一个经验的音乐天才 作为母校的师生 自然是对宋毅倍加关注 得知宋毅竟在短短一个半月时间 匿名捐赠了上议员 老校长郑良才 立刻组织起了留校的师生 观看这场直播 只是没想到在演出结束以后 宋毅会主动提起自己的大学校长 年近七十的郑良才 正在心中不断回想 却怎么也想不起 跟宋毅有过交集 也对宋毅说的这段话 毫无印象 也许是曾经在校园里遇到过 随便提点了这孩子几句吧 年龄太大了 哪里记得住这么多事情 听到老校长的回答 众人也不在深究 既然宋毅都说是大学校长说的 那自然是不会有错 但谁又能知道 这句话其实是 宋毅前世的大学校长说的呢 校长 现在是个好机会啊 宋毅主动提起您 显然是对学校 有着深厚的感情啊 这马上就要开学了 要不试着邀请宋毅回来 给孩子们办一个开学演讲如何 这个办法好啊 没准还能让明年的声援质量 更进一步呢 听到众人的建议 老校长郑良才 兴奋莫名 可随即又有些犹豫 办法是好 但宋毅这孩子现在 可是个大忙人 身价更是高的离谱 哪有时间回来 给我们做免费演讲啊 话不能这样说 宋毅显然不是是财如命的人 先由学校发出邀请试试看 没准就成了呢 郑良才想想 也确实如此 这对于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和教学水平 都是非常有用的 要是宋毅新生感慨 为学校捐献一点教学资金 那就更加完美了 行 就这么办 明天就发出邀请函 第139章 退回 妖孽般的才华 圣人般的胸怀 人人喊打的劣迹艺人 却默默捐款上议员 宋毅新歌 沧海一声笑 引有退圈之意 明月大典 收视率爆红 民族乐器后继有人 万人围堵电视台 上百名授捐者前来感谢 宋毅的人生信条 极有能 物自私 出生底层 却心怀天下 宋毅的大学校长是谁 税务机查局电话被打爆 万人请愿宋毅无罪 学修房子里 最会唱歌的男人 一日清晨 网络上铺天带地 都是关于宋毅的讨论 宋毅的微博 更是被大量的粉丝留言攻占 所有人都在担心 宋毅会因为这件事失望退圈 宋毅坐在办公室里 正准备更新一条微博 打消众多网友的担忧 却被一条短信铃声吸引 定 银行短信通知 您的尾号为9857的银行账户 收到转账1120万元 账户余额为1120-5248-99元 正准备打开手机APP 查看转账人的信息 许云就带着一位身穿机查制服 眼神锐利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小宋啊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地金税务机查局的 何鸿燊 何局长 他一早就到公司等着了 说是想要见你一面 许云面带微笑地 向宋毅介绍着来人 此时的宋毅也突然反应过来 刚刚收到的1120万转账 应该就是来自于税务机查局 否则金额不会这要巧合 宋毅老师 久闻大名啊 我早就想见你一面了 原本不苟言笑的何鸿燊 走进办公室后 却分外亲切 不仅主动打起了招呼 还向宋毅伸出双手 热情一握 何局长客气了 请这边坐 宋毅将何鸿燊 请到会客沙发上入座 许云则是主动给两人泡起了茶 宋毅老师业务繁忙 我就长话短说 何鸿燊行事十分干脆 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这次我来 是代表税务机查局的全体同事 对宋毅老师 你表达最真诚的歉意 说完这句话 何鸿燊站起身来 对着宋毅 郑重地鞠了一躬 吓得宋毅和许云连忙搀扶 何局长不必如此客气 你们也是按章程办事 哪里需要给我道歉 宋毅的话并没有让何鸿燊心安理得 反而十分认真地说道 话虽如此 但如果不是我们调查的消息泄露出去 舆论对你的攻击绝不会这么强烈 本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我们是对案件绝对保密的 只可惜 有萧小之人借此声势 险些给你的名誉 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这件事情 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请宋毅老师见谅 何鸿燊的眼神诚恳 把大部分的过错 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但宋毅自己清楚 这一切都是那些潜在的敌人 设下的局 而那二十多名实名举报的群众 大概率就是对方有意安排的 就算机查局的保密工作 做得再好 对方也会主动将消息泄露出去 只可惜 对方偷击不成 反而亲手把宋毅送上了神坛 只要宋毅以后不自己作死 几乎就没有人能让他倒台 只是不知道 几大公司的高层 现在会是什么感受 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同意 我们已经将你主动提交三倍伐息 全额退回 加上你之前匿名捐赠的一亿多资金 我举业破例 为你认定为可抵税的捐款 不仅可以抵消你之前的二百八十万税款 在你以后的收入中 还可以为你抵扣一千三百多万的税款 何鸿燊一口气说了很多 让宋毅十分惊讶 经过财务总监杨倩上次的普及 宋毅已经知道 这种向困难人群直接捐赠的 是不能够向税务部门申请抵税的 但稽查局不仅将宋毅补交的税款和罚款 全额退回 还允许宋毅以后的收入 抵税一千三百万 这就意味着 即便宋毅以后不再捐款 未来六千五百万左右的收入 都不用再缴税 相当于又给宋毅增加了一千多万的收入 事实上 在调查组的结果出来后 稽查局就在考虑要给宋毅退税 而昨晚网友打来的电话 也恰巧让稽查局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有了民意的加持 何鸿燊连夜向上级部门汇报了此事 这才一早将这一千一百二十万 退回到宋毅的账户 何局长太客气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抬爱 我一定会在以后的工作中 实时警醒自己 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疏漏 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也受宠若惊 如果不是税务稽查局主动发文 帮助宋毅澄清事实 并曝光自己的捐款 那么关于宋毅的各种绯闻 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消散 所以宋毅对稽查局不仅没有半点责怪 反而很是感激 只要以后所有的收入都走公司的财务渠道 就不会再给敌人可乘之计 宋毅老是能理解我们的难处就好 我们单位里的同事 都对你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 如果不是被我拦着 好多女同志都要跟着我一起来看你呢 谈完正事 何鸿燊又像是一个有些调皮的长辈 开启了宋毅的玩笑 见宋毅不接着话查 何鸿燊也丝毫不介意 倩意已经送到 我就不当的宋毅老师你工作了 如果有时间 随时欢迎你到我们单位做客 何鸿燊显然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几句话交代完 连茶水都没有来得及喝 就准备离去 实在是这两天因为宋毅的事情 税查局里积压了许多的案件 都在等着他回去签字审批 那我送送您 看何鸿燊行色匆匆 宋毅不再挽留 亲自将对方送到公司楼下后 才转身返回办公室 回去的路上 许云又主动聊起了工作 小宋 公司财务已经在提前结算 你这上半个月的各项收入 大概下午就能把钱打到你的账上 第140章 发现 自从知道宋毅的卡里 只剩下5000多块钱后 周围的朋友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予以帮助 就连唐朝公司 也在单独为宋毅提前结算收入 你要是再遇到这样的困难 就直接找公司开口 陈董和唐总已经说了 公司永远都是你最坚定的后盾 传达了公司领导的吩咐后 许云又半开玩笑地说道 当然直接找姐姐我也行 我在唐朝公司也有点股份 多少有些积蓄 虽然不能帮你完成 奸计天下的伟大目标 但保你一辈子吃穿不愁 还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听到这话 宋毅也惊讶地看了许云一眼 他一直以为 许云只是唐朝公司的高级打工人 毕竟他平日里 就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 对待工作非常卖力 完全没有富家女人的娇柔姿态 却没想到 也是一个隐藏的富婆 我知道了 谢谢云姐 以后有困难 我会跟你说的 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面对这样的善意 宋毅心中也很是感动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许云再次开口说道 公司知道 你心系天下 所以想要以你的名义 发起一场慈善一眼 所得的款项 将全部捐献给 继省的受灾群众 大家想问一问你的意见 以我的名义 什么样的形式呢 宋毅倒是不反对慈善一眼 但就怕热情的粉丝 会因为慈善而盲目打赏 最后 自己反而成了 需要扶贫的对象 这不是宋毅想要看到的结果 是这样 知道你奸祭天下的理想后 公司里的很多艺人 也都想要为此出一份力 如果你同意这次演出 公司准备把演出场地 定在凤潮体育场 那里大概能容纳 十万的现场观众 另外还会进行网络直播 不知不觉间 两人已经回到了宋毅的办公室 许云抬头看向宋毅 想要听一听 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宋毅低头沉思了片刻 然后才开口说道 演出可以 但我希望门票的价格不要太高 最好不要超过2000元 同时在销售渠道上 公司要严格把关 一定要尽量减少黄牛的介入 不要让粉丝花不必要的冤枉钱 十万人的体育场 就算门票均价 只有一千块 光门票的销售额 就能达到上亿元 即便是除掉运营和场地成本 也至少能剩下一大半 直播方面的打赏 也要严格控制 我建议不要开放超过一元的礼物 不然我怕大家会失去理智 宋毅的话 让许云很是吃惊 别人开直播 总是希望粉丝能踊跃打赏 结果到了宋毅这里 却是要限制粉丝打赏 小宋 这一块钱的礼物 是不是限制得太狠了 这恐怕没有多少收益吧 听到许云的提问 宋毅微微一笑道 多少都没关系 慈善并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长久的坚持 只要时代还在向前发展 贫富差距就会一直出现 就会有人需要帮助 我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只有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宋毅这番轻描淡写的话 却是让许云心底肃然起敬 好 打赏限制的是 我会跟直播平台沟通 你就安心准备演唱的歌曲吧 不过我估计 报名参加的歌手会非常多 你能有三五首歌的时间 就算不错了 许云笑呵呵地打句道 而听到这话 宋毅也松了口气 之前还以为是个人演唱会模式 听许云这意思 这是整成了慈善晚会 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发起人而已 叮铃铃 两人正准备再商量一下晚会的细节 却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谈话 宋毅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 内地第一狗仔 卓伟打来的电话 喂 宋毅老师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 我深入调查了湖南插旗菜叶的生产流程 和上下游关系 结果简直是不堪入目 电话对面传来了卓伟愤怒的声音 我已经拍摄了大量的生产视频 那脏乱的环境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我还查到国内两大方便面巨头 统一和康师傅的酸菜包 都是从插旗菜叶订购的 说到这里 卓伟甚至有些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宋毅提供的关键信息 恐怕 他根本就不会知道 这就是国内食品大厂 对生产卫生的要求 而这次调查过程的顺利程度 也让卓伟瞠目结舌 到达湖南岳阳后 还需要费一番周折 结果没想到的是 插旗菜叶的负责人 一听卓伟有采购一响 就毫不避讳地 将他带到了酸菜的发酵基地 一片露天的大土坑 接近40度的高温 让卓伟隔着老远 就能闻到酸菜坑里传来的恶臭 工人们打着赤脚踩在酸菜上 见领导和卓伟前来也毫不避嫌 甚至还主动向卓伟递来香烟 自己则是站在酸菜上抽了起来 随手就把烟头和烟蒂扔在了酸菜上 那一刻 即便是卓伟这个见多识广的男人 也差点抑制不住胃里的翻滚 而在卓伟问及行业标准时 对方也直言不讳地说道 销往国外的嘛 那就是这种坛子里发酵的干净酸菜 国内的标准低一些 这样做问题不大 防腐剂超标也没关系 过一段时间就会挥发了 检查不出来的 生产负责人对着卓伟侃侃而谈 似乎这就是行业内共有的生产情况 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员 完全没有对卓伟这个买主隐瞒的必要 在这之后 卓伟还偷偷调查过 统一和康师傅的生产公告 发现两大公司订购差期的酸菜包 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而这两大公司 已经悄悄在这几年间 霸占了国内方便面 将近90的市场份额 想到自己在外进行偷拍工作时 最爱的就是那一口老檀酸菜面 卓伟恶心的连隔夜的晚饭 都给吐了个一干二净 只有亲眼见到那脏乱的土坑 闻到那刺鼻的味道 才能对这一幕真正的感同身受 而很不幸的 卓伟就成为了这其中一员 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会对方便面和酸菜这两样东西 敬而远之 辛苦卓先生了 你先把素材发给我吧 这次我要亲自曝光他们 宋义原本想要置身事外 将这件事全权交给卓伟去办 但既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落井下石了 那自己也就没有隐藏的必要了 第141章 狡气 什么 你要亲自曝光 这么做对你没什么好处 宋义老师 你想清楚了吗 听到宋义的要求 电话那头的卓伟很是惊讶 倒不是怕宋义抢了他的风头 事实上 就算他亲自爆料 也会换一个笔名发布 毕竟像康师傅和统一这样的大企业 就算存在一些污点 也不可能就这样轻易倒下 一旦宋义亲自现身举报 那就是彻底与两家公司对立 这对宋义以后的职业发展 没有任何好处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总不能让我光挨打 不还手吧 可以不解释 但是一定要还手 这是雾都这座城市 从小教给他的道理 行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干他压的 等你这边发布以后 我也会用我手里的资源 给他们添把火 争取让他们 连做公关解释的时间也没有 卓伟被宋义的豪气所感染 舍得一身寡 才能把巨头拉下马 挂断电话后 卓伟立即将自己整理的素材 发给了宋义 云姐 我想曝光康师傅和统一的一些黑料 公司这边不会有意见吧 宋义转身看向一旁的许云 自己毕竟是唐朝公司的一人 做这件事情之前 宋义还是希望能征得唐朝公司的同意 什么黑料 要不还是让公司运营部出面解决吧 看着宋义认真的表情 许云就知道 宋义要办的事情不小 心中不由的感叹 宋义还真不适得萧婷的主 现在全网都还在讨论 他巨额捐款的事情 别人都是拿钱买热搜 宋义却是要不断搞事 自己把自己的热搜给压下去 这让那些拼了命都想上头条的歌手怎么想 云姐你看看这个 宋义没有过多解释 直接将手机递给了许云 里面正播放着 卓伟这次调查的成果 卓伟不愧是专业的狗仔 不仅拍摄的视频素材很清晰 而且剪辑解说也非常到位 等看完整个视频 许云整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哦 想到那赤脚酸菜的画面 即便是从来不吃酸菜方便面的许云 胃里也忍不住翻江倒海 干呕了好一阵 才勉强缓和过来 曝光 必须曝光 这种没有底线的视频公司 我们绝对不能纵容 此时许云的情绪比宋义还要激动 刚好前两天康师傅对你落井下石 我们还没找到机会好好还击 这次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许云立马掏出手机 拨打了总裁唐茂石的电话 将情况简单说明之后 唐茂石直接拍板同意了宋义的决定 并且立即安排公司运营部和宣传部的负责人 配合宋义的爆料 同时四处挖掘两大公司的黑料 打人就要打痛 不然就会反受其类 半个小时后 宋义破天荒地更新了一条微博和斗音 一段只有五分钟的视频 却没有任何标题 还未点击观看 众多粉丝就立刻进行了转发评论 大大更新微博了 先转后看 居然只有视频 大大不会又发新歌了吧 大大出品 必是精品 可千万不要退圈啊 吴胡 昨晚才刚刚演唱了新歌 居然又有新歌上线 宋义大大 简直就是娱乐圈的劳动魔法 以一举之力 硬生生让华语乐坛卷起来了 加油加油 永远爱你 此前宋义发行新歌的时候 也更新过这样没有标题的MV 大家都以为 这次跟往常一样 是宋义创作的新歌视频的点赞量 很快就超过了百万 而等众人点开视频观看后 直接被视频的内容 惊了个目瞪口呆 我尼玛 这到底是哪个公司生产的酸菜 隔着屏幕 我都能闻到散发出的恶丑 太恶心了 这酸菜生产出来干嘛的 喂猪的吗 湖南插其菜叶 应该是个小作坊吧 大叔们的脚皮都掉里面了 是恶心了点 但只要不是给人吃的 我觉得也没啥 这土坑跟垃圾厂没什么区别 的确像是拉去喂猪的 宋义大大发这个干嘛 难道想退圈后改行养猪 神他妈改行养猪 大大这么帅 这么有才华 养猪不是暴殿天物吗 是挺奇怪的 但是我都胃有些不舒服 先去吐一会 卓伟在视频一开始 并没有直接介绍这酸菜生产基地 与康师傅和统一的供应关系 而是单纯的 将这一生产画面录制下来 等到视频的后半段 才将康师傅和统一 此前自己发布过的 供应商公告截图下来 最后就是卓伟 跟食品加工厂负责人的对话 卓伟 这些酸菜做好以后 往哪里销售 主要是供给康师傅 和统一的酸菜牛肉面 剩下的一些 也会发往一些米线店 快餐店 卓伟 他们不是号称百年 老坛 酸菜面吗 我好像只看到了土坑酸菜 坛子发酵的也是有的 不过那是要发往国外的 国内价格低 标准也低一些 卓伟 我看他们在生产过程中 加入了很多食盐和防腐剂 不会超标吗 我们的防腐剂 是会慢慢挥发的 等送到厂家以后 检测结果基本就不会超标了 大肚子的中年人侃侃而谈 丝毫没有将这些行业 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作秘密 完全不知自己 无意间透露的信息 却在龙国互联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操操操 这意思是 我们吃的老坛方便面 就是这里面来的 哦 兄弟们 我先吐为敬 太他们恶心了 哎呀呀 我也忍不住了 酸菜味 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方便面口味啊 怎么可以这样 我尼玛 难怪我连续吃了一周老坛方便面后 嘴角生了窗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我嘴角得了狡气 我踏马反手就揪住他的衣领 气冲冲质问他 嘴角怎么可能得狡气 原来是我错怪他了 我踏马原本还以为 这是准备喂猪的 原来喂的小猪竟是我自己 呜呜呜呜 还好我吃酸菜面 从来不加酸菜包 就是觉得味道怪怪的 原来是有大叔的脚皮和烟灰 这就是我们国产大企业的良心吗 为了节省成本 连底线都不顾了吗 大兄弟啊 在资本的眼中 又怎么可能为了良心 连钱都不要 康师傅 统一 赶紧出来解释解释 我踏马连昨晚的宵夜都吐出来了 还解释啥呀 宋一大大亲自爆料 难道还会有假 更何况连两家公司 自己都公布过供应商 插其菜业 已经跟他们合作好几年了 哦 兄弟们快帮我打120 我吐得停不下来 哦 说好的龙国人 不骗龙国人呢 为什么销往国外的就高标准 国内的就敷衍了事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为了一个酸菜包省几分钱 就不把同胞的健康当回事吗 我已经打消解电话投诉了 这也太离谱了 就不能安排几个小姐姐上去采吗 操我手里还有康师傅的股票 赶紧抛了 赶紧的 我还有十万的统一股票 再晚可就卖不掉了 我就说酸菜面吃多了 喉咙 原来是有烟灰 我踏马要疯了呀 酸菜方便面 可是我的最爱啊 哦 反正我是不会再吃了 哦 兄弟们要实在怀念 可以尝尝女朋友的小饺 味道应该差不太多 我不信 难道你吃过 我的天 大家的口味都这么重的吗 第142章 衬托 疾病兮兮打假后 宋益再次现身爆料 百年老坛酸菜牛肉面 竟是土坑发酵 龙国人专坑龙国人 康师傅和统一 国产企业的良心何在 上一国民 曾吃过脚踩酸菜 进出口标准区别对待 短短一个小时 在宋益的数千万粉丝 带动下 加上唐朝公司 和卓伟的暗中推动 两大公司所用酸菜包 是土坑酸菜的事件 很快被顶上了热搜 不同于宋益的舆论事件 食品安全 是全民都密切关注的民生问题 事情一经爆料 无数网友都密切关注 其声势 甚至比宋益上一匿名捐款 还要更加热恋 康师傅今世总部大楼 魏总 大事不好了 宋益亲自曝光了 我们的供货商插旗菜叶 现在全网都在抨击我们 消费者协会 已经正式介入调查 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在湘江的股价 就直接跌停了 市值直接缩水了近百亿 助理满脸慌张的 闯进了总裁办公室 叫醒了正在午睡的魏英州 每天午睡 已经成了魏英州多年的习惯 如果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 助理都会等他睡醒后再来汇报 结果这稍一耽误 形势就完全失去了控制 被打断午睡的魏英州 原本还有些不悦 听完助理的话 瞬间脸色大变 从沙发上慌忙起身 你说什么宋益爆料 股价跌停 这怎么可能 魏英州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就一个午睡的功夫 公司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 这个 宋益 面对魏英州的问话 助理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解释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他收到宋益爆料的消息 也不过是在二十分钟前 还没等他将事情的脉络整理清楚 湘江就已经传来了 股价跌停的消息 这才片刻都不敢耽误 直接闯进了魏英州的办公室 你什么你 连话都不会说了吗 面对暴怒的总裁 助理急忙掏出手机 找到了宋益发布的视频 魏总你先看看这个 估计看完你就能明白一切了 所有的连锁反应 都来自于这五分钟的视频 这 等魏英州看完整个视频 原本还算镇定的脸上满是颓然 此时的他已然明白 不管怎么回应 康师傅这次都将要大伤元气 如果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绝不会选择跟李飞一起对付宋益 因为这代价 实在是太惨重了 事实上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酸菜的生产基地 康师傅的产品 涉及到饮料 食品 零食等各个方面 方便面产业 只是其中之一 作为总裁的他 自然没有时间去关心一家酸菜供应商的情况 只知道将酸菜生产外包出去后 能够为企业带来不小的利润空间 此时 看到这脏乱的生产环境 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反胃 定了定神 魏英州强打精神地说道 让宣布部门立刻删除 跟插旗菜业有关的所有声明 召集公司所有经理以上人员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公关方案 是 得到总裁的指令后 助理急忙跑出去安排工作 而相似的一幕 也同时发生在宝岛的统一集团 大家都被宋义的突然发难 搞了个措手不及 就算是新飞和精灵两大集团 也纷纷开始心生担忧 大家从未想过 宋义的报复来得这么快 来得这么致命 动不动就是数十亿的骨架缩水 这是任何一个大公司 都无法承受的代价 半个小时后 统一和康师傅两大公司 先后删除了 跟插旗菜业有关的所有公告 并且否认 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 而这样的回应 根本就不能让众多网友满意 换来的反而是愤怒 简直无耻 毫无大公司的担当 这种行为 跟埋头的老安纯 有什么区别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不承认就有用吗 想起来就恶心 还好我平时就不爱吃酸菜方便面 红烧牛肉还是不错的 坚决抵制 一天不道歉 我是一天不会碰这两家的方便面了 兄弟们还是管不住嘴啊 这样的企业 就算是道歉了 我也再不会吃了 难怪宋义大大之前 拒绝了康师傅的三千万天价代言费 原来是早就看出了这家公司的底线 话说宋义大大之前 不是代言了一家很小的方便面企业吗 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白相 前两天我买来尝了尝 味道还挺不错的 价格还比某坛便宜不少 宋义大大的选择 永远值得相信 毕竟这是一家 只有一百万代言费的企业 如果不是质量过关 宋义大大绝对不会代言的 支持这样的良心企业 网上议论纷纷 在抨击统一和康师傅的同时 也让众人开始注意到 宋义之前同意代言的白相 而此时不知是卓伟 还是其他热心网友出手 网上突然爆出了 康师傅早已被日资公司收购的猛料 康师傅五位执行董事中 竟然有三位是太阳国的人 更是坐实了康师傅 被日资企业收购的事实 而统一的情况 也丝毫没有好到哪里去 虽然没有被爆出具体的日资占比数额 但却也早已被日资入侵 这一消息爆出 更是让两大公司雪上加霜 百口莫辩 只能立即发文道歉 表示会马上召回酸菜为泡面 并更换酸菜包供应商 直到这时 部分酸菜面底忠实粉丝 才稍稍表示原谅 许多民众对这些事情的容忍度很高 大家早已不对企业的良心 抱有期望 所想要的 也仅仅只是企业一个道歉的态度而已 如果对方连这点卑微的要求都不能满足 大家才会表现得愤怒 而只要这些罪恶的源头 稍稍表现出一丝歉意 大家总能在第一时间表示原谅 也就在这时 网上又开始流传出一组照片 那是白相的一个生产工厂下班的情形 只见人流如知的工厂门口 竟然有近半的工人 身体患有残疾 他们走路的姿势怪异 但脸上却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是被正常社会接纳 实现了自我价值 而发自内心的笑容 只有在白相 他们才能感觉到 自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 一起参加工作 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 这对一直遭受特殊对待的他们来说 是从未感受过的尊重 也就在这时 更多关于白相和红星二科的慈善秘文 被人爆料而出 第143章 国货 军人傲股姚中良 即使濒临倒闭 仍然拒绝日期投资 真正的国货之光白相 每逢灾祸必捐款捐物 却禁止员工对外宣传 只干事实 却不目虚名 既省水灾白相勒紧裤腰带 捐款捐物达2000万 慈善榜上却无其姓名 超三分之一员工为残疾人 只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红星二科都快破产了 却依旧在捐款捐物 坚持用心做产品 却逐年衰退 营销和品质哪个更重要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论民族企业应有的家国情怀和社会使命 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 爆料 白相和红星二科的帖子 其中有些是送一透露给唐朝公司宣传部的 有些信息则是卓尾暗中挖掘的 天下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两家企业的体量都不算小 此前并不是没有网友爆料过这些信息 但在资本的运作和打压下 全部都石沉大海 在众多帖子里面 也不乏两家公司自己编辑发表的 两家公司能做到这个份上 自然也不是始谷不化之人 之前是因为就算主动宣传了 也不会有多少人看 更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所以两家公司才选择默不作声 现在既然有宋义和唐朝公司主动相助 两家公司自然也愿意积极响应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谁又愿意看到自己辛苦建立的企业 濒临破产倒闭呢 更何况两家企业背后 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 他们都在指望这份工作养家糊口 在看到这些帖子后 无数网友这才开始真正认识到 这两家民族企业 兄弟们 抵制日货 从我做起 时代的悲哀 商业套路横行 真正的良心企业却生存艰难 凭心而论 虽然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不是最顶级的 是真正的定位于普通大众的良心产品 哦 感谢宋一大大 让我认识到这样两家企业 如果这样的企业 都无法在龙国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那我就太伤心了 真的务实不务虚啊 邀请宋一大大代言 才报价一两百万 但捐款动不动就是几千万 比起那些把大把钱 拿来做宣传代言的企业 这样的公司才是最值得敬佩的 跟宋一大大简直太大了 难怪他会接下这两家代言 哦 宋一大大的人品太顶了 居然为了良心 连钱都不要了 爱了爱了 宋一老师颜值很高 但是比起他的才华 颜值好像就不算什么了 但如果比起他的人品 好像才华也不算什么了 那个 我弱弱地问一下 这会不会也是他们的一种套路 以慈善为名 行营销之实呢 确实有这种可能 但这样的宣传套路 我一点都不排斥 甚至希望其他企业也统统效仿 是啊 世事纷扰很难看清 企业做事的目的 可能也是多方面考虑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捐款都是实打实的 支持一波 我要去下单了 到货后给兄弟们食物测评一下 只有亲身验证过 才有发言权 我前几天已经买了 质量确实不错 重点是 价格还比其他品牌便宜很多 冲冲冲 带货直播间走起 刚好想买双鞋子了 顺便买点泡面储存一下 冲鸭 我要买十代 只短短一个小时 本就库存不多的白相和红星耳克 就被热情的网友买断了货 而经过宋义 和几家公司的一番操作 原本闷声发大财的康师傅 和统一元气大商 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 即便是有跌停机制的保护 两家企业的股价 还是止不住的暴跌 未来一周的时间 市值就缩水了将近一半 直到半年以后 两家企业才稍微缓过劲来 但市值也只有最初时的七十 左右不负当初的辉煌 定 银行短信提醒 您的尾号为9,857的银行账户收款 3,750万元 账户余额为4870-5248 99元 眼见大局已定 宋益没有再过多关注网上的信息 而是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公司刚刚打来的上半月收入上 看着这3750万元的巨款入账 宋益实在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想 这半个月的各项收入 都不应该有这么多 这还只是公司分成和版权代理得到的收入 之前参加西蒙乐队的直播演出 打赏和演出费用 都是提前打到了宋益的账户上 如果都算上 宋益短短半个月 岂不是就挣了7000多万 如果再算上龙台的奖金 那就更加夸张了 心中有些疑惑 宋益直接拨打了财务总监杨倩的电话 喂 小宋啊 找我有事 宋益现在已经成了唐朝公司所有人的宠 年龄更是比杨倩的孩子大不了多少 平时两人虽然接触不多 但杨倩却十分关爱宋益 言语间甚至还有些宠密 杨姐 你们给我的打款金额 是不是搞错了 半个月怎么可能有3700多万的收入 听到宋益的问话 电话对面的杨倩笑着回答道 呵呵 我亲自核对的怎么可能搞错 分成和版本代理费是没这么高的 但你月初弹奏了一首 梦中的婚礼 光这首曲子获得的版权使用费 就将近1800万了 这时宋益才回想起来 当时直播演出结束 西蒙再次开出了1000万的天价演出使用费 而在那之后 还有其他机构找上门来 其他歌曲也在陆续产生收益 不管是用作主题曲 背景音乐 或者是各种节目的改编 都需要向唐朝公司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 而各大音乐平台虽然是走的免费渠道 但获得的流量推广费用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而且税务稽查局把你之前的匿名捐款全部认定了 你这部分收入可以全额抵扣税款 公司已经帮你申请抵税了 否则应该是不到3000万的 听到这里 宋益总算是放下了心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杨姐 客气啥 有问题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嗯 因为前两天的税务问题 宋益现在对财务也十分谨慎 作为顶流的公众人物 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很多人关注着 即便只是很小的问题 也可能被无限放大 要想在娱乐圈万古长青 不光要有过硬的才华 还要足够自律才行 第144章 加入 砰砰 请进 宋益正在思考该如何处理这笔巨款 办公室的房门再次被人敲响 看着踏进房门 手里还拎着一杯奶茶的小姑娘 宋益心里有些意外 韶寒 好几天没见你了 歌曲 MV录制的怎么样了 张韶寒没有想到 宋益居然还记得自己的事情 顿时激动无比的说道 谢 谢谢宋益老师关心 我的部分已经录制完成了 公司准备下周上线发布 目前正在帮我宣传预热 看得出来 这位娇小的姑娘十分紧张 连说话都有些吞吞吐吐 更是不敢抬头与宋益对视 对此宋益微微一笑道 不用紧张 这边坐吧 宋益示意张韶寒 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入座 对方却使劲地摇了摇头 不不不 我不用做的 宋益老师 谢谢你的提醒 现在公司对我的期望很高 也非常照顾我 完全是把我当一线歌手在培养 所以歌曲的制作和我个人的定位 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张韶寒一边说着话 一边将早已准备好的奶茶 递到宋益面前 我请你喝奶茶 等我正式出道挣钱了 再请你吃大餐 张韶寒很是认真的对宋益说道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小姑娘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韵 宋益看着桌面上的冰镇奶茶 面色有些怪异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公司渐渐流传出 宋益喜欢喝奶茶的传闻 几乎每天都有一大堆人 排队给自己送奶茶 搞得最近中午 宋益都很少去食堂吃饭 只能叫外卖 或者让离珊珊帮忙带饭 因为食堂里 总有一大群女生 提着奶茶在那等着 而且什么口味的都有 但不认识的人送奶茶 宋益也是不太敢喝的 毕竟系统并没有百毒不清 这样的超能力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算计 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而且宋益可不想不周董的后尘 虽然歌唱实力已经够强 但如果能一直保持偶像般的身材 宋益还是非常愿意的 所以奶茶这种东西 一定要戒掉才行 但是对于小姑娘的一片心意 宋益也不好辜负 只能将戒奶茶这件事 推迟到明天 拿起桌上的奶茶 插上吸管 就直接喝了起来 味道不错 不过大餐就免了 挣了钱请我去食堂吃一顿就行 宋益乐呵呵地说道 他本就是雾都大山上走出的人 对所谓的大餐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与其吃什么西式大餐 江湖菜或者路边摊 显然更符合他的胃口 而且他看得出来 张韶涵的经济状况 应该不是太好 那就更没有必要破费了 你这次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虽然公司有很多女艺人 都想跟宋益结交 因为只要能求得 一首宋益创作的歌曲 那就等于是一飞冲天 但真正有勇气 直接跑来办公室找宋益的 却只有聊聊几人 宋益不认为张韶涵今天来找自己 只是为了宋益杯奶茶 嗯 那个 被宋益看穿了心思 张韶涵显得更加紧张 不用顾忌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直说 得到宋益的鼓励 张韶涵这才鼓起勇气说道 宋益老师 听说你过几天 要召开一场慈善一眼 我也想为慈善出一份力 能不能让我也参与进来 你放心 我一定勤家练习 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说到唱歌 张韶涵似乎放下了拘谨 眼神里反而很是自信 这是好事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待会儿跟山姐交代一下就行了 慈善事业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虽然张韶涵直接来找自己 有些走后门的嫌疑 但既然对方愿意主动参与进来 宋益也乐得成全 更何况 还能顺便提携一下张韶涵这位新人 而且这件事 对隐形的翅膀 这首歌曲的推广 也是很有好处的 嗯嗯 多谢宋益老师成全 听说公司里的一二线歌手都快挤破头了 好多人都推掉了伤眼 就为了来报名你这场慈善一眼 听到张韶涵的解释 宋益这才知道他如此担心的原因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是真的有心做慈善 还是想在宋益这里蹭一波热度 好在这些都有公司帮忙处理 倒是不用宋益多费心 张韶涵刚刚离开 宋益突然又接到了王斐的电话 宋益老师 你的慈善一眼给我也留个位置吧 我也想来尽一份力 相比于张韶涵的拘谨与害羞 王斐的性格显得十分自信且率真 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意图 没有丝毫扭捏 好啊 你准备唱几首歌 我让人给你安排 有王斐这种天后级的歌手主动加入 宋益自然也很是高兴 而且以王斐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根本就没有必要蹭宋益的热度 现在能主动参与进来 那就是真心想要做慈善 这个你看着安排就行 我一手不嫌少 三无手也不嫌多 你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吧 现在业内大半的一线歌手 都在给你们公司打电话 就为了参加你的这场慈善一眼 如果不是许总的电话一直战线 我也不会来打扰你 说到这里 电话对面的王斐 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为了参加一场演出走后门 而且这演出还是完全免费的 啊 宋益心中纳闷 什么时候圈内人对慈善这么上心了 那我安排好之后给你发消息 嗯 起初宋益还以为是王斐说话太过夸张 直到又接到了李玉峰 和张明昌两人的电话 宋益这才明白 这场连时间都没有定下的慈善一眼 已经让圈内的艺人疯狂内卷起来 一场演出顶多三个小时 即使不算中间衔接的时间 全程也不过四十首歌左右 而这其中 唐朝公司自己旗下的艺人 恐怕就占去了一半 这要是再算上外界的歌手 根本就安排不下 所以 这时候是否真的能来到现场参与演出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要向外界表明自己有心做慈善的态度 第145章 乔迁 一哥 这别墅也太大了吧 就我们两个人住 好像有些浪费啊 下班之后 司机张成直接带着宋益和杜松两人 来到了地经有名的别墅小区 丰兰伊平 这里是许多一线艺人和富商聚集的小区 同时也是唐朝公司给宋益安排的新住处 望着这栋装修豪华的三层别墅 杜松忍不住发出感叹 那也没办法 这次是云姐强制要求的 我拒绝不了 说是我们之前住的地方已经泄露 而且物业安保系统不完善 会被粉丝和狗仔打扰 两个人住三层楼 还带花园的别墅 就连宋益自己都觉得有些奢侈 不过公司的考虑也很有道理 而且还不用自己花钱 所以也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走了 去厨房给我打下手 我请了小陈强哥他们过来聚餐 做饭对于宋益来说 就是一种放松和思考自身的过程 这也算是乔迁新居了 好嘞 我都快半个月没尝到你的手艺了 可馋死我了 听到宋益要亲自做饭 一向懒散的杜松积极性瞬间爆满 稍稍参观了一下新的住所 两人就走进厨房开始忙活 许云知道宋益生活中喜欢做饭 不光让人准备了完善的家具 还提前备好了许多食材 而且还贴心地将宋益和杜松两人的私人物品搬了过来 丝毫不用宋益操心 砰砰砰 杜松一边剪虾线 一边听着宋益切菜时 战板上传来的声响 嘴里忍不住嘖嘖撑起 我说一哥 你现在怎么连切菜传出的声音 都这么动听了 你这么优秀 跟你站在一起 我的压力很大 听到杜松的彩虹屁 宋益丝毫不为所动 双手间的配合毫不停歇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好好磨练唱功就行 哥跟你可不一样 怎么说自己也是有挂的人 优秀一点不是很正常吗 不过这一首漂亮的厨艺 却是宋益从小勤学苦练得来的 要说宋益最大的天赋 其实并不是音乐而是厨艺 不过这些都不足为外人道 宋益的刀法非常娴熟 仅仅只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把所有的食材准备妥当 宋益老师 我们来了 正准备起锅烧油 双胞胎姐妹和猛虎乐队一群人 就已经提前赶到 身后还跟着王冲 陈浩四人 众人手里都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酒水 大家都这么熟了 还带啥礼物 先坐着歇一会吧 半个小时后开饭 宋益只是从厨房探出个脑袋 招呼一下众人 就再度回到厨房忙碌 王冲打着哈哈说道 这可是宋益老师 你的瞧牵之血 而且我是第一次到你家吃饭 不得意思一下吗 宋益老师 我买帮你 双胞胎姐妹自告奋勇的 要进厨房打杂 却被宋益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 厨房油烟大 出去歇着吧 二楼有桌油和麻将桌 外面也有草坪花园 要是无聊 就出去玩一会吧 对于双胞胎这样的萌妹子 进厨房除了加油助威 其他的什么也干不了 如果强行要干点什么 反而会让厨房变得一团糟 而且所有食材都备好了 宋益一个人就可以搞定 没必要留两个袖色可散的小美女 来吸油烟 听到宋益的话 两姐妹虽然有些气馁 但却丝毫没有生气 转身出去就跟着和雪一起 准备餐桌上的用具了 张承几人也不见外 各自将自己带来的酒水摆上桌 宋益老师 你跟杜松两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给你找几个女佣人 你放心 绝对都是年轻漂亮的 陈浩跑到厨房门口 几眉弄眼的对宋益说道 陈浩 我都听见了 不许带坏我们宋益老师 原本还颇有些心动的宋益 还没来得及点头同意 就被双胞胎姐妹 愤怒的咆哮声打断 嘿嘿 陈大小姐 我就是开个玩笑 我哪里敢坏了宋益老师的真洁啊 我懂我懂 谁也想不到 以顽固著称的地精四少 在陈嘉萱姐妹面前 却很是低调 因为两人在出道之前 就已经是地精富二代理 有名的小公主 只是两人低调 所以才名声不鲜 他们父亲陈国华的事业 也远远不止唐朝公司 最大的重心 其实是房地产和金融业 所以 平时负责管理唐朝公司的 是总裁唐茂石 并不是身为董事长的陈国华 开玩笑也不行 宋益老师需要庸人 唐朝公司自然会安排 别把你那些不正经的女人带进来 是啊 实在不行 我们也可以给宋益老师打扫家务的 两姐妹一唱一鹤 着实把陈浩唬得不轻 只有一旁的和雪笑着打去道 小陈姐姐 你们来打扫 确定不是越扫越乱 什么吗 难道小雪 你也支持让陈浩 带那些不正经的女人过来 没啊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来跟宋益老师做家务啊 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 好啊 小雪你居然想趁虚而入 看我不收拾你 哎呀 姐姐饶命 经过几次见面 何雪俨然已经跟双胞胎姐妹打成一片 三人在宽大的客厅里追逐嬉闹 让一群男人大饱眼福 听说王斐也住这个小区 宋益老师 你们以后可就是邻居了呀 张成这位唱摇滚的操汉子 却是王斐的忠实歌迷 所以对他的信息比较了解 是吗 我之前不太清楚 我问问他要不要一起过来吃饭 说着宋益就掏出手机 拨打了王斐的电话 而对方听到宋益今天搬到了风兰一品 很是干脆的立马答应过来 语气中还很是高兴 半个小时后 宋益总算忙完了厨房的里的工作 解下围裙召集众人吃饭 而住在隔壁不远处的王斐 也刚好赶到 简单寒暄之后 众人就围在巨大的饭桌上吃了起来 嗨 宋益老师 你这手艺太棒了 比五星级大厨做得还要香 真的太好吃了 是啊 这红烧肉简直太下饭了 突然觉得西餐不香了呀 这清蒸桂鱼也很好吃啊 宋益老师真是深藏不露 太强了 第一次吃宋益做的饭菜纷纷赞不绝口 就连一向清冷的王斐 也忍不住开口夸赞几句 让宋益感觉很是欣慰 喜欢吃就好 可惜最近工作太忙 不然倒是想请大家多吃几顿 酒过三巡 宋益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对王冲说道 王上 你之前帮我补交的税款 已经推到我账户里了 我这就转给你 别呀宋益老师 上次转钱是不是说了吗 这算是给你预定下一首歌的酬劳 王冲急忙制止宋益正在转账的手 虽然一千多万买一首歌贵了些 但王冲却丝毫不在意 更何况宋益被人舆论攻击 本就是因为王冲两千万转账引起的 一旁的陈昊 马肃三人也立马硬核道 是啊 宋益老师 这钱算我们四兄弟的 我们也想过过歌手的影 要不你给我们写一首四人合唱的歌曲吧 可不是吗 冲哥最近都开始接商务演出了 可把我羡慕惨了 听到三人的控诉 王冲一脸郁闷像 羡慕个啥呀 我总唱 滑板鞋 一首歌都快把我唱吐了 而且明星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坐飞机跑来跑去 一趟也不过挣个百十来万 王冲不经意间的装逼 瞬间引起了公愤 第146章F4 张成阿强几人骂骂咧咧倒 我去 一场商演几十上百万 王总你这身价直逼一线歌手了呀 就算有宋益老师的帮助 我们出席一场活动也顶多几万块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你他妈本来就有钱 还这么能挣钱 还让不让我们这些穷人火 就连一旁的杜松都看不下去了 王总 你总这样装逼会没朋友的 眼见大家都要找自己拼酒 王冲立马解释道 唉 我真没装逼 商演很耽误时间的 我有那个时间 做啥挣不来这笔钱 听完王冲的解释 众人心中虽然还是不愤 但却也能理解 虽然王冲唱歌是众人中最词的 但人家名气高 又有超级富二代这层身份的加成 出场价格自然不会低 而那些真正邀请他出席的演出 很多都是生意厂商的伙伴 给出的价格都有溢价的成分 而且单凭几十万就能跟王冲搭上线 这在很多生意人眼中 那简直不要太值得 这样的行为 完全不亚于王多瑜请古神吃饭带来的效果 玩笑一番后 王冲又转头看向宋益 宋益老师 你慢慢写 我也不接 他们三个能戴上就戴 要不行就单独给我写 王冲欠奏的话语 瞬间又招来了程浩三人的拳脚相像 宋益没有搭话 而是在思考 这次应该给王冲四人抄什么歌 四人的唱功绝对是非常业余的 所以歌曲最好不要有任何的演唱难度 要是人人都能唱的那种 而且对方还预付了一千一百二十万的稿筹 一般的歌曲也对不起他们给出的价格 宋益首先想到的 就是那首传闻曾转过意的广东爱情故事 但想到四人被金钱吻过的嗓音 宋益又苦笑的摇了摇头 宋益老师 你干嘛摇头啊 要是现在想不出来 那就以后再写呗 我们又不急 是啊是啊 我们不急 宋益老师你慢慢写 艺术创作急不得 此时众人也都停下了碗筷 将目光看向一脸严肃的宋益 别多想 只是我刚刚想到的一首歌 好像不太适合你们 有啥不适合的 有百万调音实在 我们什么都能唱啊 就是宋益老师你随便写 一定错不了 王冲四人急忙应目 生怕宋益打消写歌的念头 对此宋益淡淡地笑道 这首歌写的是打工人的心声 你们真的唱不了 上天是公平的 给了你们有钱人快乐的同时 也带走了你们的烦恼 王冲 陈浩 杜松 张诚 众人满脑子全是问候 这说的是人话 只有很少说话的汪杰 弱弱地问道 宋益老师 你说的不对吧 我们虽然有钱 但也会经常不开心啊 失落歌曲 我们应该也能唱的吧 张诚几人听着汪杰的话 似乎也觉得有些道理 却听宋益笑问道 你们知道 有钱人为什么也会有难过的时候吗 为什么 听到宋益提问 几位女生很是捧场地配合道 因为有钱人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 他们想不开心的时候 就可以不开心 扑 哈哈 没想到宋益老帅 居然还会讲冷笑话 大家本以为宋益是一本正经的聊天 没想到 却是把众人都逗笑了 只有王冲四人满脸不服 宋益老师 相信我们 冲哥去年还当了一年的舔狗呢 苦情歌 我们能驾驭的 听到陈浩的话 宋益倒是几次想把 老鼠爱大米 或者两只蝴蝶 拿出来 但又觉得不太合适 毕竟看陈浩放荡不羁 琴场浪子的模样 让他开口唱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实在是有些难为情吧 看着宋益沉默许久 王冲端起酒杯道 没关系 宋益老师你慢慢写 我们又不急 对对对 先担一杯 大家今晚不醉不归 干杯 众人纷纷捧场 宋益却是灵光一闪 瞬间站起身来 有了 也不管众人不解的眼神 宋益直接找来执笔 当着众人的面 就复刻起了 兄弟干杯 这首歌 今夜晚风吹 今宵多珍贵 兄弟相聚是幸福滋味 好兄弟干一杯 我不醉不归 歌词虽然过于简单直白 但也勉强附和王冲四人的要求 只是这首歌 显然是不值一千一百二十万这个价格的 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贵些 宋益又再度复刻了一首 兄弟抱一下 刚好都是前世旁龙的歌 演唱难度不算大 而且旋律也很上口 很容易被人记住 一次性将两首歌曲递给王冲四人 但他们四人都不识谱 只能看懂最基本的歌词 在宋益眼中 简单直白的歌词 落到王冲和程浩四人眼里 却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都以为宋益是在借这首歌 表示他已经把自己 当做了真正的兄弟 那些直白的歌词 全都是宋益想要对他们说的话 一时间四人激动莫名 就差拉着宋益当场拜天地了 宋益老师 这两首歌简直太好了 这一千多万 怕是不太够吧 对啊 在这家一千万 我们四兄弟 每人二百五十万 正正好好 啊 四人的反应完全出乎了宋益的预料 除了在特定场合中 这两首歌就是典型的口水歌 但也往往就是这样的歌曲 才拥有巨大的市场 不过 宋益有自己的标识 不能因为王冲他们有钱 就往死里坑 加钱就不用了 这两首歌难度不算大 你们有空就去唐朝公司找删减 他会帮你们安排录音室和工作组的 王冲的问道 找黎珊珊 你明天不在公司吗 明天要去录影棚拍摄代言广告 不一定顾得上你们 听到宋益的解释 四人都表示很理解 那我们这次也算是出道了 宋益老师 你帮我们取个组合名字吧 啊 听到宋益要起名 众人都一脸的期待 只有杜宋益一脸无语 因为他知道宋益就是个起名费 双胞胎这么可爱的姑娘 他都能取个陈宇晨 面对这四个富少顽固 难道还能取出什么好名字 宋益沉思了片刻 突然灵光一闪到 那就叫地精F4吧 第147章 演技 一日清晨 宋益将机查局退回来的 1120万 又重新转账 给了唐朝公司财务部 一是让公司帮忙申报 抵税手续 因为这笔钱 此时已经成了 王冲四人买歌的版权收入 几天前才刚刚因为税务问题 引发了全民关注 宋益可不想再犯 这样的低级错误 二是让公司完成时 得抽成 因为 递经F4 还需要利用公司的资源 进行歌曲的录制和发行 时 得抽成 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即便是这样 宋益的银行账户里 依然还有3750万的巨款 看了看系统里 剩余的530万慈善积分 宋益沉思了两久 才在脑海中 对系统说道 狗系统 帮我捐款3000万 定 以为宿主转账 贷捐3000万元 目前剩余慈善积分为 3530万 请问是否立即抽奖 不抽 怕你又搞我 帮我兑换大师级演技 拒绝了系统的赌博邀请 宋益直接花了1000万积分 兑换了大师级演技 此时 一股奇异的能量 从脑海中传遍全身 让宋益感到一阵舒爽 宋益感觉到 自己对身体和面部表情的控制力 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全身上下的神经 仿佛也更加丰富敏感 面部许多微小的肌肉 现在都能够轻松控制 就连各种情绪间的转换和代入 也显得轻松无比 这就是大师级的演技吗 那更高的宗师级和殿堂级 又会是什么样 感受着身体的剧烈变化 宋益忍不住发出感叹 不过 目前也就只能稍稍展望一下 技能每提升一级 需要的积分都是之前的十倍 要想将唱功和演技 这两项主技能 升级到最高的殿堂级 每一项都需要十亿积分 就算是以宋益现在惊人的赚钱速度 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就可以完成的 正在感悟大师挤演技的点点滴滴 黎珊珊带着一位成熟干练的女人 走进了宋益的办公室 小宋 这位是白相公司宣传部的负责人 曾华芳曾经理 这次代言广告的拍摄 就是由他代对 听到黎珊珊的介绍 宋益抬头看向这位 留着期间短发的中年女人 宋益老师你好 你是我们全公司的大恩人 这次过来之前 姚总让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 对你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说完这句话 曾华芳就对着宋益认真鞠了一躬 让宋益很是无奈 对于这样的感谢 宋益这些天已经感受过很多次了 不管暴雨还是烈阳 随时都有受到宋益捐助的人 等在唐朝公司的大门口 仅仅只是为了能当面对宋益说上一声 谢谢 宋益上前搀扶起曾华芳 微笑着说道 曾经理太客气了 主要还是你们白相的产品质量过硬 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面对宋益的谦逊 曾华芳明显有些受宠若惊 宋益老师您实在是太谦虚了 您的人品我们可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本人也是你的忠实粉丝 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没想到你本人比荧幕上还要更帅三分呢 听到曾华芳的热情夸赞 宋益半开玩笑地说道 这倒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听到宋益这话 曾华芳和黎珊珊都原地愣了两秒钟 思考片刻之后 这才明白宋益话中的意思 作为一名艺人 本人比荧幕上更帅 确实不一定是好事 不过这话从宋益口中说出来 还是让两人大笑不止 真没想到 宋益老师 你居然还这么幽默 不管是荧幕上还是在现实中 你可都是万千少女的梦啊 看得出来 曾华芳很是剑谈 宋益也很喜欢他爽朗的性格 三人简单寒暄后 黎珊珊抽空向宋益 介绍起了未来几天的工作安排 小宋 凤潮的慈善一眼定在了五天以后 地金市政府免费将场地给我们使用 参与演出的人员名单也已经初步确定 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在各大平台上售票 票价和销售渠道 我们都会按照你的要求严格把控 唐朝公司的工作效率很高 跟官方的关系也维持得很好 一听说宋益准备在凤潮召开慈善一眼 不仅推迟了原本几番的演唱会计划 将当天的场地让给了宋益 而且还直接免费提供 这相当于帮唐朝公司 省下了近千万的场地使用费 这让被抢占场地的几番愤怒无比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怪自己不受官方待见 其他艺人的凤潮演唱会都如期举行 偏偏就挑中了自己这一场 未来几天没有给你计划其他的工作 主要拍摄白相和红星耳克的代言广告 分别是两到三天 考虑到宋益并不是专业的演员 黎珊珊给宋益计划的拍摄时间比较充裕 对此宋益也没有主动解释什么 只是淡淡地点头回应 见两人已经商量好工作计划 曾华芳这才上前说道 宋益老师 我在你们公司租了一个录影棚 拍摄组已经全部到位 我们这就上去吧 好 宋益起身 跟着曾华芳前往位于25楼的摄影棚 事实上曾华芳的拍摄团队 已经来到地精好几天了 只是宋益一直没有档期 也是为了方便宋益工作 可谓是贴心到了极致 宋益老师 这边先简单补个妆嘛 服装最好也换一下 嗯 面对曾华芳的建议 宋益从善如流 完全没有顶流明星的架子 趁着化妆的空档 曾华芳向宋益介绍起了 这次拍摄广告的计划 我们计划拍摄五种口味泡面的宣传视频 另外 还需要拍摄几组静态照片 如果中途您觉得累了 我们就停下来休息 这就是典型的大演员小剧组的情况 整个剧组都得围绕着演员转 但此时全剧组的工作人员 却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反而看向宋益的眼神里 都充满了敬意 因为宋益全程都谦逊随和 即便是最普通的工作人员 宋益也都能微笑以对 宋益的形象底子非常好 只是简单打理了一下头发 再换上剧组提前准备的衣服 整个拍摄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第148章 尝试 此时一位留着落腮胡的导演走上前来 跟宋益讲述着拍摄的细节 宋益老师 我是本次拍摄工作的总导演胡俊明 待会我们的机位会从右边推进 背景台词我们会后期加上 你只需要面对镜头 在吃面里同时 表现出很美味的样子就行了 大家都知道宋益是音乐天才 但却从未听说宋益演过戏 对于一名纯新人来讲 即便是一段几十秒的视频 也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 因为新人连应该如何面对镜头都不会 更别说表情管理了 眼神对视的角度稍有不对 就有可能呈现出斗鸡眼的形象 但胡俊明也只能点到极致 想的是让摄影师多多配合颂艺 先拍出一组视频看一看效果 然后再逐步调整 而拍摄美食视频 对于许多演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果演技不够 或者吃相不够有诱惑力 那就需要一个巨大的胃 吃戏比哭戏 更加考验演员的演技 如果实在哭不出来 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催泪 但是一直吃泡面 却是难受无比 很多演员在拍摄方便面广告时 都是将泡面含在嘴里 等镜头挪开后 就立马吐在垃圾桶里 但已经获得大师及演技加持的宋毅 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我明白了 开始吧 宋毅微笑着对导演点头 旁边的工作人员 立马递上来一桶 已经泡好的鸡汤面 泡面的香味一出 让特意没有吃早饭的宋毅 有些一动众所周知 泡面最香的时候 就是吃之前和第一口 此时的宋毅就处于这种状态中 看到远处导演向下挥动的手势 宋毅拿起了手中的面叉 他的身子面对着镜头 眼神却没有刻意望向前方 而是专注于面前的这桶面 此时的他 像是一位资深的泡面爱好者 在开动之前 宋毅表情十分陶醉的 闻了闻面筒里飘出的白雾 随后就露出一脸享受的样子 缓缓闭上了眼睛 等到片刻之后 才再次睁眼将面挑起 宋毅没有顾及面条的滚烫 就迫不及待地将面条放进了嘴里 浓郁的鸡汤伴随着面香 让宋毅很是满足 虽然它是地道的雾都味 但这碗清汤面 却是宋毅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宋毅沉醉的样子 却看傻了周围众人 此时宋毅像是一名非常专业的吃播 将一碗普通的泡面 吃出了山珍海味般的感觉 看得众人都忍不住口水直流 想要尝一尝这碗鸡汤面 而留着洛塞胡的导演胡俊明 也早已看傻 本只是想让宋毅 简单拍摄一条看看效果 随后他再适当地提出拍摄意见 哪知宋毅的表演 简直是无可挑剔 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拍摄要求 甚至还远远超过 一时之间 他甚至忘记了喊 卡 直到宋毅三五口 将桶里的面吃完 胡俊明这才回过神来叫停 卡 非常好 宋毅老师 你的表演非常好 我觉得 你非常有做吃播的前置 你要是直播带货美食产品 销售量绝对报表 对于胡俊明的话 宋毅不置可否 他如果真想要直播带货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演技 因为曾经就有人说过 宋毅就算坐着客瓜子 他都能津津有味地看上一整天 更何况 现在还有演技的加持 真要去带货 对那些网红主播 岂不是降维打击 这时 站在远处的曾华芳 也急忙跑了过来 宋毅老师 你怎么全吃了呀 后面还有还几条视频和照片需要拍 你的胃会吃不消的 下次每晚 吃个一两口就行了 自己家的泡面 口味虽然不错 但曾华芳却知道 绝不可能好吃到让宋毅停不下来的地步 这一切不过是宋毅纪念的表现 因为没有听到导演喊咖 所以就一直在吃 想到这里 曾华芳气鼓鼓地对胡俊明说道 胡道 你待会可别再走神了 拍摄才刚刚开始 你就害宋毅老师吃了整整一桶泡面 白相是胡俊明的甲方 随时可以要求换掉导演 但宋毅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换的 听到曾华芳有些不满的语气 胡俊明有口难辩 刚刚他也被宋毅完美的表演吸引住 根本就没有想到还在进行拍摄工作 等回过神了 宋毅就已经将泡面吃了得干净 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是宋毅的大师级演技起了作用 只当是宋毅有当吃播的天赋 有些人就是这样 只要他开口吃饭 就会让人胃口大开 不论吃的是什么 都能让人觉得非常好吃 不是胡倒的问题 是这碗泡面味道确实不错 而且只是两口有些浪费 所以我才吃完呢 还有一点宋毅没说 因为没有吃早饭 宋毅也确实是有些饿了 一时也没杀住车 也不好一次性吃太多的 那要不就下午再拍吧 反正刚刚的拍摄过程非常顺利 已经算是把上午的计划进度完成了 原计划整个拍摄任务将持续两到三天 没想到宋毅只花了几分钟 就已经完成了其中一种泡面的拍摄 这让曾华芳也惊讶无比 不用了 我现在感觉状态还不错 继续拍吧 不过后面的泡面 我可能就吃不完了 有些浪费 说到这里 宋毅突然有些抱歉 这歉意不是针对曾华芳等人 而是对于粮食被浪费的歉意 不浪费的 不浪费的 宋毅老师你都不知道 我们事前可是给你准备了十桶这样的泡面 你刚当的表现 已经节省下很多东西了 听到曾华芳这话 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看向泡面的区域 只见工作人员已经提前泡上了三桶鸡汤泡面 原本准备宋毅第一遍拍摄结束 很快就会用上 结果 现在整个人都愣在了当场 嗨嗨 这样 宋毅老师 你先去换套服装 下一条 我们拍火鸡面 那边已经泡好的泡面 谁要是饿了 就拿着吃吧 胡俊明随意的招呼着 打光 举版的工作人员顿时一拥而上 三两个人一起分食一桶泡面 看那样子 是真的把一碗小小的方便面 当成了人间美味 不好意思啊 宋毅老师 让你见笑了 曾华芳有些抱歉的对宋毅说道 这样挺好的 浪费可耻吗 宋毅一边说着 一边朝话装奸走去 那里已经有工作人员 准备好了新的服装 在大师级演技的加持下 这个广告视频的拍摄异常顺利 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拍摄工作 而这还是因为 中途换服装和补装 占去了大量的时间 最后还抽空拍摄了几组封面照片 宋毅往幕布前一站 气场瞬间强大无比 那份从容的气度 恰到好处的眼神和面部表情 都让在场众人都为之一阵 原本就帅气阳光的脸庞 现在更是带着莫大的吸引力 直到这时 胡俊明才明白过来 宋毅哪里是有什么做吃播的天赋 而是拥有天生做演员的天赋 宋毅老师是我眼拙了 你的演技就算是放在电影圈内 也是妥妥的一线实力 我本人虽然没什么明切 但是圈内的大导演我都认识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介绍 如果真的能对宋毅的演艺事业 有所帮助 不说现实中带来的好处 但就是这份因果 就够胡俊明吹上好几年了 不过对此宋毅只是淡淡一笑道 谢谢护导关照 不过我另有安排 就不劳胡到费心了 如果宋毅真要想拍电影 又哪里需要其他人穿针影线 唐朝公司就有现成的剧组 更何况早在一个月前 王金就曾邀请宋毅客串角色 只是宋毅当时工作太忙 加上没有演技傍身 所以才没有答应 不过现在 宋毅又产生了新的想法 自己完全可以投资一部 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出演的电影 这样的话 投资和回报率才可以达到最高 而这样的电影 在宋毅前世的记忆中 刚好就有一部 而且当时在全球的票房和口碑 都相当不错 如果再有宋毅名气的加持 这部电影的票房 恐怕会高到离谱 宋毅在忙着拍广告 而网络上已经开始了 慈善一眼的抢票环节 第149章 抢票 兄弟们 这可是宋毅大大召开的 第一场演唱会啊 而且听说所有收入 都要捐给继省灾区 高低要支持一波 冲冲冲 门票均价才1000块 靠后排的甚至才几百块钱 比起小鲜肉 动不动三四千的演唱会门票 简直不要太良心 你拿宋毅大大跟小鲜肉比 听宋毅的歌是真的享受 听昆昆的歌是折磨呀 不对不对 宋毅大大才24岁 也是货真价实的小鲜肉啊 而且他的颜值 吊打一切小鲜肉 听说宋毅大大 还邀请了很多实力歌手助阵 不知道他会唱哪些歌 好期待啊 老天保佑 我一定要抢到票 急急如律令 黄牛退散 麻辣个鸡 找老板请两天 嫁来递金看大大的演唱会 结果他不给批 我直接把他炒了 兄弟酷啊 但是你连门票 都还没抢到就辞职 是不是着急了点 哈哈 笑死 实在没抢到票 就在家里看免费直播吧 还能省一笔钱 别人开演唱会 都是想尽办法搞钱 结果宋毅大大 还整个免费直播 这样的明星 才是我们应该追的 来了来了 倒计时30秒 兄弟们连点气准备好了吗 喜欢宋毅大大 我们就是好朋友 但如果要跟我抢门票 对不起 拔剑吧 拔就拔 我准备了五部手机 同时抢票 还怕你们 我擦 我全家人帮我抢一张票 怕你 来了来了 兄弟们冲啊 各大售票平台上 评论交流不断 为了尽量杜绝黄牛的介入 唐朝公司 严格审核了售票资格 每个身份证账号 都只允许购买一张门票 本以为 这样会降低粉丝购票的难度 但网友抢票的火热程度 还是远远超出了 唐朝公司的想象 整整十万张演唱会门票 仅仅只花了不到一分钟 就被抢购一空 网络上顿时传来 众多网友的哭喊声 我就卡了那么几秒钟 然后再进去 门票就没有了 我更惨 我明明都点进去了 结果在选座的时候 犹豫了两秒钟 就被别人抢先付款了 这到底是什么死亡难度 整整十万张票 都没我的份吗 还好我机智 一进去就瞄准最后排的座位 那里竞争最少 秒速付款 五百块就可以看 送一大大的演唱会 简直不要太爽 我倒是抢到了 但是我女朋友没买到啊 有没有哪位大侠出手门票 我出一万 哪里的位置都行 你不怕你女朋友 看到送一大大后 就把你给甩了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有黄牛出手门票吗 我出三万 购买一张前排门票 有意者撕我 我靠 大家都这么有钱吗 我都想把我手里的门票卖了 卖我卖我 我出五万 兄弟们别上头啊 有这闲钱 不如通过直播打赏给送一大大 还能为灾区做点贡献 不比让黄牛挣钱来的痛快 道理是这样没错 但直播哪里有现场壮观啊 呜呜 抢到门票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就不能多我一个 虽然依旧有黄牛在倒卖门票 但较低的门票价格 还是让大部分粉丝得到了实惠 没有抢到门票的网友 虽然有些失落 但好在还有同步网络直播 而且还是免费的 也算是给了大家一丝安慰 毕竟很多歌手开线上演唱会 也是要收取不低的门票费 有唐朝公司强大的后勤能力做保障 宋益没有过多关注慈善一眼的准备工作 此时正在跟白相的拍摄团队一起聚餐 宋益老师 再次感谢你对白相的帮助 我代表姚总 邀请你到我们正成总部做客 参观参观厂房 顺便帮我们提出一些指导意见 商务聚餐 酒水是必不可少的 但宋益今天并没有喝酒 如果不是跟好朋友一起吃饭 宋益还是会适当考虑 喝酒对嗓子的影响 虽然系统也有一些 帮助身体技能恢复的能力 但每一项都贵得离谱 提前两天收工 让整个拍摄团队的成员都非常兴奋 几乎所有人都在开怀倡议 而宋益以茶代酒的行为 大家也都非常理解 在他们看来 宋益能够跟他们同桌吃饭 就已经是给他们添大的面子了 好 我也很仰慕姚总的为人 有机会我一定亲自拜访 代言人和品牌之间的关系很深 无论是哪一方名誉受损 都难免会牵连到另一方 所以随时关注白相和红星耳克的生产经营状况 也成了宋益必须要关心的事情 如果有机会 都是残疾人的厂房 到底是何等模样 说着宋益就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其他人也各自端起酒杯直接干了 就连身为女人的曾华芳也没有例外 作为白相宣传部的负责人 她也是酒桌上的老手 寻常三五个男人都不一定能将她喝醉 除非她自己想醉 而此时面对宋益 曾华芳的眼神里就有了些许醉意 这样的眼神宋益早已见怪不怪 心里并没有丝毫不懒 毕竟对于这种事业型的女强人 其实跟萌妹子是一个道理 除了能干 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干 因为白天拍摄吃了大量的泡面 宋益只是简单吃了几口 就提前离场了 有她在饭桌上 所有人的谈话中心 就只会一直围绕着她 就算是喝酒也难以放开 为了让大家更静心 宋益主动辞别了曾华芳和胡俊明等人 随后乘坐司机老张的车 直接回到了丰兰一品 次日上午 宋益又开始了 红星尔克的代言广告拍摄 相比于白相宣传片的吃戏 红星尔克广告 对演技的要求就更低了 但因为是运动服装品牌 除了在摄影棚的镜头外 还拍摄了几组户外运动的镜头 好在玄景和场地都早已准备妥当 而且就在地金市区 宋益同样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完成了拍摄任务 第150章 电影 因为提前结束的拍摄工作 宋益未来两天反倒无事可做 干脆将电影《活埋》的剧本 整理了出来 之所以选择这部电影 主要是因为他的投资非常小 而且拍摄进度也很快 只要工作组和道具准备到位 宋益估计最多只需要三天 就可以完成拍摄 如果不考虑知名大导演 整部电影的制作费用 甚至不会超过50万 即便是加上宣传和院线的渠道 这部电影的收益率 也绝对是最高的 而一个人出演一部电影的噱头 不光能为宋益带来大量的票房 还能迅速提高 他在电影圈的知名度 这对他让国产电影 走向世界的计划至关重要 检查完剧本后 宋益直接走进了许云的办公室 小宋 你怎么过来了 找我有事 见到宋益主动前来 许云很是意外 虽然两人的办公室隔得很近 但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许云去找宋益谈工作 却很少见宋益主动来串门 云剑 你看看这个剧本 我想试试拍电影 宋益微笑着 将剧本递给了满脸惊讶的许云 你还会写剧本 相比于宋益想要拍电影的想法 更让许云惊讶的 是宋益居然想拍自己写出来的剧本 歌手跨界做演员的事情 在娱乐圈非常普遍 此前唐朝公司也曾询问过宋益 是否有进军影视圈的意愿 但被宋益以工作太忙为由 给拒绝了 现在宋益有进军影视圈的的想法 许云自然也非常支持 更何况宋益这两天 在摄影棚里的惊人表现 他也有所耳闻 但因为没有亲眼见过 许云只当是其他人故意夸大 活埋 只是看到剧本的名字 许云已经被深深吸溢 活埋 讲述的是一位名叫罗杰的卡车司机 意外遇袭 醒来却发现自己身处 一个棺材里 必须利用身边有限的道具 想方设法逃出升天的故事 当罗杰在地下三米深的弟弟 苏醒过来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置身在这里 与罗杰一起被埋起来的 有手机 打火机 手电筒 荧光棒 小刀 酒壶和笔 罗杰慢慢地 将所知的线索拼凑到一起 手机只有一点点可怜的微弱信号 而且 电量很快就要用光了 希伯的氧气供应 很快就变成了罗杰最可怕的敌人 逼迫着 他在这样一个紧闭的空间里 与时间赛跑 争取一切能够重见天日的机会 他不得不克服恐慌 绝望和精神狂乱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被活埋和憋死之前 罗杰只剩下90分钟的时间 宋义 将电影的人物背景 适当地做了修改 这部一个人参演的电影 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剧情 真正引人入胜的 是由演员本身的情绪变化 来牵动观众的神经 在狭小昏暗的棺材里 罗杰每一次希望的升起和破灭 都能够让人感同身受 而罗杰最后的结局 也让人感觉到窒息和心疼 许云并不是专业的电影人 但看完宋义的剧本 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原本 他以为宋义的剧本 只是玩票性质的 如果宋义真要想进军电影行业 有大把的剧本等着他挑选 而剧本的好坏 也直接决定了电影的收益 即便是上亿成本的大制作 如果剧本不过关 那也只会血本无归 如果是一些宏大的拍摄场面 或者大制作 他还真需要好好考虑考虑 但按照宋义剧本中的描述 整部电影就只需要他一人出演 那制作成本 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根本没有投资失败的风险 但随即 许云又对宋义的演技 产生了担忧 小宋啊 这个剧本很新颖 电影就靠演员的演技 来带动观众的情绪 这对演员的演技要求非常之高 你 这种类型的电影 就算是影帝级的演员 都不一定能够胜任 更何况宋义还是一个 完全没有电影经验的新人 我想试一试 感受到许云的担忧 宋义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道 许云本来还想劝宋义三思 但随即又想通了 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亏本的风险 又有宋义的名气打底 票房怎么说也不会太差 唯一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宋义的演技实在太差 那就有可能招来部分影迷的谩骂 这样会对宋义的名声 造成不良的影响 但这些都是后话 既然宋义想要尝试 那不妨等电影拍摄完后 等唐朝公司召开高层会议 看过样片后再决定也不迟 想通这一关节 许云直接起身说道 既然你想尝试 那我们就试一试 我马上就去找影视部的余总监 让他帮你筹备一个拍摄剧组 不过正式开拍 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 等此一演结束后 你还要到芒果台参加 我是歌者 明月大典 这边也需要你到场支持 总之最近的档期还是比较满的 听到许云的安排 宋义也很是无奈 事实上 还远不止这些事情 还有许多慈善机构 和官方的音乐活动 都在邀请他出席参加 就连母校西南大学 也发来了邀请 希望宋义能去参加 九月初的开学典礼 给新入学的学弟弟妹们 一些激励 而邀请函上的署名 赫然还有雾都市政府 对于雾都政府和母校的联名邀请 宋义也不得不重视 连忙让黎珊珊查了一下档期 发现当天 刚好是 我是歌者 的开赛日 本以为在这种情况下 婉拒这份邀请 也是情理之中 谁知郑良才大手一挥 当场承诺 可以更改学校开学典礼的日期 直接将开学典礼 往后延了一天 这下宋义不去 也得去了 哦 还有 这次慈善一眼参与的歌手非常多 我们公司里选出了八位歌手 外界挑选出的歌手更多 会持续时间太长发生安全隐患 每位歌手只有一首歌的演出时间 剩下的演出时间 全部都留给你 你需要计划一下演出的曲目 站在唐朝公司的角度 自然是想多捧自己公司的艺人 但外界也有许多地位不俗的歌手 对方主动要求免费出演 唐朝公司也要多方面衡量 而这十五位歌手 就已经是唐朝公司多次筛选过的 不然参演的人数 还会更多 另外有几位歌手提议 想让你专门创作一首慈善歌曲 到时候 二十多位歌手一起合唱 你看 许云看向宋毅 眼神中带着询问 虽然早已知道 宋毅的创作才华惊世骇俗 但毕竟离演出 只有两天的时间 他也不确定 宋毅能否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 听到许云的问话 宋毅沉思了片刻后 点头说道 好 这两天我会构思一下 嗯 你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写不出来也没关系 公司这边有备选歌曲 勉强也能用 另外 你的工作越来越忙 珊珊这边 已经无法完全兼顾到你的日常出行 我想再给你配一个生活助理 你意下如何 都说一个明星 就能养活数十人的团队 现在宋毅也是深有体会 黎珊珊作为经纪人兼助理 不仅要安排宋毅的工作计划 平时上下班 还要跟着司机老张来接送他 甚至出外景时 也要时时陪伴 实在是有些疲惫 这些宋毅也都看在眼里 就算是宋毅主动提出一个人出行 黎珊珊也放心不下 这就造成了 黎珊珊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 去整理通告和行程 好啊 这个公司看着办就好了 我没什么意见 为了给黎珊珊减轻负担 宋毅没有丝毫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回到办公室后 宋毅花了五十万慈善积分 解锁兑换了一首 明天会更好 随即就将词曲内容复刻了下来 并且用电脑做了份电子伴奏 一起发送给了许云 再由他 转发给众多参与演出的歌手 虽然这首歌的演唱并不复杂 但早一些拿到谱子 也能让大家演唱时更加熟悉 至于许云本人会如何震惊 宋毅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第151章 入场 8月25日 尽管是周四上班的日子 但地精凤潮体育场外 还是挤满了前来围观的人群 其中不光有等待入场的观众 还有大量没有买到门票的粉丝 他们不停地在体育场外四处奔走 只希望能从其他人手中 买到一两张高价票 而为了防止演唱会上发生意外 除了凤潮体育场 原有的安保人员外 地精市政府也早早调派上百名武警官兵 把守在现场 后场内还有数十位医护人员 在随时待命 而今晚参演的二十多名歌手 也全部准备到位 正在舞台上紧锣密鼓地排练 这里面有许多宋毅熟悉的面孔 比如唐朝公司自己的艺人魏茜 益成 杜松 张韶涵和陈宇晨等人 也有如王斐 李玉峰 张明昌和华仔等众多好友 另外还有一些没有合作过 但宋毅也曾听说过的实力派歌手 其中印象最深的 就是热衷于工艺事业的韩红 对于这些推掉了自己的商业演出 免费前来帮唱的歌手 宋毅也都表现得非常热情 待众人排练完 明天会更好 大家对宋毅量身定制歌曲的能力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全独有意无意地 向宋毅表达自己想要求歌的意愿 对此宋毅只能答复有时间在写 倒不是没有合适大家的歌曲 主要是害怕外界会被自己的写歌速度吓傻 在生意场上有一个词语叫 饥饿营销 宋毅现在也被迫玩起了这样的把戏 但跟商人多赚钱的目的不同 他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藏桌 下午五点 体育场各出大门 已经开始检票进场 十万人的进场与疏散 是一个硕大的工程 更何况还有一些没有买到门票的粉丝 企图用自制的假门票门混过关 为此还发生过几次骚乱 但在鹤枪实弹的武警面前 就算是再狂热的粉丝 也迅速恢复了理智 而此时数十名歌手和乐手 以及更多的工作人员正聚在后台吃盒饭 韩红主动坐到了宋毅身边 微笑着说道 小宋老师 我对你的为人非常钦佩 很早就想来拜访你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今天总算能够合作了 在宋毅面前 韩红丝毫没有乐坛前辈的架子 反而表现得非常谦和 韩红老师客气了 你是我的前辈 要说拜访也该是我主动上门才是 哈哈 小宋你太谦虚了 在你面前 哪还有人敢以前辈自居 如果不介意 就直接喊我一声韩姐吧 韩红很是豪爽的 将手臂搭在宋毅的肩膀上 完全看不出 两人是刚刚见面的样子 反而像是相处多年的老友 只是宋毅一米八的个子 让两人的姿势 显得有些怪异 你写的这首 明天会更好 真的太棒了 旋律平和 却催人泪下 绝对是历年慈善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韩姐过奖了 你的歌我也非常喜欢 特别感谢你 这次能来帮忙捧场 听说为此 你还推掉了一场 特别重要的商业演出 听出宋毅话语中的歉意 韩红满不在意地说道 嗨 一场演出而已 没了就没了 但你这次的慈善一眼 我如果不能到场 我可要遗憾很久啊 见周围的工作人员和歌手 都向这边看来 韩红将宋毅 拉到后台角落处 巧声问道 小宋 听说你同意了芒果台 我是歌者 得演出邀请 这件事情是真的假的 虽然节目还未正式开播 但芒果台早已经开始了宣传预热 但宣传片中 只说了参赛选手大排云集 却并未透露具体的歌手信息 为此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是真的 韩姐你问这个干嘛 芒果台也给我发邀请韩了 报价还挺高 不过 我对这种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没太大兴趣 但如果连你都能放下身段去比赛 那我也没必要端着了 回去就让经纪人同意邀约 对于很多成名歌手来说 参加竞技类比赛 有许多的风险 如果一个发挥失常 很可能晚节不保 所以对于韩红的心态 宋义非常能够理解 当初芒果台 给他开出2000万每场的天价邀约费时 宋义就已经料想到了这一幕 以宋义目前在乐坛的名气 只要将他参加节目的消息 跟其他歌手一透露 对方同意邀约的概率 就会大大增加 就连邀约费用 也会因此降低许多 晚上7点 凤潮体育场内人山人海 十万人的观众区上座无虚席 喧闹无比众多摄像头 也将现场画面 同步传导到了国内外的直播间里 开始了开始了 可惜没有抢到票 只能在家里看直播了 兄弟们 送一大大的第一场演唱会 小礼物刷起来 麻辣个鸡的 下午我自己做了一张假门票 本来想混进会场的 结果被验票员瞬间识破 差点就被武警突突了 不至于吧 人家武警同志 也不是不讲道理的 这点问题 怎么可能要你的命 不是啊 我被识破了之后没承认 硬要往里闯 还放倒了两个保安 哈哈 少侠好身手啊 不过你也算挺幸运的 这样都没进橘子里 包吃包住 我现在就在看守所里看直播啊 警察同志也是送一大大粉丝 允许我用手机看直播 刚刚在所里 吃了开水白菜下馒头 轻轻肠胃也挺好的 当减肥了 兄弟居然如此勇猛 这份随悦而安的心态 太让人佩服了 演出还未开始 国内直播间里 就已经涌入了近千万的粉丝 而斗音的海外直播间里 也已经有了一百多万的 海外华侨 正在观看 这次直播 唐朝公司将转播权 独家授权给了斗音平台 而条件 就是直播间里 获得的一切礼物收益 平台都不会进行抽成 对于一直想扩大 海外直播市场的斗音来说 这无疑是送上门来的好事 不花一分钱 就能利用宋益的名气 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别说是礼物不抽成 就算是倒贴给宋益一笔费用 斗音公司也愿意 特别是海外的直播市场 要知道 因为宋益的钢琴曲和 《我的龙国心》等爱国歌曲 宋益现在已经成了各国海外华侨中 知名度最高的龙国艺人 一听说宋益要召开慈善演唱会 无数海外华侨蜂拥而至 虽然能够到现场来支持宋益的同胞很少 但大家都希望 能通过直播刷礼物的行为 为灾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152章 开演 在万众期待中 宋益身穿正装 缓缓走上了巨大的舞台 作为演唱会的发起人 他也是这场晚会的主持人 为了表现得更加专业 宋益还专门花了50万慈善积分 兑换了精通级的主持技巧 之所以没有兑换更高级的技能 是因为宋益没有往主持方面发展的意愿 仅仅只是应付演唱会上的衔接工作 精通级的主持技巧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而看到宋益出场的观众 也仿佛着了魔一般 集体站起身来 大声呼喊着宋益的名字 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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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男神你今天好帅啊 胡说 宋益大大 哪天不帅 直播间内也是各种弹幕漫天飞舞 观看人数也在急速上升 感谢大家的远道而来 也感谢直播间里众多网友的热烈支持 宋益对着舞台四周的观众鞠躬致谢 这份谦卑的态度瞬间又吸引了无数粉丝 今天这场演唱会虽然是我发起的 但参与演出的却不仅仅是我 还有众多新系灾区的歌手 今晚这场演唱会获得的所有收益 都将通过地金市政府捐献给寄生水灾的受灾群众 我希望直播间里的粉丝朋友们量力而行 慈善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值得我们践行一生的事情 听到宋益这番话 现场网友瞬间沸腾 虽然此前早就听说 宋益会将演唱会的所有收益捐献出去 但轻而听见宋益说出这段话 还是让众人由衷地佩服 现场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坐在台下看表演 而是一边看演出 一边掏出手机不停地点着小礼物 此时国内的直播间里观看人数 瞬间突破了2000万人 而且还在不断上升 哇哦 别人开直播都是劝我们多刷点钱 只有宋益大大限制我们刷礼物 这也太温暖了吧 冲冲冲 宋益大大太有爱了 这一元小礼物的限制也太狠了 我刚刚已经点了五分钟 才送出200块钱的礼物 连个火箭都买不到 兄弟你一看就是有女朋友的人 手速也太慢了吧 我五分钟都刷了上千元了 每秒三下完全没有问题 真猛啊 你这没有二十年的单身经验 绝对做不到 兄弟们 男人太快了也不是好事 都克制一下 没听宋益大大还在劝我们吗 哎 真希望宋益大大开通一个慈善账号 我直接转十万块钱进去 把钱交给宋益做慈善 我非常放心 这么一只点太累了 卧槽 大老妹太有钱了吧 说十万块的语气 跟我说十块钱一样 呜呜呜 忍不住留下了贫穷的泪水 这场演唱会 预计在三小时左右 就算是以秒钟计算 也不过才一万多秒 如果以每秒一次 且不间断的频率刷礼物 大概能送出一万元左右的礼物 这笔钱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但正在观看直播的 还有许多商业大亨和富二代 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刷礼物的速度 简直堪称归宿 连他们平时看直播 刷礼物的零头都赶不上 而且三个小时不间断的点击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 为此 各地都出现了离奇的一幕 地经云梦庄园内 王冲四人已经到现场观 看起了演出 却提前吩咐了管家 召集了上百位公司员工 来到这里 此时上百人 就聚集在别墅的大厅里 王少和成少已经吩咐了 你们每个人的账号里 都充了三万块钱 不送完 今天不许下班 管家看向 像低头苦干的众人 大声说道 如果有提前送完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申请 会有额外的奖金发放给你们 听明白了吗 明白 众人一边刷着礼物 一边回应经理的问话 对于请人刷礼物 还额外给奖金这样的事情 他们活了几十年 都从未见过 起初众人都以为这份工作 挣钱会非常轻松 每送出一万块的礼物 他们都可以拿到一百块的提成 动动手指 就能挣三五百块 对他们来说 简直不要太幸福 直到开始工作十分钟后 他们才发现 自己的手指根本就坚持不了 就算他们可以坚持 他们的手机 也很快就出现了卡笨 速度根本就提不起来 而这相似的一幕 还发生在许多的地方 宋义拒绝了众多好友 直接转账的要求 他不希望大家 因为他的原因 才去做慈善 所以大家都只能请人带刷礼物 对于王冲等人来说 就算宋卫 此出三五百万的礼物 也丝毫不会感觉到心疼 毕竟王冲是一个人看直播 都能为宋义 狂刷两三百万的男人 更何况现在 是四个人平摊 今晚第一位出场表演的 是我们唐朝公司的一位新人 随着宋义的声音再度响起 现场观众的尖叫声 稍微降低了一些 他虽然还会正式出道 但我相信 他将来一定会成为 非常优秀的歌手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为我们带来 隐形的翅膀 听完宋义的介绍 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宋义的演唱会里 会出现这样一个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人 直到看见舞台上方的 三百六十度大屏幕上 展示着的歌曲信息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歌曲 隐形的翅膀 演唱 张韶涵 作词 宋义 作曲 宋义 编曲 宋义 哄 看到这一系列的信息 两千多万人的直播间 直接就闹翻了天 哇卡卡 没想到演唱会刚开始 就能听到宋义老师 创作的新歌 这也太顶了吧 爽爽爽 宋义大大 居然又创作了新歌 她的音乐创作 真的没有瓶颈的吗 演唱会里唱新歌 恐怕也只有宋义大大 才做得出来了 这小姑娘从来没听过呀 不过长得还算漂亮 不知道唱功怎么样 能让宋义大大 帮忙定制歌曲的 一定有独到之处 有些期待这首歌了 在今晚参与演出的 二十多位歌手中 论起歌坛资历 张韶涵 杜松和陈宇晨 这三组新人 显然是最低的 但由于他们 与宋义交情颇深 而且都是唐朝公司 正在力捧的新人 在今晚这样的场合 自然会给他们 留下一席之地 但都只能作为晚会的 排头兵打头阵 而与宋义同样交好的猛虎 和刚刚成立的地精F4 他们虽然也想要 加入这次演出 但几人都知道 自己不算是正经出道的歌手 如果主动向宋义提出邀请 只会让宋义难办 甚至因为王冲四人的 纹固之名 还会给宋义招来不少骂名 所以几人很是默契地 没有提及此事 只是托宋义的关系 预定了几张的 最前排位置的门票 此时张成 何雪和王冲等一群人 就坐在舞台的最前方 看着缓缓走上舞台的张韶涵 众人的眼神中 竟然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舒缓的音乐声响起 身穿洁白连衣裙的张韶涵 明显有些紧张 但为了不辜负宋义的期望 张韶涵还是在 努力平复自己的心绪 不用紧张 放心唱就行 耳脉中传来宋义温暖的提示声 张韶涵心中的紧张 顿时荡然无存 比起宋义的期待 就算是十万人的眼光注视 也显得无足轻重 自己又有什么理由 去紧张呢 缓缓吐出一口气 此时前奏也刚好到位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待我飞 飞过绝望 张韶涵独特的温柔嗓音 传遍全场 旋律并不复杂高亢 但仅仅只听了一遍 就已经给人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 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 就飞多远吧 优美的旋律 携带着简单直白的歌词 带给人希望 温暖与安定的力量 这是一首民谣风格的励志歌曲 在张韶涵甜美 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下 带给听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收起了声音中的锋利 多了几分温情和治愈 甚至是轻快到接近儿歌的形态 告诉人们 要坚强地面对人生 第153章 文化 被小姐姐的声音圈粉了 真的好温柔好治愈啊 难怪能让颂一大大量身定制歌曲 而且这么看好她 这声音爱了爱了 没想到颂一大大写 民谣风格的歌曲也这么强 歌词很励志啊 听完整个人都阳光了许多 希望那些被洪水摧毁家园的老乡 能振作起来 生活的阴霾总能够走出来的 不妥协 不退缩 这大概就是颂一大大创作 这首歌曲的初衷吧 加油 愿大家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不管有多少困难 只要坚持下去 总能遇过天晴的 想单曲循环了 可惜没有录制版本 小姐姐赶紧出道 我好像听出了小姑娘声音里的倔强 要加油啊 演唱会第一首 就是高品质的新歌 不愧是你颂一 第一次登台演出 就是站在十万人的面前 直播间里 还有数千万网友正在观看 即使是有颂义的鼓励 张韶涵还是有些紧张 看着面前人山人海的荧光棒 张韶涵索性闭上了双眼 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 想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 张韶涵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已经离婚 留下张韶涵跟着外婆一起居住 这让他从小就对父爱和母爱极度渴望 只可惜 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 都没有给过他多少关心 而现在才刚刚毕业 进入唐朝公司 他的母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向他索要高昂的生活费 而这一切都让他对家人感到失望 甚至险些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宋毅 宋毅的歌曲和言行 不仅给张韶涵带来了精神上的力量 更是因为一杯奶茶 帮助他走出了生活的困境 给了他一飞冲天的机会 即使是面对母亲无休止的索取 他也终于有了一丝应对的信心 他将自己复杂的情绪 统统传递到了歌声之中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 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让自己想象 异曲唱罢 张韶涵缓缓睁开了紧闭着的眼睛 全情投入的表演 让所有人都听出了 他声音里的倔强与感动 体育场内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大家似乎对这位 从未听过的新人演出 很是满意 直播间里不断闪现泪幕的字样 弹幕上的礼物 也从未间断过 看着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 张韶涵激动到险些落泪 直到看见宋毅走上舞台 他才缓缓转身走向后台 谢谢张韶涵的精彩演出 相信大家都从他的歌声里 听出了他的倔强与坚韧 祝福他和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听到宋毅的声音 现场氛围更加高涨 无数人站起身来 大声呼喊宋毅的名字 接下来有我的好朋友陈宇辰 为大家带来一首《龙国话》 也希望大家 能够对我们龙国的文化充满信心 不要重扬媚外 因为我们华语才是最屌的 宋毅质地有声地 说出了这段话 这是他心中的期许 也是他心底的呼喊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国家之间的文化入侵和防御 已经上升为国策问题 而在流行音乐方面 龙国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 当我们还在争论 摇滚与民谣哪一个更高级的时候 外邦文化已经悄然完成渗透 欧美风 日韩留在年轻一辈中盛行 也不断改变着他们的价值观 很多龙国人 不光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 甚至还带着一种盲目的鄙夷 长辞以往 龙国的传统文化 必将遭受到巨大的冲击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 年轻一辈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 未来又将是何等模样 宋一不知道 也不敢去想 但他想要改变这一现状 不只是抵御别国的文化入侵 他还想让龙国的文化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用文化的力量 去改变世界对龙国的认知 祖国复兴 不只是经济上的腾飞 更是文化上的重新崛起 而想要实现这一切 就需要先改变龙国现有的乐坛风气 再培养一批优秀的文化宣传者 将他们输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让我们从文化交流的防守方 变成进攻的一方 而宋一提出 明月大典的构想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或许在其他方面 他改变不了什么 但在音乐和电影方面 他拥有一整个世界所有的文化结晶 完全可以对外邦文化 形成碾压姿态 道足且长 但行则将至 既然文娱新国系统选择了自己 宋一将义无反顾地带头冲锋 观众席上掌声雷动 无数人为了这句话热泪盈眶 而直播间里也不断发来弹幕 华语才是最屌的 这句话简直太帅了 正是因为这一理想 宋一大大才会炮轰小鲜弱 却也招惹下了无数敌人 日寒到现在都还在使用我们的汉字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崇拜寒流 这才是值得我追随的明星 大大加油 双胞胎姐妹出来了 简直不要太可爱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身穿齐齐短裙的陈嘉轩姐妹 一起走向舞台 扁单宽 板凳长 扁单想绑在板凳上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 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 学评赏去入的变化 平平泽泽平平泽 好聪明的龙国人 好优美的龙国话 尽管很多人已经听了这首歌无数遍 但现场听到两姐妹演唱这首歌 还是让人感觉到振奋 两姐妹青春靓丽的外形 带给众人视觉上的享受 而充满着文化自信的歌词 也在印证着宋一钢材的一番话 随着龙国经济的崛起 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 学习我们龙国的语言和文化 孔子学堂也在海外生根发芽 在这样的优势条件下 我们反而被邻近的小国文化入侵 这不是几千年来最大的笑话吗 在陈与陈演唱结束之后 杜松 益成 王斐 华仔 韩红等人 依次出场 他们或演唱自己的拿手歌曲 或翻唱颂艺创作的其他歌曲 都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 特别是张明昌演唱的 《我的龙国心》 再次让无数海外同胞感动落泪 杨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龙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落上龙国印 长江 长城 黄山 黄河 在我心中中千斤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轻 歌词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复杂感情 描述得淋漓尽致 他们或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 或者是祖辈被当作奴工 贩卖至此 身上穿的虽然是洋装 但内心却一直都是纯正的龙国心 每逢龙国各地遭遇到巨大灾害 我们总能看到世界各地同胞 送来的帮助 而跟国内直播间不同的是 海外直播间里的礼物限额是一美元 虽然也只有六块多人民币 但每刷一次就相当于国内网友六次有余 而不知不觉间 海外直播间里的观看人数 已经突破到了五百多万 这里面不光有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 还有宋益的钢琴粉丝 当听说宋益召开了直播演唱会 而且还是免费之时 许多人都争相来到直播间 期望能看到宋益弹奏钢琴曲的画面 虽然这部分人还不算太多 但也算是宋益的文化战略 取得的初步成果 第154章 斗音 待所有嘉宾演唱结束 整场演唱会已经过去了两个半小时 许多观众早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但当看见宋益背着电吉他 缓缓走上舞台时 所有人还是立刻从座位上站起 尖叫声和呼喊声不绝于耳 直播间里也瞬间炸开了锅 来了来了 终于来了 真正的演唱会现在才刚刚开始 看网络直播都把我累得够呛 现场的朋友又是鼓掌又是尖叫的 不得累趴下啊 你不懂 人的潜力无限的 看到宋益大大 谁不得加速分泌点肾上腺素 能量这不就来了吗 哇卡卡 其他歌手的表演也很棒啊 真是太精彩了 哎 刚开始自己刷了2000块礼物 把我累抽筋了 现在交给我6岁的女儿帮我刷 告诉她 刷完1万块 给她奖励100元 看她能刷多少 留给孩子的时间不多了 怎么可能刷得了1万块 你这样会失去宝宝的 当心等你老了 她把你氧气管子 宋益背着吉他刚刚登台 就已经有数位现场观众 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晕倒在地 另外还有部分观众因体力不支 被医护人员强行带离现场的 两个半小时的持续兴奋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扛得住的 今晚 我为大家准备四首老歌和一首新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一首 火车驶向云外 梦安魂与酒消 在宋益创作的众多歌曲中 这首歌的名气并不算太大 除了在狂傲酒吧中 宋益演唱过一次之外 事后连正式版本都没有录制过 甚至还有许多粉丝 没有听过这首歌 但宋益却非常喜欢这首 充满摇滚气息的歌曲 此时有了大师级的演技加深 宋益在舞台上的表现里 更加深入人心 所谓歌曲演唱 就是言语唱的结合 歌手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 以及面部表情的转换 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而听现场表演的魅力之一 也正是可以看到 歌者在舞台上的所有表现 此时在宋益身后 还跟着一组数十人的乐队老师 他们承接着 今晚所有演出的伴奏工作 宋益手中的电吉他率先响起 十万人的体育场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望着舞台上的身影 眼神迷离 不愧是音乐大师 看宋益大大玩乐器 简直太享受了 仅仅是吉他独奏 我都能看上一整天 这样子实在是太帅了 都说专注的男人最有魅力 这句话在宋益大大身上完美呈现 兄弟别想歪了 宋益大大的魅力 来自于他本身 跟专不专注没关系的 宋益大大本来就帅 玩乐器的时候就更帅了 长达一分钟的吉他独奏 丝毫没有让人感觉到枯燥 反而让现场的氛围更加热烈 宋益经验的表现 让大家对摇滚乐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摇滚并不只是声嘶力竭的嘶吼 同时也是对情感最直接的表达 身后的众多乐器纷纷加入 宋益经过宗师及唱功加持的嗓音 也传遍了体育场的每一个角落 我那些残梦 灵异久消 图盲慢奋斗 满目苍愁 在宿命身后不停挥手 誓死如归仇 毫无保留 第一段主歌结束 众人仿佛听到了宋益 曾经的迷茫与困顿 也听出了他誓死如归般的决心 为了心中的理想 虽千万人无意亡以 在宋益登台之后 海内外的直播间人数不停疯涨 国内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四千万人 即便是海外直播间 也瞬间突破到了一千万人 看着不断飙升的注册数据 逗音官方的负责人 笑得合不拢嘴 与宋益之间的合作 显然已经成了他们 打开海外市场的一把利剑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宋益在国际上 名气的不断提升 谁能掌握宋益以后 演出的海外直播权 谁就抢先占据了巨大的优势 想到这里 负责海外市场推广的白成文 兴奋莫名 给公司总部发函 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将宋益的直播演出 绑定在我们公司 最好是能签下一份主播合同 白成文的想法很简单 不求宋益像其他主播一样 暗示直播 但一旦有重要的演出 或者演唱会 都能够使用斗音平台进行直播 这会为他的海外市场推广 提供巨大的助理 白经理 这 宋益老师这样的咖位 签直播合同怕是不容易吧 一年的签约费用 起码在一亿以上 在助理看来 现在公司跟宋益合作的好好的 虽然无法对礼物进行抽成 但好歹公司不用花一分钱 如果要按照白成文的思路去做 公司不仅要延续现有的无抽成政策 还要白白给宋益 送一份天价的签约费用 这怎么看都亏本的 你认为宋益的直播授权 不值一个亿 白成文对助理的短视 有些失望 这个价码 宋益和唐朝公司都不一定能答应 你只管向总公司传达我们的意愿 至于具体怎么决策 自然由总公司权衡利弊 直播行业日新月异 并不是我们斗音一家独大 搞不好 现在已经有其他直播平台 找上唐朝公司了 听到白成文的分析 助理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随即就出去传达白成文的意见了 而事实也正如白成文预料的那般 在两人谈话之时 豆沙和雅虎的电话 已经打到了唐朝公司 大家都敏锐地发现 只要能顺利签下宋益的直播权合同 就算宋益一年只直播这么一两次 也能将大量的用户 牢牢锁定在平台里 其他好处更是多不胜数 在得知宋益并未与豆音公司 签订长期的直播合同后 几大公司的负责人纷纷激动不已 为此几大直播公司之间 又再度开启了一场价格大战 而这一切 暂时都不在宋益的思考范围 他正全身心地 投入到自己的表演中 黑色的不是夜晚 是漫长的孤单 看脚下一片黑暗 望头顶星光璀璨 探视万物皆可盼 为真爱最短暂 失去的永不复返 是手盒金被还 副歌的高潮部分响起 略带沮丧的歌词 让人感受到了宋益曾经的孤独与落寞 但即便脚下是一片黑暗 抬头依然可以看见灿烂的星空 也是在此时大家才意识到 宋益一路走来 并不是一直都一帆风顺的 他也曾做过两年的街头艺人 也曾为了五百块的演出费用 跟杜松一起兴奋不已 只有一直心怀理想 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摇旗呐喊的热情 邪光阴渐远去 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总有人正年轻 歌声止线 随着一段超然的乐器演奏声 终于演唱结束 现场响起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和尖叫声 这就是摇滚乐的魅力所在 歌手在台上宣泄自己力量的同时 台下的众人 也仿佛能从中获得新的力量 第155章 理想 简直是神仙歌词啊 又丧又励志 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总有人正年轻 有点感触 妹子不会永远18岁 但永远有18岁的妹子等着我 兄弟们加油奋斗啊 看宋益大大唱摇滚 简直太享受了 要是能在现场就更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摇滚音乐啊 阵笼发聩 又引人深思 桂球送一大大出一张摇滚专辑 销量肯定突破天际 这歌曲听现场绝对燃爆了 可惜大大的公开演出太少了 门票好难抢啊 肯定然啊 没看到好几个女的都激动的昏厥了吗 心脏不好的兄弟 就不要跟我抢门票了 有生命危险啊 有没有 可能是被大家的口气熏晕的 十万人齐声大喊 那酸爽简直不敢想象 兄弟们别光顾着聊天 小礼物刷起来 虽然前来帮唱的嘉宾名气都不小 但直到宋益出场 整场演唱会才算是真正开始 不管是体育场还是直播间 所有人的情 续都被宋益的歌声点燃 部分观众不顾安保人员的警戒 用尽全力向舞台上方冲去 就为了给宋益献上一束花 或者一个拥抱 宋益有心想要跟这些漂亮可爱的粉丝 亲近一波 但巡逻武警和安保人员 出于对宋益的安全考虑 还是将所有企图越线的观众 纷纷拦在了舞台下方 谁也不知道 这里面是否有人具有攻击性 毕竟宋益树敌太多 一些资本集团 甚至已经对他起了杀心 更何况 还有许多外邦的力量 在蠢蠢欲动 谢谢大家的捧场 今晚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是 孤勇者 感受到全场观众的热情 宋益心里也有些激动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已经非常熟悉 如果可以 我希望大家 能够与我一起和唱这首歌 随着宋益的话音落下 刚刚安静片刻的体育场内 再次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经过这段时间的发酵 孤勇者 已经从线上火到了线下 不仅有众多歌手进行翻唱 还有许多明月爱好者 用唢呐 二胡 竹笛等传统乐器进行演奏 他们利用明月特有的厚重感 将这首歌的苍凉与悲壮 演绎得淋漓尽致 同时 还有许多网友 将其制作成军方 缉毒警等职业的宣传曲 那些精挑细选的画面 无不让人动容 除此之外 孤勇者还受到了小学生的集体热爱 甚至一度成为小学生的街头暗号 而这首歌的火热程度 不仅是在国内 在国外也大受追捧 充满层次胆的编曲 和利益深远的歌词 让许多太阳国网友 奉为热血日慢的战歌 甚至已经有太阳国的歌手 向唐朝公司购买了 《孤勇者》的改编权 将这首歌 翻唱成了日语版 仅仅只是 《孤勇者》这一首歌曲 就已经让唐朝公司收获颇风 而华语歌曲的反向输出 也正是宋益想要看到的结果 期间还有好几个大型游戏公司 找上门来 开出了天价 想要用《孤勇者》 作为游戏的背景音乐 但都遭到了宋益的言辞拒绝 毕竟这首歌 已经成了官方指定的消防主题曲 如果再将其授权给游戏公司 无疑是对官方威严的亵渎 钱财虽然让人心动 但宋益却不缺赚钱的手段 没必要为了将这首歌的羊毛薅尽 影响与官方建立起的好感度 音乐声响起 宋益刻意压低的嗓音 也随之传出 都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你的 不同 你犯的错 宋益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全场就已经轻声跟着唱了起来 相比于副歌部分的高潮 前段的主歌部分 演唱难度其实更大 一首歌曲的高潮部分 往往很多人都会唱 但前段的主歌 却很少有人记住 可当宋益开口后 全场所有人都跟着哼唱出声 这也足以证明 今天到场的十万人 全部都是宋益的忠实粉丝 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治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赌命运的枪 爱你和我那么像 缺口都一样 歌曲来到第一段的副歌部分 宋益索性将话筒 对准了观众区 十万观众看到宋益的举动 顿时唱得更加卖力 就算他们的声音 根本就得不到话筒的加持 但依旧声势浩大 直到体育场外几百米远 歌声才渐渐消失 战啊 战啊 你最卑微的梦 这那黑夜中的乌夜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歌曲来到真正的高潮 所有人已经不满足于坐在原地 纷纷站起身来 跟着宋益齐声吟唱 此时大家脑海里闪现的 不光是那些年轻的战士和缉毒警 也有很多人想到了自己 他们也曾拥有 卑微到不敢对外言说的梦 他们没有战袍 却要被迫出征 与战士不同的是 他们要上的并不是战场 而是生活的试炼场 许多人的工作 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 他们没有站在聚光灯下 被人歌颂赞扬 但每一个艰苦奋斗的人 都是生活里最大的英雄 哦哦 太可惜了 为什么我没有在现场 贫穷时我们在直播间里相遇 我已经开始存钱了 下一次送一大大开演唱会 我无论如何都要参加 没用的兄弟 你以为有钱就能买到票吗 我想下一次只会更加难买啊 我刚刚没忍住 跟着大家一起唱了起来 声音还特别大 被合租女士又给报警投诉了 真惨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咋直接就投诉了 兄弟你这女室友 不会是昆昆的粉丝吧 好像还真是 她还是爱困团的一个 千人粉丝群的群主 看来我要换房子住了呀 兄弟别啊 去征服她 然后策反她 把她手底下的一千粉丝 也给争取过来 有道理 说干就干 我发誓我绝不是 缠他年轻的身子 而是要纠正 无知少女的价值观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去了兄弟们 兄弟把握好尺度 违背妇女意愿三年起步 雇佣者演唱结束之后 宋义又演唱了 沧海一声笑 和黄种人 唐朝公司提前为观众 准备了大量的荧光棒和灯牌 众人随着歌曲旋律 一边合唱 一边用力挥舞着手臂 那壮观的场面 让海内外数千万粉丝 向往不已 而作为主人公的宋义 反而成了最轻松的一人 现场一片喧闹 舞台中央的宋义 也已经满头大汗 结果后台工作人员递来的矿泉水平 宋义直接给头顶 来了个透心凉 石起刚刚放在地上的电吉他 宋义大声地说道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带来 今晚最后一首独唱歌曲 它的名字叫 《追梦赤子星》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记得最初的理想 第156章 赤子 随着宋义的话音落下 体育场内 再度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无数观众站起身来 欢呼宋义的名字 数千万人的直播间里 弹幕与礼物不断刷屏 又是新歌 居然又是新歌 几乎每一次演出 宋义大大总是能带给大家新的作品 这到底是什么创作速度 算上 隐形的翅膀 这已经是宋义大大今晚第二首原创新歌了 一场演唱会 发布两首新歌 恐怕也只有宋义的才华 才能这样肆无忌惮吧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 这就已经是今晚最后一首歌曲了吗 等等 大大好像说的是最后一首独唱歌曲 难道等会还有合唱歌曲 盲生 你发现了华点 兄弟们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小礼物刷起来啊 全力冲刺一波 不愧是我唯一的男神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这辈子我非你不嫁了 呸 渣女 刚刚看华仔的演唱 你也是这样说的 只要老公换得足够快 我就没有空窗期 来了来了 宋义大大拿起吉他了 难道这又是一首摇滚歌曲吗 演唱会进入了倒计时 直播间里的观看人数 却不降反声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宋义即将带来的新歌 缓缓吐出一口气 宋义将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最佳 接连三个小时的主持和演唱 让他的体力有些消耗过度 但演唱这首歌的精髓 就是要这种筋疲力尽 却仍不放弃的状态 随着宋义手中 电吉他发出声响 早已准备多时的架子鼓 键盘 被丝等乐器 也立刻加入其中 充满鲜花的世界 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 那么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处理 不在乎它 是不是悬崖峭壁 倒计在舞台上方的大屏幕 不仅将宋义的身影投射出来 也充当着歌词显示器的作用 仅仅只听了两句 所有人就已经被这首歌 深深地吸引住 众人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苦苦追梦的身影 不管千难万险 不惧悬崖峭壁 他都始终在追寻着那个 充满鲜花的世界 而那个傲立于山峰之上的背影 也逐渐与舞台上 那个挺拔的身影重合 用力活着用力爱 哪怕肝脑涂地 不求任何人满意 只要对得起自己 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 听到这里 许多人已经忍不住眼含热泪 他们想到了 宋义此前经历的种种事迹 他一直用力地热爱 所有苦难中的人 即使肝脑涂地 即使遍体鳞伤 即使没有人理解与知晓 他依然无怨无悔 依然坚守本心 不求任何人满意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就算在最艰难的时候 他依然对生活中的弱者 抱有同情和怜悯 有人质疑 他用慈善来炒作自己 他置若罔闻 有人说他这样的行为太傻 他也只是玩耳一笑 两世为人的他 早已经有了自己的行事准则 外界的批判和夸赞 都不能更改他的意志 也许我没有天分 但我有梦的天真 我将会去证明 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较笨 但我愿不停探寻 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 此时的宋义 忘记了大师级的演技 也忘记了宗师级的唱功 他只是将自己的内心 全情投入到歌曲之中 宋义想到了自己 两年精飘的生活 他曾经是那么的热爱民谣音乐 就算不是科班出身 就算没有无与伦比的天赋 但他依然凭借着满腔的热情 在地精苦苦坚持了两年 为了不留遗憾 他愿意付出所有的青春岁月 而现场的十万观众 和数千万网友 也被这充满不屈意志的歌词打动 有人想到了自己 也有人联想到了舞台上的宋义 但却都不约而同的 双眼泛红 哦哦 为什么明明是一首励志歌曲 我却哭得稀里哗啦 宋义大大又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歌了 关于理想 他从未选择放弃 不求任何人满意 只要对得起自己 泪目了家人们 守护最好的宋义大大 愿世界能够善待于他 也许我没有天分 也许我手比较笨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宋义大大在凡尔赛嘛 是啊 凡尔赛大事无疑了 龙国史上最强的音乐天才 你居然说自己没有天分各种乐器 你都信手拈来 你居然说自己手比较笨 那我算什么 我这还算手吗 呜呜 别他妈下分析了 本来我只是感动到流泪 现在是伤心自卑到流泪 呜呜 宋义大大在谦虚 我们却当真了 主歌才刚刚结束 网络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大家纷纷笑骂宋义凡尔赛大师 或许只有坐在后台的杜松 和远在悟渡的父母 才能体会到歌词中的一切 都是宋义内心的真实应兆 跟往常一样 此时宋义家的碧水山庄内 聚集了附近前来观看直播的邻里 这似乎已经成了大家的传统和习惯 有人为此心生嫉妒 也有人为宋义感到骄傲 因为宋义的成名 给镇上的居民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 当宋义回乡度假时 也将这里的山水风景 一并传递到了网络上 许多人都慕名 来到这里休闲度假 人流量一多 连带着整个镇上 也跟着繁荣起来 雾都政府也对这里格外关注 想趁着宋义带来的名人效应 大力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业 为此 已经有许多的基础建设项目 提上了日程 面对这些实质性的好处 虽然依然有极度宋义一家的人 但却没人敢在公共场合里说闲话 这个世界向来是不患寡 而患不均 此前大家都穷得好好的 结果你摇身一变 成了日进抖进的大明星 很多人都无法坦然接受这一切 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外 又有几个人是真心希望 你过得比他好的 而舞台上的宋义 并不关心这些 他正在用生死历劫的嗓音 演唱着歌曲的副歌部分 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 生命的广阔 不利经磨难 怎能看到 命运他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 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筋疲力尽的嘶吼声 为这首歌度上灵魂 现场感兴一点的观众 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 继续跑 带着赤子的骄傲 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 怎能看到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纵情燃烧吧 有一天会再发芽 仿佛拥有着某种魔力 让众人跟着巨大显示屏上歌词 整齐地跟着唱了起来 直播间里的弹幕 也早已覆盖了整个屏幕 原来摇滚乐不止可以批判现实 还可以励志正能量 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 宋一大大这即是在唱自己 也是在勉励大家呀 命运他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 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这歌词写得太好 太催泪了 眼泪绷不住了家人们 宋一大大就是真正的赤子啊 吹爆这首歌全是神仙歌词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纵情燃烧 哦 原本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失去了锐气 听到大大这首歌 我又满血复活了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向宋一大大学习 永远赤子之心 永远热泪盈眶 第157章 纳兔 厦门市 一封动漫科技公司 一群头顶处反射着光芒的技术宅男 正满脸兴奋地 看着宋一的演唱会直播 林总 这就是最适合我们动漫的主题曲啊 是啊 既热血澎湃 又坚韧不拔 如果能得到送一只首歌的加持 《那年那兔》的播放量 绝对会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那还等什么 赶紧给唐朝公司打电话合作啊 几人不停摇晃着 坐在正中间的林朝 他是 《那年那兔》的原作者 也是季风动漫的老板 为了制作好 这部军事题材的爱国主义动画 林朝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并拉上了几位秃头好友 在一年前成了季风动漫公司 此时这部动画的第一季 已经基本制作完成 就等着最后的精修和主题曲敲定 就可以直接找播放平台谈合作了 这 见到这样励志的歌曲 林朝又何尝不想用它作为 《那年那兔》的主题曲 这部耗费了他大量心血的动画 就像是他细心呵护的孩子一样 当他们听到宋益这首 《追梦赤子星》时 就发现他与 《那年那兔》 第一季的历史背景 居然完美契合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有宋益名气的加持 他们这部小成本的动画 就已经提前红了一半 只有第一季的收视率达到及格线 他们才有资金进行第二季 甚至是第三季的制作 但为了不让大家抱有太高的期望 林朝还是说出了公司的现状 唉 公司账上已经没多少钱了 我留给主题曲的预算 只有不到十万 如果超过十万块 大家下个月的工资 恐怕都发不出了 说到这里 林朝一脸颓然 公司成立到现在 已经快一年的时间 虽然整个制作团队 还不到二十个人 但一年来的开销 还是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和银行贷款 只盼望动画上线后 能够给自己回一波写 不然公司就真的要破产倒闭了 但在动画上映之前 谁也不确定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十万块的主题曲预算 并不算低 毕竟他只是想要一首歌曲的 使用授权 但并不是独家 对于一般的歌曲 这个价格也算是不错了 但想要拿下宋益歌曲的 使用权限 却是有些不够看了 听到林朝的话 原本还激动不已的一群人 瞬间愁眉苦脸 林总 宋益这首歌 实在是太契合我们的动画了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我手里还有几万块的积蓄 你都拿去吧 算是我为 那年那土 的投资 人群之中 突然传出这么一道声音 众人沉默了片刻 也仿佛下定了决心 纷纷开口说道 对 我跟林总你干这一年 总共存了十万块钱 你也全都拿去 算我入股这部动画 老刘你可以啊 居然存了这么多钱 是不是林总偷偷给你发奖金了 我只有七万的积蓄 也全都拿去吧 我这里有三万 也算我一份 众人纷纷开口 想要拿出所有积蓄入股 只为了能用宋益这首歌 做 那年那土 的主题曲 对于这群单身宅男来说 这不花费了他们一年时间的动画 既是他们的作品 也是他们的孩子 为了能给自己的孩子 找寻一个好的出路 匹配一个优秀的音乐伴侣 他们愿意亲其所有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 也是基于对宋益名气的信任 在此之前 谁不敢确定 那年那土 上映后 能否赚回成本钱 但如果有宋益的歌 作为主题曲 他们就对此充满信心 即便是主题曲的授权费用高一些 他们也愿意放手一搏 见众人都对这首 追梦赤子星 志在必得 林朝也激动地站起身来说道 大家的想法 我已经知道了 这样吧 我这就连夜去趟低精 如果能低价 拿到授权自然最好 如果不行 我再向大家伸手要钱 为了制作这部动画 林朝已经掏干了自己的家底 他实在不想 大家跟着自己 一起承担风险 就算是有宋益主题曲的加持 动画也不是没有血本无归的可能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他一个人破产 总好过拉大家一起死要墙 不只是季风动漫公司 很多主打励志的影视作品 都被宋益这首 追梦赤子星 吸引 迫不及待地 想要拿到这首歌曲的使用授权 未来迷人绚烂 总在向我召唤 哪怕只有痛苦作伴 也要勇往直前 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洋番 绝不管自己能不能回还 外界发生一切 都没有影响到宋益的演出 此时 他正在用有些沙哑的声音 将这首歌推向尾声 继续跑 带着赤子的骄傲 为了心中的美好 不妥协直到变老 随着宋益取下肩膀上 斜跨着的电吉他 十万人的体育场内 再度爆发出 震耳欲聋的呼喊声 有人泪流满面地 呼喊着宋益的名字 有人在不断重复 歌曲里的每一句歌词 也有人嘴里 说着不可描述的示爱话语 四千多万人的直播间里 也在来回滚动 每一句感动他们的歌词 牛逼 宋益牛逼 我愿称之为生命战歌 又燃又催泪 我太羡慕现场的观众了 没想到宋益大大唱歌 也会破音 但我却感觉 这首歌就是应该这样唱的 累目了 带着赤子的骄傲 不妥协直到变老 绝不管自己能不能回还 这就是宋益大大的凶怀 忠于理想的样子 简直太帅了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祝大家永远年轻 永不妥协 永不屈服 所有人都被这首歌曲打动 大家想到了宋益所做的一切 似乎所有的歌词 都能与宋益的言行完美匹配 这才是最令大家动容的地方 抬手安抚下观众们的呼喊 宋益大声地说道 今晚的演唱会 已经进入最后的尾声 谢谢大家三个小时的陪伴 也谢谢所有前来帮唱的歌手 听到宋益讲话的声音 后台处早已准备就绪的 二十三位歌手 纷纷走上舞台 依次在宋益的身旁站定 今晚这最后一首歌曲 将由我们一起为大家演唱 它的名字叫 明天会更好 第158章 希望 随着宋益的话音落下 全场观众再次热烈欢呼起来 所有人都在为这首 从未听过名字的歌曲感到好奇 舒缓的音乐声很快响起 站在宋益身旁的双胞胎姐妹率先初恋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 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清脆动人又有些伤感的声音 为这首歌曲定下了基调 众人头顶上悬浮着的大屏幕 不在投影舞台上众人的身影 而是播放起了季省各处 被洪水淹没的场景 洪水袭来 大片的农田被淹没 山洪爆发 房屋倒塌 牲畜直接被大水冲走 有人被泥土掩埋 也有人躲在各处等待着救援 城市里的交通系统瘫痪 超过一米高的积水 无法排出 污浊的洪水倒灌进入地铁站里 为生活奔波的外卖小哥 试图继续送餐 却根本无法抵达目的地 有人被困在公交车里 饥寒交迫 只能被动地等待救援 前一刻 大家还被送一的摇滚歌曲 撩拨得热血澎湃 下一刻 大家直接就感受到了 这次寄生水灾的残酷 许多人并不如何关注时事新闻 在此之前 寄生水灾 对很多人来说 只是四个冰冷的文字 直到这时 大家才对灾情的严重性 有了那么一丝直观的认知 也是直到此时 大家才真正意识到 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个人演唱会 宋益的名义 发起了一场慈善一眼 在开场之 前宋益就曾介绍过 会将演唱会带来的所有收益 悉数捐献给寄省灾区 但直播间里的许多人 并未将这段话放在心上 即便是正在疯狂刷着礼物的土豪 也只是出于对宋益本人的崇拜和喜爱 但是现在 大家发现宋益并不是说说而已 如果说在此之前 直播间里的四千多万网友 只有十分之一的人 点击了礼物按钮 那么此时此刻 就起码有超过一半的人 或多或少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兄弟们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大家再冲一波 哦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首歌 我就特别想捐款 明天会更好 看来又是宋益大大为这次慈善一眼 专门创作的歌曲 寓意真的是太好了 二十多位实力派歌手 这样豪华的阵容 恐怕也就只有在宋益大大的演唱会上 才能见到了 这已经是今晚出现的第三首新歌了 他的创作灵感 真的不会枯竭吗 哦 这首歌真的好温暖啊 大家的演唱也特别感人 我还在读书零花钱不多 刷了五块钱聊表心意 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直播间里每个人都贡献五块钱 至少就能筹集到两个亿的善款了 那个 我若若地问一句 大家就真的这么确定 宋益会把所有的收益都拿出来捐款 到底刷了多少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 你是黑粉吧 怎么哪里都有阴谋论者 难道宋益大大此前所做的一切 还不能证明他的为人吗 人心是会变的 再说一人明心的事情 谁能说得清楚 面对好几亿的收入 你会不动心 非宋益能不能动点脑筋 他要真想搞钱 用得着打着慈善一眼的名头 光是门票费提升一倍 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了好吗 可不是吗 就算直播间一人收拾块钱的门票 那也是个天文数字了 哪里还需要在善款的数字上做手脚 别理会那些喷子 轻者自轻 哇 还是王斐的声音最好听啊 又空灵又治愈 网络上从来都不缺批判和阴谋论者 即使是宋益 已经做了那么多事情来证明 依然会有人提出各种质疑声 对于这些质疑声 宋益从未放在心上 连人民币尚且做不到 让每个人都喜欢 何况是他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事事又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就好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为明天献出前程的祈祷 舞台上二十多位歌手 轮流畅想着每一句歌词 虽然每个人 都只能分到一两句独唱的部分 但大家却都未能够参与 这首歌曲的第一次演出 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 而这首旋律简单平和的歌曲 也轻而易举地 唱进了大家的心里 现场已经有观众 跟着提词器 一起跟着舞台上的众人合唱 海内外的直播间里 不停闪耀着 礼物刷屏的图标 许多人已经顾不上争辩和聊天 都全神贯注地 连点着礼物按钮 让他们将钱交给 其他的慈善机构 他们或许还会对 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怀疑 但如果将钱交给 宋益和唐朝公司去处理 他们却是无比的放心 日出唤醒清晨 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浮出的音响 普成生命的乐章 不知不觉间 歌曲已经来到了后半段 台上的歌手 不再区分你我 而是一起开始了 真正的大合唱 现场观众也自发地加入其中 轻轻挥舞的荧光棒 仿佛也在 预示着生活的希望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随着台上的歌曲演唱结束 直播间的礼物通道 也随之被关闭 很多人都没有送出 自己预设的礼物金额 还在试图疯狂地点着手机屏幕 却发现毫无反应 因为整个直播的界面 已经找不到刷礼物的按钮 我靠靠靠 怎么关得这么突然 我还没刷够两万块呢 兄弟你这手速真的不行啊 我三万都刷完了 全是大佬 我最后贡献了两块钱 慈善不比金额大小 尽到自己心意就行 真要是比大小 送一大大 也不会给礼物限额了 是啊 量力而为就好 我好想知道 今晚究竟收获了多少钱啊 保守估计两个一起不吧 直播间里议论纷纷 站在舞台正中央的送一 并没有急着讲话 而是在等着后台的数据监督人员 上报整场演出的收益金额 第159章 8亿 后台工作处 一大群人正目不转睛地 看向前方的电脑屏幕 屏幕前坐着三位斗音平台的技术人员 他们正在紧急核对过去三个小时里 海内外直播间产生的所有礼物收益 30秒钟后 随着数据不停地变换 最终 三组惊人的数字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所有人都被这些数字 惊得挪不开眼睛 你们确定吗 真的有这么多 这数据一旦公布出去 可就无法更改了 此时 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人 大声质问着面前的三位技术人员 听到这一问话 三人丝毫不敢大意 连忙联系了斗音总公司确认数据 毕竟这一组惊人的数字 一旦公布出去 唐朝公司就要为此而负责 如果后期发现没有这么多 那就只能是唐朝公司和宋毅 自掏腰包补上了 一分钟后 三人反复确认数据无误后 这才开口向中年人说道 朱局长 数据核对无误 这就是最终的总收益 好 随着中年人的话音落下 体育场舞台上方的巨大屏幕上 也一次显现出了三组数字 所有人都不解的看向这些数字 在场众人中 大概只有宋毅才明白 这些数字的含义 但也被眼前巨大的数字 给惊了一下 直到耳脉中 传出后台工作人员的声音 他才稍微回过神来 抬手指向屏幕上方的数字 对所有人解释道 在演出之前 我就曾经说过 本场晚会产生的所有收入 都将全部捐献给 继省灾区政府 听到宋毅这句话 全场观众都目光呆滞地 看向大屏幕 就连舞台上的其他歌手也不例外 他们已经隐隐猜到了 这些数字代表的含义 我们很有幸地邀请到了 地经文广局的朱局长 和地经公正处的孙主任 全程进行数据监督 保证所有数据的真实性 现在 我们请两位领导 为大家宣布最终的结果 随着宋毅的话音落下 两位气质干练儒雅的中年人 从后台走到了宋毅身旁 两人微笑着 看向满头大汗的宋毅 眼神里满是欣赏之色 我是地经文广局的局长朱泰宁 这位是地经公正处的孙城主任 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受邀参加宋毅老师举办的 这场慈善演唱会 朱泰宁开口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而观众也很是捧场地鼓起了掌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三个硕大的数字 第一个数字 8750万 是演唱会售票总额 1亿零500万 扣除宣传 销售渠道和工作筹备费用后 所得的净利润 朱泰宁话音刚刚落下 刚刚还算安静的体育场 瞬间喧闹无比 所有人都没想到 宋毅一场演唱会的线下收入 居然就能达到8000多万 要知道他们买票的价格 跟其他歌手演唱会比起来 并不算高 甚至还要低上许多 如果宋毅这场演唱会 都能获利8000余万 那其他歌 手起不是要翻上一倍 只有宋毅和唐朝公司自己知道 他们之所以能获得 8000多万的门票收益 主要是因为 唐朝公司没有对这笔收入进行抽成 另一个重要原因 则是因为政府免费将体育场馆 让给宋毅使用 这也帮宋毅节省了近千万的成本 更别说这台上20多位实力歌手 全都是免费演出 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上 宋毅自己都不一定能分到5000万 但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朱泰宁这才继续说道 第二串数字 是今天国内直播间 数千万网友贡献的礼物收益 一共是518640多万 哄 虽然之前看到这一组 九位数的数字时 大家就已经有所猜测 但当朱泰宁亲口 说出这句话时 所有人的脑海中 还是掀起了惊涛海浪 观众席上的众人 再也安耐不住内心的燥热 纷纷大声尖叫了起来 而直播间里 也早就是一片欢腾 哇卡卡 兄弟们果然强横啊 居然比我预估的还要多 五个多一说捐就捐 这尼马 我就问还有谁 还有谁 这里面有我贡献的五块钱 我太自豪了 国内线上收入 都快六个亿了 这下应该没人再怀疑 宋毅大大中宝私囊了吧 中宝私囊这个词不好 这本来就是宋毅大大劳动所得 就算真的留了一些 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更好奇 后面那串数字又是什么 难道是海外直播间的收入 算上之前门票创造的 八千多万收入 此时产生的收益 就已经超过了六个多亿 想到这笔巨款将被全部捐出 所有人再也无法保持淡定 而台上的朱泰宁 没有给大家太多的讨论时间 继续大声地说道 这第三组数字 是本场演唱会海外直播间 收获的礼物 共计两千一百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一亿四千多万 所以本场演唱会 共计收入为八亿一千四百五十万 看着人群中痴呆的表情 朱泰宁深有感触 一场演唱会 创造八亿多的收入 这恐怕 也就只有宋毅才能做到了吧 我代表地经文广局和公正处 承诺该数据真实有效 同时以征得唐朝公司 和宋毅本人的同意 会将这笔款项 全部用于支援灾区 我们将协同纪省政府办公厅 严格把控落实 每一笔款项的使用 并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和公事 听完朱泰宁这番话后 再没有人敢怀疑 这组数据的真实性 愿意直接捐出八亿善款的宋毅 又怎么可能会从中恪口资金 如果是为了赚钱 他大可不必 为自己套上一个慈善一眼的枷锁 毕竟宋毅早已经无须向外界 证明自己的慈善之心了此时此刻 原本已经筋疲力尽的观众 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声 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偶像是宋毅 而感到骄傲 算作慈善资金的一部分 那就相当于 他们免费看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而直播间的众多网友 同样有这样的自豪感 只有亲身参与其中的他们 才能切实感受到这一切的意义 我的天啊 八个亿 这换成现金不得堆成一座山啊 宋毅牛逼 兄弟们牛逼 直接把礼物干到了五个多亿 海外的粉丝挺热情啊 居然送了一亿四千万出来 还好兄弟们给力 不然就有些丢人了 宋毅大大的号召力实在是太强了 一场演唱会就筹集到了善款八个多亿 之所以能有这么多 主要还是直播平台和唐朝公司都没有进行抽成 而且也不用进行个人税务申报 如果都给算上 我觉得落到宋毅大大头上的顶多三个亿吧 这就已经很强了 三个亿 我奋斗十辈子也赚不完啊 我也是需要被资助的困难人群 宋毅大大分我点零头吧 哈哈 你在想屁吃 这可是我们刚刚辛辛苦苦送的 我后悔了 刚刚还是送的太少了呀 第160章 领导 直播间里一片赞叹之声 所有人都被宋毅强大的号召力和豪气震撼 舞台之上 朱泰宁确定完数据之后 就直接将话筒递给了宋毅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和付出 这笔善款不仅是我和唐朝公司捐的 也是大家跟我一起捐的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 大家下次有缘再见 宋毅带着数十位歌手 对着大家挥手致谢 十万观众全都不舍地站起身来 似乎都不愿就此离场 部分观众甚至喊出了 再来一首的声音 但却没有得到宋毅的回应 直到宋毅的身影 消失在大家眼前 所有人这才感觉到疲惫袭来 处在兴奋中的他们 丝毫不觉得累 但是激情过后 总会让人感到阵阵乏力 很多人已经体力不支 瘫倒在了座位上 好在医疗队早有准备 连忙将昏睡的人群 抬到空地处休息 很多人在喝了一管葡萄糖后 就很快恢复了过来 十万观众在安保人员的引导下 有序退场 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地 将自己拍摄到的视频和图片 分享出去 记录自己 曾经来到过宋毅人生中的 一场演唱会 有人一边排队离场 一边打电话给自己的亲友 分享自己激动的心情 而网络上的数千万网友 早已将这次直播间的盛况 分享出去 一场演唱会 筹得八亿善款 尽毫不犹豫地全部捐献 数十位实力歌手联手演唱 明天会更好 温暖又治愈 海外华侨新系灾区 募捐一亿四千余万 宋毅演唱会 出现三首原创歌曲 每一首都深入人心 永远赤子之心 永远热泪盈眶 永远不屈不挠 一场演唱会 听晕数百人 网络上 全都是关于这次慈善一眼的热搜话题 就连一起参与演出的众多歌手 也毫不例外 为了感谢这些 免费前来帮唱的乐坛前辈 唐朝公司早已为大家安排好了酒席 直接包下了一个五星级酒店 请全体工作人员一起聚餐 上百人的工作团队 乘坐着几辆大巴车 满脸激动地前往酒店 作为这场演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他们心里也无比自豪 达到目的地后 宋毅发现 酒不露面的陈国华和唐茂石 也早已等候在酒店包间 其他人见状 都自觉地跑去其他地方坐下 原本许多人 还期望能够跟宋毅同桌吃饭 现在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且不说两位公司老总 几位官方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就直接占据了半桌 哪里还能有其他人的位置 只有陈嘉轩姐妹依然站在宋毅的身旁 甚至还偷偷对着陈国华吐了吐舌头 陈国华见状也不生气 微笑着转头对宋毅说道 小宋 今晚的演出我们也全程看了 做得非常好 给我们唐朝公司长脸了 陈国华对宋毅不吝夸赞之词 就连一向严肃的唐茂石 也对着宋毅满脸笑容 陈董过奖了 就是让公司白忙活了一场 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 公司毕竟是要看经济效益的 宋毅在这场演唱会中赚足了名声 而唐朝公司又出钱又出力 却没有获得太多实质性的好处 对此陈国华毫不在乎地说道 这有什么 公司和你本就已经是难以分割的一体 而且这对于公司的口碑也是大有好处 钱可以以后再赚吗 作为唐朝公司的甩手董事长 陈国华的眼光非常深远 相比于一场演唱会带来的利润 显然是树立企业形象更加重要 更何况这笔巨额捐款 唐朝公司和宋毅个人 都可以申请抵减一部分税收 虽然会在八个亿上大打折扣 但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几人简单交流之后 就依次落座下来 饭桌之上 很多人都来找宋毅敬酒 他也不好退却 只能浅饮几杯 但却并不过量 小宋老师 我代表地经文广局的所有员工敬你一杯 你的才华和品行 都让大家十分钦佩啊 面对朱泰宁的主动敬酒 宋毅不敢大意 连忙端起酒杯说道 朱局长客气了 还要感谢你百忙之中 亲自来为我站台背书 耽误了你不少工作 说着宋毅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原本唐朝公司只是邀请几大部门 派遣一位工作人员过来监督数据 毕竟慈善一眼是很敏感的词汇 稍不注意就会被人诟病 所以唐朝公司才想到 请官方的人来进行监督 这样就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巴 但谁没想到 地经文广局的政局长朱泰宁 会亲自前来 而且他对还宋毅如此客气 朱泰宁见宋毅一饮而尽 自己也毫不犹豫地一口闷了 小宋老师召开慈善一眼这么大的事 我自然要到场支持 而且这么大金额的资金 一般的工作人员可扛不住 放下酒杯后 朱泰宁继续对宋毅说道 我这次来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点 我们文光总局的领导 想亲自见见你 但又觉得打电话太没诚意 所以才安排我跑这一趟 听到朱泰宁这番话 宋毅还没什么反应 饭桌上的其他人 却是都惊呆了 电视等行业的最高机构 他们制定的每一个政策 都可能会改变龙国娱乐圈的现状 别说是一个艺人 就算是几大娱乐公司 也是轻易拿捏的存在 而能被朱泰宁称之为领导的人 恐怕最次也是副部级官员了 要是能跟这样的人搭上线 并获得一些好感 那在龙国娱乐圈 就无人可以撼动了 担心宋毅不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 一旁的陈国华立刻接话道 冒昧多问朱局长一句 是上面哪一位领导 想要见宋毅 有说过什么原因吗 作为艺人 能跟官方建立更深层次的好感度 当然最好 但朱泰宁说的不清不楚 谁也不知道 等待宋毅的 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以他的人生经验来看 如果没有摸清楚情况 还不如保持现状不去为好 朱泰宁也是一个通透的人 自然看出了陈国华的顾虑 陈董不必担心 是韩文汉局长 佩服小宋老师的才华和人品 想要跟小宋老师 当面交流一下 音乐文化发展方面的问题 绝不会有任何风险 你们大可放心 听完朱泰宁的解释 陈国华的心才稍微舒缓下来 他虽然没有亲自接触过韩文汉 但也听说 他对引入韩流这件事 一直都很反感 而且他作为文广总局最大的领导 既然提出想见宋毅 那也容不得人拒绝 只希望宋毅到时候 能够沉着应对吧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就好 想到这里 陈国华转头对宋毅说道 既然韩局亲自召见 那明天就让许云陪你一起去吧 记住 在领导面前要少说多听 虽然宋毅大部分都表现得很沉稳 但也经常会有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陈国华就怕宋毅年轻气盛 会说出什么话得罪韩文汉 真要是这样的话 就算是以宋毅现在的名气 也很难安然无恙 陈董放心 我有分寸的 对于明天的见面 宋毅很是期待 刚好自己心中 也有一些想法 需要得到官方的支持 能直接见到文广总局的最高领导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输出 检测到有一笔巨额资金 正因宿主流向灾区民众 正在为宿主计算慈善积分 定 计算完成 宿主剩余慈善积分为84,880万 是否选择抽奖 次日上午 刚刚起床的宋毅 就听到了脑海中传来的系统铃声 看着系统面板上的8亿多慈善积分 宋毅忍不住大笑了三声 没想到狗系统 也有人性化的时候 不仅没有客扣这笔善款中 本应属于唐朝公司的那份 而且还直接一次性完成了积分的认定 这不仅为宋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也从侧面说明了 这笔资金会被官方充分合理的利用 想到自己和粉丝的付出没有被辜负 这才是他此时最开心的事情 这就八个多亿了 看来想要兑换价值十个亿的电堂级技能 也不算太难嘛 原本觉得价值十亿积分的技能 是那么遥不可及 但宋毅现在却是信心满满 而且之前打给唐朝公司的一千多万稿筹 也已经完成了抵税申请 现在宋毅不仅有八个多亿的慈善积分 银行账户里还有将近两千万的余额 稍微感慨一番后 宋毅坐着司机老张的车来到了唐朝公司 随后又跟着许云 黎珊珊两人一起前往文光总局 韩局长的资料我们掌握的不多 只知道他刚刚调人来经不到半年 之前一直在地方省政府任二把手 是得雷厉风情的人 最近娱乐圈的风气有所改善 跟韩局长的执政理念也有很大的关系 省部级的领导亲自召见宋毅 整个公司都非常重视 但就算以唐朝公司的信息收集能力 也没能找到太多关于韩文汉的私人信息 虽然宋毅平时待人很谦逊 但两人还是担心 宋毅有些特立独行的性格会冒犯到对方 云姐放心 在没有把握之前 我不会乱说话的 艺人明星之所以能站在云端 接受万千粉丝的喜爱 并且快速捞金 除了自身具备的条件外 也是因为享受到了政策带来的红利 可一旦被官方厌恶 这一切都不过是梦幻泡影 一触即破 就连宋毅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等司机老张将三人 带到文广总局的办公大楼门口时 一位带着金丝眼镜的男人 立马迎了过来 宋毅老师你好 我是韩局长的秘书张元 你叫我小张就行 对方自我介绍之后 连忙上前与宋毅握手 张秘书久等了 路上有些堵车 看着这位明显比自己还大几岁的男人 宋毅自然不敢拖大叫人小张 而且这么年轻 就能坐省不及领导的秘书 想必这位也不是一般人 两人简单寒暄之后 张元直接开口说道 韩局长已经等候多时了 我们这就上去吧 好 辛苦张秘书带落 今天是工作日 办公大楼里人很多 但却没有几人为了宋毅而多坐停留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的 忙着自己手里的工作 宋毅三人跟着张元一起乘坐电梯 来到了六楼最深处的一间办公室 张元敲门进入后 宋毅见到一位面色儒雅的中年人 看面相大概五十岁左右 但精气神却非常饱满 原本正在查看公文的他 见到宋毅进门后 立马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带着满脸和善的笑容 朝宋毅走去 小宋老师来了 快快请坐 我早就想见你一面了 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小张 赶紧把我珍藏西湖龙井拿出来 给小宋老师他们泡上一壶 见韩文汉如此热情 宋毅也有些受宠若惊 连忙伸出双手 与韩文汉相握 韩局长太客气 不敢在你面前称老师 我愧不敢当啊 你还是直接叫我小宋 宋毅客套的话语还没说完 立刻被韩文汉打断 年轻人谦虚是好事 但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你的一举 现在可谓是无人不晓 龙国就需要你这样的一人 以身作则 树立新疯啊 一夜时间过去 宋毅将演唱会所得的八个亿收入 全部捐出的消息 已经占据了各大媒体报纸的头版头条 有人统计 宋毅出道的两个月时间里 已经累计捐赠了 超过十个亿的善款 所有人都惊叹于宋毅强大的号召力 也钦佩他大公无私的品行 就连各大资本公司也纷纷演气息骨 新非公司甚至有高层提议 模仿宋毅的人设再造一个顶流明星 但却直接遭到了股东大会的否决 且不说宋毅那近乎妖孽的音乐才华 就算是一整个创作中心的工作效率都拍马不及 更别说他那接近疯狂的捐款行为了 如果真要按照宋毅的人设模板造星 恐怕新非公司的裤衩子都要赔个精光 此时虽然才八月份 但已经有人提议 直接将宋毅确定为年度 感动龙国十大人物的名单里 这边坐吧 不必紧张 今天叫你来就是想随意聊聊天 见宋毅三人都有些拘谨 韩文汉立即安排宋毅到沙发上坐下 至于许云和黎珊珊两人则是根本不敢入座 但又不敢轻易离开 只得继续站在宋毅身旁 见此韩文汉也不在意 自顾自的拉着宋毅聊天交流 他的工作很忙 没时间在这些繁文入节上过多纠结 他甚至都没有精力去关心对方是谁 对他来说 认识宋毅一个人就足够了 很快张元就将开水烧好 给几人沏了一壶茶 大家都尝尝看 这茶叶我自己平时都不舍得喝 一年也就能分到几两而已 韩文汉一边说着 一边端起茶杯 清明了一口 宋毅虽然不懂茶 但也恭敬地喝了一口 不得不说顶级的茶叶 确实与众不同 还未入口 就已经闻到了一阵清香 等到入口后又满是回甘 两人简单交流之后 韩文汉就直奔主题而去 小宋你对龙国娱乐圈的现状 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我们的文娱产业 有没有可能实现反向输出 第162章 建议 对于韩文汉来说 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 都只是他工作内容的一小部分 加上他刚刚调人不久 对于娱乐圈里的一些乱象 他虽然想要改变 但遇到的阻力也不少 今天叫宋你前来 除了想见一见 这位堪称得意双心的年轻人 也是想听听这位 敢于直接炮轰小鲜肉 崇洋媚外的音乐天才 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见解 听到这样宽大的问话 宋一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说起 而一旁的许云和黎珊珊 则是更为紧张 就怕宋一会说出什么 惊世骇俗的言论来 但当着韩文汉的面 两人又不敢让宋一不回答 只能目不转睛地看向宋一 希望他能记住陈国华嘱咐的 少说多看 宋一沉引了许久 最终还是决定 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毕竟能见到这种 等级官员的机会并不多 如果错过了这次近年的机会 那就不知道 要等到猴年满月了 韩局长 我觉得现在龙国娱乐圈 急需整顿 宋一一开口 就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 让一旁的许云两人 冷汗直冒 当着文广总局局长的面 说龙国娱乐圈急需整顿 这话跟直接说 文广总局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念及于此 许云还是忍不住 拉了拉宋一的衣袖 有些话想想就行了 真要说出来 就是不行的 而且不管娱乐圈如何变换 宋一和唐朝公司的地位 都很难被撼动 在这种情况下 冒险近年的性价比 就显得太低了 而宋一却没有在意 许云的提醒 继续说道 我认为 现在急需整顿的 有四大方面 只有解决了这四点 龙国的文娱产业 才有可能实现反向输出 见宋一早有复案的样子 沙发对面的韩文汉 也有些意外 急忙问道 乃四点 说来听听 宋一也不含糊 直接说道 第一 就是要提高外籍艺人 来华演出的门槛 适当限制 韩流艺人和团队的引入 他们很多人 一面来龙国 赚取大量钱财 一边又回国发表 诋毁我国 民众的不当言论 这种未不熟的白眼狼 没有资格在龙国捞金 仅仅是第一条 就让在场几人大吃一惊 虽然很多事情 韩文汉都看在眼里 甚至几次也动过 跟宋一一样的念头 但为了保持国际间 开放友好的文化交流态度 他迟迟下不了决定 而且文广总局 并非他的一言堂 要推行这样的政策 内部阻力也是非常的大 而宋一没有丝毫停顿 又继续说道 第二 我认为必须要整治 饭圈粉丝文化 这一点 也是跟第一点相辅相成的 因为资本和韩流明星的涌入 就是饭圈粉丝 形成的罪魁祸首 资本利用营销手段 不断造星 捆绑了一大批未成年人 成立粉丝圈 这种不正常的追星行为 不仅消耗了他们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也严重影响了 年轻一代的价值观 此前许多业界老前辈 就因为对部分 年轻艺人点评了几句 就被饭圈粉丝 以近乎网络暴力的方式 攻击谩骂 甚至还发生过线下打杂事件 这样的风气 让很多人 越来越不敢说真话 许多实力派艺人纷纷退圈 导致龙国乐坛 失去了发展创新的土壤和种子 所以我认为 饭圈粉丝文化 也必须要加以整顿才行 说到这里 宋义已经有些口干舌燥 干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同时也给韩文汉 片刻思考消化的时间 第三点 那就是 应该适当限制部分艺人的天价片酬 也包括我自己 这不仅会加大贫富差距 也是国产影视作品 烂片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许多影视作品 因为演员片酬过高 导致留给特效 配乐制作的经费非常少 这样拍出来的烂片 自然就越来越多 长此以往 别说是让传统文化 借助电影走出国门 就连我们民众自己的鉴赏水平 也会越来越差 谁也没有想到 宋义提出的建议里面 居然还有限制艺人收入的 他自己 可就是收入最高的顶流艺人 当然 我知道这一点 官方也很难介入 毕竟 这更多的是 市场选择的结果 具体怎么去优化出台的政策 还需要韩局多多操劳 这一点 就算是宋义前世 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投资方愿意花天价 请流量明星 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投资的风险 而艺人本身 肯定也是希望 虽然病态 但却很难用政策去平衡 听到这里 韩文汉陷入了沉思 站在他的角度 决定是否做一件事情 不是取决于他的难度 而是这件事情 应不应该去做 显然宋义前面说的三点建议 推行起来都很困难 但却都有做的必要 那第四点呢 见宋义久久没有说话 韩文汉直接开口问道 听了宋义此前的三点建议 他现在对宋义 还未说出的第四点 更感兴趣了 第四点 我认为有必要再度加强 对艺人的税务审查 特别是一些 自行成立工作室的艺人 更是要大力审查 关于第四点建议 宋义也是犹豫了许久 毕竟自己刚刚因 税务问题 闹出了巨大的新闻 现在提出这样的建议 连他自己都觉得怪异 但却又不得不提 依法纳税 本就是功名应尽的义务 艺人明星 踏着时代的红利疯狂吸睛 更是没理由不按规定纳税 而且横向对比起来 龙国对艺人的税收 并不算高 相比之下 龙国对艺人的税收政策 其实是比较宽松的 听完宋义的几条建议 许云紧张地看向了 韩文汉的办公室 见张员已经不知何时 离开了韩文汉的办公室 许云才稍微松了口气 如果宋义刚刚这番话泄露出去 势必会得罪无数人 宋义说的这些事情和法规 圈内人可以接受 由文广总局制定颁布 但如果知道 是由宋义提出来的 那就会引发许多人的报复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许云都不敢想象 这些政策真的实施下去 到底会影响到多少人的饭碗 第163章 交流 办公室内陷入了长久的安静 韩文汉在思考 宋义这番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他不得不承认 宋义的许多观点都很有道理 甚至与他不谋而合 但他也深知 想要推行这些政策 难度到底有多大 仅仅只是第一条 对韩留艺人做出限制 就非常困难 文娱产业在斯密达的经济中 本就占有很大的比重 而龙国 更是他们重要的捞金市场 如果平白对他们的艺人 做出限制 只怕斯密达们 也会因此提出抗议 更何况 这些韩留明星 还跟国内的资本集团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后面三条建议 倒是不涉及国际关系 虽然推行起来的阻力也不小 但总归是自己国内的事情 相对而言 总会容易很多 小宋你这是 给我出了几个大难题啊 想通这些关节 韩文汉心中 已经有了决定 站在他的位置上 不能因为事情太难做 就选择逃避 这些建议都很好 我会努力去推进 但时间可能会涨一些 听到韩文汉的回答 宋一点头表示理解 毕竟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都需要反复衡量和商讨 并不是像他现在这样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就能轻易决定的 在这之后 两人又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 从国内的娱乐圈 一直聊到了国际间的文化防御 外邦利用各种公众号 网红发布软文 向国内民众传递错误的价值观 这些我们也要加强警惕 前世就有各种网络毒鸡汤 大肆宣扬女性权益 引发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 导致国内不婚主义者盛行 生育率更是逐年下降 而这里面 其实都有资本和外邦在作怪 比如为了售卖钻石首饰 资本就将一颗石头 赋予了爱情永恒的象征 而实际上却是屁用没有 也有一些公众号 打着科普的名义 在悄然否定中医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贩卖焦虑 制造内耗的商家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很多人并不具备 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 古人说开卷有益 但是现在 却是不一定了 也许只是无意间读到的一篇软文 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 而这些看似自由的言论 很多都是外邦势力在兴风作浪 让人防不胜防 嗯 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目前正在协同信息安全部门 加强监管 已经紧急封禁了许多不良账号 韩文汉越看宋益越是欣赏 此时已经不再仅仅将宋益 看作是得意双心的音乐天才 更是一名年轻的国际战略家 要知道 就算站在他的位置 掌握了大量普通人 无法接触到的数据和信息 但很多事情 依然没有宋益看得远 小宋 在文化反向输出的手段上 你有什么想法 听到韩文汉再度提问 宋益斩酌再三说道 韩局 目前国内的电影制作水平 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大量的网红个体 米国可以通过好莱坞电影 在全世界 宣扬他那经不起推敲的价值观 我们也可以利用短视频 将我们众多的历史底蕴分享出去 宋益想到了前世的李子柒 她曾以一己之力 在油管上创下了新的播放记录 凭着记录自己的乡村田园生活 以及偶尔展现出的各种竹编 手工等记忆 在国外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而这个世界 虽然直播普及较高 但短视频 不过是刚刚兴起 如果能提前培养一群这样的人才 将龙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享出去 这些人都会是新时代下的文化宣传大使 而且以网红的身份 进驻国际网站 也可以降低其他国家的防御心理 等到国内的音乐和影视人才培养起来后 他们也可以用街头表演 外加网红的形式进行文化传播 一个真正的大国 他的文化 也必然是要被全世界所知晓的 只要喜爱龙国文化的洋人足够多 那龙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听完宋义的一系列见解 韩文汉感慨颇多 而一旁站着的许云和黎珊珊两人 则是早已听待看傻 在这样一个文娱落后的世界 宋义的这些论调 无疑是非常超前的 就算是以他们两人的见识 很多事情也是完全理解不了 但却知道在宋义的心中 藏着一个极其远大的梦想 他的眼光和战场 早已不再局限于 在国内做一个顶流明星 而是要带着龙国的文化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之巅 我目前也只能在音乐方面 发挥一些助力 至于其他方面 还得要韩举你们多多辛苦谋划 趁着今天与韩文汉见面的机会 宋义将自己在地球的见解 全部都分享给了他 自己说到底 不过是个娱乐明星 除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情更细作 其他的还是要靠官方去推动 虽然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只要思路打开了 相信官方会比他想象中 做得更好 不知不觉间 两人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 桌面上的茶水 也被宋义喝得没了味道 但韩文汉似乎还是意犹未尽 依然想拉着宋义继续声聊 直到秘书张元再次敲门进入 韩局 十分钟后 有一场视频会议需要你主持 各省文广局的负责人都已经到位了 听到张元的提醒 韩文汉这才恍然大悟 哎 我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韩文汉一拍自己脑门 随即有些歉意地对宋义说道 今天跟小宋老师这场交流 我会议良多呀 本来还有许多问题想要问你 但看来只能改日了 作为一部支掌 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 韩局长客气了 是我受益良多才是 耽误您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也该告辞了 说完 宋义起身就准备离开 却被韩文汉叫住了 小张 把我剩下的老树龙警茶 全部给小宋老师装上 是 第164章 反击 听到韩文汉的话 张元满脸意外 要知道 这茶叶是上面特供的 就算是韩文汉 每年也只能分到三两 除了极其重要的客人 他自己平时都不舍得喝 现在居然开口让宋义全部带回去 不得不说是对宋义重视至极 虽然心中诧异 但张元还是立即按照韩文汉的指示去准备了 还是算了吧 韩局 我也不太懂茶叶 这样的好东西 拿到我手里 可就有些浪费了 虽然只是一点茶叶 但从张元的反应中 宋义也能猜到 韩文汉平时将这茶叶 看得有多珍贵 虽然感觉味道还不错 但送给他一个不懂茶道的人 实在是有些抱天天物 嗨 不懂可以慢慢品吗 或者拿回去招待客人 也是很合适的 韩文汉没有丝毫长者官员的架子 满脸笑意地看着宋义 我这办公室也没准备别的 也就只有这点茶叶 还能勉强拿得出手 就当是你第一次来我这里的见面里了 见韩文汉如此坚决 宋义也不再扭捏 正所谓长者赐 不可辞 虽然韩文汉似乎很喜欢这茶叶 但归根结底 也不过是一点消耗品而已 你两人的身份 要是再为这么点东西相互谦让 那就显得有些不妥了 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收下为好 从张元手中接过茶叶后 宋义这才向韩文汉请辞 直接回到了唐朝公司 至于韩文汉能将自己的建议 执行到什么程度 那就不是宋义应该操心的了 刚回到办公室休息了一会 许久不见的卓伟 在黎珊珊的带领下 再度来到了宋义的办公室 宋义老师 我按照你之前对我的提示 登踪了几番好几天 果然有大收获 自从插旗酸菜包事件曝光后 宋义就跟卓伟一直保持着联系 而在整个诬陷宋义的税务事件中 就属几番所在的新非娱乐公司 跳得最欢 尼人都有三分火器 更何况是雾都生长的宋义 但新非娱乐作为上市大公司 想要在财务上 揪出他的问题 几乎不可能 而采用其他手段 一时之间也无法对这样的公司 造成多大影响 思来想去 宋义只能将报复的目标 定在了新非公司的头号小鲜肉 几番的身上 但对于这些小鲜肉糜烂的生活做派 宋义早在前世 就已经司空见惯 虽然宋义对几番的为人并不清楚 但本质已有早没早 先打上三竿的原则 宋义还是请卓伟这位 内地第一狗仔 帮忙调查了一下 而卓伟对于这种本质工作 也十分感兴趣 甚至还拒绝了宋义提出的酬劳 理由是 只要挖掘出了真正的大新闻 他完全可以将消息 卖给各大媒体 赚的钱也不在少数 在此之前 卓伟的工作模式基本就是这样 有时为了避免资本公司的报复 他甚至还会变换着笔名进行投稿 这才几天时间 你就已经有收获了 对于卓伟的工作效率 宋义属实吃了一惊 之前调查查其菜叶 速度快也就罢了 毕竟企业经营并不是封闭的 再加上现场负责人 长期以来的粗心大意 就算是换个人去调查 难度也不会太大 但想要跟拍几番 这样的艺人明星 却是有很大的难度 这些人出行都非常小心谨慎 生怕被人跟踪 而且工作通告又多 每天天南海北的飞来飞去 如果没有掌握对方的行程表 就连跟踪都做不到 就算对方在生活中 真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 往往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摸到一些门道 没想到卓伟才短短几天 就已经有所收获了 嘿嘿 这也算是我运气好 让我给赶上了 加上宋义老师给他们造成的压力 这段时间 几番的通告非常少 基本都待在地精里 说到这里 卓伟神秘一笑道 我发现他在晚上十二点以后 经常会跟朋友去一家 名叫金尊的叶总会 每次都会玩到天快亮了才离开 往往都是三五个人一起去 我在其中 还发现了新飞公司的另一个艺人 欧星杰 这个名字宋义并不陌生 两人虽然没有照过面 但也算是隔空掐过架 早在畅想龙国 刚刚发布征集赛信息时 无情就安排欧星杰 用新歌隔空挑衅宋义 为此两人的粉丝 还展开过一场骂战 只是不等宋义站出来反击 龙台却站出来 发文支持宋义 更是直接将欧星杰的歌曲 列入了暗黑曲风的序列 不仅无缘进入比赛 还严重影响了他的演艺生涯 现在他不仅没有任何通道找上门 甚至还面临着许多商家的索赔官司 只是没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几番居然还跟他撕混在一起 我猜测 这个金尊叶总会里面 一定有猫腻 作为一名专业的娱乐狗仔 卓伟对于这些事情 有着超强的第六感 如果没有熟人带路 根本就不让进 我正在接触一位厂子里的服务员 相信只要适当给他些好处费 他不仅会将几番等人在里面干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甚至还可能会帮我拍下视频 卓伟做事很谨慎 并没有一开口 直接告诉那服务员自己的目的 而是选择慢慢去他探口风 等了解得差不多了 再去谈合作 毕竟如果对方是个头铁的人 一旦知道了卓伟在调查几番等人 那就极有可能直接将消息泄露给几番 等到几番几人产生了警觉 大概率就不会再去竞尊业总会了 那这条污点线索也就此断了 以后想再找这样的好机会 可就难了 见卓伟经验丰富 宋毅也就没有过多干涉他的行动计划 你给这服务员的好处费可以开高一些 我给你转一百万 剩下的钱算你这两次的行动报酬 虽然请人报黑料属于下诚手段 但只要对方的黑料属实 宋毅也问心无愧 至于开出一百万的高价 也是因为上次插旗菜叶的事情 导致卓伟在那次事件中 并没有收获到任何的资金回报 毕竟一手信息都让宋毅给爆出来了 哪里还会有媒体出钱 从他这里买过时的爆点新闻 说着宋毅就准备掏出手机转账 却被卓伟一把拦住 宋毅老师 你这可就有些看不起我了 出乎意料的是 卓伟似乎对宋毅的见外很是生气 上次插旗菜叶的事情 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主要还是因为你提供的信息够准确 你可是连八个亿都直接捐了的人 我哪里好意思收你的报酬 而且我做狗仔 可不仅仅是为了钱 虽然比不上宋毅老师你的胸怀 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坚持 如果宋毅老师看得起我 以后有事情就尽管吩咐 我绝对一不容辞 卓伟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表情很是认真 让宋毅也不由得愣了愣 沉默了半赏后才开口说道 好吧 如果确实缺钱了 可以找我 听到宋毅的回答 卓伟自信地说道 宋毅老师放心在 这些年我也存下了一些家底 这都不算什么 不过这次几番黑料的爆料权 你可不能再跟我抢 我得拿他卖个好价钱 宋毅心里明白 卓伟这并不是在意 新闻卖出的那点钱 而是不希望宋毅再亲自出面树敌 第165章 夜霜 带卓伟走后 宋毅不再关注几番的事情 有卓伟这位专业狗仔负责跟进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直接赶去了录音室 将追梦赤子星 和火车驶向云外 梦安魂与酒消 至于乐器伴奏部分 则是直接扔给了公司的制作团队 虽然演唱会上的版本很燃 但因为现场有大量的噪音 还是有无数网友 跪求宋毅上线正式的录音版本 凭借着宗师级的唱功 宋毅录制歌曲的过程更加流畅 两首歌录制完成 也不过才花去十多分钟的时间 而百万调音师的工作内容 也因为宋毅的唱功 变得单调且乏味 仅仅只需要负责 开机和关机按钮就可以了 而早在上午的时候 张韶涵演唱 隐形的翅膀就已经正式上线各大音乐平台 因为昨晚他在慈善一眼中的亮相 这首歌已经提前火遍了全网 加上张韶涵在MV中 清纯柔弱的造型 更是激起了无数大叔的保护欲望 纷纷留言表示 要做张韶涵那双隐形的翅膀 默默守护娇小的他 而张韶涵的出道急爆火 也让唐朝公司所有的新人歌手羡慕不已 他们认为 自己与张韶涵之间的差距 仅仅只是给送一送奶茶的时间晚了一步 小宋 挑选的生活助理 你看看怎么样 因为提前完成了录音工作 下午的时间 宋毅又在办公室里摸起了鱼 此时 黎珊珊带着一位长相秀气 气质稍显青涩的小姑娘走了进来 她叫叶霜 是地精传媒大学新闻专业的英界毕业生 原本是公司宣传部门招聘的新人 知道公司在给你挑生活助理 就自己主动找了上来 听完黎珊珊的解释 宋毅不禁看向这位有些文静的小姑娘 她的外貌虽然不是很出众 但五官还算端正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微微抬起头 却不敢与宋毅对视 地精传媒大学的高材生 来我做生活助理 会不会太取材了 生活助理跟经纪人不同 这个岗位主要是陪伴宋毅的工作出行 照料一下日常的需求而已 最大的要求就是细心 并不需要特别强的社交和工作能力 原本宋毅还以为 许云会给自己挑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姐 没想到 却是给自己找了个新人 而且还是地精传媒大学的英界毕业生 地精传媒大学是龙国境内艺术和新闻类专业 排名前三的名校 倒不是害怕对方做不好生活助理这份工作 毕竟宋毅大部分时候都是亲力亲为 需要用到助理的地方其实不多 宋毅反倒是害怕 耽误了对方的职业发展 叶霜 你自己来说吧 听到宋毅的问话 黎珊珊直接转身看向身旁的小姑娘 似乎是担心宋毅不要她 原本还有些胆怯的叶霜连忙上前说道 宋毅老师 我妈妈的命是您救的 妈妈让我一定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 我非常想要做您的生活助理 照顾您的生活起居 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三天 就三天 如果三天后 您觉得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 您再赶我走吧 叶霜一口气说了很多 但宋毅却是越听越猛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怎么就有救命之恩了 一旁的黎珊珊看出宋毅心中的疑惑 主动开口提叶霜解释道 一个月前 叶霜在老家的母亲突发心脏病 急需做心脏搭桥手术 但家里只有叶霜和她母亲相依为命 刚刚毕业的她 根本就拿不出三十万的手术费用 是你匿名捐赠了她 说到这里 黎珊珊也是一脸感慨 叶霜当时刚刚入职唐朝公司宣传部 走投无路的她 还曾在线发起过水滴凑活动 当时还有部分宣传部的同事捐过款 但拿到手的钱 却也只是杯水车薪 如果叶霜是公司的老员工 唐朝公司倒是会给其家属 购买一部分的重疾险 但她当时才刚刚完成入职手续 就算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也不可能给予她太大的帮助 当她收到那笔匿名捐款时 心里的激动可想而知 叶霜从小就跟母亲相依为命 眼看着自己毕业参加工作 马上就可以回馈母亲的辛苦付出时 却突然降临如此巨大的噩梦 人生最遗憾的事情 莫过于子欲养 而亲不在 如果母亲因为高昂的手术费用离开人世 叶霜一定会为此遗憾终身 等到母亲挺过这一关后 叶霜也暗暗发誓 一定要报答这位捐赠者 可直到税务稽查局联系到她时 她才知道 原来这位匿名帮助自己的人 就是自己公司的顶流一人 宋毅 等到母亲的身体逐渐恢复出院 她刚回到公司报道 就听说宋毅需要一位生活助理 此时她哪里还有心思 管什么未来的职业规划 态度坚决地找上了许云 请求让她做宋毅的生活助理 而关于宋毅匿名捐助叶霜的事情 也在稽查局的调查后 被公司所有人熟知 很多人猜测 宋毅应该是无意间 看到了同事转发的叶霜 发起的水滴凑 所以才会给她匿名捐款30万 但实际上 宋毅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捐款的细节和分配 宋毅都是交给系统去自动判断的 考虑到两人之间的渊源 许云这才破例 给叶霜一次机会 虽然她没有生活助理的工作经验 但好在大学时 也曾做过许多兼职工作 实习经历也非常丰富 要不然 也进入不了唐朝公司宣传部任职 现在听到许云详细讲述这件事情 就连宋毅自己都嘖嘖称奇 没想到自己无意之间 居然救了一位同事的母亲 思考办上后 宋毅开口说道 你要考虑清楚 生活助理就是一份打杂的工作 很难有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你不要为了所谓的报恩 放弃自己的职业梦想 宋毅担心对方因为报恩心理 耽误自己的大好前程 他一个地精传媒大学 新闻专业的毕业生 只要在唐朝公司干下去 以后成为宣传部的管理人员 也大有可能 虽然做宋毅的生活助理 是很多少女的梦想 但如果没有宋毅的特殊帮助 这也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 以前所学的很多东西 也将再无用武之地 所以宋毅需要对方 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第166章 离谱 只要宋毅老师您不嫌弃我 我就绝不后悔 叶霜的语气坚决 自从知道 宋毅就是那个匿名 帮助自己的大恩人 叶霜的人生理想 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他还担心 自己恐怕永远都无法 偿还宋毅的恩情了 因为宋毅这样的顶流明星 又怎么会有需要 他帮助的时候呢 现在既然有机会 陪在宋毅身边 照顾他的工作出行 饮食起居 他又怎么能错过 这样的机会呢 他甚至不放心 将这份工作 交给其他人 人情债永远是最难偿还的 庆幸的是 他心目中的恩人与偶像 相互重叠了 但其实宋毅还是低估了 自己生活助理 这份工作的魅力 事实上公司有无数人 期盼着这份工作 特别是新人训练营里的歌手 他们多想拥有 与宋毅朝夕相处的机会 且不说跟在宋毅身边 增长的健文 以及结识的一些大人物 但就是宋毅随意给他们写首歌 就足够让他们一飞冲天了 不过许云等人 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情况 根本不可能让心思不纯的人 做宋毅的生活助理 而作为职场新人的夜双 就刚好符合这一条件 既然如此 那就试一试吧 如果你什么时候 想换工作岗位了 也可以随时跟我直说 明白吗 嗯嗯 谢谢宋毅老师 听到宋毅的肯定答复 夜双开心的不断点头回应 恭喜你小双 以后我们就是工作搭档了 你出来 我跟你讲一下工作内容 和注意事项 嗯嗯 谢谢珊珊姐 宋毅的生活助理人选敲定 最开心的人除了夜双 其实还有黎珊珊 毕竟她这段时间 一直都身兼经纪人 和助理两个工作内容 虽然宋毅对她的要求不高 但也把她累得够呛 而且 像夜双这种没什么心机的女孩 她也比较放心 拉着夜双 黎珊珊就开始给她讲解宋毅的一些生活习惯 叮铃铃 两人刚离开办公室 宋毅就收到了一条微信消息 打开一看 发现是陈嘉轩发来的 宋毅老师 《倩女幽魂》 今天晚上凌晨上映 听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背景音乐 都是你创作的 而且集结了很多大牌相将演员 我们一起去看首映吧 如果不是陈嘉轩的提醒 宋毅都快忘了 自己给这部电影写过主题曲 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和排片 这部电影终于在八月底正式上映 而受到宋毅慈善捐款的刺激 杜松这段时间的工作异常情分 昨晚演唱会刚结束 他就直接赶往这台录制综艺节目了 在昨晚的演唱会上 他也找人将他为数不多的几十万存款 全部贡献给了宋毅的直播间 而在宋毅的各种事件曝光后 杜松也常常被人拉出来调侃 为了不给宋毅拖后腿 他现在大大小小的通告都接 就为了能多赚点钱 所以现在诺大的三层别墅 就宋毅一个人住 下班回去也是无聊的心慌 既然双胞胎姐妹主动约着晚上看电影 宋毅也决定打发一下时间 叮铃铃 正准备答应下来 又一条微信消息响起 打开一看 居然是双胞胎中的妹妹 陈嘉悦发来的 宋毅老师 电影画皮 今晚凌晨首映 听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人和妖的爱情 主题曲还是你写的呢 我们一起看看吧 看到这条消息 宋毅瞬间猛逼了 原本以为刚刚陈嘉勋发来消息 是跟两姐妹一起去看电影 但现在看来 事情好像逐渐离谱起来 一向是形影不离的两姐妹 现在似乎是在单独约自己看电影 而且时间段还是一样的 两部人鬼情未了类型的电影 壮荡上映也就算了 现在连双胞胎 约自己看电影的时间都壮荡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了家 但出现这种情况 电影肯定是不能去看了 两姐妹明显目的不纯啊 男孩子也要保护好自己才行 正在思索应该如何回复两人 突然间张诚又打来了电话 喂 阿姨啊 晚上有时间吗 宋毅有些奇怪 但还是问道 应该 大概 是有时间的吧 诚哥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今晚强哥三十岁生日 他在地京也没什么亲戚 哥几个准备陪他热闹热闹 你要是有时间一起过来玩呗 听到张诚这话 宋毅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来 必须来 强哥可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做大寿怎么能少了我 我下班后就来狂傲酒吧 电话对面的张诚 听到宋毅语气异常激动 心中有些不解 但不管怎么说 宋毅能抽出时间就是好事 大家也都知道 宋毅平时业务比较多 一般的事情还真不好意思打扰他 行 那就定了 我提前给你留后门 可惜杜松去航城了 不然还能热闹一点 两人随意聊了几句后 就挂断了电话 这时宋毅也感觉到如释重负 原本还想随便编的瞎话 回绝梁姐妹的邀请 但一个谎言 往往就需要更多的谎言去掩盖 现在强哥助寿 刚好给了自己 不去看电影的正当理由 不行啊 今晚强哥三十岁生日 让我过去一起热闹热闹 都已经说好了 改日吧 宋毅将这条信息 分别发给了梁姐妹 而在梁姐妹的家里 两人正各自在卧室里 等待着宋毅的回信 叮铃铃 听到手机提示音响起 两人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查看 随即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无精打采地倒在了床上 但马上又反应过来 强哥自己也认识啊 连忙对宋毅回复道 宋毅老师带我一起去呗 我跟强哥都见过好几次了 三十岁生日 我也应该去碰碰场 此前宋毅回雾都老家时 猛虎乐队和双胞胎姐妹 确实也出成了好朋友 要去参加 倒也说得过去 但看着两人 几乎一模一样地回复 宋毅还是不禁感叹 双胞胎的神奇之处 见此宋毅也只能答应 带两人同去 想来强哥几人也不会介意 而在另一边 姐妹两人又仿佛满血复活了一般 急忙走出卧室 准备收拾自己 姐 你不是晚上才去舅舅家吗 怎么现在就开始收拾了 听到妹妹的问话 陈家轩有些吞吞吐吐地说道 啊 今晚我就不去舅舅家了 听说强哥过生日 我准备去看看 真巧 我今晚也不准备去姑姑家了 我们一起过去吧 好啊 说完这话 古灵精怪的妹妹 对着姐姐眨了眨眼 姐姐也心照不宣地看着妹妹 第167章 洞类 下班之后 由司机老张开车 直接带着宋毅和叶霜 来到了狂傲酒吧 虽然宋毅一再强调 下班之后的时间 她不需要照料 让叶霜自己回家休息 但这小姑娘似乎很是倔强 认为生活助理不分上下班时间 只要宋毅没有回家休息 她就要伺候在左右 对此宋毅虽然有些无奈 但好在自己平时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 也就随她跟着了 宋毅带着叶霜来到酒吧后门处 就见张诚已经在门口等候 阿易 这么早就来了 这位是 平时都是黎珊珊跟在宋毅身旁 现在见到叶霜这个生面孔 张诚有些好奇的问道 公司给新安排的助理 名字叫叶霜 小霜 这位是诚哥 我的好朋友 以后会经常见面的 诚哥好 叶霜礼貌地对张诚点头打招呼 好好 包奸还在布置生日气球 现在大厅人不算多 我先带你们去卡座玩会吧 好 张诚带着两人来到大厅边上的卡座休息 为了减少其他客人的注意 张诚还刻意在边上装了屏风 此时下午五点钟刚过 厂子里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客人 但已经有酒吧聘请的歌手 在舞台上唱着民谣歌曲 让厂子看起来像是安静的轻吧 而等到晚上 猛虎乐队上台演唱摇滚歌曲时 整个厂子又会显得非常的炸裂 成名给宋毅带来最大的不便 就是出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像普通人正常的饭后散步等行为 宋毅根本连想都不敢想 如果不是现在大厅人少 宋毅也就直接进包间了 倒不是宋毅见不得人 只是担心附近的交通拥堵瘫痪 平白给交警同志增加工作量 看着舞台上安静唱歌的年轻人 宋毅倒是有了几分怀念 出道前虽然赚得少 但好在身体是自由的 不用像现在这样 来朋友的酒吧玩一会儿 还要戴着口罩和帽子 坐着听了会歌 眼见大厅人越来越多 宋毅起身带着夜霜 往专属包厢里走去 宋毅老师 是你吗 我等了两天 终于等到你了 宋毅刚刚走到大厅边缘 就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兴奋地走了上来 嘴里还不停发出惊叹声 好在大厅里 有音乐声和客人的喧闹声做掩护 对方的惊呼 才没有引起大家注意 我不是 老哥你认错人了 为了避免被人围观 宋毅不得不撒了一个谎 随后就以更快的速度 往包间里走去 中年男子听到宋毅否认自己的身份 待至了片刻后 立马反应过来 快步跟上宋毅和叶双两人 巧声说道 宋毅老师别误会 我不是你的粉丝 我是想找你帮个忙 此时三人已经走进了包厢 宋毅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随即发现有些不对劲 转身对男子问道 不是我的粉丝 不不 宋毅老师您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中年男人这才发觉 自己刚刚口误说错了话 连忙开口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一般的歌迷粉丝 我知道宋毅老师您喜欢低调 您放心 我不会把您在这里的事情 声张出去的 见面前这位发际线 有些后裔 但语气还算诚恳的男人 宋毅也没在计较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宋毅老师 我是季风动漫公司的负责人林朝 找您主要是想获得 追梦赤子星 歌曲的使用授权 中年男子 掏出自己的名片 递给宋毅 宋毅简单查看后 又将名片递给一旁的叶双收好 歌曲的使用授权 你给我们公司发函 或者直接到市场部洽谈就行了 不算反感 但如果只是授权问题 实在没有必要找他 只要对方的使用需求和价格恰当 唐朝公司一般都不会拒绝的 宋毅现在创作的歌曲 早就超过了二十首 几乎每首歌 都有大量的授权合作找上门 如果这些事情都来找宋毅 他也就没时间做其他事情了 见此林朝联盟解释道 我知道的 我给唐朝公司发过函 但因为报价太低 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听说这间酒吧是您朋友开的 所以我就想来蹲点碰碰运气 没想到还真让我遇见了 林朝这位中年汉子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要想拿到歌曲的授权 自然是跟唐朝公司市场不洽谈 最为直接 但他的预算 却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 这两天 他也曾试过到唐朝公司去找宋毅 但一般人去公司 根本就无法见到宋毅 不得已之下 他只能到狂傲酒吧来碰碰运气 所幸 他的运气似乎还不错 歌曲打算做什么使用 你的预算是多少 既然碰巧遇见了 宋毅倒也不准备拒人于千里之外 只要价格不是相差的太离谱 他倒是可以给市场部打声招呼 行个方便倒也不难 见宋毅没有直接拒绝自己 林朝连忙回答道 我们创作了一部动画 想用 《追梦赤子星》 做主题曲 预算 目前只有十万 说到这里 林朝语气有些不足 那年那兔 本就不是什么大制作的动画 原本没有听到宋毅在演唱会上 演唱的 《追梦赤子星》时 他的十万预算 倒也能找到一首普通的歌曲授权 但人就是这样 没有吃过肉的时候 每天土豆青菜 倒也能凑合过日子 可一旦闻过肉香之后 再去吃土豆 就感觉没那么香了 有了 《追梦赤子星》 这样的歌曲出现 林朝和他的弟兄们 又怎么愿意再找其他的歌曲 来匹配自己用心创作的作品呢 十万块的主题曲 听到这个报价 宋毅也不禁有些折舌 难怪这人会想尽办法 到狂傲酒吧来堵自己了 要知道 宋毅之前给 《画皮》和《倩女幽魂》 写的主题曲 对方都给了三百万的授权使用费 就算 《追梦赤子星》 并非为对方量身定做 但想要拿去做影视作品的主题曲 估计没有五十到一百万的报价 根本就不会进入唐朝公司的候选名单 这并不是唐朝公司贪心膨胀 而是关系到歌手的身价和定位 如果低报价的邀约接多了 会直接影响到 外界对宋毅的定位 长此以往 其他公司的报价 也会相应降低 唐朝公司自然不可能干这样的事 如果只是歌手的翻唱授权 或者是动漫中某一级的插曲 十万块钱 宋毅到也能勉强帮一帮 但如果是主题曲的话 宋毅却不敢开口硬承下来 我知道这个报价有些太低了 但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剪了一个动画的样片 麻烦宋毅老师抽五分钟时间看看 如果如果确实入不了宋毅老师的眼 我也不再强求 可以吗 林朝知道自己有些强人所难 虽然这种行为在商业里 显得很不专业 但为了让这部作品变得更好 他也只能拉下脸来试一试了 给我看看吧 现在时间上早 双胞胎姐妹和强哥几人都还没到 看一看样片倒也无妨 就当是打发时间了 谢谢宋毅老师 谢谢 林朝连忙打开手机 将样片找出 然后点击了播放 递给了沙发上的宋毅 轻 你的眼泪冻住了 啊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距离发起攻击 还有多长时间 映入宋毅眼帘的 是两只匍匐在雪地里的兔子君 Q萌萌可爱的造型设计 加上儿童生的配音 让视频乍一看去 像是治愈和搞笑类型的动漫 但两名兔子君 头上戴着的五角星军帽 和手里拿着的长枪 都在告诉他 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动漫 这种多元素融合在一起的画风 瞬间引起了宋毅的兴趣 就连一旁的夜霜 也歪着脑袋看了起来 第168章 冲锋 距离约定时间 还有四个小时 你可以吗 我搞得定的 注意潜伏 是 两只兔子 就这样匍匐在冰冷的雪地里 身上粗糙的棉符 根本就无法抵御周围的寒冷 但就算再冷 两只兔子也努力将自己的身子 深深埋进了雪堆里 没有发出一丝抖动 画面一转 两只兔子已经被鸡血掩埋 只留下长长的耳朵 若隐若现 轻 时间到了 我们上吧 轻 一只兔子探出头来 努力甩掉头上的鸡血 转身呼唤身旁的同伴 却再也没能得到任何回应 冰寒刺骨的天气 已经不知不觉间 夺走了他的生命 刹那间 兔子的脸上已经挂满泪痕 喃喃自语道 原来 眼泪也会冻住的 兔子擦掉眼泪 起身拾起地上的冲锋号 对着前方 奋力吹奏了起来 短促激昂的旋律传出 身后越来越多的兔子军团 从雪地里爬起 背后即是祖国 我们无路可退 亲们 跟我上 他们满脸严肃 毫不犹豫 向着前方的敌军 发起了冲锋 冲啊 冲啊 刚刚吹响冲锋号的小兔子 一般的雪堆 低声呢喃道 亲 等着我们 画面一转 无数的兔子军冲过了三八线 只为保护身后的祖国 我们口号是什么 专打鹰将 不疼不要小钱钱 略显Q萌的画风 却在演绎着最为惨烈的战斗 无数敌军从阵地上空飞过 落下一枚枚炮弹 亲 我563团几乎打光 我现在请求接任排长 兔子的话音刚落 一枚枚炮弹 已经降落在营地里 整个563团再无一人幸免 打一个不赔 打两个赚了 胜利属于我们 祖国万岁 刚刚接受手掌动员的兔子军们 又毫不犹豫对敌人的震态 发起了冲锋 放进到20米 爸 给我狠狠地打 身穿破布绵衣的兔子军们 却把装备精良的鹰将军团 打得丢盔弃甲 但随即 敌军又发起了一轮远程炮击 阵地上的兔子军 伤亡殆尽 851851 听道请回答 851 听道请回答 通话机里不断传来友军的呼喊声 遍地尸体的阵地中 终于爬起了一名伤痕累累的小兔子 拾起电话线低声说道 851听道 亲们 我已经被包围 抬头看向不断围拢的敌军 兔子用尽最后的力气 大声喊道 为了祖国胜利 请向我开炮 冲啊 兔子拾起最后的手雷 冲向了不远处的敌军 一阵硝烟生气 兔子完成了他最后的使命 要是 要是我回不去种花家了 请一定要记得我 记得有一只 为了那个大国梦想 奋斗过的我 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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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的样片播放完毕 宋义的眼角微微泛红 而一旁站着夜霜 更是早已落下了两行青泪 虽然动画中没有明确说明 但宋义依然明白 动画中讲述的 就是那个在建国之初抗战的历史 在那个毕露蓝褛 百废待兴的时期 我们的民族 急需一场胜利 来向全世界证明自己 而兔子军身后的国土 也不容他们有一丝退却 动画做得很好 制作已经完工了吗 原本只是抱着随便看一看的心态 但是现在 宋义已经完全被这部动画的内容打动 听到宋义的夸赞 林朝兴奋莫名 连忙说道 刚刚做完第一季的前十二集 如果市场反馈还不错 我们预计至少还要做五季 听到林朝已经有了后面五季的计划 宋义沉思片刻后 开口说道 等市场反馈后再开工 没经费了 林朝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是没多少经费了 准备等动画上线 资金回笼一些后 再启动第二季的制作 这是影视作品中的常规操作 在没有经过市场检验之前 就算是数亿投资的大制作 也有可能血本无归 更何况 是他们这样的小成本制作 连最基本的宣传费用都没有 在成绩没有出来之前 他们根本就不敢启动第二季的制作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 宋义似乎对这样的工作效率 很不满意 别看他经常在办公室里摸鱼 但实际上是因为 宋义的工作效率太高导致的 而在办公室里摸鱼的时间 他都对外宣称 是在寻找创作的灵感 接受投资吗 追梦赤子星 我可以以投资的形式 免费授权给你们使用 如果有需要 我还可以给你投资五百万 帮你们后续的聚集提提速 听到宋义的话 林朝立刻傻眼 原本以为以宋义的爱国情怀 能答应自己十万元的授权费用 就已经烧高香了 可没想到 宋义不仅让他免费使用 还愿意为他们的后续制作 投资五百万 这得是有多看好这部动画 才愿意这样鼎力相助啊 要知道整个第一季 也只花了他不到两百万 此前他也拉过投资 但却一直遭到投资公司的拒绝 偶尔有愿意投资的 也不过出价三五十万 却要拿走过半的股份 这种吃人不涂骨头的行为 林朝自然不会同意 宋义老师愿意投资当然最好 就是不知 您想要占多少股份 此时林朝已经想好了 只要宋义能给自己留下三十的股份 毕竟有了宋义的投资背景 这部动画的播放量 一定能一鸣惊人 这都无形中 拉高了动画带来的利润 所以与宋义合作 他甚至愿意放弃动画的主导权 将大部分股权都让给宋义 哪知宋义思考片刻后 却说出了一个 惊掉他下巴的数字 一首主题曲 外加五百万资金 要个二十 的股权应该不过分吧 见林朝站在原地 迟迟没有回话 宋义又说道 多了吗 十也行 对宋义来说 这样的投资只是随手而为 至于这部动画 到底能挣多少钱 他其实并不在意 宋义更看重的是 刚刚样片中 令他感动的那一瞬间 这样的作品 不管市场前景如何 都值得他去投资 不不不 一点都不多 宋义老师给出这样的价格 怎么能只占二十的股权 您要是不嫌弃 我们俩就对半分 每人五十 后续所有的剧集 也都包含在内 可以吗 林朝并非不知进退之人 既然宋义如此慷慨 他也愿意用真心去回馈 宋义思考片刻后说道 这样吧 也不用推来推去的 我以后不干涉 你对动画的创作 所以我战股四十九 你战股五十一 不过我希望以后的剧集 都能够保持高水准的制作 而且要快 至于这第一季 你们也可以想办法 把画面再精修一下 没问题吧 听到宋义充满诚意的方案 林朝哪里还有拒绝的理由 连忙开口说道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我明天带着合同 去唐朝公司找您 第169章 送走 林朝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随后陈家勋姐妹和猛虎乐队几人 也先后来到包厢 强哥 我两姐妹今天不请自来 大家不要见乖哦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打扮靓丽的 两人刚一进门 就直接掏出了事先准备的礼盒 阿强连忙上前接过礼盒 受宠若惊地说道 两位妹妹能来 就是给我添大的脸面了 哪里还用准备什么礼物 且不说两姐妹的富贵出身 但就是 陈宇辰 现在的人气 也确实担得起猛虎乐队的重视 没事了 都是朋友吗 我们也没有刻意准备 就顺手在家里拿了一堆黑色玛瑙石 强哥不要嫌弃就好 两姐妹对着阿强甜甜一笑 虽然陈家勋语气轻松 但大家都知道 能让两人从家里拿出来的礼物 即便看起来只是平平无奇地破石头 那也肯定价值不菲 此时一旁的河雪 也跟着掏出了自己事先准备的礼盒 只留下章程 送一几个大老爷们 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 不得不说 这一群大老粗根本就没有送礼物的意识 如果是普通的交情 倒是可以考虑直接随个红包 但交情到了他们这个份上 送红包反倒显得世俗了 嗨嗨 小强啊 这是我们三兄弟给你预定的蛋糕 也算是给你准备礼物了 章程也不见外 直接把包厢里的蛋糕 当做了他和另外两名乐队成员的礼物 随后几人就半调侃地看向宋义 想看他如何化解这个难题 宋义知道大家是在开玩笑 但也没有推脱站起身来说道 嗨嗨 来得太匆忙了 没准备什么礼物 我直接给强哥唱首生日歌吧 诚哥 肠子里有大锣吗 蓝星自然也是有生日歌的 只是旋律跟前世略有不同 但宋义却没准备唱正经的生日歌 必须有啊 我去给你取 锁那要不要 几人以为宋义要急性秀才艺 一个个都兴奋的不行 啊 那就一并拿来吧 几分钟后 包厢众人全神贯注地看向宋义 而宋义则一手拿锣 一手拿锤 气势不凡 Doin 铜锣敲响 宋义魔性的歌声也随之响起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啊 歌词还是那个歌词 但味却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了原来的古板单调 反倒是有了一股 西南地区山歌的味道 但生日歌 配上民族乐器铜锣 怎么看 都不像是在给人祝寿 而是要把人当场送走 一段山歌曲调结束后 宋义似乎还意犹未尽 连忙又拾起桌面上的唢呐 欢快地吹奏了起来 呜 唢呐声按照生日歌的旋律吹响 直接把对面的阿强当场震猛 要不是他身强体壮 搞不好就直接晕倒过去了 好在歌曲的旋律很短 而且宋义也见好就收 见阿强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祝福 随即就在一阵高亢的曲调中 结束了自己的才艺表演 怎么样 强哥 这生日歌不赖吧 完事后 宋义还一脸自豪地向阿强提问 啊 好听是挺好听的 就是有些甚得慌 还好我这是三十岁生日 如果是七十岁大寿 那还不得直接被你送走啊 听到阿强的回答 包厢里的众人 也都认可地点了点头 见大家都理解不了 这首曲子中的喜悦氛围 宋义装作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说道 你们啊 还是被自己的偏见 和固定思维把控了 你们总是觉得 唢呐和铜锣就应该用在白事上 殊不知在以前结婚迎亲的时候 铜锣和锁那手 从来都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 包厢里除了宋义和叶霜 是农村出生 其余人都是打小生活在城里 自然没有见过 唢呐对迎亲的场面 哎 没想到 明月大典举办的如火如荼 还是没有扭转大家对民族乐器的偏见 虽然刚刚的表演 有半开玩笑的成分在 但这番话 却是宋义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场众人都是做音乐的 却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偏见 更别说普通的民众了 看来明月真正的复兴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见宋义满脸认真的样子 众人纷纷露出羞愧的神色 宋义老师对不起 是我们的音乐鉴赏水平太弱了 跟不上你的创作思路 对对 阿姨你别灰心 我们会努力进步的 帮你早日实现心中的理想 是啊 我们一群玩摇滚的大老粗 懂个屁的民族乐器 我们向你赔罪 自罚三杯 在张诚的带头下 几人抄起桌上的酒杯 就仰头灌了下去 就算宋义极力劝阻 大家也没有丝毫含糊 对此宋义只能在心中感叹 大家还真是实在人啊 一番玩闹之后 何雪将生日蛋糕搬上了桌面 恭喜强哥三十而立 生日快乐 来来 吹蜡烛 许个愿望 见众人起哄 阿强这虎背熊摇的汉子 装模作样的双手合十 闭着眼睛许了个愿 搞得还挺正经 强哥你许的啥愿啊 面对吉他手王磊的提问 阿强撇嘴说道 那能告诉你吗 说了可就不灵了 键盘手李伟接话道 这还用说 我强哥单身这么多年了 现在三十而立 事业也渐渐起来了 肯定是偷偷许愿 找个兄大的老婆啊 听到这话 张诚也马上调侃道 哈哈 强哥 听说你学生时代的初恋 阿珍离婚了 还带着俩娃 要不要考虑考虑 我找人去给你保媒 妙啊 直接白捡两个儿子 坐享其成啊 面对一群损友的调侃 阿强没好气到 滚滚滚 老子的年轻女粉丝多着呢 天天都给我发私信 过两天就带一个给你们瞧瞧 难怪最近总看见 你抱着手机傻笑 原来是在网恋啊 对此 宋义也忍不住调侃两句道 那强哥你要小心了 没准对方是个 罗林英的抠脚大汉 裤子脱了 比你还大呢 靠 阿异 你怎么也跟着这群 王八蛋学坏了 就不能盼着我点好 哈哈 阿异这是好心鞭策你 怕你被人骗 对女人留下心理阴影 可不是 要是见面给下杨伟了 那下半身的幸福可就没了 见几人越说越没谱 一旁的河雪红着脸打断道 好了好了 强哥快切蛋糕吧 大家都还没吃晚饭呢 哈哈 老板发话了 大家都正经现 蛋糕分好之后 众人直接在包厢里 煮起了火锅 虽然邀请到场的人并不多 但这种轻松的氛围 却让宋义感觉到非常舒心 一阵狂欢之后 宋义带着有些绚运的脑袋 坐上了司机老张的车 宋义老师 我们送你回去 说着 陈嘉轩姐妹就要跟着坐上车 叶霜也紧随其后 坚持要将宋义安全送到家 才算是完成了 自己生活助理的工作 别别别 都不用了 我喝的又不多 有张哥送我回去就行了 挺晚了 你们也赶紧回去吧 宋义态度坚决地 拒绝了三人的护送请求 深更半夜 要是被狗仔拍到 三个年轻女孩 陪自己一起走进别墅 指不定还会编出 什么离谱的花边新闻 自己上午还在让卓尾 去抓几番的脏 要是自己先一步翻车 那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了 第170章 寒流 两部鬼怪电影壮荡 谁将更胜一筹 相将大片 《倩女幽魂》上映 好评如潮 宋义的配乐和主题曲 功不可没 内地影片 画皮不甘示弱 票房紧跟其后 一首主题曲 拯救一部电影 画皮 疑似 画新 超长MV 宋义 人鬼情为了系列电影 专属作曲人 虽然宋义 没有去看两部电影的首映 但两部电影 依旧凭借其精良的制作 快速冲上了各大平台热搜 而宋义创作的主题曲这个噱头 也让两部电影的票房 更加火爆 这也是那么多影视作品 拼问命都 想来找宋义合作的原因 有宋义大量的粉丝脱底 就算是歌曲的价格高一些 他们也心甘情愿 宋义刚刚走进公司大楼 就发现 昨晚遇见的林朝 早已等候在前台 宋义老师 这是我连夜准备的合同 您看一看 好 将林朝请进办公室稍作 宋义顺手将合同 递给了一旁的叶霜 小霜 去请法务部的同事 帮我审查一下 虽然并不奢望这份投资 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润 但合同牵扯的东西太多 自然是不能随便乱签的 夜双连忙接过合同 小跑着去了法务部 有宋义的名头开道 法务部自然是特事特办 很快就完成了合同的审查 合同条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没有故意留下什么文字坑 但法务部还是提出了几点修改建议 让整个合同 对宋义更加有利 很快 夜双就将修改意见带回 林朝看后也欣然同意 合同签订 宋义直接将500万资金 转账到了林朝的账户里 此时宋义的账户里 还有足足1300多万的余额 而这笔投资属于宋义的私人行为 唐朝公司并未参与其中 如果这样的投资足够多 往后带来的收益 甚至有可能超过 他在唐朝公司的收入 那就合作愉快 我没有别的要求 尽快上线 然后启动第二季的制作 如果第二季需要新的主题曲 也可以联系我 再审查合同的空档 林朝又聊了很多 自己关于后续剧集的构想 让宋义对这部动画的成品 更加期待 宋义老师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待林朝离开 黎珊珊又拿着文件夹走了进来 小宋 活埋 的拍摄团队已经组建完成 总导演请的是丁洪博老师 就等你档期空出来 就可以启动开拍了 唐朝公司的工作效率很高 才短短几天时间 就已经替宋义 组建了一支优良的拍摄团队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 也是因为这部电影 只需要宋义一个人出演 不涉及选角问题 推进起来自然就快了许多 而导演丁洪博的名字 宋义也有所耳闻 他是龙国排名前十的电影导演 作品以细腻和发人深省著称 他的电影作品虽然不多 票房也不算特别高 但几乎每一部 都获得过金像奖的提名 甚至还曾拿到过国际大奖 唐朝公司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将丁洪博请来 倒是有些出乎宋义的预料 丁导看了你的剧本后 对这部电影非常感兴趣 似乎是看出宋义的疑惑 黎珊珊主动解释道 他想要凭借这部电影 冲击今年的最佳导演奖 他的片酬报价非常低 只要了二十万的基本费用 甚至连票房分红都没提 导演对一部电影的重要性 无庸置疑 就算宋义有大师级的演技傍身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导演 把控全局 那拍摄和剪辑出来的影片 也难以获得成功 虽然丁洪博没有主动提分红 但以宋义的性格 自然也不会亏待他 明白了 我下周还有档期吗 听到宋义的问话 黎珊珊低头看向手里的文件夹 有 但最多只能空出来两天 说到档期 黎珊珊干脆向宋义汇报了一下 最近的行程安排 今晚有 明月大典的第二轮赛事 李洪云会长 希望你能到场拉一下人气 后天芒果台的 我是歌者 正式开派 所以明天下午 我们就要启程前往长沙了 你还答应了西南大学的邀请 比赛结束后 又要立马赶往物读 听到这些密密麻麻的通告 让宋义感觉到一阵头疼 但这些事情 偏偏见都不能落下 如果要在一周内开拍 活埋 我们就不能在物读停留太久 活动当天就要赶回来 黎珊珊和尚文件夹 满脸心疼地看着宋义 外界只知道宋义才华横溢 高产四母猪 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为了挣钱做慈善 工作上也比很多人都要卖力 行 那就安排在下周 你让丁岛把拍摄场地和道具 提前准备好 嗯 还有一件事需要跟你说一下 说到这里时 黎珊珊有些欲言又止 脸上还有些愤懑 宋义还是第一次看见 黎珊珊这副模样 不解地问道 什么事情值得你这么生气 听到宋义提问 黎珊珊这才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芒果台这次不仅邀请了你 还邀请了一位韩国艺人 据说通道费用还跟你一模一样 听到这个消息 宋义也是十分惊讶 上次工台长过来的时候 他说过 是想发掘国内的音乐人 我看他的样子 不像是说假话吧 宋义对龚珊珊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不仅开出了 每期两千万的天价邀约 而且从他的言行中 也可以看出 他对华语音乐是有执念 这样的人 不应该做出 邀请韩国明星参赛的事情才对 只听黎珊珊气鼓鼓地说道 龚珊珊这人是不错 但他只是个副台长 芒果台能压他一头的人 大有人在 他们明知你最讨厌重阳媚外 却还找韩国艺人来参赛 分明就是想利用你来炒噱头 获得更高的收视率 说到这里 黎珊珊忍不住开始抖落 芒果台的黑历史 小宋你可能不太清楚 早年间 龙国最先引进韩流明星的 就是这个芒果台 后来被部里的领导约谈了 这才有所收敛 但却把韩流的风带进了国内 这几年 韩流之所以这么盛行 芒果台要负很大的责任 唐总已经说了 如果你不愿意参加这档节目 我们现在就去申请退赛 当初跟芒果台签的合同我看过 如果歌手单方面提出解约 要支付至少十七的通告费用 划不来的 虽然宋益挣钱很快 唐朝公司也愿意为了自己掏这笔钱 但平白损失两个亿 这样的事情 宋益还是无法接受 而且一旦自己退赛 又有谁来压制这位韩国明星呢 与其申请退赛 还不如直接将这位远道而来的斯密达 淘汰回家 第171章 风波 当天晚上 宋益照例前往龙台演播厅 参加了明月大典的第二期直播现场 虽然宋益并没有上台表演节目 甚至坐在嘉宾席上都没有过多的发言 但节目组依然给了他大量的镜头 因为只要宋益出现在镜头里 观看人数就会不断上升 此时的宋益也终于体验到了做花瓶的快乐 不需要绞尽脑汁的发言 也不需要上台演出 只需要静静地坐着 就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但热爱工作的宋益并没有摸鱼打酱油 而是认真观看了每一位乐手的表演 不得不说龙国大帝藏文卧虎 许多名乐高手都藏于民间 能进入到这一环节的乐手 几乎每一个都有自己看家的本事 有几位年龄稍大的选手 单向乐器的演奏水平 甚至超过了宋益的大师级 看着这些被挖掘出的人才 宋益惊喜连连 而节目组的评委都很细心 但凡有让宋益脸上 浮现出一丝惊讶表情的选手 大家都会重点关注 8月30日下午 宋益带着黎珊珊和叶双两人 启程飞往长沙 准备参加第一期的 我是歌者 刚刚在商务舱坐下 宋益就遇到了一个熟人 王斐老师 你也去长沙 虽然两人都戴着口罩和墨镜 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此时两人之间就隔着一条过道 交流起来十分方便 见来人是宋益 王斐连忙摘下墨镜和口罩 微笑着说道 早就听节目组说 宋益老师你会参加 我是歌者 那首发 但没想到我们会这要巧 居然坐上了同一班飞机 听到这话 宋益有些惊讶地问道 你也是去参加 我是歌者 前几天没听你说过呀 王斐是业内出了名的 不爱上综艺 刚出道时 他倒是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 但很快就厌倦了节目的作秀 在宣布退出娱乐圈之前 几乎除了龙台和春晚的舞台 其余节目他都有一律拒绝 却没想到 会在一档比赛兴致的综艺节目里 遇到他 对此 王斐展颜一笑道 我也是听韩红姐说 你要参加 我才同意芒果台的邀约的 连你这样的音乐天才 都愿意参加的节目 我们哪里还敢故作清高呢 而且 我现在刚刚付出 也确实需要一档节目 来增加自己的曝光量 现在这个时代 闭门造车 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了 听了王斐的解释 宋益深以为然的点点头 这也是芒果台制作综艺厉害的地方 虽然不少人抨击他 引入寒流 但却不得不承认 他是地方省台综艺一哥的地位 他对综艺节目的制作和宣传 都很有一套 就像这次 我是歌者 的筹备阶段 芒果台先是派出公正文来说服自己 随后又打着宋益的名号 再去邀请国内的知名歌手 不仅大大降低了邀约难度 也能让歌手队伍更加强大 在这之后 芒果台似乎还嫌话题不够 顺势又出天价通告费 邀请韩国艺人前来打雷 但是宋益与韩流明星对决这一话题 就能让芒果台 吸引大量的广告商投标 宋益老师 你知道芒果台邀请的韩国艺人是谁吗 没有打听到 但是听说实力不俗 芒果台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就算以唐朝公司的信息收集能力 也没有打听到更多有用的信息 而芒果台也相当沉得住气 即便是马上要开播了 也没有对外公布具体的参赛歌手名单 如果不是韩红和王斐主动提起 宋益都不知道 这两人也同意了参赛 宋益老师 你这次准备唱什么歌曲 有一些备选歌曲 但还没有确定 准备到了芒果台 知道赛制和参赛人员后 再确定曲目 你呢 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 两人就这样隔着过道 时不时的闲聊几句 倒是对彼此多了一些了解 而在谈话中 王斐这位天赋型的歌手 也时常能给宋益这个挂逼 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两个小时后 飞机抵达长沙飞机场 王斐和他的经纪人刘姐 以及宋益三人 结伴向通道口走去 刚刚走到出站口 就见龚正文 亲自带着节目组的拍摄团队 等候在前方 宋益老师 王斐老师 这里 因为芒果台 没有对外宣布参赛歌手的信息 此时机场内外 并没有出现粉丝聚集的情况 宋益走到龚正文面前 淡淡地说道 没想到能劳烦龚台长亲自接机 我怕是承受不起 龚正文听出宋益语气中的埋怨 连忙开口解释道 宋益老师 这事是我做得不到位 但请韩国明星来打赖这件事 是台里开会决定的 我虽然坚决反对 但是没有通过 龚正文语气中有些无奈 甚至又有些羞愧 当初是他信誓旦旦地对宋益说 想要做一款精品的华语音乐节目 没成想事与愿违 等到龚正文说服宋益签订合同后 其他领导成员的心思 也就活泛起来 一方面 确实是想通过龙寒歌手对决的噱头 增加节目的收视率 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部分领导成员 跟这些寒流明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哇 黄志烈欧巴来了 我们爱你 啊啊 欧巴好帅 我要嫁给你 欧巴加油啊 几人正说着话 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少女的尖叫声 宋益顺着这群少女的目光看去 只见七八位工作人员 簇拥着一位戴着墨镜 长相帅气的男人 朝出战口走去 这时龚正文身后的工作组中 立即奋出一队人马 在一名有些微胖的男人带领下 朝着对方走去 这个微胖男人宋益 虽然叫不出名字 但却知道 他是芒果台一位不知名的主持人 两拨人距离有些远 宋益只能隐约听见 那个带队的主持人 在用韩语与对方交流 而且语气十分恭敬 不断地朝对方弯腰鞠躬 表示敬意 看这架势 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甚至能给这位韩国人跪下 第172章 条件 此时不只是宋益 就连王匪也语气不善地问道 公台长 这就是你们对韩级艺人的态度 为什么他会有粉丝提前接机 你们不是说每位歌手 都提前签了保密协议的吗 王匪当然不是在意 是否有粉丝接机 他在意的是芒果台 对这位韩国艺人的态度 如果只是光明正大的歌手对决 他并不惧怕任何对手 但现在看到的一切 都在表明芒果台的区别对待 而这位不知名主持人的行为 更是让他感到一阵恶心 如果说来长沙之前 宋益还是坚持想要完成比赛 甚至决心将这位韩国艺人 踢回老家 但是现在 宋益是真的有了退赛的想法 不公正的待遇 自然不可能得到公正的比赛结果 如果芒果台失去应有的底线 就算是宋益拥有宗师级的唱功 以及庞大的数据库 也不可能获得比赛的胜利 与其按照芒果台设计的剧本 在舞台上像小丑一般表演 还不如痛快地赔钱走人 两个亿的赔偿金 虽然有些不舍 但与数千万粉丝的期待相比 那也是一文不值 两位老师不要生气 哎 这里人多眼杂 我到车里再给两位解释吧 龚正文的脸上满是无奈 事不清理不知难 许多事情只有亲自做了 才知道到底会有多困难 他虽然是 我是歌者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芒果台五位副台长中的议员 但在节目中 他却做不到一言而绝 来都来了 先听听他的解释吧 坐了两个小时飞机才抵达长沙 宋益也不怕再耽误这么几分钟 带着王斐等人 就上了节目组的超大商务车 两位老师息怒 台里其他领导一致同意 加入韩国艺人增加节目看点 我虽然距离力争 但最后还是溜不过他们 龚正文语气诚恳 看起来倒不像是座位 但是两位老师放心 我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有利条件 龚正文抬头看向宋益和王斐 见两人没有搭话的意思 他只能继续说道 这个韩国艺人名叫黄志烈 是韩国新生代歌手中 很有潜力的一位唱跳俱佳的歌手 他在国内的名气虽然不大 但实力却不容小觑 比赛当天 龚正文末及半天都没有说到关键点上 宋益不耐烦地说道 直接说比赛规则 龚正文自知理亏 此时只能继续说道 我们一共邀请了六位国内实力派歌手 除了你们两位之外 还有韩红老师 腾格尔老师 张杰老师 以及湘江的新生代歌手邓子齐老师 而黄志烈作为韩国踢馆歌手 只有在第一场比赛中 进入前三名才能继续留在 我是歌者的舞台上 想来这就是龚正文所谓的 他争取来的有利条件 不过这样的条件 在宋益看来却算不上有多好 反而显得国内歌手有些心虚 在这样的条件下 就算宋益将对方踢回了韩国 恐怕也会有大量脑残粉不服气 但也确实比没有要强 虽然宋益有自信 不会输给对方 但却不能保证其他歌手 也能胜过对方 如果采取末位淘汰制 还指不定要看到对方多久 既然龚正文争取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宋益就争取 在第一期就将他踢出前三名 这样一来 至少在以后的比赛中 不用再看到这位韩国艺人 但随即宋益又冰冷地问道 投票机制是怎么样的 你能保证结果绝对公平吗 我先提醒你 如果你们敢在投票环节作假 别怪我当着直播退赛 原本宋益对龚正文还有些好感 但是亲眼目睹了机场街机的一幕后 这为数不多的好感 也已经消失殆尽 龚正文知道是自己有错在先 只能再次对宋益和王斐保证到 这一点你们可以绝对放心 这次比赛 我们取消了网络投票环节 只允许现场观众进行纸质投票 我们会保留所有的纸质票据 随时等待查验 而且一千位现场观众 我们也是从各个渠道挑选而来 观众从十几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 每个年龄段个二百名 而且他们都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 且没有任何歌手的死忠粉 尽力保证了投票的公平性 龚正文介绍完这一切后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丝自得 这套投票机制 是他名思苦想而来 由于观众几乎覆盖了所有年龄段 如果能够严格落实到位 就可以尽量削弱 歌手本身名气带来的影响 比赛的结果 基本全靠歌手当期的表演 能否打动更多的现场观众 而取消网络投票 也可以避免资本公司的搅局 不过 龚正文显然低估了宋毅的防备心理 我现在信不过你们 我要求省政府办公厅和公正处 被投票全程进行监督 至于如何请到这两个部门前来配合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原本宋毅并不是咄咄逼人的性格 奈何芒果台的操作 一再刷新他的认知 如果只是国内歌手参赛 他输了也就输了 但现在有韩国艺人的介入 宋毅就再也输不起了 一旦宋毅真的在比赛节目中 输给了这位韩国艺人 那他好不容易给国民树立的信心 也将瞬间崩塌 如果确实是技不如人 输了也就罢了 可如果是因为芒果台的暗箱操作输了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好 这个没问题 我先带你们去酒店入住吧 这两位是台里的新手主持人 他们将负责照料 你们在长沙的日常生活和出行 建车里的气氛有所缓和 龚正文这才将身后的两位小姑娘 介绍给宋毅和王匪 跟着宋毅的名叫慕闻 跟着王匪的名叫赵亚 两人气质有些青涩 对待宋毅和王匪都很尊敬 但或许是害怕 像刚刚那位男主持人一样过犹不及 两人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克制 哦对了 在今晚之前 你们要把演唱的曲目确定下来 我好跟乐队老师沟通 行 此时宋毅不光想好了自己演唱的曲目 甚至还打算给王匪和韩红 都各自写一首新歌 只有这样 才能尽可能地将黄志烈 排挤在前三名之外 但具体情况如何 还得等到了酒店 和王匪韩红商量后才能确定 第173章 传奇 我是歌者 首发阵容确定 大咖云集 音乐天才宋毅参赛 机场偶遇 韩国歌手竟让宋毅和王匪满脸怒容 龙韩歌手对决 谁将更胜一筹 明晚七点 我是歌者 正式开赛 敬请期待 外国歌手踢管规则 首战进入前三名 才能继续参赛 不得不说 芒果台确实很会利用噱头炒作 宋毅和王匪才刚刚抵达酒店 之前在机场发生的荧幕 就已经被节目组剪辑后 上传到各大网络平台 并花钱买了几个热搜 顿时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靠靠靠 宋毅大大居然去参加比赛类节目 这不是降维打击吗 其他歌手还怎么比 草 那个韩国人是谁啊 居然让宋毅和王匪女神这么生气 看样子 宋毅大大和王匪女神 事先都不知道会有韩国人参赛 看来又是芒果台搞的鬼了 过分 这个黄之列我知道一点 人挺帅的 唱功也很强 进入前三名应该不难 宋毅大大他们的压力有点大 芒果台太卑鄙了 明知宋毅大大最讨厌的 就是小鲜肉和韩流 居然还故意让韩国艺人来搞事 兄弟们 我听说这个韩国歌手的通告费 居然跟宋毅大大一模一样 这分明就是节目组在搞事啊 卧槽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做慈善 宋毅大大怎么可能放下身段 参加他芒果台的节目 太卑鄙了 这个韩国人何德何能 居然跟宋毅大大拿一样的通告费 我刚刚查了 他在韩国都没什么名钱 这芒果台舔得太过分了吧 凭宋毅大大的音乐创作能力 就甩出那个韩国人十几条街了好吗 根本就没有可比心 光是宋毅 大大一个人牛逼没用啊 韩国人只要进入前三 就能继续参赛 所以还要其他歌手一起加油才行 我就挺喜欢这个韩国欧巴的 又帅又有礼貌 还冲着镜头比心呢 爱了爱了 脑残粉 礼貌不过是他们虚假的外衣 回到韩国 还指不定怎么骂我们傻叉呢 该说不说 芒果台挺会玩的 我都有些期待了 可惜没有网络投票 不然这韩国人毫无胜算啊 就是不知道 芒果台会不会在投票上动手脚了 大大加油 王匪女神加油 将韩国棒仔送回老家 宋毅没时间搭理网上的言论 刚刚在酒店安顿下来 就立马拨通了韩红的电话 喂 韩姐 你到长沙了吗 电话那头的韩红 此时已经知道了 芒果台故意放出来的消息 心里也很是不满 干脆利落地说道 我刚下飞机 还在去酒店的路上 等会过来找你 好 二十分钟后 韩红和王匪先后来到宋毅的房间 两人都是满脸怒涩 韩红更是个火爆脾气 直接对宋毅说道 小宋 要不我们一起退赛吧 这点违约金我还赔得起 我倒要看看这芒果台要怎么收场 听到韩红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提议 王匪有些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他们的通告费虽然没有宋毅高 但每一期也有上百万 如果按照十倍的比例赔偿 他们至少要向芒果台 支付上千万的赔偿金 他才刚刚付出 这笔钱对他来讲是个不小的压力 但任凭芒果台利用他们 进行无底线的炒作 他也确实心有不甘 王匪转头看向宋毅 如果宋毅决定退赛 他也会紧紧跟随 韩剑 我们现在不能退赛 宋毅直接否决了韩红的退赛提议 赔钱倒是无所谓 毕竟钱没了可以再赚 可一旦退赛 就弱了我们龙国歌手的气势 这对龙国乐迷的自信心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还有一点宋毅没说 一旦国内歌手集体退赛的消息 传到国际上 肯定会被其他国家的网友过分解读 而那群本就迷之自信的韩国棒仔 也会更加狂妄自大 那我们就一起干他 争取第一期就将他送回老家 韩红也知道退赛不理智 刚刚不过是朋友间的吐槽罢了 更何况以他的实力 也无需拒派一个韩国的新人 之所以想要退赛 更多的是对芒果台不满 嗯 关于明天的演唱曲目 你们有什么想法 听到宋毅的问话 王妃认真地说道 之前我是想翻唱一首情歌的 但为了增加胜算 我现在想唱你给我写的 如愿 原本以为胜算很高的歌 没想到宋毅听后却摇了摇头 宋毅之所以摇头 并不是因为 如愿 不够好 而是在此之前 王妃已经多次公开演唱过这首歌 就算这首歌再好 也很难带给现场观众 震撼和新鲜的感觉 你看看这个 宋毅拿出刚刚写好的词曲谱子 递给了坐在沙发对面的王妃 传奇 见识一首新歌 王妃立刻认真观看起来 就连一旁的韩红 也忍不住靠在王妃肩上 迫切地朝谱子看去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 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心田 仅仅是看了一个开头 两人就被这唯美浪漫的词句 深深吸引 凭借着极高的音乐素养 王妃直接照着谱子哼唱起来 歌曲旋律并没有过多的起伏 甚至有些平缓 但配上王妃婉转空灵的嗓音 却是无比动听韩红 盯着王妃手里的谱子 挪不开眼睛 宋义微笑着问道 韩姐 听说你是藏族人 是啊 我就出生在藏区 你问这个干嘛 宋义没有回答韩红的问话 而是又拿出了 天路的词曲谱子 刚刚在等待韩红到来时 宋义就提前复刻了 这两首经典歌曲 见自己也有份 韩红激动地 从宋义手中接过谱子 清晨我站在清清的牧场 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 下一片翔云飞过蓝天 为藏家女带来吉祥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从小生活在藏区的韩红 深知铁路交通铺设的不易 在铁路修通到藏区之前 藏区的孩子只有在电视里 才能见到那零次至比的现代城市 他们渴望接触外面的世界 他们想要拥抱现代文明 带来的便利 此时已经50岁的韩红 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如果铁路没有修通 如果藏区没有与外面的大城市接轨 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歌手韩红 不知不觉间 韩红的双眼已经被泪水湿润 第174章 保险 而一旁的王匪心里也满是感动 与韩红不同的是 他想到的 是与宋义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那时候两人初次见面 宋义就在自己面前写出了 如愿 和 我和我的祖国两首歌曲 宋义那专注的神情 至今都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 这与传奇中的歌词又是何等相似 想到这里 这个向来以自信著称的女王 脸颊竟然有些发烫 怎么样 如果唱这两首新歌 胜算会不会大一些 宋义对王匪的小心思毫无察觉 只当是两人被这歌曲的内容打动 听到宋义的问话 韩红激动地说道 当然 用这样品质的歌曲迎接这个小棒仔 也算是看得起它了 小宋你放心 这首歌的报酬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一旁的王匪也不住地点头 对歌手而言 这样的歌曲向来是可遇不可求 很多人终其一生也遇不到一首 既然宋义将歌曲交给他们演唱 就算歌曲的价格比市场价高一些 他们也非常愿意 没想到宋义却轻轻摇了摇头 大家都这么熟了 谈钱多见外 你们直接给我唱分成吧 我按照行规分你们四成的利润 即便是对最顶级的艺人 娱乐公司也最多分出六成的利润 给创作人和歌手 如果歌曲版权在创作者手中 就算是韩红这样歌手 也最多只能分到三成的利润 而宋义直接给出四成的利润 显然大大出乎了两人的意料 韩红连连白手道 那可不行 你能将这样的歌曲交给我们演唱 就已经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了 怎么还能占你的便宜 一旁的王匪也立马说道 韩姐说得对 这两首歌写太好了 我们不要分成也没关系的 见两人如此模样 宋义也是颇有感慨 虽然这两首歌的质量很高 但在这蓝星世界 恐怕也只有这两人 才能将这两首歌演唱到极致 与其说是宋义在帮他们 还不如说是两人在成就自己 韩姐和肥姐都不用推辞了 唐朝公司对我很好 分出了九成的利润给我 就算是分给你们四成 我依然还有五成 你们不要嫌我沾大头就好 听到宋义轻飘飘的话 韩红和王匪两人直接傻眼 九成 真的假的 我在娱乐圈混了三十多年 还从未听说过你这么离谱的分成 唐朝公司这是把你当亲儿子养了呀 难怪这么多公司挖你 都没见你心动过 知道宋义还剩下五成的利润后 两人也不再跟宋义客气 事实上两人都知道 宋义的吸睛能力是自己的好几倍 如果不是因为热衷于做慈善 他早就适得妥妥的大富豪了 与之相比 都是需要被接及的对象 叮咚叮 两人正准备回房间练习歌曲 却听酒店的门铃被人按响 宋义以为是离珊珊找自己 直接起身去开门 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位个子小小的 有些金鱼嘴的可爱女孩 手里还拿着一个精美的礼盒 见到门后的宋义 他立马两眼放光地说道 宋义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湘江的新人歌手邓紫棋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邓紫棋一边说着 一边将礼盒递给宋义 这是我给您带的一个水杯 希望您能多多喝水 身体健康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宋义还是立马认出了这位 只有二十岁的小女生 当初在被小鲜肉欧心结碰瓷时 各方艺人都在发微博 对自己表示支持 其中就有面前这位邓紫棋 谢谢了 请来说吧 宋义微笑着伸手接过礼盒 将邓紫棋请进了屋里 韩红老师 王斐老师 我不是做梦吧 在见到这两位大咖 都在宋义的房间里时 邓紫棋瞪大了双眼 将小嘴度成了一个O型 活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鲸鱼 这位是 韩红转头对宋义问道 虽然刚刚已经听对方在门外自我介绍过 但韩红和王斐 还是对这位小姑娘毫无影响 这倒也不怪两人 毕竟邓紫棋刚出道不久 而在此之前 邓紫棋也只在湘江范围内 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宋义给两人介绍道 邓紫棋 一位很有潜力的新人歌手 我听过他唱歌 声音很有穿透力 唱功也很强 听到宋义的评价 王斐和韩红都是一脸惊讶 他们没有想到 宋义居然会对一个新人 给予如此高的评价 以宋义的性格 自然不会对两人说什么场面话 既然他这样说 那就说明面前这个小姑娘 是真的很强 而一旁的邓紫棋 则是更加惊讶 宋义老师 您还听过我唱歌 嗯 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你的演唱 非常好 听到宋义的肯定回答 邓紫棋高兴的原地跳了起来 偶像看过自己的表演 也就罢了 没想到还对自己 给予了这么高的评价 他心里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 先坐吧 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 邓紫棋立刻回答道 啊 没太大事 就是听说你已经到酒店了 就想来拜访您一下 没想到韩红和王斐老师也在这 你们是不是在商量 怎么对付那个韩国的黄之列 三位老师的唱功这么强 只要正常发挥 相信一定可以将他淘汰回家的 此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韩国歌手踢馆的事情 邓紫棋虽然也对芒果台的安排感到生气 但作为新人的他 还没有将自己与宋义三人并列在一起 在他看来 要将韩国歌手排斥在前三名之外 还得靠其他几位乐坛前辈 但邓紫棋无意间的话 却是提醒了宋义 三人如果正常发挥 自然是可以在投票环节 胜过黄之列的 可要是谁发挥失误了呢 就算是从业多年的老艺术家 也不敢保证每一次演出 都能保持超高的水准 想到这里 宋义决定给自己上一道保险 紫棋 我给你写一首歌 要不要 第175章 开赛 啊 给我写歌吗 邓紫棋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又再次录出一副痴呆的模样 嗯 之前写好的作品中 刚好有一首歌 很适合你的嗓音 宋义没有在意 房间里正面面相去的三人 直接花了50万慈善积分 解锁了歌曲 泡沫的全部细节 随后 就在三人的目光注视下 复刻起了这首歌曲 看着宋义那行云流水般的速度 三人也不得不相信 这就是宋义之前就创作好的歌曲 毕竟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有哪一位创作人 写歌这么流畅的 十分钟后 宋义将检查后的词曲谱子 递给了正张着鲸鱼嘴的邓紫棋 你先看看 如果觉得合适的话 可以给我唱分成 分你四成的利润 四 四成 刚刚拿到谱子的邓紫棋 又不淡定了 今天对他来说 就如同做梦一般 先是发现 偶像宋义不光认识自己 还对自己的唱功 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随后更是一言不合 就要给自己写歌 这可是许多一线歌手 扛着一麻袋钱 排队都得不到的好机会 现在宋义不仅不收自己钱 还要分出四成利润 给自己要知道 就算是在他的公司里 除非是自己创作的歌曲 否则作为歌手的他 最多也只能拿到三成的利润 想到这里 邓紫棋连忙摆手道 不用不用 我不用分成的 我免费给你唱 此时的邓紫棋 不过是个刚出道的新人 在内地可谓是毫无名气 对他来说 能获得宋义创作的歌曲 就已经离成名不远了 不倒贴 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惠 哪里还敢要什么分成 放心 我拿的比你多 而且 这首歌恐怕也只有你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这些女生演唱的歌曲 宋义留在手里 也只能蒙尘 就算宋义的唱功再强 也唱不出它应有的味道 只有借助他们的嗓音 才能将歌曲的价值最大化 他们或许会小赚 但自己永远不亏 见宋义态度坚决 邓紫棋只能将他的善意 记在心里 低头看向手里的谱子 邓紫棋直接哼唱了起来 阳光下的泡沫 是彩色的 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 追究什么对错 你的谎言 基于你还爱我 美丽的泡沫 虽然一刹花火 你所有承诺 虽然都太脆弱 听到邓紫棋宽广的音域 和极具爆发力的高音 王斐和韩红两人 都是眼前一亮 此时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宋义会对这位小姑娘 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她小小的个子中 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 声音不仅干净 而且还带有一丝国际饭 这样的声音 就算是走出国门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这首歌的音区跨度非常大 但邓紫棋唱起来 却丝毫没有吃力的感觉 反而是游刃有余 此时两人也不禁感叹 芒果台虽然喜欢炒作 但在挖掘新人这一块 他们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 说什么你爱我 如果骗我 我宁愿你沉默 哼唱完整首歌曲 邓紫棋心中感慨万千 外界都说 宋义的每一首歌 都有着专属定制般的魔力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她感觉到自己跟这首歌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冥冥之中 仿佛有一扇音乐创作的大门 为自己裂开了一条缝隙 她想要抓住这一丝感悟 灵感却又一闪而逝 放下心中的遗憾 邓紫棋兴奋地对宋义说道 宋义老师 这首歌实在太好了 我可以在明天的比赛中 唱这首歌吗 当然可以 这本来就是为你明天的比赛准备的 好好回去练歌吧 争取明天一鸣惊人 嗯 次日上午 关于我是歌者 邀请韩国歌手踢馆的消息 已经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宋义在芒果台主持人沐文的带领下 来到了演播厅彩排 每位歌手的彩排时间 都是单独错开的 每人只能占用演播厅一个小时 但对于宋义来说 半个小时就已经完全够用 彩排结束后 他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继续在现场指导起了王匪 韩红和邓紫棋三人的乐队编排 宋义的脑海中 不光拥有完整的编曲方案 而且还精通各种乐器 仅仅只是随意提点几句 就能为伴奏团队节省大量的时间 偶尔提出的演唱意见 也能让王匪三人醍醐灌顶 此时的宋义 已经从系统工具人 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音乐大师 因为那韩国艺人的彩排时间在下午 在指导完三人的彩排后 宋义就直接回了酒店休息 晚上七点 为了追求极致的音效 演播厅的面积不算太大 千人演播厅里 此时已经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兴奋 大量的摄像头 对准了演播厅里的每一个角落 并同步传导到网络直播间里 来了来了 专为王匪女神而来 好久没见她上综艺节目了 专为腾戈尔大叔而来 大叔加油 小妹妹品味不一般啊 阳光帅气的宋义 大大不合你的胃口吗 你不懂老男人的快乐 男人越老越吃香的 黄之列欧巴加油 你是最棒的 怎么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节目还未正式开始 直播间里的观看人数 就已经突破了千万大关 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芒果台独家制作 播出的大型音乐类综艺节目 我是歌者的节目现场 我是客串主持人张杰 此时 身穿黑色西服的张杰 缓缓走到了舞台中央 绚丽的灯光在他身上汇聚 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相信大家对比赛的规则 已经有所了解 本期比赛 由六位龙国歌手 和一位韩国歌手组成 黄之列作为韩国的踢馆歌手 必须要进入前三名 才能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张杰就是从芒果台出道的歌手 而他签约的娱乐公司 也是芒果台旗下的 所以 在很多芒果台的节目中 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之所以 安排他客串节目主持人 也是想要给他多积累一点优势 今晚第一位出场的 就是远道而来的韩国选手 黄之列 他准备演唱的歌曲 名字叫 棒棒棒 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显然没有想到 芒果台居然安排 这位韩国人第一个出场 现场观众的表情 出现了片刻的呆滞 随后才响起 稀稀拉拉的掌声 而两千多万人的 网络直播间里 弹幕瞬间把评 靠靠靠 这个B居然第一个出场 搞事情啊 草 你还别说 这个B长得还挺帅的 有点小白脸的前置 他上半身的肌肉练得挺好 一看就是为财团富婆准备的 脑残粉就不用想了 有谁听过他的歌吗 真的有实力 跟宋一大大碰瓷 我听过 不是太有名 但台风是挺正的 跳舞有一套 跟宋一大大肯定没法比 但我觉得 进入前三名 确实还是很有希望的 靠 那岂不是下一期 还要看到这个恶心B 大大们加油啊 将他赶出龙国 哪来的回哪圈 欧巴好帅 我爱你 第176章 泡沫 网友们议论纷纷 此时不知是韩国来的留学生 还是龙国真有黄之列的粉丝 直播间里 竟然时不时冒出一些 支持他的弹幕 而宋一 王斐等几位歌手 也在各自的休息室 观看着舞台上的一举一动 只见一位身穿白色西服 面带微笑的年轻男子 缓缓走上舞台 身后还跟着两位 穿着火辣的女舞伴 随着音乐声响起 舞台上的三人也动了起来 Oh yeah 出乎宋一预料的是 对方唱的 竟然是一首英文 夹杂着韩文的歌曲 虽然语言不通 但能看出来 黄之列的舞台表演力 确实很强 而相比于国内歌手 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唱跳巨佳 得益于韩国的练习生制度 韩国的艺人 大多都拥有扎实的舞台基本功 而且 他们非常热衷于 边唱边跳的表演形式 黄之列的低音区浑厚 高音区也显得很有张力 不得不承认 不管是从声音条件 还是外形条件 他都拥有不俗的实力 歌曲演唱进入到下半段 一旁的两个舞伴 竟然将黄之列的 两个衣袖扯掉 露出了双臂上 剑瘦的肌肉 引起现场女观众的 阵阵惊呼 直播间里 则是吐槽声不断 操 这也太无耻了吧 带两个性感女舞伴 也就算了 现在连自己都录 这是歌手舞台啊 实力不够 色相来凑呗 我都看到好几个女观众 双眼放光了 声音条件是不错 就是手段下作了一点 哎呀 欧巴好帅 他又朝我比心了 不就是肌肉吗 我也有啊 有想看的富婆吗 网络上除了部分女粉丝外 几乎所有人都在 大骂黄之列无耻 但通过观众区的镜头 还是能看出 黄之列已经将 现场的气氛点燃 很多观众都被他的演唱 撩拨到站起身来 几乎可以预见 黄之列的投票结果 不会太差 这也无形中 给了王匪 邓子齐几人一些压力 一曲唱罢 黄之列以一个 韩氏比心结束了自己的表演 甚至还用别角的口音 不断对观众区说着 谢谢 二字更是博得了 大量女观众的好感 感谢黄之列先生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此时的张杰却而复返 虽然他也不喜欢黄之列 但作为节目主持人 他不能表露出 太过强烈的个人倾向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歌手 是一位新人女歌手 他的名字叫邓子齐 随着张杰的话音落下 观众席上的观众面面相去 似乎都对这个名字 没什么印象 他今晚带来的歌曲 是由宋益老师 作词作曲的新歌 名字叫泡沫 大家掌声有请 此言一出 原本还有些猛逼的观众 瞬间清醒过来 随后就是震耳欲聋的掌声 靠 邓子齐是谁啊 完全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张杰都说了 是个新人吗 不知道也很正常 但能得到宋益大大创作的歌曲 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出来了出来了 好像是个年轻小姑娘 长得还挺漂亮的 哇 他的样子好可爱 爱了爱了 我就知道宋益大大参加的节目 一定有惊喜 没想到第一位出场的龙国歌手 就是唱的他的歌 加油 打倒斯密达 原本是个毫无名气的新人 仅仅因为演唱的歌曲 是宋益创作的 就让所有人都改变了看法 邓子齐身穿白色的紧身连衣裙 缓缓走到了舞台中央 此时的他 如同一个谦逊的学生 不断对着四周的观众 和乐队老师弯腰鞠躬 这不是他登上的最大的舞台 却绝对是观看人数 最多的一次表演 此时网络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不知不觉间 上涨到了三千多万 深呼吸两次 邓子齐按捺下心中的紧张情绪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偶像宋益 正在通过镜头观看着自己 不管是为了宋益 还是为了自己以后的演艺生涯 他都必须将这首歌演唱好 待观众区恢复安静 邓子齐对着右后方的乐队老师 微微点头 钢琴声适时响起 邓子齐轻柔的低音 也迅速加入其中 阳光下的泡沫 是彩色的 追究什么对错 你的谎言 基于你还爱我 仅仅只听了两句 所有人就被邓子齐的声音吸引 沉稳绵长的气息 温柔细腻的情感 都在彰显着他非凡的唱功 唱得好 这小姑娘不错 歌手休息室里 年近六十的腾歌二 看着屏幕里的邓子齐 忍不住对身旁的经纪人 发出了一声夸赞 他因为要出席一场重要活动 是今天中午才抵达长沙 在此之前 他也并未与宋益等人碰面 此时突然听到邓子齐的演唱 心中也是十分欣喜 他的玩性很足 并没有把这当作 这儿八斤的比赛 但作为龙国歌手的一员 自然也希望能将黄志烈 排挤到前三名之外 在这一期比赛中 六位龙国歌手 都是友军邓子齐 表现出的实力越强 其他人面临的压力 也就越小 早该知道泡沫 一处就破 就像以伤的心 不胜折磨 也不是谁的错 谎言再多 基于你还爱我 随着两次声调 歌曲已经渐渐来到副歌部分 邓子齐宽广的音域 在歌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极具爆发力的高音 让现场观众目不转睛地 看向台上俏丽的身影 直播间的人数不断上涨 弹幕更是早已占满了整个屏幕 哇卡卡 小姐姐的身材好棒啊 我喜欢 父亲 这是歌唱类节目啊 难道不应该关注她的唱功吗 哇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宝藏女孩啊 又好看 唱功又好 爱了爱了 这声音好强啊 没想到宋依大大写情歌 也写得这么棒 感觉跟这小姐姐的气质很搭啊 这还用说 手手都是专属定制 棒棒的 兄弟们 这小姐姐叫什么名字来着 刚刚张杰介绍没认真听 我要去粉她的微博账号 叫邓子齐 大家快去微博支持她 小可爱现在才五万多的粉丝 实在是太可怜了 芒果台虽然可恶 但能发掘出这样的宝藏女孩 还是有点东西的 这不比什么韩国棒在墙上一百倍 一个男人居然也在舞台上搔手弄姿 还是小姐姐好看 可爱又不是性感 一首歌还未唱完 邓子齐就凭借着极强的实力 收获了无数粉丝 第177章 巨废 爱本是泡沫 如果能够看破 有什么难过 为什么难过 有什么难过 为什么难过 歌曲来到副歌部分 嘹亮的高音 超强的肺活量 爱而不得的细腻情感 都让人对这位身材娇小的女生 刮目相看 邓子齐原本只有五万粉丝的微博账号 瞬间突破至五十万人 而且还在不停的疯涨 而最受震撼的 莫过于一千位现场观众 高音漂亮与否 本就是普通大众 对一位歌手实力 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 在芒果台精心设计的球形演播厅 和最顶级的音响效果加持下 众人的耳膜 一次次被轰击着 娇小可爱的身材 与歌声中巨大的能量 形成了最极致的反差 在雨下的泡沫 一触就破 当初炽热的心 早已沉默 说什么你爱我 如果骗我 我宁愿你沉默 歌声止歇 演播厅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部分感性的女观众 眼角已经泛起泪花 而网络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不知不觉间 突破到了四千万人 靠靠靠 这简直就是巨废啊 声音太有传透力了 被小姐姐的身材和高音圈粉了 我愿称你为巨废公主 巨废公主实至名归 难怪宋依大大愿意给她写歌 这首歌的音域 和高低音之间的转换 恐怕也只有小公主 才能驾驭了吧 她才二十岁啊 就登上了这么顶级的舞台 我踏马二十岁 还在忙着抄暑假作业 人间不拆 我二十岁 还是高中教师复读 太羡慕这些现场观众了 我也想去啊 有什么渠道吗 之前 我看芒果台的官微 在微博里抽奖来着 抽中了就能免费获得门票 我也报名了 不过没选中 以芒果台的尿性 恐怕大部分观众 都是提前内定的老演员吧 刚刚黄之列出场的时候 一些女观众激动得都快高潮了 我赌五毛 那些人的演出费 顶多两百一天 我踏马 免费看演出也就算了 居然还有钱哪 天理何在 演唱结束 邓紫棋在经纪人的带领下 来到了歌手休息大厅 阿尼阿瑟哟 刚一进门 就见到已经演唱结束的黄之列 迈着大步扑面来 一边走 还一边伸出双臂 准备去拥抱邓紫棋 吓得邓紫棋连忙躲闪 也不管正一脸尴尬的黄之列 他直接气鼓鼓的 来到沙发边缘处坐下 对不起 我们家子棋不喜欢 跟男生肢体接触 跟在身后的经纪人 胡乱解释一句 也来到邓紫棋身后坐下 黄之列到了个没趣 只能善善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感谢邓紫棋的精彩演唱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 是离开演艺圈三年 如今又重新复出的王斐老师 而他带来的歌曲 依然是由宋毅老师创作的新歌 名字叫 传奇 大家掌声欢迎 随着章节话音落下 演播厅内又再度陷入了一片草杂 四千万人的直播间里 弹幕更是直接爆炸 草草草 宋毅大大 这是要垄断华语音乐市场吗 怎么又偷偷写了这么多歌 给大佬贵了 你的创作真的没有瓶颈吗 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样干啊 这就是大大对待寒流艺人的态度吗 先是说寒流都是泡沫 然后再告诉世界 什么是真正的传奇 嗨嗨 哥们 脑部也要有个度 我觉得大大应该没想这么多 顶级阅读理解 哥们以前语文考试 是不是回回拿第一啊 王斐女神出来了 气质好鲜啊 爱了爱了 在全场的欢呼声中 身穿一袭红色长裙的王斐 缓缓走到了舞台中央 他清冷俏丽的面容下 仿佛藏着对世间万物的包容 舒缓的伴奏声响起 全场观众迅速安静下来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心天 如诗般的歌词 配上王斐空灵婉转的嗓音 在众人的脑海中 勾勒出一场唯美的邂逅 情斗初开的少男少女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就再也无法忘怀 从此之后 行也是你 做也是你 呜呜呜 想出恋了 可惜当初错过了 颂一大大的歌词写得好美啊 王斐女神唱得也好 她的声音和这首歌简直绝配啊 王斐女神的声音好好听啊 特别是尾音 耳朵像是要怀孕一样 你们南方人多瞅一眼是爱情 我们东北人多瞅一眼 可就是肉搏战了 哈哈 笑死 你们东北人真的这么粗暴吗 兄弟们 我要去跟我的女神表白了 青春不留遗憾 老铁 从你把她当女神的那一刻起 你们之间就没可能了 扎心赖啊老铁 但是话操理不操 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相互平等的 世上没有女神 只有女人 心中无女人 拔刀才能神 要傻女人 女人只会影响我出刀的速度 那你们都打光棍吧 把妹子都留给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直播间的弹幕 逐渐离谱起来 而台上的王匪恍如舞教 他正全情投入到歌曲的演唱中 没有华丽的炫技 也没有嘹亮的高音 他的歌声就如他的人一样 甜淡而雅静 在竞技的舞台上 这样的演唱方式并不吃香 但他依然选择坚持自我 不知不觉间 歌曲已经来到尾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声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 第178章 天路 歌声指线 全场观众都是一副 意犹未尽的样子 直到王匪对着台下弯腰鞠躬 演播厅内才响起热烈的掌声 感谢王匪老师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 而退至休息大厅的王匪 又发生了与之前相似的一幕 只是王匪显得更加冷淡 面对黄志烈的主动张开的双手 王匪连看都没看一眼 就静止走向了邓紫棋 两人还当着黄志烈的面 互相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下黄志烈也终于明白 自己在这里是有多不受待见 只好自顾自地回到沙发上坐下 关注着后续的比赛 对他而言 来到龙国本就是来赚钱的 而不是奔着交朋友来的 要不是看邓紫棋和王匪有几分姿色 他也不会用拥抱的方式打招呼 只是没想到 这两人竟丝毫没有给他面子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 是著名音乐人韩红老师 而他带来的歌曲 同样是由宋益老师创作的新歌 名字叫天鹿 大家掌声欢迎 随着章节话音落下 全场观众瞬间沸腾 谁也没想到 在一个以改编为主的舞台上 居然一次性听到了三首原创歌曲 而且还都是宋益创作的 而直播间里的观众则是更加兴奋 曹曹曹 我踏马是不是听错了 这已经是今晚大大创作的第三首新歌了 而且他本人还没有出场 太牛逼了 这到底是歌手的竞技场 还是宋益大大歌曲发布会啊 虽然他还会上场 但完全就是他的个人秀啊 以宋益大大习惯 今晚肯定也要唱新歌 一天出四首新歌 这比我吃饭还勤啊 大大快歇一歇吧 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就算是生产队的驴 每天也顶多拉一回磨呀 这就是宋益大大应对 韩国人踢馆的策略吗 翻唱歌曲怎么跟原创歌曲斗啊 听说宋益大大每首歌的市场价 都在五百万以上 三首歌就是一千五百万 好多小钱钱啊 不用羡慕 反正宋益大大基本都会拿去做慈善 没准生活中比我们还节俭呢 是啊 从来没有听说他出行开豪车 简直业界良心啊 不多说 宋益牛逼 在全场的议论声中 韩红缓缓走到了舞台中央站定 他身穿红色的藏族服饰 脖子上挂着一串念珠 身后还跟着一对 同样穿着藏族服饰的年轻女孩 他们是韩红昨晚 连夜从藏区文工团里请来的 众人依次站定 伴奏声缓缓响起 韩红轻量的歌音也随之传遍全场 下一片翔云飞过蓝天 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 尽管已经五十岁了 但韩红的声音却如孩童般清澈透亮 曲自藏族民间的小调 加上韩红独有的声音 迅速将听众拉到了美丽辽阔的草原上 蓝天白云下 一只雄鹰乘着朝阳飞舞盘旋 虔诚的藏族人民正在不断地祷告住院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 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从此山不在高路不在漫长 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曲调渐渐高亢 众人仿佛看到了一个个藏区孩童 在远处遥望那正不断靠近的钢铁巨龙 他穿山越岭 连通了雪域高原与外界的联系 那条神奇的天路 不仅缩短了祖国边疆与内陆间的距离 也拉近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内心 不知不觉间 现场已经有观众双眼泛红他们 在韩红的歌声中 深切体会到了基建事业的不意 有的人生来就在繁华便利的大都市 也有人从出生到死亡 始终没有离开过方圆百里之地 明明是一首唯美动听的抒情歌曲 但韩红的演唱 却让许多人为之落泪 亚拉索 随着韩红的一声高鹤 他身后的一群藏族女孩 闻声而动 他们乘着音乐 跳起了藏族特有的舞蹈 美丽的民族服饰 加上他们阳光迷人的笑容 将藏区的美丽与好客 完美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哇咔咔 韩红的声音太好听了 大大歌词也好美 我仿佛看到了藏区雪山 在向我招手 兄弟们 虽然现在进出有飞机了 但我还是想坐火车 去一趟布达拉 那风景一定没报了 这事我想了好几年了 后来因为没钱 就没去 宋一大大难道在藏区生活过吗 这样美丽的场景 没有亲眼见过 怕是很难写出来吧 宋一大大 岂能按常人来猜测 也许只是一组雪山的照片 就能够为他提供 无限的创作灵感 宋一大大 与热衷 做慈善的韩红老师 简直太大了 歌声大 人品更大 吹爆这样的组合 太好听了 可惜不能进行网络投票 不然我 直接投报这首歌 哦哦 只有我一个人哭了吗 我是大西北的 我们那很多地方 连火车都没通 条件太艰苦了 极简不易 你我共勉 网友们一轮纷纷 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中 获得不同的感悟 工台长 收视率突破我台历史记录了 直播间人数 已经突破5000万 而且还在不断上涨 根据技术部预测 待宋一老师上台演唱时 观看人数 可能会突破7000万人 我们现有的网络服务器 恐怕无法保证 直播间的正常运行 听着工作人员 汇报来的消息 龚正文兴奋莫名 虽然他反对台里 引入寒流 但他却不得不承认 这种类型的禁忌 反而能获得最大的关注 而这也让芒果台 赚得盆满钵满 因为他们与广告商 签订的合同 就是按照收视率计算的 观看的人数越多 芒果台的收益 也会成几何倍增长 想到这里 龚正文立刻下令到 立刻增加服务器数量 全力保障 直播间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是 第179章 登台 外界议论纷纷 而舞台上的韩红 还在专注于自己的演唱 持续不断的高音 导致整首歌曲的演唱难度极大 就算是它 也随时面临着破音的风险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 请喝酒 酥油茶会更加香甜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异曲唱罢 全场观众纷纷起身鼓掌大家 不仅被韩红透亮的高音征服 也被歌曲中蕴含的深切情感打动 感谢韩红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让我们感受到了藏区的美丽与好客 趁着韩红带人退场的间隙 张杰去而复返 接下来出场的 是民族歌唱家腾格尔老师 但他今晚要演唱的歌曲 并不是传统的民歌 而是改编自宋毅老师创作的歌曲 隐形的翅膀 大家掌声欢迎 哄 张杰话音刚刚落下 全场观众再次热闹起来 直播间里更是炸了锅 靠靠靠 这就真的成了宋毅大大的歌曲专场了吗 出场四位龙国歌手 居然全部都是唱的大大歌曲 话说 隐形的翅膀 不是张韶涵演唱的吗 腾格尔大叔可是地道的蒙古汉子 他的嗓音这么浑厚 这翅膀还怎么隐藏 怎么全都指着我 宋毅大大一个人号啊 他要是早早吐了头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太强了 我愿称宋毅大大为 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 我记得腾格尔大叔 是民族唱法的大家啊 很好奇 他会怎么唱这首歌 哈哈 我简直太期待了 大叔好可爱 来了来了 光头大汉版的隐形的翅膀 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 已经六十岁的腾格尔 他身穿黑色西服和蔼的笑容 与众人心目中光头的凶悍模样 格格不入 随着轻快的鼓点声响起 腾格尔魂厚有力的歌声 也随之传出 每一次都在 徘徊 孤单 忠坚强 每一次 就算 很受伤 也不闪 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 有霜 隐形 的翅膀 待我飞 飞过 绝望 魂厚的嗓音 加上一扬顿挫的演唱方式 让众人迅速忘掉 原唱张韶寒 温柔细腻的声音 即便已经到了 普通人退休的年龄 舞台上的腾格尔 依然展现出极强的活力 他一边演唱 一边跳着欢快的舞蹈 仿佛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哇卡卡 这是什么演唱方式 真是个游戏人间的宝藏大叔啊 哈哈 笑死了 这哪里是需要呵护的小鸟 根本就是吃饱了出来 溜达的老鹰啊 这哪里是隐形的翅膀 分明是钢铁之翼啊 哇哦 我仿佛看到了 张飞拉着李逵的大手 肆无忌惮地在草原上游走 张飞还顺手给李逵带了的花环 这画面我不忍直视啊 完全不一样的唱法 但还句句都在吊上 你说奇怪不奇怪 离谱不离谱 什么 你还记得原来的曲调是啥样的 我已经完全忘了 简直太魔性了 这样的宝藏老头谁不爱呢 极致的反差 带给所以人完全不同的体验 虽然透着玩到的兴致 但大家还是能从中听出 腾格尔超强的演唱功底 他诙谐幽默的演唱方式 也表明他并没有把这当成一场比赛 而是尽情放松和展现自我的舞台 我终于 翱翔 用心 凝望 不害怕 哪里 会有风 就飞 多远 吧 隐形 得翅膀 让梦 恒久 比天长 留一个 愿望 让自己 想象 魔性的歌声停止 全场观众热情的起身鼓掌 与韩红等人的演唱方式不同 大家从腾格尔的歌声中 感受到最多的是欢快 并不是每一首歌都需要沉重严肃的演绎 也许换一种方式 反倒能让更多人的接受 感谢腾格尔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在经纪人的带领下 腾格尔微笑着走进了休息大厅 腾格尔老师 这样的改编方式简直太牛了 刚刚进屋 韩红等人就已经热情的起身迎接 韩红老师过奖了 还是你们唱的新歌更胜一筹 腾格尔微笑着与三位女唱将打招呼 随后 看向一旁尴尬的黄志烈 阿尼阿瑟哟 到底是老艺术家 气度上要更胜一筹 见黄志烈主动打招呼 腾格尔微笑地点了点头 虽然没说什么 但也算是给了对方回应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歌手 就是我本人 我今晚带来的歌曲 是改编的一首老歌 名字叫《征途》 希望大家喜欢 演播厅内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 而张杰也成了本场比赛中 五位龙国人里 唯一没有演唱送一歌曲的人 倒不是他不想 而是时间上来不及 他的歌曲彩排时间在下午 等他拿到其他歌手的歌单时 赫然发现王斐等人唱的 居然都是宋益创作的新歌 而腾格尔还凑巧地 选择了翻唱宋益的 《隐形的翅膀》 为了保持步调一致 张杰当即就提出想要换歌 但在极短的时间内 乐队根本无法完成 歌曲的改编和彩排工作 不得已之下 张杰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好在《征途》 也是蓝星的经典老歌之一 而且是积极向上的主旋律歌曲 经过乐队老师的改编后 倒也收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 今晚最后一位出场的歌手 就是我们尊敬的宋益老师 仅仅只是听到宋益的名字 演播厅内就已经嘈杂一片 虽然一千位观众中 并没有任何歌手的死忠粉 但对于风头正经 且接连做下几件 震惊国人大事的宋益 几乎已经到了 无人不识的地步 他今晚将为我们带来的 也是一首他创作的新歌 名字叫 《夜空中最亮的星》 大家掌声欢迎 张杰话音刚落 演播厅内就已经爆发出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瞬间从五千多万 突破到了六千多万 而且还在迅速朝七千万人靠拢 来了来了 等了一晚上 终于等到了 芒果台真会玩啊 居然把宋益大大安排到最后出场 这不是妥妥的拉收视率吗 果然又是新歌 一天内发布四首新歌 简直强的离谱 真想敲开宋益的脑袋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长的 哇卡卡 大大今天好帅啊 这不比什么斯密达墙上百倍 宋益大大扛着电吉他 看来又是一首摇滚歌曲啊 好期待 大大加油 第180章 双标 宋益缓缓走到舞台中央站定 他身穿藏青色衬衫 肩膀上斜跨一把电吉他 绚丽的灯光在他身上汇聚 坚毅的眼神 让他显得光彩夺目 仅仅只是静静地站在台上 就让无数观众为之疯狂 宋益伸手压下众人的躁动 双手食指在琴弦上来回跳动 带出一连串轻柔的音符 身后的乐队 也迅速加入其中 夜空中最亮的星 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不同于以往摇滚歌曲的炸链 唯美浪漫的旋律 瞬间给人一种温暖治愈的感觉 有人想到了儿时的玩伴 有人想到了曾经的恋人 也有人想到自己心中的偶像 他们曾一起结伴 如今却渐行渐远 曲调渐渐升高 颂艺的歌声也变得嘹亮浑厚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哦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指引我靠近你 刚刚还喧闹不止的眼波大厅 此时已经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的 看向台上那个挺拔的身影 明明是有些忧郁的歌词 但透过颂艺充满力量的嗓音 带给众人的却是满满的感动与激励 而直播间里 更是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哦哦 原来颂艺大大 也会偷偷仰望夜空流泪 好心疼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听说颂艺大大 就是被芒果台骗来参赛的 之前根本就不知道 会有韩国艺人参赛 这句歌词 就是写的越过芒果台的谎言 来拥抱我们啊 大大的声音好暖啊 他总是把杯伤留给自己 却一直鼓励我们勇敢前行 哦哦 歌曲的旋律明明很美 大大的声音也很温暖 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要流泪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 想单曲循环了 什么时候出正式版本啊 感觉这首歌很适合晚上坐在广场上 一个人静静地听 完全可以消除一天的身心疲劳 正在为考研而奋斗 听到这首歌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未来一定会更好的 加油 只有我想到初恋了吗 他曾经督促我鞭策我 让我变得更加优秀 现在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加油 处在低谷的我 听到大大这首歌满血复活了 每天听一遍 防止抑郁 已经七千多万人的直播间里 弹幕不断涌出 有人听到的是感动 有人听到的是治愈 也有人听到的是奋勇向前的力量 虽然拥有宗师级的唱功 宋义却没有过多的炫技 他将自己的思绪沉浸在歌曲之中 找寻每个令自己感动的瞬间 然后再通过歌声传递给每一个人 相比于黄志烈唱跳表演的劲爆 宋义的演唱显得有些安静 但却带给所有人思考和鼓励 是等太阳升起 还是意外先来临 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不知不觉间 整首歌曲已经来到尾声 明明是一首治愈人心的歌曲 现场却已经有人泪流满面 直播间里更是清一色的泪目字样 仅以此歌献给所有迷茫和奋斗中的人 歌声止线 宋义对着台下弯腰鞠躬 演播厅内顿时传出 山呼海啸般掌声和欢呼声 每个人都在用力呼喊着宋义的名字 感谢宋义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和感动 趁着宋义转身退场的空档 张杰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之上 今晚的纪念已经全部结束 请大家在纸质票剧中 勾选出今晚最能打动自己的三首歌曲 多投或者少投都将计为无效票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和公开性 我们邀请到了省办公厅和公正处的工作人员 全程监督投票和唱票的全过程 也欢迎全体观众共同监督 投票结果将在20分钟后公布 大家敬请期待 结束完自己的主持工作 张杰快步追上前方的宋义 有些抱歉的说道 抱歉啊宋义老师 我也是下午才知道 大家都选择唱你的歌 早知道我也唱你的歌了 这有什么可道歉的 宋义这回答道 不过就是巧合罢了 比赛又没有规定必须唱谁的歌 而且刚刚你的表演也很好 声音非常有穿透力 对于张杰的唱功 宋义还是很认可的 而且张杰是鼠兜人 跟宋义也算是半个老乡 两人天然就带着一种亲切感 宋义老师过奖了 跟你比起来 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一边说着话 两人已经来到了休息大厅 见两人到来 韩红等人纷纷上前握手打招呼 邓紫义更是激动地跑在最前面 直接给了宋义一个热烈的拥抱 宋义老师 你的表演太棒了 我刚刚都听哭了 而这一幕 也通过摄像头 同步传导到了网络直播间里 靠靠靠 什么情况 我记得之前邓紫义的经纪人还说 他不喜欢跟男生有肢体接触的呀 哈哈 这就是大型的双标现场啊 直接用这种方式打脸黄志烈 巨废公主太可爱了 快放开我的老公啊 怎么能够趁机开我老公的油 小公主冲着我来 没看到宋义大大都快窒息了吗 她把握不住的 让我来承受这一切 但凡换一个男的 我都要说一声 她赚大发了 但如果是宋义大大 那就是邓紫义赚大了 哈哈 虽然很嫉妒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敏感 歌手之间相互拥抱鼓励 是很正常的 快看宋义大大无助的小眼神 我好心疼啊 过分 我老公的荧幕初爆就这样没了 第181章 公愤 邓紫义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 就差点引起了公愤 此时正瞪着微红的眼眶 弱弱地向宋义问道 宋义老师 我没有辱没 你的歌曲吧 感受着少女胸前的压迫 宋义有些不知所措 但还是微笑着说道 自然没有 你的演唱很好 情绪和技巧都很到位 得到宋义的鼓励 邓紫义开心地跳了起来 宋义也趁此机会 逃离了邓紫义的怀抱 这时 腾格尔也凑了上来 笑着说道 宋义老师 久仰大名啊 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我胡乱改编了你的歌曲 你不会见怪吧 听到这话 宋义连连摆手道 腾叔您可是前辈 怎么敢在您面前撑老师 跟着韩姐叫我小宋就可以了 而且你的演艺方式 我也非常喜欢 把原本有些沉重的歌 变得如此欢快轻松 足可见腾叔你的实力之强 几人一阵商业互捧 氛围倒是十分融洽 当然 除了孤零零站在一旁的黄志烈 黄志烈突然发现 当宋义到来后 原本还高冷孤傲的几位歌手 顿时变得热情健谈起来 宋义变成了所有人的谈话中心 除了作为主持人的张杰 对他友好的打了声招呼外 竟没有一位歌手搭理他 此时在他心中 也对宋义产生了浓浓的恨意 见此状况 他身后胖胖的芒果主持人 立马走上前 来用韩语跟他交流 算是勉强为他缓解了一丝尴尬 二十分钟后 节目组总负责人 芒果台副台长龚正文 带着比赛成绩 缓缓走进了休息大厅 身后还跟着几位官方部门的监督人员 七位歌手依次而坐 身后是各自的助理和经纪人 终于到了紧张刺激的成绩公布环节 首先我代表芒果台 感谢各位老师今晚的精彩演唱 为所有观众带来了一场实听的盛宴 龚正文对着前方的七位歌手 认真鞠了一躬 休息室内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首战的规则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今晚作为黄志烈的踢馆赛 如果他进入了今晚的前三名 那么排在最后一位的歌手将被淘汰 如果没有进入前三名 则是黄志烈淘汰出局 而今晚比赛的结果已经拿在我的手中 今晚大家的表演都很精彩 有很多排名的票数都非常接近 我们先从今晚的第五名开始宣布 今晚的第五名是 今晚的第五名是一位女歌手 休息室内悬挂着各大广告商的商标和广告语 而此时直播间里的观看人数 也达到了今晚的峰值 足足有七千多万人 在这样的收视率下 龚正文每拖延一分钟 都能获得巨量的广告收入 听到龚正文的提示 歌手身后的经纪人纷纷交头接耳 大家显然没想到 龚正文会从第五名这样的名次开始宣布 而今晚的女歌手只有三位 分别是韩红 王斐和邓紫棋 无论是谁获得第五名这样偏下游的成绩 都会让人感到非常意外 但这就是歌手比赛风险 在仅有的一千位现场观众中 可能会出现非常多意外的结果 观众的年龄 喜好 以及歌手本身的名气 都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的结果 今晚比赛的第五名 她就是被网友称为巨废公主的邓紫棋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她 龚正文带头鼓起了掌 邓紫棋也激动地起身 对着众人表示感谢 对于初次在内地亮相的她来说 能在高手如云的比赛中 获得第五名这样的成绩 已经让她非常满意 毕竟她之前在内地 并没有任何的粉丝基础 但在看向宋益时 邓紫棋又觉得有些羞愧 连忙上前说道 宋益老师 对不起啊 你辛苦给我写的歌 结果我只拿到这样的成绩 她自然知道 宋益之所以主动帮她写歌 是希望她能够帮忙压制黄志烈 不说进入前三名 但至少应该排在黄志烈之前 但目前看来 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哪有什么对不起的 你的表演非常棒 下一场再接再厉 宋益笑着鼓励邓紫棋 韩红和王匪也一起上前 乱想的小姑娘 一番安抚后 龚正文又继续宣布比赛结果 接下来我们宣布今晚的第二名 今晚的第二名是一位乐坛前辈 在七位歌手中 真正能称得上乐坛前辈的 就只有韩红和腾戈尔两人 剩下年龄最大的就是张杰 但也不过才三十多岁 所以今晚的第二名 也就只可能是韩红 或者腾戈尔龚正文 没有再多卖关子 今晚的第二名是韩红老师 他带来的天路 非常动听 也像我们展示的那段 非常值得纪念的历史 让我们用掌声恭喜他 休息室内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 韩红起身对众人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特别要感谢宋一老师 创作出这首歌曲 帮我们宣传了藏区的文化 韩红伸出双手与宋一握手 对于第二名这样的成绩 他显然也很是满意 虽然在七位歌手中 他的资历算是比较老的 但在看过众人的表演后 他也认识到 每一位歌手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即便是他看不上眼的韩国人黄志烈 舞台表现力也非常强劲 好了 接下来我们宣布今晚的第六名 今晚的第六名是一位男歌手 龚正文看了看手里的提示卡 他的思维显得异常跳远 宣布的排名没有丝毫章法 而他缓慢的语速 也引起了直播间众人的吐槽 靠 能不能快点了 就不能直接把排名一次性打在公屏上吗 这也太慢了 还没正式打广告呢 我读五毛 等会儿关键时候 他还要插播广告 有谁知道这个龚正文住哪儿吗 我要给他寄点土特产 我只想知道 我的宋义大大排名第几 男歌手一共有四位 宋义大大 腾叔 杰哥和韩国佬 宋义大大肯定不可能排第六名了 真希望是这韩国佬 这样以后就不用再看见他了 芒果台的骚操作不少 真要把宋义大大排在第六位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龚正文居然还开始喝水了 你倒是快点公布啊 第182章 夺冠 打了一波山泉水的广告后 龚正文这才继续说道 今晚的第六名 是我们尊敬的腾格尔老师 腾格尔老师改编的 隐形的翅膀 非常有新意 也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认可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他 休息室内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腾格尔也起身感谢大家的祝贺 虽然这样的排名不太理想 但腾格尔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如果真的非常在意比赛的结果 他也不会选择翻唱 隐形的翅膀 这样的歌曲了 现在我们宣布今晚比赛的第七名 他也是一位男歌手 似乎是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怨念 龚正文这次直接揭晓了答案 他就是张杰老师 他改编的老歌也非常好听 虽然成绩不太理想 但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让我们用掌声鼓励他 休息室内的工作人员 再次鼓起了掌声 而张杰对这个结果 似乎也早有心理准备 微笑起身 对众人表示感谢后 这才做回了原位 目前还没有揭晓的名次 分别是第一名 第三名和第四名 而还没有获得名次的 还剩下宋义老师 王斐老师和黄志烈老师 我们先从第一名开始公布 今晚的第一名 他也是一位男歌手 听到这话 休息室所有人 都来回看向宋义和黄志烈 直播间里 也开始了各种猜测 来了来了 总算是说到重点了 第一名必须是宋义大大 虽然我也希望宋义大大夺冠 但以芒果台的尿性 这还真是说不定啊 一定是宋义大大 都有官方人员全程监督了 芒果台难道还能作假 虽然有监督 但这里面可以操作的空间也很大 这一千位现场观众 可都是芒果台找的 谁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要是多几个含流的脑残粉 结果不就截然不同了吗 靠 你就别他妈瞎分析了 越分析越气人 他们两人的演唱风格截然不同 但宋义大大是原创 怎么也不可能输给他 芒果台真要敢耍花样 我直接跑去堵电视台 欧巴加油啊 一定要踢管成功 楼上是韩国人假扮的吧 这个时候居然敢跳出来 支持这韩国佬 我本来就是韩国的留学生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欧巴的表演就是最帅的 别吵吵了 你们挡住我宋义大大的脸了 直播间里什么猜测都有 休息室内七位歌手 也都有些紧张 即便是宋义 也不禁看向公正文手里的提示卡 希望能看出什么端倪 虽然黄志烈获得冠军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但在芒果台一系列的骚操作下 这样的结果性也突然大了许多 自己虽然不怕输 但却不想国人为此失望 而一直遭受冷遇的黄志烈 也迫切地想要在众人面前 扬眉吐气 如果能首战获得冠军 自然就是最有力的反击 想到这里 黄志烈不禁握紧了双手 掌心处甚至有戏汗冒出 今晚的第一位 他就是 他就是宋义老师 他带来的 夜空中最亮的星 温暖而又治愈 获得了90的观众投票 让我们掌声祝贺他 随着公正文化音落下 原本只有几十人的休息室里 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而直播间的观众 也纷纷发来喝电 呼 吓死我了 芒果台还算是有点底线的 我就说 现场观众当时那么热情 宋义大大 怎么可能不是第一 无狐 首战夺冠 宋义大大太帅了 帅帅帅 宋义大大 这是平实力打败芒果台的资本啊 就算是芒果台 也不敢再耍花样 还有第三名和第四名了 虽然这韩国老长得不错 但我还是不想看见他 这是我们龙国的比赛 支持 不然我肯定给龚正文寄刀片 好紧张啊 把握人心这块 被龚正文拿捏得死死的 欧巴加油 第三名也不错 宋义起身跟几位好友 握手表示感谢 却独独没有正眼看一旁的黄志烈 现在还剩下王斐老师 和黄志烈老师 没有公布名次 如果黄志烈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三名 那他就挑战成功 而作为本场比赛第七名的张杰 就只能暂时离开这个舞台 如果王斐老师获得第三名 则代表黄志烈挑战失败 将提前退出歌者的舞台 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在这关键时刻 芒果台突然插播了一段两分钟的广告 气得众人差点将键盘 隔空扔到龚正文的脸上 而据说 仅是这一时段的广告 就被芒果台派出了上亿的价格 这也是芒果台敢于出天价 邀请韩流一人前来踢馆的重要原因 在数千万网友的咒骂声中 芒果台总算结束了这一段广告 今晚的第三名 他就是为我们带来传奇的王斐老师 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 真的非常动听 让我们掌声祝贺他 同时也祝福黄志烈老师 虽然没有挑战成功 但也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听到这个结果 休息室内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 特别是王斐和张杰两人 一旦黄志烈踢馆成功 张杰作为今晚比赛的第七名 就将直接离开这个舞台 这对于有主持人身份加持的他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而这也更加坚定了 他要向宋艺邀歌的想法 只有在下一场演唱宋艺的歌曲 他才有绝地翻盘的机会 而王斐的紧张则来源于宋艺 毕竟 传奇就是宋艺为了阻击黄志烈 专门为他创作的 如果他没有守好第三名这个门户 他就再也没脸像宋艺邀歌了 好在 结局是皆大欢喜的 除了黄志烈和他身后胖胖的主持人 第183章 末路 黄志烈一脸愤懑地离开了 而他身后胖胖的主持人 心里也很郁闷 接待这位韩国艺人 是他主动向台里申请的 就是因为看好黄志烈的实力 只要黄志烈能一直留在舞台上 他就能跟着增加更多的曝光量 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才刚刚第一期 黄志烈就被众人联手淘汰 连带着他自己也将直接离开 我是歌者的节目组 不过现场没有人在意他的感受 几多歌手甚至都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 各位老师辛苦了 节目组在楼下准备了宵夜 大家一起聚个餐 再回酒店休息吧 宋夜本想拒绝 但架不住众人的集体拉扯 韩红一边架着宋夜的胳膊 一边不停地劝说道 你这首战都夺冠了 还不得庆祝庆祝 姐可是听说了 你每次夺冠 节目组都需要支付你双倍通告费 这可不是比小数目 必须喝两倍 其实不只是宋夜 其他歌手夺冠 节目组同样会支付双倍通告费 但大家的通告费用 跟宋夜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宋夜一个人 就抵上了他们五人通告费用的总和 想到明天就会有四千万的巨款 打到公司账号 宋夜也不免有些兴奋 那就吃点吧 不过酒是真的不能多喝 明天一早 我还要去雾都参加活动呢 听到宋夜这话 韩红豪气甘云地说道 小宋你放心 他们要是赶贯你酒 姐都帮你挡下来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不会劝酒 看着大家真挚的表情 宋夜选择了相信 二十分钟后 来 小宋 姐再敬你一杯 我在娱乐圈混了三十多年 从来没有这么佩服过一个人 到了饭桌 原本承诺要替宋夜挡酒的韩红 反而成了劝酒最厉害的一个 而腾格尔这位蒙古族的大叔 酒量也是不遑多让 而且 两人的资历都非常高 宋夜也不好全盘拒绝 一来二去 宋夜不负众望地被众人 搀扶着回到了酒店 而就在众人把酒言欢的时候 网络上突然爆出了一件大褂 由大陆第一狗仔卓尾发布的一段视频 瞬间引爆了全网 顶流小鲜肉几番深夜 进入夜总会 现场画面污秽不堪 视频时间不长 只有短短几十秒 而且抖动得很厉害 看得出来拍摄者当时的心情 非常紧张 只见昏暗的灯光下 几番与同公司一人欧星节 一同坐在沙发上 一左一右 还坐着两位 穿着极其暴露的女性 最重要的是 他们面前还站着一排排 年轻性感的女性 正在等待临选 而这个名叫金尊的夜总会 也被卓尾一并爆料 卓尾作为大陆第一狗仔 他不仅有近千万粉丝的微博账号 还拥有自己的媒体公司 这条帖子一经发布后 立刻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和转发 我乐个去 这不是号称四大小鲜肉之一的几番吗 我记得他的人事是纯情美少男啊 怎么玩得这么滑 嘖嘖 几番的脸都埋到胸里了 名副其实的洗面奶啊 妈的 他一个人就占了这么多年轻女孩 难怪我找不到老婆 虽然我也希望坐在沙发上的人是我 但我还是要骂上一句 人渣 败嘞 几番把我们女人当什么了 随意挑选的商品吗 不尊重女性的人不配在娱乐圈捞钱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的凡哥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这视频一定是你们屁的吧 众所周知 视频是不能屁的 所以这肯定是真的 一定是这些女人勾引我季凡哥哥 婆哥这么单纯的小男生 怎么会主动去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 确实是这些女的勾引他 不过他们都只是惦记你 季凡哥哥口袋里的钱而已 可恶 明明女粉丝那么多 为什么还要去会所找这样的女人 我哪里比他们差了 你怎么知道 他没祸害女粉丝 一条叶总会选飞的视频 直接将几番推向了风口浪尖 紧接着 卓尾又放出了一条重磅炸弹 几番不仅在叶总会选飞 还强迫女粉丝与之发生关系 在这一帖子下方 是一位年轻女孩的生类控诉 我叫彭露 是几番的粉丝 他曾以交往为条件 约我到他居住的别墅里 多次要求我与他发生关系 他不仅在身体上侵犯我 还企图在精神上控制我 现在我怀孕了 但他却只给我五千块钱 让我找个小诊所偷偷打掉 在视频下方 是许多的聊天截图 以及卓尾偷拍到 这位少女进出几番家中的照片 天真可爱的脸蛋上 挂满了悔恨的泪水 在与颂医分别后 卓尾就两线开工 一边与金尊业总会的服务员接触 一边让人继续监控 这频繁出入几番家中的少女 直到昨天 卓尾见到这位年轻女孩 流着泪从别墅里走出 卓尾知道 他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即上前与女孩攀谈 起初 这位年轻女孩 为了保护自己心中的偶像 什么都不愿意说 直到卓尾将几番多次进出叶总会的照片 给他看后 他才流着泪说出了实情 因为经常参加几番的粉丝应援活动 所以 他与几番曾在活动中 见过几次 几番见彭露长相青春漂亮 就主动与他取得联系 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哪里知道人心的险恶 面对自己偶像的邀请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只是这一去 他就陷入了火坑 起初几番还向正常的做客 邀请他参加家里的环境 并向他讲述自己事业上的不义 彭露听得如痴如醉 深陷其中 在喝了一杯几番递出的饮料后 他就昏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已经遭到了侵犯 这对于爱情充满期待的花季少女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第184章 利剑 宝儿 我是真的爱你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娶你 公开恋情 这不行啊 你也知道我是公众人物 要是被人知道我谈恋爱 会掉很多粉丝的 爱情是我们自己的事 别人知道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自己心里幸福不就好了 怀孕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怀孕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在无数甜言蜜语编织的谎言下 这位女孩彻底沦陷了 趁着暑假期间的闲暇 多次瞒着父母来到几番的住处 而为了自己 男友的事业 他也做到了守口如瓶 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两人的事情 直到他发现自己意外怀孕 他慌了 可他将这件事告诉几番时 几番对此事的态度 更是令他绝望而逃 原本还想着 替这位心爱之人遮掩一下 但在看到卓伟手机里的视频时 这位年轻女孩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 将所有的细节都一一说了出来 卓伟在听完这些爆料后 瞬间怒不可遏 没有来得及与宋艺沟通 就直接将自己掌握的信息 全部爆料出来 如果说金村叶总会事件 是生活作风败坏的问题 那这位少女爆出的事件 就是真正的毫无底线 而这也将几番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一时之间 无数人对几番发起了谴责 曹曹曹 这泥马也太过分了 这已经不是道德败坏 而是已经违反了呀 但 这种人渣必须处刑 居然精神剥削女粉丝 太下作了 妈的 我原本对娱乐圈的炒作不感兴趣 你凭本事 挣钱我无话可说 但道德败坏到这种地步 渣男 败类 不知道还有多少女生遭受过他的魔掌 一定要严惩这个败类 还大家一个公道 典型的精神控制语录 希望所有女生都要引以为戒呀 还是我这样的老实人可靠 他妈的 我已经报警了 这种人渣光是退圈已经远远不够了 必须要送进去包吃包住 支持 我也报警了 别问我为什么 我就是热心肠的朝阳群众 干干干 希望文化总局下架几番的全部作品 最好再查一查他的税务问题 这样的人渣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我也是几番的粉丝 我的经历几乎跟他的一模一样 只是我今年二十岁了 为了名誉 我没敢报警 希望所有的受害女性都大胆地站出来 千万不要让这样的败类好过 短短一个小时 关于几番的爆料就传遍了各大网络 数千万饭圈粉丝震惊不已 几番的上千个粉丝群纷纷解散 就连许坤 白洪凯等人的粉丝群也大受影响 许多粉丝自发退出饭圈 而随着时间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女孩站了出来 他们有的跟彭露情况类似 有的曾多次受到几番的聊天骚扰 仗着自己的偶像光环 几番四处招惹年轻的女粉丝 有的女孩比较克制 没有与她私下见面 但也有许多粉丝在见面后 发生了与彭露相同的事情 而几番更换所谓女友的频率也非常的高 少数像彭露这种 还会加以维持两三个月的虚假关系 而更多的 则是一次之后就被几番弃之毙履 但出于种种考虑 这些女孩统统选择了隐忍 直到看见越来越多的女孩被骗 他们才敢向公众说出自己的经历 顶流小鲜肉人设崩塌 夜长选飞 家中诱骗女粉丝 两年时间诱骗二十余名女粉丝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欲望的爆发 几番被地经警方控制 具体事件正在调查 或将面临十年的牢狱生活 税务及查局严查继凡税务 新非娱乐公司股价暴跌 金尊业总会被查封 爆出多位顶流艺人出入记录 文广总局联合税务局 对全行业艺人展开税务调查 劣迹艺人或被全网封杀 几番以一己之力 力压宋义夺冠的消息 直接霸占了所有平台的热搜 一夜过去 几番事件已经不断升级 文广局 税务局 警察局等部门统统介入 不仅拘留了几番 还对其余出入金尊业总会的艺人 展开了全面调查 文广总局局长韩文汉 在听了宋义的几条建议后 就一直想要整顿娱乐圈 但却一直找到不到切入点 而几番事件的曝光 无疑是送了一把利剑给他 韩文汉叫来秘书张元 沉生说道 小宋给我送了一份大礼 我也要有所回馈才行 小张 找人将我们掌握的关于黄之列 以及其他几位韩国艺人的负面资料 全部发布出去 他们在龙国的好日子到头了 是 张元快步走出局长办公室 立即打了几通电话 有些事情并不适合官方直接发布 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 官方才能出面进行收尾工作 而这样的媒体资源 文光总局自然掌握了非常多 这里是黄志烈 EX男团 唐女团和演员张娜的资料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曾在韩国媒体面前 诋毁我国民众 对我国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他们赚着我们的钱 却毫无感恩之心 张元看着周围的一群媒体界大佬 原本在韩文汉和宋义面前 谦逊低调的他 此刻却显得不怒自危 我要你们在一天内 将这些消息 传遍国内的各大网站 能做到吗 张元旦旦的话语 却在一群媒体人中 惊起了一声炸雷 许多嗅觉敏锐的媒体人 已经猜到官方的意图 但却不敢戳破这层窗户纸 连忙表态道 张处长放心 这点小事包在我们身上 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 是啊 张处长能将这事交给我们来办 就是看得起我们 不用一天 只需要半天 我们绝对让民众 对韩国艺人的印象降到最低点 第185章 群魔 9月1日 网络上一片混乱 各种大瓜不断爆出 热搜话题换了一遍又一遍 在几番之后 一些频繁出入金尊业总会的艺人 也统统被人扒了出来 大量的品牌方争相宣布 与这些艺人解除代言协议 并索要巨额的赔偿 而官方发起的税务调查行动 也在龙国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 调查还未正式开始 就已经有许多当红艺人 主动申请补税和罚款 就接到了卓伟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卓伟 很是激动地说道 宋益老师 我昨晚给你打电话 一直没打通 我就自作主张 将几番的调查结果全部曝光了 现在几番已经被警方拘留 卓伟将这一整晚发生的事件 简单向宋益讲述了一番 宋益也不得不感叹 这次官方行动的迅速程度 虽然案件的具体情况 还在调查之中 但能够连夜将几番控制起来 也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好 这段时间辛苦伟哥四处奔波了 也算是帮我出了口气 我还要赶着去误读 等我回地京请你吃饭 宋益老师太客气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媒体公司 也有不少好处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两人客气一番后 就各自挂断了电话 等宋益起床收拾停档 黎珊珊和叶双两人 早已在酒店房门外等候 宋益有些歉意地对两人说道 睡过头了 还赶得上飞机吗 黎珊珊微笑着说道 来得及的 我们看你难得睡这么香 就没叫醒你 小双重新订了票 飞机还有一个小时起飞 十二点前应该就能抵达悟渡 那就好 因为悟渡离长沙不算远 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航程 倒是不会耽误下午的活动 而就在宋益 刚刚登上飞往悟渡的飞机时 大量媒体又非常有默契地 开始爆料 在国内大红的韩国艺人 黄志烈曾在韩国 一档访谈节目中 直言在龙国的收入 是他在韩国的一百倍 仅因参加访谈节目 推调的龙国节目 通告费就高达三亿韩元 因粉丝邀请拍照太过热情 被黄志烈嘲讽为没有素质 并曾扬言要在歌者舞台上 击败所有龙国歌手 韩国演员张娜 把龙国观众 当作人傻钱多的憨憨 称没钱就去龙国圈钱 韩国男团XO成员嫖产 大量韩国艺人的负面新闻 齐刷刷地冒了出来 甚至一度盖过了纪凡事件 看着这山雨遇来的态势 许多国际大品牌 也嗅到了一丝危机感 纷纷宣布 停止与这些韩国艺人间的合作 而就在舆论发展到巅峰时 文光总局顺势推出了限韩法令 虽然没有公开发文 但各省政府和电视台 都收到了相关的通知 对韩国艺人在国内的演出活动 做出了极其严格的限制 和要求官方的这次行动 不仅让许多韩国艺人大受影响 也让许多娱乐公司 和已经邀请韩国艺人参加的综艺节目 开始惶恐不安 尤其是邀请黄之列参赛的芒果台 在原本计划 今晚复播的电视台版《我是歌者》中 连忙要求工作组加班 删除了所有黄之列的镜头 这番操作 不仅让节目看起来极不连贯 也让电视台的收视率急速下滑 几家大型广告商联合起来 要求芒果台赔偿他们的巨额损失 对此 芒果台也只能咬着牙关硬赔 而原本经过昨晚恐怖的直播数据 芒果台预计这首期节目 就能赚到数亿的广告和版权费用 结果到头来 反而是亏损了上议员 尽管网络上群魔乱舞 但刚刚抵达雾都的宋毅 一闻到城市上空飘荡着的火锅味 还是感觉到了浓浓的亲切感 三人刚下飞机 就被西南大学派来的专车给接了上去 而前来机场接机的 就是宋毅大学时期的辅导员张科 汽车刚刚启动 张科就微笑着打去道 没想到这才刚毕业两年 你就闯出了这么大的名头 我是应该跟着大家一起 叫你宋毅老师呢 还是像以前一样叫你小宋吗 宋毅是张科研究生毕业后 带的第一个班级 即便是到了现在 他也不过才30岁出头 虽然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但看起来依然非常年轻漂亮 除了上一些复课外 张科还负责管理班级里的日常活动 有些像中学时期的班主任 但又没有班主任那般严格 他与学生之间的相处 不像是师生 倒更像是朋友 对于这位两年未见的辅导员 宋毅也很是亲切 微笑着回答道 张老师 你就别埋怠我了 在你面前我永远都是学生 当然是继续叫我小宋啊 见宋毅丝毫没有成名之后的架子 张科也很是高兴 看来还没有太膨胀 记得要把这种心态 一直维持下去 饿了吧 刚好郑校长和五都市政府 还有教育部的领导 都在学校等着你开饭 啊 怎么连教育部的领导都请来了 听到这话宋毅有些发猛 本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赔偿嘉宾 没想到 学校居然搞了这么大的排场 连教育部的领导都请来了 张科解释道 他们可不是我们请来的 是部里听说你要回学校讲座 中副部长主动前来的 听到这话宋毅更猛了 张老师 我没说要讲座吧 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看着宋毅有些慌乱的样子 张科笑眯了眼 哼哼 你还割着装呢 上次在龙国电视台楼下 不是说的挺好吗 话说我怎么不知道你还认识郑校长 他居然还给你开过小灶 啊 宋毅这才想起 之前在面对众多受捐者的感恩中 自己曾提到过大学校长 估计大家都误以为 那就是郑良才校长了 不过这话也没法解释 总不能跟大家说 这是自己前世校长 告诉自己的道理吧 也只能让郑良才校长 背这个锅了 第186章 母校 讲座是真的不行 我这都还没许多研究生的 师兄事件年龄大呢 哪有资格对他们指点江山 我就去做个花瓶就好了 教书育人可能是差了点 但对于自己的颜值 宋毅还是非常自信的 做个花瓶绝对绰绰有余 这是我说了可不算 待会你自己跟郑校长讲吧 他同意就行 听宋毅提到研究生 张科突然想到了什么 杨雪现在留校读研三 已经取得了宝博资格 听说还申请了留校工作 你们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吗 突然听到杨雪这个名字 宋毅思绪有些恍惚 作为西南大学的校草级人物 早在大学时期 宋毅就拥有众多的爱慕者 虽然是工科专业的学生 但宋毅却主动加入了校艺术团 频频出现在学校的各种演出活动中 虽然成绩不算亮眼 但凭借着帅气的外形 宋毅依然受到了大量女性的表白 而杨雪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 她不仅是文学院的院花 也是宋毅在艺术团里的搭档 杨雪的父母 都是西南大学的高级教授 出生书香世家的她 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文静甜淡的气质 而这样的气质 也吸引着那时的宋毅 两人慢慢从搭档变成朋友 在自然而然的变成了学校里 令人艳羡的情侣 但同大部分校园情侣一样 在面对毕业时的不同选择 两人出现了许多的矛盾 杨雪选择了留校读研 而宋毅不仅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也没有选择考工这样的编制类工作 而是孤身一人带着自己心爱的吉他 前往了地精 追寻那遥不可及的音乐梦想 面对思想和身体的双重距离 宋毅最终开口结束了这段感情 虽然宋毅多出了无数记忆 自身能力也今非昔比 但听到杨雪这个名字 还是忍不住思绪飘飞 因为她的记忆中 一直都住着一个美好的女孩 定了定神 宋毅微笑着说道 有两年没见了 她现在怎么样 张科回答道 我对她知道的也不多 毕竟不是我自己带的学生 只知道她这两年学习挺刻苦的 跟着导师完成了好几个重大课题 还获得了不少奖项 嗯 她一直都很优秀 两人坐在车里一路闲聊 车窗外的景色也越发熟悉 直到汽车开进了校门 宋毅才见到了久违的西南大学 这座占地面积八千余亩的校园 是龙国丹校区最大的刀校 校内拥有五个操场和十多个食堂 现在每年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总招生量 甚至超过了一万人 即便宋毅在这里读了四年大学 也没能把这所校园逛完 此时刚刚进入秋季 校园内的桂花树已经盛开 淡淡的花香 伴着充满朝气的身影 让宋毅有些怀念 张科笑着说道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回来读个盐 宋毅收回窗外的目光 摇头说道 算了吧 哪里有这个时间 而且我需要的东西 学校里已经教不了我了 张科知道 宋毅已经不是当年的学生 但还是忍不住劝道 别把自己弄得太累 你才二十四岁 停下来休息一下 也没人会怪你的 听出了张科话语中的关心 宋毅微笑着说道 嗯 谢谢张老师 我心里有数的 不多时 商务车已经停到了二号食堂的门口 此时诸多校领导和政府官员 纷纷站在食堂门口迎接 外围拉起了黄色警戒线 许多学生排队站在警戒线外 拿着手机向里张望 旁边还有媒体记者和学生会成员 正举着相机 准备拍下宋毅下车的一幕 见到这硕大的场面 宋毅不禁有些头疼 但还是快步向前走去 不带郑良才带人走近 宋毅已经主动开口 打起了招呼 让大家久等了 不过这排场实在太大了 学生承受不起啊 郑良才上前握住宋毅的双手 哈哈大笑道 小宋你现在可不是一般人 就冲你做的那些事 那些慈善一举 也担得起我们这把老骨头 多等一等 随后就当着摄像机的面 向宋毅介绍起了身旁几位中年人 这位是教育部的中副部长 这位是雾都市政府办的石主任 这位是 这些人的职务一个比一个大 宋毅与众人一一握手后 才被众人簇拥着 来到食堂三楼的巨大包厢内 包厢里已经摆好了三桌酒席 让宋毅没想到的是 父亲宋钱和母亲袁琼 此时也坐在主桌上 宋毅连忙上前问道 爸妈 你们怎么也来了 宋钱有些自豪 又有些无奈地说道 郑校长一早就派人把我们接来了 说是你工作忙 不一定有时间单独回去 就让我们也一起来看看你 听到父亲的解释 宋毅也不得不感叹 学校是真的喜心 对于父母而言 最自豪的 无非就是见证自己的儿子 荣归故里 而且自己的原计划 确实是活动结束后 就要立马赶回地经拍摄电影 一旁的母亲 则是有些担心地说道 所以就没赶下去 会不会有人拿这个说事啊 这能有啥影响 宋毅满不在乎地说道 反正不管我怎么做 都会有人嚼舌根 爸妈不必在意这些 说着话 宋毅直接坐在了母亲身旁这段时间 忙于工作和各种应酬 连跟父母两人通电话的时间都少了 学校能把两人请来 宋毅也非常高兴 这时郑良才才笑呵呵地 对众人说道 学校里吃饭方便一些 大家不要嫌弃伙食简陋啊 郑校长客气了 这饭菜已经很好了 众人一番客气 随后各自入座 此时负责迎接自己的张科 和随行的黎珊珊 叶霜等人 则只能坐在最外围的一桌 而宋毅这桌 除了自己一家人外 就是学校 市政府和教育部的几位代表人物 因为下午要出席活动 众人都很克制地 没有喝酒 最先说话的 是坐在宋毅对面的市政府办主任十年 宋毅老师 我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这次之所以跟西南大学联名邀请你来呢 是有一件事情 想跟你商量 第187章 大使 闹 认知 同学们 又是一年开学季 在这个桂花盛开的时节 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教育部和市政府的领导 以及我校的优秀校友宋毅 来共同见证 这与众不同的时刻 自1906年建校以来 年近70的郑良才站在台前 为数万名学生 做着开奖陈词 这已经成了郑良才 每年必须的工作 新生入学时 要勉励大家刻苦钻研 至存高远 毕业季来临 要激励那群 即将迈入社会的年轻人 脚踏实地 今天激励的主体虽然是一万多名新生 但郑良才的话 同样是说给数万其他年级的学生听的 许多人在大学宽松的管理制度下 逐渐放飞了自我 逃课 熬夜 游戏 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时候 长者的一场谈话 或许就能将这些人 从无尽的放纵中拉回现实 我不想要求你们 为龙国之崛起而读书 因为那是存在于星空中的理想 对很多人来说 缺乏前进的动力 我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脚踏实地 做好当下一点一滴的小事 若干年后 你们会发现 星空中的理想 或许还在那里 但你已经无限接近它 当你回望过去的奋斗 我希望你们能无愧于自己 无愧于家庭 也无愧于社会 郑良才不疾不徐地叙说着 这些话 对于经历过社会毒打的人群 或许没什么效果 但却可以成为眼前这群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为之前进的动力 郑良才的讲话结束后 教育部的中间 和市政府办的十年 也各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最后将话筒递给了旁边的宋义 当宋义拿到话筒的那一刻 原本还算安静地操场 瞬间变得嘈杂起来 相比于长者的说教 作为同龄人的宋义 似乎更能激起大家的热情 而宋义从草根到巨星 再到心怀天下的慈善一举 也早已成为全校师生 争相学习的榜样 各位师弟师妹 师兄师姐 大家笑我好 郑校长一直让我 跟大家讲些什么 但我知道自己 还没有这个资格 一向颇为自信的宋义 此刻面对这一群年轻的面孔 却是有些忐忑 因为教育是严肃的 也许他随意说出的一句话 就足以改变许多人的价值观 为此 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我知道 在场有很多学弟学妹 把我当作偶像 还有人说我是近几十年来 西大最优秀的校友 这让我很高兴 但更多确的是羞愧 说到底 我不过是一个登台表演的戏子 在机缘巧合之下 获得了所谓的成功 但跟同样毕业于西大的原爷爷 吴奶奶等农学专家来说 我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值一提 甚至连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 大家与其将我这样的娱乐明星 当作偶像 我更希望你们 将这些前辈奉为神明 把他们当作人生的榜样 原本说好的不讲话 但在拿到话筒的那一刻 宋义还是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 戏子光芒万丈 日进斗金 真正的科研伟人 却总是默默无闻 原爷爷的名字 大家都如雷贯耳 但在甜瓜领域 做出重大贡献的吴奶奶 又有多少人之气姓名 人们随口就能说出 数十个娱乐明星的名字 甚至连他们的生平去世 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但对国家做出 巨大贡献的科研工作者 却很少有人 能叫出十个人的名字 所以优秀校友这个称呼 我实在不敢接受 如果有一天 我能做出一些 真正有利于国家 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再来领受优秀校友这个称号吧 看着台下一脸痴呆的众人 宋义微微一笑道 不好意思 今天话有点多了 演讲不是我的强项 我还是给大家唱首歌吧 他的名字叫 骄傲的少年 听到这话 叶双将手里的优盘 递给了后台的工作人员 里面装有 送一刚刚做好的电脑伴奏 而雾都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早已将这次开学典礼 直播到了市政府的官网之上 此时已经有数百万网友正在观看 而教育部的摄影组 更是将现场画面 转播到了各大学校之中 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 只要有条件的学校 都组织起了学生 集体观看西南大学 陷入了沉思 而直播间里的网友 则是陷入了疯狂 物草物草物草 不愧是我心中神一样的男人 别人都是巴不得 往自己脸上贴金 送一大大 却是让大家不要把自己当偶像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送一大大太谦虚了 他虽然没有从事科研工作 但他却在音乐领域发光发热 世界不能没有科研工作者 但也不能没有音乐 而且他的慈善情怀 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感觉送一大大的心事有点重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要相信自己 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 是啊 而且宋一大大通过自己言行 也让很多人变得更好更优秀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啊 我会永远支持你 大大今天看起来有些忧伤 好想上去安慰他 男神是我的 谁也别想抢 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议论纷纷 而宋一刚刚这段话 也被热心网友制作成了短视频 已经在各大网站上疯狂转发 西大的操场上 虽然宋一让大家不要把自己当偶像 但听到这些话的学弟学妹们 却都一脸痴迷地望着台上的身影 他们对宋一的喜爱 从此时此刻开始深入骨髓 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忠于人品 虽然耕耘的领域不同 但却没人敢否认宋一做出的成绩 充满节奏感的钢琴声和古典声交替响起 宋一低沉有力的歌声也随之响彻全场 在一开始 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 十年之后 终于才明白 只要全力以赴 就无所谓失败 第189章 少年 虽然学校里的音响效果不算太好 但在宋一宗世纪的唱功加持下 依然唱出了行走的CD感 在场大部分人都是一次听到 如此高水准的现场演唱 纷纷目不转睛地看向舞台上 正全情投入的宋一 许多年轻的学妹 已经忍不住浮想联翩 转眼间 一切都已改变 新的起点 新的世界 就在眼前 受过伤 也流过了眼泪 为了梦想 疯狂这一次 又怎样 投入到演唱状态的宋一 重新恢复了自信 宋一像是唱歌 又像是在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富有感染力的歌词 轻而易举地唱进了所有人的心中 奔跑吧 骄傲的少年 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燃烧吧 骄傲的热血 胜利的歌 我要再唱一遍 曲调渐渐升高 歌曲来到副歌的高潮部分 宋一的声音变得高亢且嘹亮 充满力量的嘶吼声 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而直播间里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脑补大赛 呜呜 大大又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歌了 他的成长经历真的好励志啊 只要全力以赴 就无所谓失败 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这大概就是宋一大大 坚持在递经做音乐的原因吧 就算是在街头卖场 他也从未放弃过 兄弟们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向宋一大大学习致敬 虽然他口口声声 让我不要把他当作偶像 但是这样的人 又怎么能让我不爱 宋一大大唱歌 真的太好听了 即便只是露天的小舞台 依然唱出了录音室的水准 他越来越强了 新的起点 新的世界就在眼前 大大又要开启新的征程了吗 奔跑吧 骄傲的少年 向着未来勇敢前行 宋一大大在前方等着我们 从今天开始好好学习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激昂的歌声 不停在校园中回荡 有人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力量 也有人明白了 坚持的可贵 崇拜宋一的人 激动到满面潮红 而熟悉宋一的人 则感动到泪流满面 千人千面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 但却都被宋一的歌声征服 世界之大 总想要去飞 就算满身伤痕 也不曾后悔 无人喝彩 依然在期待 雨后的彩虹 它是那样的精彩 歌声还在继续 节奏感也是越来越强 渐渐从吟唱 切换到了说唱状态 如今我 整装待发 充满正能量 学会坚强地面对 生命的真相 成功和失败 不是用结果去衡量 挫折和磨难 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经受过屈辱和嘲笑 那又怎样 胜利的使命 仍然背负在我身上 年轻的旋律 多么自由而奔放 放飞你的心 勇敢大声唱 每一句歌词 都充满了故事性 却又很好地压住了韵脚 让整首歌曲变得动听 而又热血澎湃 像是自述的歌词 却让所有人 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听大大的说唱 真的好享受 虽然语速飞快 但每一句歌词 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是啊 很多说唱歌手 都需要用脏话 才能表现出自己的气势 但是宋一大大 却完全不需要 每一首歌都是 正能量满满 而且快歌慢歌 他都能驾驭 真的太强了 我靠 这首歌最屌的是歌词好吗 每一句都让我心潮澎湃 而且还贼好听 我太想学这首歌了 就是难度有点啊 经受过屈辱和嘲笑 那又怎样 胜利的使命 仍然背负在我身上 不被嘲笑的梦想 就没有实现的价值 大大两个月前 还在街边卖唱 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激励啊 坚持就是胜利 好想听宋一大大唱情歌呀 肯定能弥死万千少女 哪里还用唱什么情歌 你没看操场上的学妹们 都沦陷了吗 这要是唱情歌 那还得了 距离高考还有282天 加油吧 习大再向我招手 奔跑吧 骄傲的少年 青春不留遗憾 好的音乐可以治愈人心 也可以给人力量 操场内外 男同学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嗷嗷直叫 女同学则是双眼放光地 看向宋一处于振奋中的学弟们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后的恋爱之路 到底会有多么艰难 奔跑吧 骄傲的少年 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燃烧吧 骄傲的热血 胜利的歌 我要再唱一遍 不知不觉间 歌曲已经来到了尾声 直到宋一的歌声止歇 校园内突然响起了 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 就连宋一身后的校领导和政府官员 也统统起身 用力拍打着双手 在这样一个外邦音乐盛行的时代 龙国能够出现 一位优秀的音乐创作者 已经令人欣喜不已 而更让人感到欣慰的 是宋一谦逊的态度和品行 待众人逐渐安静下来 宋一重新举起话筒 缓缓说道 仅以此歌 送给所有心怀梦想的学弟学妹 同时再分享一句话给大家 我从不去想 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只剩下风雨艰行 听到这句话 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校园里 再次恢复了躁动 而直播间的诸多网友 更是直接将 这句充满诗意的话 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鸣 更新到了朋友圈的动态之中 没有在意人群中的尖叫声 和表白声 宋一对着台下弯腰鞠躬后 就将话筒 交给了身后的教导主任手中 生活总是打鸡血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规则来约束 当教导主任开始向新生 介绍校园内的情况 和管理条例时 刚刚还亢奋不已的上万名新生 瞬间像是双打的茄子 全都搭了着脑袋 而结束了工作的宋一 则趁着这个空档 偷偷溜到了后台 在夜双那里换了套衣服 顺便还戴上了口罩和帽子 他想要趁着大家都还聚集在操场周围时 好好看一看这个阔别已久的校园 第190章 故人 绕着操场走了很大一圈 宋一才渐渐远离了人群 此时很多高年级的学生 已经开始慢慢散去 三五成群的议论声中 全都是跟宋一有关的话题 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引起围观 宋一不得不往人少的地方走 西南大学的前身 校区面积非常大 素有雾都北贝区巴掌大 西南大学占一半的说法 而因为坐落在北贝区 也被当地人校称为小北大 宋一就这样四处闲逛着 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地 仅仅只是看着这些曾经熟悉的环境 就让宋一感觉到宁静和舒心 不知不觉间 宋一来到了一处假山上的凉亭 这里夏天蚊虫很多 一般的学生并不爱往这里走 但却是宋一读书时最爱来的地方 因为那时的唱功不够好 他常常会来这里练歌 而在这里也刚好能俯瞰到远处的操场 只见教导主任还在高台上 滔滔不绝地向新生 介绍学校的管理条例 许多人都以为上了大学就解放了 但实际只是另一个起点罢了 在宽松的环境下 大家有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 有人选择刻苦学习 有人选择加入社团发展兴趣爱好 有人选择了社会实践 积极创业 也有人选择了放纵 昼夜沉沦于游戏 大学不是解放了大家 而是换了一种学习的方式 从前是老师和父母逼着自己被动学习 但是到了大学则全靠自律 很多人因为无法适应两种状态间的转变 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就在宋一丝续万千之时 一道窈窕的身影从远处缓缓走来 他身穿白色的连衣长裙 黑长直的绣发 被简单地束在脑后 只在耳旁处留下两缕青丝 让他的皮肤显得更加白皙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饰品 脸上也没有丝毫粉底的痕迹 但绝美的五官 配上他文静甜淡的气质 却瞬间吸引了宋一的目光 宋一之所以注意到他 并不是因为他出臣的美貌 而是因为来人 正是自己大学时的初恋 杨雪 尽管在娱乐圈 看遍了各式各样的美女 但杨雪这样的气质 宋一却从未在别人身上见到过 此时的宋一戴着口罩和帽子 但杨雪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好久不见 杨雪在宋一对面的石凳上坐下 语气轻松地说道 好久不见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见对方已经认出了自己 宋一干脆取下了帽子和口罩 曾经最熟悉的两个人相对坐 没有普通情侣分手后的怨恨与不满 倒更像是阔别已久的老友 在互相聊着各自的近况 我看你没在主席台上 就知道你偷偷溜出来了 所以就想过来看一看 作为曾经最亲密的恋人 杨雪自然知道 这里是宋一大学时最爱来的地方 他并不确定在这里就能找到宋一 但不知怎么 脚步就这样带着他 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这里 你的变化很大 沉默了许久 杨雪突然说出了一句话 确实让宋一不知如何作答 总不能告诉对方 自己脑海中不仅多出了一个人的记忆 还觉醒了一个吊炸天的系统吧 你也变得更安静了 沉默片刻 宋一只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随后两人又陷入了长久的安静中 耳边只有远处教导主任的声音 还在继续回答 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两人同时打破沉默 相似的问话 却惹得两人相视而笑 看着眼前熟悉的笑容 宋一仿佛回到两年多以前 那时候的两人就经常坐在这梁亭内 一起和声 一起练琴 一起讨论文学 梁亭游在 故人也还在 只是两人的关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杨雪再次对宋一展颜笑道 恭喜你 终于实现了你的理想 那绝美的笑容发自真心 没有丝毫伪装 也恭喜你 听说你已经取得了宝博资格 还申请了留校工作 可以专心研究你热爱的文学了 跟宋一不同 杨雪虽然也喜欢音乐 但更多的是 作为兴趣爱好 并没有想要当作工作来做 这也是毕业时 两人主要的分歧之一 抛开心中的思绪 宋一对杨雪说道 陪我四处走走吧 嗯 杨雪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起身 跟在宋一身旁 两人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 虽然没有人开口说话 但却丝毫不显的尴尬 此时 宋一也不再戴帽子和口罩了 而是坦然地跟杨雪一起 在校园里悠闲地散步 虽然关系不再像以前那般亲密 但与杨雪相处 在远处张望 却没有人上前打扰 即便有人想要上前 找宋一签名合影 也往往会被同行的伙伴拦下 给两人留下了足够的相处空间 而宋一与杨雪两人 曾经的恋人关系 也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 什么时候回地京 不知道走了多久 杨雪突然开口问道 订了晚上九点钟的飞机票 最迟七点 就要离开学校了 虽然宋一很想在雾都多留两天 但 活埋的拍摄团队 已经在地京准备就绪 就等宋一到场开拍 听到宋一的回答 杨雪依然是那副甜蛋的模样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 能让他感到意外 安静了片刻后 杨雪再次开口说道 那我请你吃个晚饭吧 好啊 那就吃北校门口的冒菜吧 两年没吃了 我还挺想的 宋一不仅同意了 还顺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嗯 而杨雪 也没有因为宋一这位顶流巨星 就要求吃碗冒菜 而感到丝毫的惊讶 两人漫步朝着北校门走去 一路上无数的目光注视和拍照 但宋一却没有丝毫想要避嫌的意思 半个小时后 两人终于来到了一家破旧的门店 里面只有四张桌椅 但因为还没有到饭店 店里除了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 并没有其他人在 小雪来了 今天吃点什么 杨雪似乎是这里的常客 两人刚一进门 老板娘就主动打起了招呼 随后看到一旁的宋一 则是更加的惊喜 呀 这不是小宋吗 我都两年没见你了 你们俩这是和好了 第191章 烟火 还不等宋一开口解释 老板娘立马继续说道 和好了就好 和好了就好 老板娘习惯性的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一脸的淳朴笑容 看起来是真的为宋一两人感到高兴 小宋你是不知道 这两年小雪来我店里 我经常看见她一边吃饭 一边掉眼泪 听到这话 宋一心中一突 忍不住看向一旁的杨雪 而杨雪则是慌乱的出声 打断老板娘的话头 赵姨 给我们上一份双人套餐吧 好好 马上就好 桌上有豆浆 你们自己倒一下 老板娘满脸带笑的 跑进厨房里忙碌了 而恢复镇定的宋一和杨雪 则是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 店里的陈设很老旧 地板有些破损 墙上还有斑驳的印记 但桌椅和餐具却打扫得很干净 宋一拿起桌上的陶瓷壶 给杨雪和自己倒了一杯豆浆 这种研磨后 没有经过过滤的豆浆 虽然喝起来有些豆渣的颗粒感 但香气却非常浓郁 宋一有些感慨道 还是赵一墨的豆浆好喝 在地精都是过滤后 还堆了大量的水 寡淡无味 听到这话 杨雪出声问道 这两年在地精吃了不少苦吧 杨雪的语气很平静 似乎只是随口一问 但从杯子上紧扣的食指 宋一还是看出了 他的紧张和关切 也还好 刚开始是挺难的 但是后面认识了一些好朋友 经常会帮着介绍酒吧演出 虽然费用不高 但也够我用了 平时话不多的宋一 这次却主动向杨雪 讲述起了自己刚到地精的点点滴滴 杨雪坐在对面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着 杯子上的手指却是越口越紧 为了缓和气氛 宋一半开玩笑地说道 不过这些都过去了 我长得这么帅 就算是去天桥卖唱 也有大把的富婆为我打赏 此话一出 杨雪的手指骤然放松 紧张的翘脸上 突然绽放出会心的笑容 别臭美了 富婆可不好伺候 很伤身体的 见杨雪开起了玩笑 宋一这才找回了真正熟悉的感觉 杨雪的气质虽然很文静 但从来都不是那种 不苟言笑的冰山女神 在平时的生活中 她也会跟大家一起玩笑嬉闹 但这次相见 宋一明显感觉到 杨雪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如果不是面对着宋一 她的话还会更少 想到这里 宋一忍不住劝道 别太专注于研究 平时也要跟朋友出去走走 换一换脑子 杨雪点头回应道 嗯 我知道 这石老板娘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帽 菜上了桌 旁边还附赠了一叠自家腌制的泡菜 来了 小宋你尝尝赵姨的手艺 有没有退步 好 宋一没有客气 中午跟着校长和一群领导同桌吃饭 光顾着谈事情了 饭却没怎么吃 此时也确实有些饿了 夹起一片毛肚送进嘴中 爽脆的口感 伴着麻辣鲜香的汤汁 让宋一找到了久违的感觉 这些地道的川芋味道 在地经很难吃到 而宋一之所以热衷于做饭 除了多年养成的习惯外 现在不仅是无辣不欢 而且还特别喜欢吃麻 很好吃 赵姨的手艺没得说 你要是去地经开一家 生意绝对爆火 宋一不吝赞美之词 还对着赵姨竖起了大拇指 这让老板娘很是高兴 你喜欢吃就好 我都这把年纪了 还去啥地经 就在这里看着这群小孩 一劈劈的长大就挺好 老板娘似乎很满意 这样简单且忙碌的生活 望着校门口的眼神里 满是欣慰与自豪 在平凡的岗位上 用心坚持 本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而人间烟火气 罪抚烦人心 这样朴实无华的街边味道 就是宋一最熟悉 也最喜欢的 你们慢慢吃 我进厨房去 免得打扰你们讲话 老板娘微笑着给两人 腾出了相处的空间 两人就这样安静地吃着 没有多余的话语 但却丝毫不显地尴尬 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味道 还有熟悉的人 让宋一有些神情恍惚 甚至开始怀疑 时间存在得意义 如果时间能永远停留在 过去的某一刻 大概也是极好的 这顿饭吃得很慢 但又好像很快 直到汤汁和米饭都放凉了 两人也没有放下碗筷 此时陆续有三五成群的学生 进来吃饭 看到宋一和杨雪在场 全都兴奋不已 经过下午的演出和讲话 宋一已经成为了 学弟学妹们心中 神一样的人物 有人将两人用餐的 绝美画面拍摄下来 上传到了学校论坛里 而赵仪的这家小店 也被更多人熟知 很多人慕名来打卡拍照 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小小的茂菜店 一直是客流不断 一些学弟学妹 忍不住心中的激动 上前找宋一合影签名 宋一也没有拒绝 有些人拿着课本 找他签名 他还会顺手 批出上一两句 鼓励的话语 但眼见门外的人群 越聚越多 宋一指的带着羊雪 匆忙离开了茂菜店 两人一路牵手 小跑着 远离了拥挤的人群 一直来到安静的后山 这才停下脚步 接连跑了十几分钟 两人都有些气喘 看来成名之后的苦恼 也不少吗 经过这一跑动 羊雪似乎变得开朗了许多 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 嘴角却不自觉露出了微笑 宋一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笑着回答道 是啊 我在地经基本不出门 就怕粉丝劫视我 等哪天龙国娱乐圈 不需要我了 我就宣布退休 好好过几天安静日子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想要退休 我看是难了 羊雪笑着打趣道 叮铃铃 两人正聊着天 宋一电话突然响了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老妈打来的 宋一这时才想起来 自己从主席台溜走后 父母却还留在操场 观摩着开学典礼 父母专程从乡下赶来看自己 自己却把两人晾在了一旁 宋一感到一阵心虚 连忙接起电话说道 妈 抱歉啊 学校里遇到一个朋友 忘了时间 你们在哪 我马上过来找你们 第192章 原油 谁知电话那头的原穷 却笑呵呵地说道 知道知道 是不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漂亮女生 你们学校都传遍了 小双和珊珊 第一时间就把照片给我们看了 我这才没来打扰你 父亲宋前也忍不住插话道 儿子 好好加油 听说这姑娘不错 别辜负了人家 宋一 不等宋一开口解释 原穷又继续说道 行了 好好做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们也要回碧水山庄了 郑校长安排了车送我们 你不用担心 中秋节要是不忙的话 再回家来看我们吧 见此宋一 也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嘱咐道 那你们路上小心 到了给我打的电话 嗯 挂断电话后 宋一顺手看了下时间 发现已经是晚上六点半 距离约定出发的时间 只剩下半个小时 当即又带着杨雪往回走 即便已经走了一下午的路 两人也丝毫没有觉得疲倦 直到看见不远处站着的 黎珊珊和叶霜 宋一知道 分别的时候到了 杨雪站在原地面路纠结 犹豫了许久 终于还是开口问道 能告诉我 当初为什么提分手吗 听到这话 宋一也停下了脚步 思绪回到了两年以前 那时候 两人虽然有些分歧 但却从来没有吵过架 以两人的性格 也根本就吵不起来 而最终的分手 也仅仅只是宋一发出的一条短信 上面没有任何缘由 只有一行冰冷的文字 我们分手吧 宋一记得很清楚 当天他并没有收到杨雪的任何回复 一直到两天以后 才收到了杨雪回复的一个 好 字 两人都没有解释 也没有纠缠 宋一不知道 杨雪没有回复短信的两天 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两人就是这样的性格 无论面对任何事情 从来不屑于去多解释 既然宋一提出了分手 杨雪就自然而然认为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即便开口挽留 也只能让这份感情 变得卑微且难堪 所以 他当时没有问为什么 而是独自消化悲伤 走遍了校园里 两人曾经走过的每一个角落 直到两天以后 他才艰难地回复了一个 好 字 不纠缠 不打扰 就是成年人对爱情最大的体面 两人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 宋一才缓缓说道 那时候在地经很不顺 甚至完全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但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断然不会回头 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 我可能就一辈子烂在地经了 宋一像是在解释分手的原因 又是在讲述当时的经历 但是你不一样 你有良好的家世 有大好的青春年华 我不能自私地 把你拴在我身上 感情的是没有对错 但这就是那时的宋一 做出的选择 也许有人会说 宋一没有问过对方的态度 就提出分手 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私 忍不了心爱之人 自己理想中的幸福和未来 才是最煎熬的事情 时光无法回溯 既然做了选择 就要承担相应的结果 杨雪就这样呆呆地站在原地 眼角隐隐有泪光闪烁 走吧 他们在前面等你 最终还是由杨雪打破沉默 两人缓步朝着不远处的商务车走去 沉默似乎已经成了两人的习惯 直到宋一坐上了车 两人也没有再开口说一句话 就在汽车发动之时 宋一忍不住对着窗外喊道 有时间可以来地径找我 我带你去逛一逛 宋一不知道窗外的杨雪 有没有听见 只见他目光注视着逐渐远离的汽车 绝美的脸上 正绽放着最迷人的笑容 直到再也看不见汽车尾灯 杨雪才面带笑意 往宿舍楼走去 定 银行转账通知 宁伟号为9,857的银行账户收款 7,358万元 账户余额为86819440 35元 次日一大早 宋一收到了公司转来的一笔巨款 其中有这次湖南之行 芒果台打来的2000万通告费 加2000万的冠军奖励 剩余的3000多万 则是8月份的后半月 各项版权带来的收入 加上宋一之前的1300多万余额 此时宋一的银行账户余额 已经有8000多万 而系统里的慈善积分 也高达8亿4000万 只可惜两项加在一起 离10个亿也还差了一点 不然宋一珍想直接兑换 殿堂级的演技 用一部活埋 去经验整个世界 只可惜 这所谓的一点 也整整差了快9000万 就算是以目前的赚钱速度 没有半个月 恐怕也是够呛 这还要算上 芒果台每期4000万的通告费 前提是 宋一每期都能夺冠 狗系统 帮我捐款8000万 顺便将演技升级到宗师级 虽然殿堂级无望 但宗师级的演技 对于宋一这位电影新人 也完全够用了 毕竟按照系统的等级划分 殿堂级的唱功和演技 整个蓝星也不超过10个人 而宗师级演技 就完全是影帝级别的了 年仅24岁的影帝 已经足以让世人惊讶 定 一位宿主转账 贷捐8000万元 一位宿主觉醒宗师级演技 剩余慈善级分 为82578万 是否选择抽奖 滚犊子 我已经戒毒了 任凭系统铃声如何诱惑 宋一都对抽奖不为所动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他绝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三次以上 随着巨量的信息涌入脑海 宋一对演技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不只是面对镜头下的演技 也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伴随着一股奇异的能量 流过全身 宋一感觉自己的神经和肌肉 变得更加灵敏 一个优秀的演员 不光能控制面部细微的表情 也能随意掌控 自己身体的每一块肌肉 半个小时后 宋一终于消化完所有的信息 和身体上的变化 如果此时有人在场 或许就会发现 宋一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 小宋 我们出发吧 剧组在郊区 租了一个空置的厂房 先过去看看 场地和道具 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第193章 活埋 宋一带着黎珊珊和叶霜两人 乘坐司机老张的车 来到了地精郊区外的一处 空置厂房 之所以没有到影视基地租场地 是因为这部电影拳 成都在封闭的棺材中进行 在郊区显然更便宜 也更安静 等宋一几人到达场区的时候 整个剧组人员都已到位 尽管演员只有宋一一个 但化妆 摄像 灯光 道具 后勤等工作人员加起来 也足足有40多人 看见宋一下车 导演丁洪博 立刻带着众人迎了上来 宋一老师你好 久闻大明啊 你看看场景布置和道具 是否符合你的预期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准备开机仪式了 丁洪博是个气质儒雅的中年人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脸上也没有留胡子 跟宋一印象中的落腮胡 长发导演完全不同 对方并没有因为 对宋一世的电影新人 就表现出任何的轻视 相反还非常恭敬 因为宋一能写出 这部一个人出演的电影剧本 就足够让丁洪博肃然起敬 更何况宋一身上 还有太多耀眼的光环加深 让丁倒久等了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今天才抽出时间 理解理解 拍电影就是这样 要协调所有人的档期 跟一般电影 动辄几个月的拍摄周期 你写的这部电影拍摄时间 已经算是最短的了 我们多等几天也不碍事 丁洪博谦和的态度 给宋一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 这位是摄影指导徐志勇 这位是制片主任 在丁洪博的介绍下 宋一跟剧组里的主要人员 一一握手 众人见到宋一本人 也都非常激动 如果不是剧组有规定 恐怕都有人上前 要合影和签名了 简单认识之后 丁洪博带着宋一 来到一个宽阔的院落中 细沙铺成的地面上 放着一个油木板 定成的粗制棺材 上面还放着一个老式纸板手机 一个柴油打火机 小刀等拍摄道具 道具都没问题 就是这沙子的湿度有点大 最好再风干一下 不然很难顺着 棺材的缝隙下漏 另外是不是还少了个坑 宋一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虽然觉醒了宗师级演技 但对于场景布置问题 宋一却是个外行 丁洪博立刻上前说道 宋一老师 经过我们的商议 在地下进行拍摄 还是太危险了 如果棺材或者沙堆出现塌方 很可能对你造成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建议 就在地面进行拍摄 沙漏的问题 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 在上面手动操作 虽然效果差了一些 但胜在安全 听完丁洪博的解释 一旁的梨珊珊和叶霜 都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没有什么事情 比宋一的安全更重要 谁知宋一却摇了摇头 我没这么娇气 现场这么多人在 真要出现塌方 也能第一时间把我挖出来 况且这部电影最大的紧张感 就是通过细沙 不断向棺材里渗漏 营造出来的 如果在地面进行拍摄 效果可谓是天差地别 在这个小鲜肉膝盖擦破点皮 都要祝愿 并且发个头条的时代 宋一这番话 显然完全超出了众人的预料 丁洪博等人陷入了纠结 他们也是认同宋一的观点的 但宋一的身份非同一般 真要因此出现什么意外 恐怕全龙国的民众 都要对他们口诛比伐 小宋 还是听听到的吧 安全第一 唐总和许总那边 也不会同意这种拍摄方案的 黎珊珊担心地说道 除了通道的挑选 黎珊珊很少干涉宋一对工作的安排 但谁也没想到 宋一第一次拍电影 就要玩这么大 宋一也知道 众人不敢冒这个风险 只能退一步道 这样吧 我们把原计划中的埋设深度 降到一米 就算真有什么意外 恐怕我自己都能爬上来 不行 最多60公分 一米还是太危险了 黎珊珊知道 宋一对待工作非常认真 只能站出来跟她讨价还价 山姐 深度不够 细沙下落的速度怕是跟不上 要不80公分 不行 就60 多一厘米都不行 就这我还要跟唐总和许总汇报 他们同意了才行 宋一只得妥协 好吧 倒不是宋一没有危险意识 而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她 学过土力学这门课程 别看埋设深度 看着挺吓人 但真正垂直作用在棺材板上的力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只要棺材盖板的质量不是太差 就绝对不会出现压她的情况 更何况 她的运气一向都不算太差 当然 除了系统抽奖的时候 那宋一老师 我们先进行开机仪式吧 好 趁着黎珊珊打电话汇报的时间 丁洪博又将宋一带到了一处现场搭建的神台 暗台上摆放着香炉和糖果之类的贡品 这是国内剧组开机的传统仪式 既是祈祷拍摄过程中无惊无险 也是希望电影上映后能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虽然宋一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但这种行业习俗 他还是愿意尊重的 在导演丁洪博的带领下 众人一一行礼上香 唐总亲自指示 埋设深度最多50公分 而且还从公司调了10名安保人员过来 一旦有任何意外 立马把你从土里挖出来 啊 这话宋一听着有些不对 但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从土里挖出来是什么鬼 他又不是诈尸 行吧 50就50吧 见宋一答应下来 丁洪博立刻安排后勤人员挖坑 而宋一则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开始化妆 仅仅是负责给宋一化妆造型的人员 就有三个 其中有两个30岁左右的女性 和一个留着长发的时尚潮男 三人都很专业 只是在给宋一的脸上做造型时 却是有些畏首畏尾 迟迟不敢下手 不用担心 我又没什么偶像包袱 怎么狼狈怎么憔悴 你们就怎么化 第194章 逼真 听到宋一的鼓励 三人纷纷露出笑意 这才敢放开手脚 不同于偶像剧 这部电影的主角罗杰 是一名30多岁的卡车司机 本就是风吹日晒的职业 更何况 还是被劫匪活埋在地下 真要把宋一化的干净帅气 反倒是给自己招黑 等宋一化好装 换上一身破旧的衣服时 沙坑也早已挖好 就连公司调派过来的安保人员 也纷纷到位 虽说剧组也有几位后勤人员 但唐朝公司 却不敢把宋一的安全 交到这群不熟悉的人手中 而这十名安保人员 也是许云精心挑选的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拍摄出现意外的时候 第一时间将宋一解救出来 宋一老师 今天这第一个镜头 是罗杰从棺材中苏醒 然后探索周围的环境 需要表现出主角的惶恐 紧张和求生欲望 另外 这里设计了几句台词 临开拍时 丁洪博开始给宋一讲解拍摄的细节要求 因为知道宋一没有拍摄电影的经验 剧组所有人都对他非常耐心 我们在棺材四周 一共安装了六个微型旋转摄像头 你不用刻意去寻找镜头 我们会在外面随时调整摄像头的角度 考虑到你是第一次拍电影 要不要先在地面上试一下戏 好 那就先试一下 宋一很爽快地答应了 虽然自己有宗师级的演技傍身 但毕竟没有经过现场实战 一旦进入到拍摄状态 就要将棺材埋设到50公分的地下 要是中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再将它挖出来 也会耽误不少时间 好在丁洪博给他准备了一个微型耳机 导演组在地面实施监控 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也可以通过耳机传达给宋一 工作人员用布条绑住宋一的双手和嘴唇 加上化妆师的鬼斧神功 原本英俊帅气的宋一已经消失不见 众人看到的是一个因为被绑架 而显得憔悴落魄的中年男人 此时棺材就放置在地面上 说是棺材 实际上就是用木板 拼接的一个长方铁箱子而已 宋一合身躺在棺材里 确认无误后 工作人员为他盖上了盖板 微弱的光线 透过木板间的缝隙照射进来 跟宋一理想中漆黑的拍摄状态 有些不同 但因为只是世系 宋一也没有过多纠结 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状态 宋一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不断浮现出 记忆中的电影画面 待重新睁眼时 宋一已经自动忽略了 棺材里微弱的光线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从黑暗中醒来人质 因为身处密闭空间和黑暗的恐惧 他大口喘着粗气 嘴里不断发出 呜呜呜呜呜的声音 他用力抬起被捆绑的双手 拍打着上方的木板 却怎么也打不开 他想要喊救命 却发现嘴里也塞满了布条 他慌乱地取出嘴里的布条 不断地向外呼喊着 救命救命 有人吗 救救我 经过宗师级演技 和百变歌喉的加持 凄厉而又真挚的呼喊声 传入众人耳中 一时间 外界之人竟分不清 宋一是在演戏 还是真的在求救 快 快 快把盖板打开 黎珊珊和叶霜 慌乱地跑到棺材旁边 招呼着安保人员 将盖板掀开 只见宋一正狼狈地 躺在棺材中 四肢用力地踢打着四周 突然被大量的阳光照射 刚刚还沉浸在角色中的宋一 也骤然醒来 啊 珊姐 小双 你们干嘛 不是试戏吗 这才刚开始吧 宋一有些发猛 距离木板被盖上 满打满算 也不到两分钟 自己第一个镜头 都还没有演完 怎么就把棺材盖打开了 黎珊珊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把宋一从棺材里扶起 慌乱的表情下 眼圈竟已经有些泛红 在刚刚那一瞬间 她是真的以为宋一在棺材中 感觉到不是 在向外面求救 在狭小的封闭空间里 本身就会放大人类的恐惧情绪 就算刚刚没有生命危险 要是宋一因此患上 封闭空间恐惧症 在黎珊珊看来 也是得不偿失 小宋 这样的拍摄场景 实在太吓人了 我们还是找其他演员来拍吧 是啊 宋一老师 你刚刚的声音实在是太逼真了 我都快急死了 在宋一到公司后不久 黎珊珊就一直跟着她 而叶霜的母亲 更是受过宋一的救命之恩 两人把宋一的安全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但要将这部戏 让给别人来拍 宋一是说什么 也不会同意的 先不说 需要支付一名影帝级别演员的天价片酬 宋一还指望靠这部戏 打响自己的电影名气呢 此时丁洪博等人也都跑了过来 全都不敢置信看向宋一 虽然刚刚的世戏 只维持了不到两分钟 但众人已经被宋一的演技征服 谁也不敢相信 这居然是第一次拍戏的新人 宋一用捆绑着的双手 拍了拍黎珊珊和叶霜的肩膀 相比于处在幽闭空间的自己 两人似乎更需要安慰 珊姐放心 演戏而已 这么多人都在场 没什么危险的 不行 我根本分不清 你是在演戏 还是真的需要帮助 黎珊珊现在根本就听不进这些话 伸手就要去解宋一手腕上的布条 宋一无奈道 这样吧 我定个信号 要是我真的想从棺材里出来了 就在耳机上连拍三下 到时候 不管是什么情况 大家都把我挖出来 这样总想了吧 听到这个提议 众人全都眼前一亮 因为宋一的演技太过逼真 又处在封闭的环境下 众人也很难分清 他到底是在呼救 还是在演戏 如果有这样一个信号 倒是可以第一时间救援他 物都 西南大学文学院 老师 我想明天跟你一起去地经 参加文学讨论会 小雪啊 你不是说 对这样的研讨会不感兴趣吗 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第195章 开拍 年近60的纪实英 满脸带笑地 看着自己最喜爱的学生 作为文学院的副院长 他每年只带四名研究生 和一名博士生 而此时刚刚延三的杨雪 就已经提前预定了 他明年的博士生名额 因为杨雪不光 在古文献研究与修复方面 有着极其过人的天赋 在现代文学方面 也同样出类把萃 随手写出的几篇作业论文 就在国家级刊物上 获得了大奖 龙国作家协会 也多次对他发出入会邀请 但都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甚至还对龙国作家协会的风气 表现出反感之色 而地经的这场文学讨论会 就是由龙国作家协会组织举办的 此前杨雪已经多次表示不感兴趣 即使因不明白 他为何会突然改变主意 这不是怕您到了地经后 没人照顾吗 我跟在您身边好 随时伺候您 顺便去掌掌健身 杨雪上前给导师捏着肩 嗯 杨雪此时的表现 让即使因大为吃惊 杨雪是他近几年来最喜欢的学生 但也是他最为担心的学生 因为他不光性格甜淡 不爱说话 最近这一年 甚至开始有些自我封闭 如果换做以前的他 是万万做不出这样撒娇的举动的 而且杨雪的父母 也都是西大的高级教授 但他们是理工科的专家 这两年 有一个紧急的国家工程项目需要功课 就将他们抽调到了大西北地区 临行之前 他们将杨雪交给了纪世英教管 如果杨雪真要在自己手上 出点什么心理问题 那就太对不起老同事的信任了 纪世英瞬间想到了什么 惊喜地说道 难道网上的传言是真的 你跟小宋俩和好了 没有 杨雪笑着摇了摇头 只是一直困惑着我的问题 昨天终于有了答案 杨雪的语气中有些欣喜 又有些释怀 或许是命运安排我们有此一遭 有我的羁绊 他或许永远都无法获得现在的成就 至于以后会怎样 顺其自然就好 此时的杨雪 才终于找回了那个 阔别已久的自己 自信而独立 天诞中又带着阳光 不苛责自己 也不强求他人 好好 你能想通这一点就好 看着杨雪的改变 纪世英无比欣慰 大笑道 老太婆我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样的人生轨迹没见过 你们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开始 也许一起都是最好的安排 地经 郊区厂房 经过宋义的反复劝导后 作为经纪人的黎珊珊 总算是同意了宋义的拍摄方案 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他还是让安保人员 反复检查了木板棺材 和其他道具 确认无误后 才允许宋义进棺拍摄 之前的事系虽然被打断 但已经充分证明了宋义的实力 所以剧组一致决定 直接开拍宋义 再次躺进了棺材里 其余道具 也全都放置在棺材的各个角落 后警组将宋义连人带棺 一起抬进了深坑 随后封棺填土 眼前漆黑一片 听着棺材板上传来的填土声 即便是早有心理准备 宋义也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丝恐慌 这就像是一场信任游戏 而宋义就是那个闭眼后躺的人 如果上方的人将其填埋后 不再管他 他就真的成为了被活埋的主角 随着沙土的不断加后 棺材上方的木板 发出轻微的 咯吱 声 宋义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额头上也出现了细密的汗珠 宋义干脆闭上眼睛 这才克制住了潜意识里的恐惧 宋义老师 填土完毕 可以开始了 直到耳机里传来丁洪博的声音 宋义这才缓缓睁开双眼 从黑暗中醒来时 他已经完全带入了卡车司机逻辑的身份 伴随着昏迷前被敲晕的记忆 宋义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地面上的离山山和叶霜 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六个小房格 那是棺材四周隐藏的摄像头 传来的实时画面 但除了宋义的呼吸声和叫喊声 屏幕上始终是一片黑暗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眼见呼救声没能得到回应 宋义只得在棺材中四处摸索 企图寻找到有用的线索 终于 在后腰处 他摸到了一个金属材质的柴油打火机 他迫不及待地点燃了打火机 伴随着微弱的火光 宋义看到了周围的环境 只见额头上方二十公分处 是一块由木板拼接成的盖板 细杀正通过木板间的缝隙 不断下落 两侧的空间也仅有一间宽 就连翻身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 黑暗 压抑 疑惑 恐惧 绝望 各种复杂情绪 同时出现在宋义的脸上 看得地面上的众人一阵揪心 这一段戏没有台词 就连自言自语的独白都没有 所有的一切 都只能通过宋义的表情和肢体变化来营造 对演技的要求极高 镜头中的宋义 逐渐从惶恐中清醒过来 他知道现在能帮助他的只有自己 在火光的照耀下 他发现了盖板上一颗贯穿的铁钉 将打火机立在身旁 送一抬起双手 让手腕处的布条不断与铁钉摩擦 他不断用力 因为太过着急 铁钉好几次刺破了他手腕上的皮肤 但他却恍若无觉 对于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来说 这样的伤口不值一提 终于 他磨断了手上的布条 这是他既找到打火机后 又一次生起生的希望 他顾不上满头大汗 他奋力地向上推着盖板 但除了木板发出的 咯吱 声 和加速下落的细沙外 没有获得任何的效果 但他仍在不断地尝试 甚至手脚并用 双膝也顶了上去 因为这是他目前唯一能想到的求生途径 啊 直到筋疲力尽 宋义大吼了一声 随即放弃了努力 这是他又一次感受到了绝望 为了节省火油和氧气 宋义关掉了打火机 准备休息片刻 恢复体力 地面上的众人早已看待 已经没有人能分清 宋义究竟是在演戏 还是真的在绝望中求生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的劝解 黎珊珊早已命人挖开土堆 将宋义解救出来 叮道 该打电话了 对对对 打电话 赶快打电话 随着摄影指导徐志勇的提醒 丁洪博这才从痴呆中清醒过来 助理连忙拿出特制的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并递给了一旁的配音演员 嘟嘟嘟 嘟嘟嘟 就在宋义陷入绝望时 突然听到脚下传来的震动声 第196章 陆系 他抬起腰身 想要伸手去摸索 那发出震动的源头 却因为太过慌乱 脑袋直接撞在了棺材板上 忍住疼痛 宋义重新点燃打火机 勉强看到了 依旧还在震动的手机 因为四周的空间实在太过狭小 他只能利用脚尖 一点一点地将手机踢过来 终于 他伸手够到了手机 虽然是一个老式直板手机 但依然让宋义如获之宝 他又一次燃起了声的希望 看着屏幕上显示的陌生来电 宋义毫不犹豫地接了起来 喂喂 请救救我 我被人活埋了 他将一个人濒临死亡的状态 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还不知道对方是谁 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说出了自己禁语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一个冰冷的声音 救你 可以 让你家人在一个小时内 给我打五百万的赎金 我就把你挖出来 听到这话 宋义才如梦初醒 是啊 怎么可能有人要活埋自己 还专门留下一个手机的 原来这一切 不过是绑匪勒索钱财的手段罢了 给自己留下手机 也不过是为了方便自己联系外界 我 我只是一名卡车司机 怎么可能有五百万给你 求你 求你们放过我 三十二岁的罗杰 尚有年迈的父母 下游老婆和孩子需要养活 家庭的责任和求生的本能 让他放下了所有的傲气与尊严 即便对面是十恶不赦的歹徒 他也只能开口求饶 那就让你的货运公司出钱 记住 棺材里的氧气最多 只能够你呼吸一个半小时 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想活命 就让人立刻筹钱 嘟 对方根本没有给宋毅讨价还价的机会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这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地面上的配音演员 就已经紧张地冒出了冷汗 宋毅逼真的演技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同时也害怕 因为自己语言上的失误 导致宋毅的表演中断 要知道 从开机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分钟 但宋毅却是一惊到底 导演丁洪博根本找不到喊 咔 的机会众人知道 宋毅已经进入了忘我的状态 一旦表演被打断 再想进入到这种状态 或许就没那么容易了 地面上的人浮想连篇 而此时的宋毅虽然慌乱 但并没有绝望 既然有了手机 就能够联系到外界 也就有了生的希望 他迫不及待地看向手机屏幕 微弱的信号时影时现 电量也仅剩一格 宋毅立刻输入了一串电话号码 那是他 妻子的电话 杜 搞什么 快接电话啊 木板缝隙正下落的细纱 在不断提醒宋毅时间的宝贵 此时的他 开始变得有些狂躁 抱歉 您所拨打的电话 现在无人接听 请 来不及纠结 妻子 不接电话的原因 宋毅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这次电话很快接通 对面传来了一个女性的声音 这是另一个配音演员 你 你好 警察同志 我 我叫罗杰 是属地四通货运公司的 一名卡车司机 使到荆州地界被人劫持敲晕 现在被人装进棺材 活埋在地底下 宋毅慌乱的语气中 尽量用最简练的语言 向对方叙述自身的状况 绑匪给我留下了这部手机 并且要求我在一个小时内 让家人筹集五百万转给他 才肯把我挖出来 请你们救救我 我还有父母老婆孩子要养 他们需要我 电话那头的声音 也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罗先生 你不要慌张 我们一定会尽一切努力解救你 你先不要挂电话 我让人想办法定位你的位置 好好 谢谢 谢谢你们 此时的宋毅喜极而泣 在这绝望的时刻 至少还有组织愿意帮助他 没有丝毫的迟疑 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电话对面再次传来女子的声音 对不起罗先生 你这手机似乎经过了特殊处理 我们无法精准地定位 只能锁定到方圆两公里范围内 听到这话 宋毅刚刚生出的希望再度破灭 想要在一个小时内 在十二平方公里的范围里 找出他的位置 难如登天 不过你放心 我们已经派出了一队搜救人员 随行的还有两条警犬 预计半个小时就能抵达追踪范围 你千万不要放弃生的希望 接话员不断安慰着宋毅 却不能带给他多少安慰 那就先这样吧 手机电量不多了 我想给家人打几个电话 宋毅说着挂断了警员的电话 在那一瞬间 他甚至想要开口 让警察帮自己垫付五百万的赎金 但他知道 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货车司机 组织根本不可能为了自己 在一个小时内向绑匪支付五百万 更何况 这一切极有可能是一场恶作剧 或者称之为电话诈骗 只是这诈骗的对象 有些离谱 是警察局 宋毅想了想 再次拨打了 妻子的电话 可惜依然没有接通 犹豫了片刻 他输入了 妈妈的电话号码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了刚刚拿到电话时的活力 因为他知道 自己获救的可能性 已经不大了 家里拿不出五百万的巨款 警察这边虽然已经在往这边赶 已经因缺氧而死 并且被不断下落的细杀 掩埋 他决定好好跟父母告个别 这次电话很顺利的接通了 对面传来了一位老玉的声音 喂 哪位 有 有事吗 宋毅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妈 我是罗杰 小杰啊 你怎么用信号码给我打电话 这趟货已经送到了吗 母亲的语气中透着欣喜 妈 原谅儿子 我可能无法再给你们敬笑了 第197章 疯狂 关于活埋 的剧本 宋毅在背景和剧情上 做了一些改动 毕竟原版剧情是一位米国司机 爆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工作 被当地人劫持 报警之后 各部门却互相推诿 迟迟不肯派出救援队 但这并不符合龙国的国情 为了让剧情更加自然合理 也为了电影更方便过审 宋毅在街景方面 做了较大的修改 小杰你别吓唬妈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告诉妈妈 我们一起面对 电话对面的老玉声 交集中伴随着哭腔 我在荆州地界 被人绑架活埋了 箱子里的氧气 最多还给我呼吸一个小时 宋毅扮演的罗杰 声音中也有些哽咽 我电话联系不上小晴 你跟妈去家里看看 我有些话 想跟她和雨晗说 绑架 活埋 地面上的配音演员 不断重复着这两个词语 一时间 她竟忘了该如何接话 实在是屏幕上 宋毅凄惨的样子 和电话里的声音 太过逼真 影响了她的情绪 妈你们要保重身体 不用太过担心 警察局已经锁定我的位置 并派出搜救队 我还有生的期望 当务之急 是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小晴 好在宋毅及时反应过来 继续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台词 接了下去 电话里的配音 可以后期修改 但她的状态一旦被破坏 就要重新拍摄 待在狭小的棺材里 显然并不好受 此时的她 已经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 周围的温度也越来越高 如果可以 宋毅希望能够 尽量减少拍摄的时间 好好好 我去找小晴 我们一起筹钱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地面上的配音演员 终于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按照预先设计的剧情 挂断了电话 此时 她非常感谢宋毅的临场发挥 如果因为她的原因 导致这部分镜头重新拍摄 就算剧组不怪罪她 她也会无比自责 而挂断电话的宋毅 又准备给自己的货运公司打个电话 虽然公司出钱熟她的概率 约等于零 但至少也是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对于陷入绝境的人来说 任何一根稻草 都值得她使劲地拽在手里 可惜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电话号码 她都不记得 只能拨打公司前台的电话 进行转接 您好 这里是四海货运公司 请问需要货运服务吗 电话对面传来一个甜美的女生 你 你好 我是司机三组的罗杰 公号是9527 我 我在送货过程中 被人绑架 活埋在棺材里 绑匪要求500万 才能放我出来 请你立刻帮我通知三组的王总管和 杜 杜 宋一还准备再说些什么 却发现 刚刚还若隐若现的一个信号 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 这也是预先设计好的剧情 只是电话的信号源控制器 在上方的剧组手里 看着毫无信号的手机 宋一扮演的罗杰 彻底陷入了惶恐之中 她不知道公司前台人员 是否会相信自己说的话 也不知道搜救队 能否及时发现自己 甚至不知道 自己还有没有机会 跟老婆和孩子道别 想到这令人绝望的一切 她渐渐失去了理智 宋一壮若疯狂地 砸着上方的木板 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劫使我 我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 宋一每挥出一拳 就大声呼喊一句 即便拳头上 已经满是鲜血和伤口 她依然不知疲倦地砸着 但除了加速下落的细杀 没有任何人回应她的嘶吼 直到再次筋疲力尽 伴随着稀薄的氧气 她逐渐昏睡了过去 卡 第一段戏完美通过 快快快 快把宋一老师挖出来 伴随着丁洪博的一声大喝 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立刻围了上来 数十人围着沙堆 快速地向下挖掘 虽然除了后勤和安保人员外 他们手里连把铁锹都没有 但所有人还是自发地上前帮忙 黎珊珊和叶霜两人 更是直接跪坐在地上 不断用白皙的双手 刨开沙土 小宋 小宋 你没事吧 都怪我 就不该同意这个拍摄方案了 黎珊珊一边跑土 一边带着哭腔呼喊着 在宋一闭眼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以为宋一真的昏睡了过去 砰 砰 砰 伴随着外置音响里 突然传出的三声脆响 正在跑土的众人 突然呆住了片刻 这是宋一之前定下的暗号 如果他真的想要出来 就会对着耳机敲响三次 山姐 我没事 氧气还很充足 你们慢慢挖就行 弟弟传来了宋一的声音 从封关到现在 也不过才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虽然已经感觉到 氧气越来越稀薄 但还没有到让人昏睡的地步 刚刚的昏睡 不过是按照剧情正常演绎而已 但由于宋一的演技太过逼真 加上手背上喷涌的鲜血 才让众人都慌了神 好好好 没事就好 你别急 我们这就把你挖出来 听到宋一的声音 离山山险些 哭出了声 此时其他人也退出了挖掘圈 机米宽的土坑 有十多位安保和后勤人员 已经绰绰有余 他们上去反倒拉低了作业效率 仅仅两分钟时间 众人就将宋一连人带关 给抬了出来 撬开上面的盖板 宋一遍体鳞伤的模样 出现在众人眼前 化妆师涂抹的血迹 混合着脸上的汗液 正不断向下低落 额头处因为与盖板碰撞 留下了一片深红的印记 手腕处也因为与铁钉摩擦 留下了几条伤口 而最让人揪心 是他双手手背上破损的皮肤 为了达到最真实的效果 宋一挥出的每一拳都格外用力 他本可以等棺材打开后 让化妆师制造假的伤口 但因为太过投入 连他自己都忘了这一点 第198章 检查 No 第199章 聚餐 好在最终的检查结果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除了手背上的几处破皮 和脑部有些活跃外 宋一其他的身体指标都很正常 考虑到要拍摄电影 护士并没有给他包纱布 贴了几张创可贴 并打了一针破伤风后 就让三人离开了 看吧 我就说没大碍吧 在车上 宋一半开玩笑地说道 不检查一下又怎么能安心 毕竟你的手指可不是一般的金轨 黎珊珊突然想到了什么 喃喃自语道 看来人寿公司提出的手指保险项目 还是有必要继续弹下去的 真要因为意外不能再弹钢琴 那损失就太大了 宋一有些语色 在他看来 他最值钱的并不是玩乐器的手 而是输出心躯的能力 蓝星高水平的乐器演奏家 虽然也不多 但每年总会冒充那么一两个 但世界级的经典曲目 却是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成果 即便宋一真的 无法再亲自演奏乐器 但只要能将那些经典曲目谱写出来 依然可以获得难以想象的财富 收回思绪 宋一转头说道 山姐 既然检查都没问题 那就送我回片场吧 还回去干嘛 你这首就算没有大碍 也得休息两天 再说 棺材还没改装好呢 看这架势 黎珊珊是巴布的宋一住院养伤 宋一有些无奈 叹息道 我去找丁岛琢磨一下剧本细节 台词方面也得再优化一下 不过明天还是要继续拍摄的 趁着受伤 画面会更加真实 虽然伤口不深 但想要等它完全恢复如初 没有十天半个月也是不可能的 宋一根本没打算 为这部电影耗这么长时间 见宋一坚持 黎珊珊指的同意下来 哦 对了 刚刚公司收到龙台在内的几个电视台邀约 想邀请你参加他们的中秋晚会 这台 苏台和芒果台的报价都很高 有兴趣吗 听到黎珊珊说 很高 两个字 交响乐团给出的千万演出费 他也没有用这个词语来形容 足可见几个省台给出的演出费用 至少在这基础上翻了两三倍 陈寅片刻后 宋一不舍地说道 算了 钱是挣不完的 我妈让我中秋节回家吃饭 演出邀约都帮我聚了吧 如果是写歌的单子 可以考虑一下 对宋一来说 写一首歌只需要十分钟 但是一场演出 却至少需要一两天 毕竟飞机和彩排也得花不少时间 好 我明白了 几人找了个饭店吃了午饭 随后又驱车来到了郊区厂房 剧组并没有因为宋一的离去而收工 反而都在忙着工作 后勤和道具组在忙着改装棺材 丁洪博则是召集了几位主创人员开会 电脑屏幕上还在不断回放宋一上午的拍摄视频 见到宋一去而复返 丁洪博惊讶地说道 宋一老师 你怎么回来了 检查结果怎么样 现场的事情我会搞定 你好好回去休息吧 其他几位主创人员也立刻上前问候 大家都对宋一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 让大家费心了 宋一笑着对大家说道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等棺材完成改装 就可以继续拍摄了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也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宋一老师 你这边坐 丁洪博如释重负地说道 顺势将手座的位置让给了宋一 你的演技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按照这样的拍摄进度 最多还有两天就可以拍摄完成 所以 你不用太着急 在丁洪博之后 编剧也接话道 我们刚刚改动了一下后续的台词 让罗杰家人的性格特点更加鲜明 宋一老师 您给参详参详 宋一接过对方递来的文稿 认真看了起来 这部电影中 没有其他的出场人物 所有剧情的起伏 都是由主角用手机与外界联系来推动 所以 台词的设计极为讲究 四海公司这里 我觉得 还需要再重新修改一下 公司并不想出钱救罗杰 为了撇清关系 公司 整整一天 宋一都待在厂房里 与大家一起探讨 后续剧情的优化 同时也反复观看了自己上午的工作成果 虽然大家都敬畏天人 但在宋一自己看来 很多地方依然有进步的空间 下班收工后 宋一还自掏腰包 请剧组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聚了个餐 他自己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老板 公司虽然出钱 为他张罗了剧组 甚至还会负责后期的影院渠道和宣传 但依然只分时 得利润 大家也没去太高档的地方 选了一个人均三百多块的自助餐厅 四十多人乌泱乌泱地做了好几桌 也只花了宋一不到两万块钱 这样的自助餐厅 对于丁洪博 徐志勇几位主创人员来说 不算什么 但对于后勤组的员工 却已经是非常优厚的待遇 宋一的平易近人 让剧组所有人都备受鼓舞 宋一老师 感谢你的信任 我代表整个剧组敬你一杯 丁洪博举起白酒杯一饮而敬 旁边几桌的同事 也纷纷隔空向宋一敬酒 脸色十分激动 因为手上有伤 黎珊珊和叶霜 坚决不让宋一喝酒 宋一只好端起茶水回敬众人 对此大家都表示理解 酒过三巡 原本斯文儒雅的丁洪博 已经满面潮红 拉着宋一的说道 宋一老师 不瞒你说 起初我对你的演技还有些质疑 毕竟你没有拍戏的经验 听到这话 宋一还没什么反应 但是同桌的徐志勇等人 脸色大变 生怕丁洪博酒后 说出什么得罪宋一的话来 不等众人阻止 丁洪博继续说道 但是经过今天的拍摄 不管是你的演技 还是你敬业的精神 都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放心 票房我不敢保证 但今年的电影大奖 我一定让你拿到手软 第二百章 白访 宋一没有怀疑丁洪博的话 毕竟在原世界中 活埋也拿下了诸多国际电影大奖 更别说在文娱落后的蓝星 而丁洪博本就是拍摄文艺片的知名导演 虽然没有太好的票房成绩 但却深受各大电影评选机构的欢迎 严格说来 活埋就属于文艺家悬疑类型的电影 丁导客去了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电影票房也一定会大卖的 到时候我再请大家吃饭分红 宋一端起茶水一饮而尽 其他人纷纷举杯大叫 干杯 干杯 宋一老师真是我见过最好的艺人和老板 干杯 干杯 虽然是初次接触 但宋一还是挺喜欢这个剧组的成员 丁洪博这样的知名导演 就因为看好宋一和剧本 事先只要了二十万的基础片酬 却对分成只字未提 对于这样的人 宋一也向来不会小气 而宋一带人聚餐这一幕 也被餐厅的其他顾客拍了下来 并上传到了微博上 顿时引发了全网关注和讨论 我去 那戴眼镜的不是文艺片大导演丁洪博吗 宋一大大怎么会跟他同桌吃饭 他不会要进军电影行业了吧 应该是了 其他几个人我也很眼熟 好像经常跟丁洪博合作拍片 大大进了他的剧组 难道是想拍文艺片 希望是武侠电影 宋一大大穿古装 一定帅呆了 我已经能想象出 他一袭白衣长衫 仗剑走天涯的潇洒样子了 不管是拍什么电影 只要是宋一大大出演的 我胡汉三绝对第一个支持 不用猜了兄弟们 我当时也在这餐厅吃饭 故意走来走去听剧组人员聊了几句 发现不是宋一大大进了丁洪博的剧组 而是宋一大大 是这部电影的老板 剧本也是大大亲自写的 卧槽 真的假的 这么屌的吗 大大每天这么忙 居然还有时间写电影 我就是不睡觉 也办不了这么多事啊 话说为什么只有工作人员 没见到其他演员呢 这个我也听到一点 好像说是整部电影 就宋一大大一个演员 靠 滚犊子 你就瞎大马吹吧 还敢说你也在餐厅吃饭 吹牛能不能先打打草稿 什么电影一个演员就能拍出来 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就是 太假了 之前说剧本是宋一大大写的 我就有些不幸 现在的人造谣都不动脑子的吗 一个人能拍出什么好电影 不要试图抹黑宋一大大好骂 我说的是真的呀 虽然这位网友极力辩解 但显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不过 宋一准备拍电影这件事 却是已经在互联网上传开了 无数网友对此展开了热议 也提前为这部电影造了一波事 等宋一回到住处 已经晚上快十点钟了 刚打开房门 就见杜松端坐在沙发上 一个你可算回来了 大晚上我一个人待在这别墅里 还挺吓人的 你大男人一个 有啥可怕的 宋一一边换鞋 一边开口闲聊 航程的节目录完了 这段时间杜松一直四处跑通告 宋一也时常出差 偌大的三层别墅 很多时候一个人都没有 此时见杜松回来作伴 宋一心里也很高兴 嗯 刚刚忙完 回来休息两天 又要去素台 杜松跑去给宋一倒了一杯水 随即又一脸八卦的问道 听说 一哥你在雾都谈恋爱了 咋回事 给兄弟说说呗 八卦是人类的天性 不分男女 上次宋一在西南大学 与杨雪散布的照片 早已传遍了各大网络平台 甚至还有许多花边新闻传出 杜松知道这件事也不算奇怪 靠 你这手怎么回事 跟人打架了 谁弄得 我让诚哥找人干死他呀的 突然看到 宋一贴满窗口贴的手背 杜松暴跳如雷 行了 别大惊小怪 哥可是个文明人 轻易不打架 再说 现在谁敢打我啊 是白天拍戏 不小心碰伤了 宋一很郁闷 自己明明是个雾都真汉子 现在却被大家当成了 弱不禁风的小鲜肉 听到这番解释 杜松逐渐平静下来 随后又来到宋一身后 捏肩锤背 追问道 一哥 说说你那雾都女朋友呗 为啥之前没听你提起过 你这么上心干什么 不会是小陈他们 派你来打探军情吗 宋一敏锐地察觉到 杜松的不寻常 虽然兄弟之间也会八卦 但往往也就随口一问 杜松现在的表现 明显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双胞胎姐妹虽然没有明说 但两世为人的宋一 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们对自己有好感 杜松尴尬地笑了笑 但还是不愿意承认 辩解道 哪能啊一个 我这不是巡司长 你要是交女朋友了 我就赶紧搬出去住嘛 免得影响你挂人事件 虽然知道是借口 宋一也没兴趣拆穿 解释道 以前在学校里谈了三年 现在算是朋友吧 宋一不想再多谈这个话题 这次与杨雪见面后 心中除了对杨雪的亏欠外 心境也有了一丝波澜 时间不早了 我去睡觉了 明天还得继续拍戏 宋一起身往卧室走去 调侃道 你也早点睡 本来就没我帅 熬夜可就更丑了 小小的打趣一下杜松 算是对他替双胞胎 刺探军情的惩罚 靠 欺人太甚 长得帅了不起吗 杜松骂骂咧掠探出手机 将自己刚刚打探到 为数不多的信息 一股脑发给了陈家轩姐妹 次日清晨 有个叫杨雪的小姑娘 到公司来找你 好像是之前 跟你在西大三部那个 你要过来见见吗 如果是一般人的见面要求 公司前台就直接打发了 但这位杨雪 显然与宋一的关系 非同一般 云姐你请他去办公室 坐一下 我马上过来 第201章 补脑 张哥 先去公司 好 司机老张 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 据说曾在特种部队工作过 不仅负责宋一的出行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保护宋一的安全 等宋一抵达公司时 许云的办公室门口 已经聚集了数十位 同楼层的同事 大家都在奋力地朝礼张望 听说他就是宋一老师的 校园初恋 真的好美啊 难怪能打动宋一老师 看到他我连 极度的心思都没有了 既然都分手了 干嘛还来找我们宋一老师 我看八成也是个势快的人 见宋一老师成功就后悔了 前两天宋一老师 还在西大跟他散步来着 看起来有复合的迹象 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真的好美 莫名配我一脸 这脸蛋这身材这气质 完全比不过 比不过呀 我的青春快要结束了 居然直接找来公司了 还挺大胆的 也不怕给宋一老师招惹绯闻 宋一站在众人身后听了几句 顿时满脸黑线 嗨嗨 阿宋一老师 宋一老师早上好 听到宋一的声音 众人惊慌失措地转过身来 我 我这有个PPT准备 找徐总审核一下 没想到徐总办公室有客人 那我就等会再来吧 我有个活动方案 需要徐总签字 我也等会再来 我上厕所路过 宋一老师不要误会 姐妹 厕所在另一个方向吧 你是咋路过的 我这个月的创作指标还没完成 我去忙工作了 不等宋一开口 众人已经各自找好借口离开 宋一微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推门进入了许云的办公室 身穿黑白色碎花连衣长裙的杨雪 此时正坐在会客沙发上喝茶 许云也坐在旁边 两人似乎正在聊天 见宋一进门 许云主动起身道 小宋你来了 杨小姐很早就到公司了 你们坐着聊吧 我出去透透气 宽阔的办公室内 顿时只剩下宋一和杨雪两人 四目相对 两人相视一笑 明明两天前才刚刚见过面 宋一却感觉已经过去了很久 你的手受伤了 你来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两人几乎同时发问 那些在乎你的人 总是能第一时间 发现你身上的异样 宋一举起右手 微笑着说道 昨天拍电影 不小心蹭破点皮 没有大爱 已经结痂了 你呢 这两天没课吗 宋一也来到沙发上坐下 顺便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杨雪知道 宋一不喜欢小题大做 见确实只是皮外伤 也就没再追问受伤的事情 毕竟有一场文学研讨会 我来给老师打下手 顺便过来看看你 你不是说要带我逛逛吗 杨雪展颜一笑 绝美的笑容如一缕阳光 轻易就照进了宋一的心里 我还以为当时你没听见 可以啊 故宫 长城 凤朝 博物馆 想先去哪 宋一端起茶杯 思绪飘飞 毕业后刚刚来到地精时 宋一信心满满 说等事业稳定下来 就要带杨雪来这边看看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拳 不仅没有兑现当初的约定 两人最后还走向了分别 此次相逢 也算是给了宋一弥补遗憾的机会 刚刚听许姐说 你最近工作很忙 还是先忙正式吧 研讨会要持续一周 闲逛的事 等你有时间再说 相比在西大 杨雪似乎又开朗了许多 也行 刚好剧组那边还在等我过去开工 你住处定了吗 要不要住我家 宋一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住你家 你确定 杨雪玩味的孝道 不怕粉丝们误会 这有啥误会的 公司配的别墅很大 你一个人住一层楼都没问题 而且我还有个室友 可以证明我俩的清白 宋一表情认真地说道 实在不行 你把你导师接过来住也行 至于外界相不相信他这套说辞 他也无所谓了 这段时间 他已经深切感受 道顶刘明星的身份 对他人身自由造成的巨大限制 如果朋友来访 接到家里住几天 这样合理的事情都不行 那这顶流身份不要也罢 哼 还是算了吧 你也就嘴上说说 就算你真不怕 我还担心被你的女粉丝网爆吗 杨雪一眼就看穿了宋一的口嗨 笑着解释道 我和老师已经在酒店住下了 我把行李安置好才过来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宋一有些遗憾地说道 杨雪沉默片刻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带我去片场吧 我想看看你工作的地方 可以吗 可以啊 这有啥不可以 宋一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争取今天杀青 明天带你四处走走 嗯 商议妥当 两人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却见许云 黎珊珊和叶双三人 正在趴在墙上试图偷听 宋一再次满脸黑线 嗨嗨 云姐 办公室还你 我带小雪去片场转一转 好的 好的 许云心虚地不断点头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许云表情严肃地说道 千万要注意安全 听珊珊说 你昨天的拍摄过程非常危险 今天的埋设深度 不能超过三十公分 听见没有 许云很少用这么严肃的语气 跟宋一说话 显然是不想给宋一任何拒绝的机会 行吧 三十就三十 宋一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 虽然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磁石 但其他人 显然并不这样认为 宋一带着羊血 黎珊珊和叶双三人 再次上了老张的车 虽然多了一个人 但因为商务车的空间很大 丝毫不显地拥挤 小雪 你的皮肤真好 用什么保养的 没怎么保养 尽量少熬夜 偶尔敷一敷面膜就好 删减你的口红真好看 色号是多少 哈哈 是吗 我们加个微信 我一会把链接发你 几人刚一上车 黎珊珊就与杨雪打得火热 看得宋一嘖嘖撑齐 只有偏内向的叶双不敢开口 坐在旁边一直包着核桃 包出来也不吃 而是将果肉放进了许多蜜蜂袋里 宋一好奇地问道 小双你包这么多核桃蛋麻 给你吃啊 昨天医生说你大脑过于活跃 要随时补充能量 珊姐专门给你买的 这是今天的量 夜双掏出一个蜜蜂袋 递给宋一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现在也没觉得 兴许是医生搞错了 宋一想要吐槽 又不知从何说起 前排的黎珊珊突然转过身来 认真说道 刘医生可是国内著名的医学专家 怎么可能搞错 难怪我觉得 你最近有些馊了 一定就是营养没有跟上你大脑运转的速度 每天20克 后面看情况再增加 宋一 第202章 恐惧 一个小时后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剧组 对于宋一身边 突然多出了一个文静的大美女 剧组众人虽然都很好奇 但却没人敢上前打听 宋一老师 木箱已经改装完成 盖板加厚了一倍 角落处增加了一个直径5厘米的空心管 直通地面 隐藏摄像头也从原来的6个增加到了8个 丁洪博上前介绍改良后的木箱 宋一认真查看了一番 安全性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一切准备就绪 剧组直接开工 后勤组负责挖坑 化妆师则负责将宋一 恢复到昨天收工前的样子 趁着化妆的空档 宋一向杨雪简单介绍了 活埋的情况 你说这部电影就你一个演员 而且 今天才第二天拍摄 你就准备收工 饶势以杨雪的从容 一时间也完全不敢相信 诺 这是剧本 有兴趣就看看吧 因为这样的样子不仅好看 而且非常少见 等看完剧本 杨雪整个人都呆住了 电影的剧情并不复杂 真正特殊的 是整部电影 都已被活埋的罗杰视角展开 这不止是在龙国电影圈 即使是全蓝星 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 你的变化 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沉默了许久 杨雪忍不住发出一句叹息 难怪山姐强迫你吃核桃 这是应该的 震惊只持续了片刻 杨雪就开起了玩笑 让宋一哭笑不得 没这么夸张 顿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完成 宋一勉强给自己的变化 找了一个借口 转移话题道 待会儿看我拍戏别太投入 省得你情绪失控 嗯 杨雪虽然不明白 为何会情绪失控 但却没有反驳 实在是宋一这两个月来 带给他的震撼 已经太多太多 半个小时后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 在黎珊珊反复检查了 木箱的结实程度 和通缉管后 才放心让宋一入管 听着盖板上方传来的甜吐声 宋一心里已经没有了昨天的恐慌 因为今天 有他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在场 宋一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他都一定会就自己出来 镜头开始 在微弱的火光下 镜头顺着宋一的右腿根 缓缓向下一动 裤腿微微隆起 里面似乎有什么的东西 正在蠕动 呼 呼呼 什么东西 昏睡中的宋一被蠕动惊醒 他用力踢拽着右腿 并大口喘着粗气 顺着微弱的火光 宋一终于看清了蠕动的物体 那是一条黑区区的毒蛇 尽管知道 这只是一条仿真机器蛇 但那逼真的外观 还是让自由怕蛇的宋一感到无比心慌 每个人都有自己恐惧的东西 有的人看到蟑螂就会大喊大叫 有的人看见老鼠会吓得不敢回家 而有的人 则对蛇类动物 有着深入骨髓的恐惧 偏偏宋一 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机器蛇细看 跟真蛇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但在后期特效师的加工下 足可以以假乱真 地面上正有一名工作人员 看着电脑屏幕不断调整着手柄按钮 那是远程控制机器蛇的遥控器 小蛇盘踞在宋一的脚下 与他四目相对 宋一疯狂吞咽着口水 额头上渗出了细腻的汗珠 此时宋一的表现 已经不用任何演技修饰 而是完全出自本能 他不停摸索着 四周所有能够触碰到的东西 希望能够用于驱赶这条毒蛇 但除了一部手机和打火机外 只有盖楼上正不断落下的细纱 他慌乱地抓起一把细纱 扔向毒蛇 却没有丝毫作用 突然 他想到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壶高度白酒 为了避免车辆拥堵 很多卡车司机都会选择夜间开车 白天则在车里休息 罗杰也不例外 而为了保证能顺利入睡 许多司机都会在睡前 喝上一口高度白酒 这样醒来后 既不会酒驾 也能保证自己得到良好的休息 宋一慌忙摸向小腿出的裤兜 从里面掏出了一个金属酒壶 来不及思考 绑匪为何没有收走这东西 宋一打开瓶盖 对着毒蛇将酒泼了过去 小蛇蠢动了一下 似乎发现酒精没有危险后 又很快恢复了瓶颈 宋一拿起正在燃烧的打火机 小心翼翼地扔进了酒精堆 哄 火焰燃起 小蛇开始四处逃窜 宋一却是吓得不敢乱动 这个镜头最大的难度不在于他 而是在机器蛇的操作人员身上 好在工作人员已经提前排练了无数次 操控着小蛇身体 很快顺着两侧木板间一处较大的缝隙 钻了出去 宋一连忙从衣服上扯下一块碎布 将这处缝隙堵了起来 此时地上洒落的酒精也已经燃尽 呼呼 呼 宋一不断喘着粗气 汉叶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 这段镜头不管是对他 还是对机器蛇的操作人员 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心情缓缓平复 宋一对着镜头问道 丁道 这段拍得怎么样 需要重来吗 刚刚这段镜头 宋一已经忘记了表演 他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如果不合格 就只能重新拍摄 宋一老师 你刚刚的表演行云流水 简直堪称完美 耳机里传来丁洪博的夸赞声 机器蛇的行动有点问题 但可以通过后期特效修复 你休息一下 就可以拍摄下一段了 听到这话 宋一心里如释重负 他一点都不想再跟机器蛇对系 哪怕明知那是假的 也很难克服基因里携带的恐惧地面之上 几位主创人员盯着电脑屏幕 嘖嘖称奇 没想到宋一老师 昨天居然没有展现出全部实力 这恐惧的模样 比昨天还要入目三分啊 是啊 这样难度的镜头 他居然都能一变过 简直神乎其神 小菜啊 你刚刚可差点拖了宋一老师后腿啊 听到这话 负责操作机器蛇的年轻人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在场众人都以为宋一的恐惧 是演出来的 只有杨雪知道 宋一的恐惧并不是演的 而是他最真实的反应 作为相恋三年的情侣 他很清楚宋一极度怕蛇的秘密 但他没有向众人解释 既然宋一没有主动言说 他也不会对任何人透露 第203章 绝望 十分钟后 拍摄继续 在发现白酒没被收走后 宋一又翻出了左小腿裤兜里的一个应急小包 他努力卷去着膝盖 将应急小包拿在了手里 里面有一柄小刀 一根荧光棒和一支铅笔 这是他独自在外跑车 给自己准备的应急物品 有了荧光棒 宋一立刻熄灭了打火机 因为打火机的燃烧会不断消耗有限的氧气 虽然有了连通外界的通风管道 宋一依然表现出呼吸逐渐困难的样子 将小刀和荧光棒拿在手上 他略微心安了一些 拾起地上的手机 在有限的空间内 他不断移动着手机方位 企图寻找到一丝丝的信号 终于 在手机举到右上方的角落时 手机又出现了一个信号 他立刻又拨打了 妻子的电话 对 与之前不同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 老公吗 呜 我已经知道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电话对面 传来一个女子哭泣的声音 你 你现在还好吗 不算太好 如果我回不来 别告诉于寒 宋一用故作坚强的声音说道 老公你不会死的 一定不会死的 你不要放弃 于寒才三岁 他不能没有爸爸 我已经在找亲戚朋友借钱了 无论如何 也要想办法活下来 女子的声音已经接近疯狂 但罗杰的家境并不富裕 虽然在县城有一套两居室 但却不值多少钱 而且 就算要卖房 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 一个人能借到多少钱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本身的经济实力 越是有钱的人 银行就越愿意借给他钱 亲戚朋友也不例外 只可惜 罗杰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 并不止五百万 小秦 我想听听宇寒的声音 罗杰没有放弃声的希望 但他对家里的经济情况很清楚 如果最终一定要走向死亡 他想再好好听一听女儿的声音 宇寒 宇寒快来 爸爸再叫你 电话那头 很快出现了一个稚嫩的女童声音 爸爸 妈妈陪我去了游乐场 宇寒今天还坐了摇摇车 好好玩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女孩并不知道 死亡正在一步步逼近 疼爱自己的父亲 宇寒乖 爸爸送完这趟货 就会回来 宋义有些哽咽地说道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知道吗 知道了爸爸 宇寒很乖的 嗯嘛 小女孩隔着电话 亲了父亲一口 而棺材中的男人 已经忍不住留下了两行热泪 宇寒你去玩吧 电话那头又出现了女子的声音 老公你不要放弃啊 你打给公司试试 你是在工作途中被劫的 公司不会置之不理的 嗯 为了节省手机电量 棺材中的男人 匆匆挂断了电话 原本已经放弃 赎金这条路的他 在听到女儿的声音后 突然又变得坚定起来 不能放弃 我还不能死 宇寒不能没有爸爸 他再次拨通了 公司前台的电话 我是司机三组的罗杰 公号9527 你是否将我的情况 上报给王主管和李经理 此时他的语气 已经不再那么友善 软弱只会让资本 更加得寸进尺 抱歉罗先生 我已经第一时间将你的情况 上报给了李经理 但是刚刚李经理传来消息 你因为多次不服从上级调度 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女孩的声音有些歉意 但却无能为力 开除我 你们凭什么开除我 棺材里的男人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们就不怕 我家人去法院告你们吗 他不明白 自己在公司里任劳任怨近十年 现在一出事 公司不仅不伸出援手 还毫不犹豫地踩上了一脚 对不起罗先生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还请你想其他办法 读 对方挂断了电话 只留下罗杰不停地嚎叫 他算不来的经济账 公司却是算得清清楚楚 就算事后罗杰的家人 以无故开除员工为由 将公司告上法庭 最多也就支付近一两年的基础工资 比起五百万的天价赎金 赎轻赎重 在资本的眼中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数学问题 愤怒之后 棺材里的男人再次拿起手机 拨打了妻子的电话 他必须趁自己还活着 趁手机还有信号 将需要嘱托的事情都说出去 喂 老公 公司那边怎么说 他们愿意出多少 妻子的声音有些焦急 他还对公司的良知抱有希望 小秦 公司刚刚叫我开除了 开除了 怎么可能 你可是将近十年的老员工啊 他们怎么狠心的 女子声音正处在崩溃的边缘 小秦 你听我说 我出事以后 你一定要将我的公司告上法庭 这样至少能让你们拿到一笔赔偿金 棺材里的男人 语气逐渐平静下来 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我一直担心 自己开车出现意外 所以在人寿保险 买了一份价值六十万的意外保险 如果我出事了 你们每月可以领取五千块的赔偿金 一直持续十年 保单就放在客厅墙上的画册里 如果有合适的人 你可以再嫁 但我希望你能一直善待雨晗 并帮我给爸妈送中 他们这辈子不容易 棺材里的男人 还有很多话想说 但比起家人 似乎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 老公你不要放弃啊 哦哦 一定还有希望的 我刚刚找到了抵押机构 我们的房子 可以抵押三十万 加上爸妈的积蓄 和亲戚朋友借来的钱 我已经凑到了八十万 我们去求绑匪 剩余的钱 我们慢慢凑给他 女人的声音开始痛哭 资本无情 但家人却给了他全部的温暖 我试试吧 挂断电话 男人又试着拨通了 绑匪之前打来的电话 钱凑到了吗 对面的声音很冷漠 听起来还经过了变声处理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卡车司机 五百万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家里只凑到了八十万 求你放过我 我还不想死 为了活着 也为了家人 他已经卑微到了极致 啊 八十万就想买命 没钱那就死吧 对面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容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此时 手机上的信号再度消失 棺材里的男人绝望了 伴随着数次希望与绝望的交替 他已经筋疲力尽 感受着喉咙里的干渴 他拿出酒壶 狠狠地灌了一口 恍惚间 他看到了女儿可爱的笑容 看到了父母年迈的身影 看到了妻子泪流满面的眼神 不行 还不能放弃 家人给了他最后一丝力量 让他在绝望中拼命挣扎 他掏出应急包里的小刀 将刀尖插进上方木板间的缝隙中 试图破坏上方的盖板 一下 两下 三下 无数次的尝试后 除了缝隙变得更大 细杀下落的速度更快以外 盖板没有丝毫变化 他疯狂地拍打盖板 宋毅昨天刚刚结下的伤口 再次被撕裂 细杀拍打在他的脸上 让他恢复了片刻清醒 再这样下去 他只会死得更快 他慌忙撕下一块衣衫 努力堵住了上方的缝隙 随着氧气越来越少 他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他找出铅笔 开始记录下脑海中的画面 那似乎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他带着父母 老婆和孩子在公园散步 一家五口日子平淡 但也充满甜蜜 但谁也不知道 明天何意外 哪一个会先来 他没有绘画的基础 只能画出五个简陋的小人 男人站在中间 牵起旁边母亲和妻子的手 母亲牵着处着拐杖的父亲 妻子则牵起年幼的女儿 他是这个五口之家的纽带 一旦他消失不见 这个家庭又将何去何从 随着最后一笔落下 男人因为缺氧 再度昏睡了过去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恍惚间 他仿佛看到了上方的木板 被人掀开 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 棺材里的男人 迫不及待地睁开双眼 映入眼帘的 却依然是微弱的荧光 和冰冷的木板 他已经开始出现幻觉 嘟嘟嘟 就在他再次绝望时 之前还没有信号的手机 突然又开始震动起来 男人连忙拾起手机 这话终于打通了 千万不要放弃 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处 有翻新痕迹的土地 警犬的反应也很大 我们正在开展挖掘工作 听到女警官鼓励的声音 男人又恢复了一丝生气 只要还有一丝生的希望 他都不愿放弃 罗先生 我们已经看到棺材板了 我们马上打开就你出来 男人想要说声 谢谢 但稀薄的氧气 似乎已经不足以支撑 他开口说话 他期盼着木板 被敲墙打开的那一刻 但周遭却安静无比 罗 罗先生 对不起 这里面是另一位受难者 他已经去世了 哄 听到这话 男人仅存的信念崩塌 他无力地放下手机 堵住缝隙的碎步 再也支撑不住 细杀疯狂涌入 将他的视线淹没 第204章 杀青 卡 停手 快停手 丁洪博急忙叫停 正在往缝隙中 漏杀的工作人员 快快快 快把宋毅老师挖出来 随着丁洪博一声令下 十多位后勤和安保人员 一拥而上 不到一分钟 众人就已经将上面的沙堆 清理干净 来不及将棺材抬出 众人直接粗暴地将盖板掀开 此时倾斜而下的沙土 已经盖住了宋毅半张脸 宋毅老师 宋毅老师 几位大汉将棺材中的宋毅拉起 并不断呼喊着宋毅的名字 宋毅 小宋 小宋你怎么样 杨雪和黎珊珊 看着满脸沙尘的宋毅惊慌失措 脸颊上早已挂满了青泪 杨雪这时才明白 其他的工作人员也都聚集在沙坑周围 想要看清宋毅的情况 却根本挤不进里层的包围圈 嗨嗨 我没事 没事 给我拿瓶水 嘴里全是沙 宋毅虚幼的声音传来 众人稍微松了口气 虽然有通气管道补充氧气 但连续在地下待了近两个小时 加上炎热的温度 带走了他身体里的大量水分 此时的宋毅早已虚脱 嗨嗨 姑姑 简单用水清理了一下口腔 宋毅就开始疯狂喝水 慢点 慢点 别呛着了 黎珊珊不停拍打着他的后背 杨雪则是下意识 伸手擦拭宋毅脸上的沙土 虽然没有开口说话 但眼神中却是说不出的 心疼剧组人员 看向宋毅的眼神 也充满敬意 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宋毅的表现 一再刷新他们对偶像的认知 在此之前 他们只知道宋毅的音乐才华 精彩绝艳 人品也是毋庸置疑 但从今天开始 宋毅在他们心中 又多了两个极其耀眼的标签 那就是 影帝和 敬业 接连灌下了两瓶矿泉水后 宋毅终于恢复了一丝体力 嗨嗨 大家不用担心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直到这时 众人才终于如释重负 宋毅老师 你刚当的表演实在是太绝了 一个多小时的镜头 你居然毫无停顿 简直堪称教科书式的表演啊 丁洪博兴奋地上前说道 摄影指导徐志勇 也激动地说道 何止是教科书 就算载入史册 也是毫不为过 如果我们事先准备充分些 宋毅老师完全可以一进到底 一进到底 是一种特殊的视频拍摄手法 是指在 没有停顿的情况下 将作品一次性拍摄完成 这样的拍摄手法 在短视频中很常见 但在动辄一两个小时的电影中 却是非常少见 因为这不仅极其考验演员的演技 对拍摄团队的要求也极高 而宋毅却在无意之间 险些完成这样的壮举 嗨嗨 没这么夸张 待会儿我看看视频素材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我们再不拍 此时宋毅脸上的沙土 已经被众人清理干净 勉强恢复了一丝神采 丁洪博见黎珊珊欲言又止 就主动上前劝说道 宋毅老师 我看今天就不拍了吧 你身体要紧 再说之前的镜头都很好 剩下的工作交给我们就行 是啊 宋毅老师 每一个镜头都非常棒 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我生平见到最棒的表演 堪称完美 面对众人的夸赞 宋毅白白手说道 大家不用给我戴高帽 中间有些镜头我出戏了 我自己心里清楚 先不聊这个 肚子有些饿了 有盒饭吗 有有有 厂物 让人把盒饭抬上来 丁洪博对不远处的一个中年人喊道 很快就有人抬着两个巨大的泡沫箱子上来 在宋毅的提前吩咐下 剧组定的是 地精一品楼里最好的盒饭套餐 而且全组上下全都一视同仁 虽然预算高了一点 但唐朝公司却毫不在意 更何况 时间也不早了 大家都一起吃吧 吃完再开工 接过夜霜递来的盒饭 简单招呼一下众人 宋毅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恐惧这种情绪很奇妙 不仅会加速分泌肾上腺素 还会增加人体的新陈代谢 有研究指出 经常看恐怖片有利于减肥 接连保持了两个小时的恐惧情绪 虽然有表演的成分在 但宋毅也早已是鸡肠鹿鹿 你们也吃啊 都看着我干嘛 盒饭不合胃口吗 剧组众人都拎着盒饭 三三两两地散开了 杨雪三人却一直盯着宋毅 丝毫没有动快地打饭 黎珊珊叹息地说道 姐姐我惊吓太大 暂时没有胃口 看着你吃就好 你体力消耗大 我这份也给你吃吧 杨雪将自己面前的盒饭 推到宋毅面前 还有我的 叶霜也急忙说道 你们这是干嘛 丁岛给我留了整整三份饭 就算是蜘蛛也够吃了吧 宋毅被三人的模样弄得哭笑不得 赶紧吃你们的 我就是体力有些透支了 另外吃了点土 现在已经完全没事了 别大惊小怪的 见宋毅表情严肃 黎珊珊和叶霜 这才无精打采地扒拉着饭盒 没想到你平时工作会这么辛苦 杨雪将自己饭盒中的回锅肉 加给宋毅 语气有些沉重 你别被今天的场面吓到了 平时我工作很轻松的 就在办公室摸摸鱼 见几个客人就行了 宋毅一脸笑意地说道 虽然宋毅说的是实话 却根本没有人相信 血哥是很消耗脑力的 只怕不会比拍戏轻松 杨雪继续给宋毅加肉 宋毅最喜欢吃的 就是回锅肉 但一品楼准备的盒饭 各不相同 恰巧宋毅吃的那盒里没有 血哥是挺费劲 但是抄 嗨嗨 但是 钞票可以带给我灵感 宋毅下意识 就想对杨雪说真话 还好及时找不了回来 你也快吃吧 一品楼的饭菜挺香的 在地京也算小有名气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 多少尝一尝 嗯 宋毅也将自己的饭菜 加给杨雪 他这才开始动快 见两人举止亲密 黎珊珊和叶霜 感觉到自己头顶闪闪发亮 主动跑去了隔壁桌 午饭过后 宋毅认真观看了几次视频素材 发现需要重拍的片段 确实不多 尽管他有时候 因为精力不集中 表情上有些瑕疵 但完全可以用身体上的其他镜头 来交替弥补 但为了追求电影的质量 宋毅还是重拍了两个小片段 拍摄时间并不长 只是化妆多耽误了一点时间 最后 宋毅又叫来摄影师 趁着化妆的效果 还在 连忙拍了几组定妆照 用于后期的电影宣传 终于赶在天黑前 将所有拍摄工作完成 宋毅正准备召集剧组聚餐庆祝 却突然接到了张诚打来的电话 阿姨啊 工作忙完吗 刚收工 咋了 今天王磊过生日 一起过来喝两杯呗 张诚装作无意地问道 磊哥好像是冬天生日吧 这不是才九月份吗 宋毅有些纳闷 哈哈哈哈 是吗 那是我说错了 今天是强哥生日 张诚打哈哈地说道 宋毅没好气到 滚蛋 强哥前两周刚过完生日 你当我啥有事说是 哈哈 我就说糊弄不了阿姨吧 你们还不信 张诚被拆穿了 也不觉得尴尬 直接说明了来意 听说你悟度来了朋友 哥几个都想认识一下 怎么说 有空没有啊 虽然感觉张诚还有事没说 但宋毅也不介意 刚好准备带羊血四处逛逛 消息挺灵通啊 电影才当当收工 我先带剧组去聚个餐 好嘞 等你们 第205章 和谐 一个小时后 宋毅带着剧组四十多人 再次来到了昨晚的自住餐厅 因为满身尘土和汗液 宋毅还抽空洗了个澡 而连续两天来到这个餐厅 又让剧组众人有了新的感悟 他们从未参与过 这样离奇的电影拍摄过程 明明昨天还在庆祝电影开机 今天就来庆祝电影杀青了 从导演到每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所有人都心情复杂 许多人甚至舍不得拍摄工作这么快结束 因为宋毅这个主演兼老板 不光在餐食上极为大方 在工作上 也成为了他们最钦佩的偶像 非常感谢大家 这两天的辛苦 宋毅端起酒杯 起身看向附近几桌的工作人员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举杯 虽然我的拍摄工作 只持续了两天 但我知道 大家为了这两天 已经准备了不少时间 接下来还要辛苦制作组的同事 如果可能 我希望大家尽快将样片感制出来 争取在十月国庆期间排片上映 到时候 我再请大家喝酒庆祝 说完这番话 宋毅仰头 将手中的白酒一饮而尽 宋毅老师客气了 这本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干杯 丁洪博带头表态 其他人也都将杯中之物一饮而尽 待众人坐下后 丁洪博又斟酌着说道 宋毅老师 后期制作我有信心在十天内完成 但想要赶在国庆档上映 影片的审核和院线的渠道合作 还得唐朝工作 帮忙提提速 而且国庆当大片云集 票房竞争会很激烈 虽然看似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但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去走 连电影的官方审核工作 都很难完成 更别说 还有院线的合作和宣传 不等宋毅说话 黎珊珊已经回答了丁洪博的担忧 丁导放心 这点是我们唐朝公司还是搞得定的 你只管做好制作方面的工作 市场端交给我们来处理 那就好 那就好 是我多虑了 丁洪博显然是被以前惨淡的电影票房 留下了后遗症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 质量固然重要 但要想取得好的票房成绩 还需要强大的运营团队 即便是在宋毅前世 质量过硬 但票房惨淡的例子 也比比皆是 反而是一些剧情和口碑 极差的电影 靠着营销和炒作 斩获了数亿 甚至数十亿票房 正是谈完后 宋毅没有多呆 很快就带着杨雪几人离开了 山姐 小双 我带小雪去诚哥那坐坐 等会我让张哥送你们下班回家吧 四人刚上车 难得没有开口反驳 行 你手上有伤 别喝太多酒 嗯 半个小时后 宋毅带着杨雪 从后门进入了狂傲酒吧 两人刚刚进入专属包厢 宋毅就感觉到周围的气氛 有些凝重 似乎有几道犀利的眼神 同时射向自己 因为包厢里 不光有猛虎乐队的四位大汉和杜松 还有河雪和双胞胎姐妹 众人显然已经等候多时 全都目不转睛地 打量着宋毅身后的杨雪 甚至都忘记了打招呼 嗨嗨 大家都客制点 宋毅咳嗽一声 将众人的目光吸引过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朋友杨雪 来地经玩几天 杨雪从容地走到宋毅身边 对着众人奄然一笑道 大家好 我叫杨雪 打扰大家了 很高兴认识你们 哈哈 不打扰不打扰 是我们唐突了才是 妹子不要见怪 张承第一个反应过来 连忙站起身 跟杨雪打招呼 是啊 阿姨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朋友 妹妹快过来吃点东西 阿强几个人也打着哈哈 尽量活跃着气氛 杜松则是跑到宋毅身边 低声道 一哥 我是应该叫姐 还是叫嫂子 别吓叫 直接叫名字就行 宋毅给了杜松肩膀一拳 反问道 小陈他们也在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你也没问我呀 杜松故作无辜撞道 再说 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 能让一哥你铭记至今 今日一见 确实令人惊艳 嘿嘿 滚蛋 等回去再找你算账 宋毅快步来到杨雪旁边坐下 这位是诚哥 猛虎乐队的主唱 阿强 专敲架子鼓 杜松 我白天说的室友就是他 简单给杨雪 介绍了一下几位汉子 杨雪大方的举杯 跟众人打招呼 不过他并未喝酒 而是喝得气泡饮料 众人也不在意 全都客气地回礼 随后 宋毅就看向 坐在对面的三位妹子 虽然三人脸上都笑呵呵的 但显然心里都藏着事 宋毅强壮镇定地 你应该也听说过 知道 我也是两位妹妹的歌迷 甜心教主男女通杀 没想到两位妹妹 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几分 也许是为了宋毅的感受考虑 平时略显文静的杨雪 在她的朋友面前 却很是见谈 而两姐妹听到这番话 原本的敌意瞬间消散 喜笑言开道 姐姐你也很美啊 早上听说 姐姐去了唐朝公司 就想赶去见你 结果去晚了一步 是啊 姐姐这次来地精 准备待几天 我们对地精熟得很 可以给你做导游 杨雪微笑道 我是来陪导师 参加文学研讨会的 大概会待一周吧 那太好了 姐姐我们加个微信吧 在地精要是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们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 俨然已经成了 一见如故的好姐妹 这位是何雪 跟你同名 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 还不到二十岁 现在在地督广播大学 读大三 在介绍何雪时 宋毅就显得轻松许多 虽然小姑娘明显 也对她抱有爱慕之情 但这种感情 比双胞胎姐妹要简单许多 更像是粉丝对偶像的崇拜 杨雪姐姐你好 我在学校读到过你的文章 我们学校好多男生 都喜欢你呢 何雪对着杨雪甜甜一笑 说出来让在场几人 都颇感意外的话 妹妹过奖了 那不过是随手写的课题作业 不值一提的 四位女生很快就打成一片 开始聊一些女性喜欢的话题 看着这和谐的一幕 宋毅不理解 但是大受震撼 第206章 晚成 成哥你可以啊 居然给我设套 还说是累哥过生日 你这也太歹毒了吧 宋毅半开玩笑的 勒着张成的脖子 俗话说 女人多了是非多 两世为人的宋毅 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算他跟几个女生 都清清白白 但女人间的奇怪磁场 还是很容易 让大家都陷入尴尬的境地 嘿嘿 是哥哥不对 这不是都对杨雪妹子好奇吗 这样 哥哥我自罚三杯总降了吧 嘿嘿 我们也参与了 我们也认罚 阿强 杜松几人倒也干脆 直接干了三大杯原浆啤酒 阿易 听说你准备拍电影 忙得过来吗 嬉笑之后 众人又开始关心宋毅的工作 还行 这部电影已经杀青了 在上映之前 我不准备拍新电影 所以还是比较清闲的 宋毅一脸轻松地说道 这就杀青了 我靠 你不是昨天才开拍吗 难道你在里面演的是个配角 两段戏就领盒饭了 阿强惊讶地说道 居然让你去演配角 这他妈啥剧组啊 这么大排面吗 王伟的语气有些暴躁 嘿嘿 没 宋毅摸了摸鼻子说道 我就是主演 这部电影 我算是大老板吧 我靠 真的假的 你当老板我不意外 但作为主演 两天就杀青了 阿易啊 咱们成名之后也不能飘呀 你是不是想进电影圈哥粉丝韭菜呀 张承宇仲心长地拍了拍宋毅的肩膀 阿强几人也劝说道 哥几个都知道 你是想多赚钱做慈善 但网友不一定这样的想啊 人言可谓你也见识过了 拍烂片对你的形象影响太大了 不值得呀 几人七嘴八舌地乱说一通 倒是把宋毅整得有些不自信了 嗨嗨 我心里有数 烂片还不至于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 对于大家的热心提醒 宋毅还是很感动的 前世就曾有影帝说过 在他成名之后 遇到的都是好人 每个人都在跟他说好话 宋毅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自打捐款事件以后 宋毅见到的每一个人 都对他恭敬有加 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会顺着他的意愿去做 即便有资本想攻击他 也只能躲在暗处动手脚 但长久接受他人的吹捧 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只有真正的朋友 在遇到觉得不对的事情时 才敢提出反对的意见 这样的声音 对现在的宋毅来说 迷异足珍贵 就在宋毅胡思乱想时 目光突然被包厢的大屏幕吸引 上面正在投影着 酒吧大厅的表演 这已经成为了 狂傲酒吧的固定经营模式 只要酒吧开业 就会把直播挂上 既能培养自媒体账号 还能给酒吧带来不少人气 偶尔还会收获不少礼物打赏 此时舞台上坐着两个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却穿着高中生的校服 两人正拿着吉他 在翻唱宋毅的新歌 骄傲的少年 跟宋毅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声音不同 两人将这首歌的节奏放慢了一些 声音有些低沉 像是两个失忆的中年人 在缅怀那一往无前的少年时代 这两人是谁 宋毅对身旁的张诚问道 啊 谁啊 张诚有些迷惑 包厢里明明没有陌生人进入 就电视屏幕里的那两人 宋毅伸手一指前方 张诚恍然大悟 哦 你说竹子兄弟啊 他们是最近新来的助唱歌手 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 混得不太如意 但是唱功挺好的 而且很喜欢唱你的歌 我就得留下来了 这可是难得的人才 诚哥你眼光不错啊 宋毅忍不住对张诚竖起了大拇指 他们唱功是不错 但要说人才有些过了吧 而且年龄这么大 很难有出头的机会了 张诚说的是实话 但有些人只需要有一两部合适的作品 就足够他受用一辈子 而眼前这竹子兄弟 就让宋毅想到了 前世那大气晚成的两个男人 要说华语乐坛真正打开海外市场的 就算是在宋毅前世 也不多见 小苹果 绝对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首歌 这首歌不仅掌获了好几个国际音乐大奖 在最火的时候 甚至还在海外力压过寒流神曲 江南style 而这样的神曲 往往也带着极其浓重的个人特色 如果换一个人来演唱 即便唱功比原唱更好 也很难达到原有的高度 虽然宋毅凭借演技和唱功的双重宗师级能力 能够轻松演唱这首歌 而且效果也不会太差 但画皮 画心难画骨 气质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很难模仿到位的 虽然宋毅口口声声说 自己没有偶像包袱 但真要让他以谐心的形象 出现在国际舞台 他还是有些放不开 思虑半赏后 宋毅对张诚说道 诚哥 等会儿找人去替他们一下 我有点事儿 想问问他们 行 小事一桩 张诚虽然心中疑惑 但也看出宋毅起了惜财之心 立刻起身去大厅安排了 几分钟后 在张诚的带领下 两个略微有些发福的男人 面色激动地走进了包厢 此时杨学几人 也已知晓宋毅之前的谈话 全都端坐在沙发上看着来人 他们也很好奇 宋毅为什么会对这样两位 穿着古怪的中年男人感兴趣 宋毅老师好 陈宇晨老师好 杜松老师好 很高兴见到你们 两人进门后 态度非常谦逊 挨个给几位包厢内众人打招呼 凭借着几首量身打造的歌曲 陈宇晨和杜松 也成为了国内的当红歌手 竹子兄弟两人自然不会陌生 嗯 不必紧张 刚刚偶然间看到你们的表演 感觉很有意思 过来坐吧 宋毅示意 两人在对面的椅子入座 两人却默契地使劲摇了摇头 不敢不敢 刚刚在舞台上 已经坐得够久了 我们站着就行 宋毅老师叫我们来有什么吩咐吗 两人社会经验丰富 敏锐地察觉到 宋毅极有可能成为那个 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人 也行 两位方便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哦 我叫王太利 今年38岁 这位是肖阳 今年33岁 五年前成立竹子兄弟组合 参加过不少比赛 也拍过微电影 但一直扑街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8岁的王太利 却穿着高中生的校服 怎么看 都让包厢内众人觉得有些离奇 唯独宋毅觉得颇为合适 沉默半赏后 宋毅突然说道 我这里有一首歌 想交给你们试唱一下 你们要是不要 啊 我们 此时不只是王太利两人 包厢内所有人都是惊讶万分 第207章 男孩 服务员找来执笔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宋毅开始复刻歌曲 老男孩 之所以选择这首歌 也是想再确认一下 两人的演唱功底 毕竟 小苹果的市场价值实在太大 如果运作得好 在海外音乐市场 都能够大赚一笔 要是眼前的两兄弟把握不住 那就太可惜了 宋毅趴在桌子上写 张成 杜松等人 就站在他背后围观 只见宋毅握笔的手丝滑无比 似乎根本不用思考 随手就可以写出 无数经典歌词 那是我日夜思念 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 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宋毅刚写出前半段 众人就已经呆若母鸡 尤其是张成几位壮汉 宋毅所写的每一句歌词 似乎都能击中他们的内心 而宋毅身后的几位女生 则是被歌词中 他 吸引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 宋毅笔下的 他 但又都觉得 宋毅写的不是自己 感动 纠结 失落 种种复杂的情绪 在众人心中围绕 反而是站在对面的 竹子兄弟 心中只有忐忑 他们也想上前 围观宋毅的创作过程 但周围却根本没有 他们的位置 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下 宋毅很快完成了 整首歌的词曲复刻 正准备递给面前 局促不安的两兄弟 却被杜松和张成几人拦下 一哥 十分钟一首歌 你简直就是个变态啊 阿姨啊 这首歌的品质太高了 我知道你稀采 但这样的歌曲 你完全可以自己唱嘛 别冲动 张成语仲心长地说道 虽然竹子兄弟 现在算是他酒吧里的员工 但实际上 两人刚来没几天 别说是宋毅 就算是蒙虎几人 对他们也不是太了解 贸然将这样的歌曲交托出去 张成觉得有些太可惜了 但对于宋毅来说 将合适的歌曲 交给合适的人来唱 这只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过程 只要对方的人品不是太差 宋毅都愿意成人之美 看着心思各异的几位好友 宋毅微笑道 我只是拿给他们试唱一下 如果效果不好 我还会收回来的 而且我才24岁 怎么看都是妥妥的小鲜肉 老男孩这个称呼 明显跟我不匹配 宋毅伸手 一指面色尴尬的王太利两人 玩笑道 他们30多岁了 还有勇气穿高中校服来演出 这不是妥妥的老男孩是什么 听到宋毅的提醒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之前大家看着两人的校服 还觉得有些违和 现在却觉得 宋毅之所以创作出这首歌 就是从他们这身穿着来的灵感 但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 宋毅没有说 那就是 老男孩 这首歌充满了中年男人的球不得 整首歌的基调 都建立在演唱者 失落失忆的情绪背景中 别说是他 就算是现在已经小有名气的猛虎乐队 演唱这首歌的效果 也会大打折扣 很多时候 我们听的不只是歌曲本身 还是歌曲背后的故事 老男孩 这样的歌曲 只有让还未成名的素人来演唱 才能最大限度的 引起听众的共鸣 而在歌曲发布时 唐朝公司只需将 竹子兄弟的过往经历发布出去 就能够为歌曲营销 提供巨大的助力 想通了这一关节 张诚不再阻挠 主动将谱子递到了竹子兄弟面前 叮嘱道 王哥你们走运了 说实话 这首歌连我都心动了 你们好好唱 别辜负阿易的一番苦心 一定 一定 多谢张总提醒 面对张诚的提醒 两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反而是诚惶诚恐的 结果张诚手里谱子 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 改变了我们模样 未曾绽放 就要枯萎吗 我有过梦想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只好祭奠吗 任岁月风干理想 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不知不觉间 两个中年大汉 竟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 歌曲前半段 似乎在缅怀青春 两人虽然心有触动 但还能克制 但看到后半段的歌词时 他们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积攒的情绪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对于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说 梦想 这个词迹珍贵 又奢侈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 他们本已经放弃了出道的打算 只把音乐当作自己长期坚持的爱好 却没想到 在今天能意外得到宋义的赏识 早就听闻 宋义为人量身定制的能力极强 但却没想到 会强到这个地步 宋 宋义老师 这 我们 一时之间 两人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这样优质的歌曲 加上宋义出品的附带价值 就算卖出上千万的价格 也毫不夸张 他们又该拿什么 去接下这首歌 不用紧张 我也是看你们投缘 才偶然间想到这首歌 你们先试着演唱一下这首歌 如果效果合格的话 你们可以给我唱分成 我分两成的利润给你们 见两人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 宋义继续说道 当然 我也可以举荐你们进入唐朝公司 不过 这要看你们自己的意愿 我们 我们可以进唐朝公司 王太丽惊讶地问道 今年已经38岁的他 根本没想到自己 还能签约娱乐公司 更何况是唐朝公司这样的巨无霸 原本唐朝跟心非 精灵基本还三足鼎立 但经过几次小鲜肉他房 及官方下场后 两大公司现在股价大跌 旗下一人的演出也大受影响 已经呈现出唐朝公司一家独大的局面 宋义点头说道 可以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 是你们演唱这首歌的效果 让我满意 食谱能力如何 给你们一个小时熟悉歌曲够吗 够了够了 多谢宋义老师给机会 我们可以把谱子 拿到外面去练习吗 肖扬忐忑地问道 这首歌是宋义当着他们面创作的 肯定没有来得及注册版权 如果两人现在将这首歌拿走 第一时间申请注册版权 那就有可能侵占宋义的劳动成果 虽然两人没这个心思 但怕宋义心里不放心 宋义无所谓地说道 去吧 版权问题 宋义并不担心 且不说版权注册 需要至少三到五个工作日的审核 就算两人真敢拿着词曲跑路注册 以唐朝公司的能量 也可以立刻申请追回 更何况以宋义如今的江湖地位 即便有人敢做这样的事情 也只会面临全行业的封杀 甚至还可怕面临专业律师团的起诉 根本不可能占到一丁点便宜 第208章 安全 等两人走后 众人又迅速围拢在宋义身边 阿易啊 这首歌写得太好了 张诚忍不住发出感慨 我感觉像是在写你自己 又像是在写我 又像是在写竹子兄弟 我都蒙圈了 双胞胎姐妹 也是心里藏不住事的人 急忙问道 宋义老师 你歌词里的 她 到底是指谁啊 听到这话 包间内突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宋义的回答 哼 并没有特指谁 大家之所以觉得这首歌像是在写自己 是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 经历过青春的遗憾 看着大家半信半疑的眼神 宋义继续解释道 能实现梦想 真正活成自己想要模样的人 实在太少 所以大家才会被这首歌字触动 你们看何雪和小陈 他们年龄小一点 就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众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宋义又对张诚说道 诚哥 这两人估计不会在狂傲酒吧待太久了 你们得尽快物色新的人手 哈哈 找人小菜一碟 现在争着来场子唱歌的人 可太多了 包厢内重新开始了欢笑声 王太利两人则是找了间没人的休息室 争分夺秒的练习歌曲 两人虽然一直扑街 但音乐素养却很好 在简单熟悉了谱子后 两人就开始分配歌词和吉他 不时有同事进来休息 王太利也会礼貌地请大家先离开 并递上两瓶饮料 毕竟这首歌还没有面试 不管最后宋义是否愿意将这首歌交给他们 但绝对不能从他们这里把歌曲泄露出去 一个小时后 兄弟 加油啊 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翻身就看今晚了 王哥放心 说啥也不能辜负宋义老师的一番期待 加油 神情紧张的两人不停地互相打气 虽然语气轻松 但心里却慌得一批 给了对方一个拥抱 两人就拿着吉他 重新回到了宋义所在的包厢 宋义老师 我们准备好了 看着两人强装镇定的表情 宋义微笑着说道 不用紧张 正常发挥就好 事实上 只要唱功还算过得去 宋义就会放两人通过 毕竟有百万吊音师的加持 很多问题都可以忽略 张成给两人各自递了张凳子 随后就同众人一起端坐在王太利两人对面 当起了看客 看着这般阵仗 王太利两人再次咽了咽口水 这比他们以往参加的选秀比赛 还要紧张刺激 坐在高脚凳上 两人深吸了一口气 随着一个眼神对视 两人轻轻弹奏起手上的吉他 从这一点 宋义就能看出两人的基本功很好 毕竟刚刚给出的谱子 上面只有歌词的曲调 却没有伴奏的谱子 伴奏谱和歌词谱 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宋义每次写完歌 都要花时间去做伴奏编曲的原因 原本宋义只需要他们轻唱即可 没想到在这一个小时内 两人还自主加入了吉他伴奏 吉他前奏只持续了十多秒 王太利就用有些低沉的声线唱了起来 那是我 日夜思念 深深爱着 的人啊 到底我该 如何表达 他会 接受我吗 尽管声音有些颤抖 但包厢众人却都眼前一亮 发音上有些野路子的痕迹 说不上特别标准 但却让人很有画面感 属于听众一闭上眼睛 就能回到那个青春悸动的岁月 随后萧阳更加沙哑的声音传来 也许 永远 都不会 跟他说出 那句话 注定我要 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 牵挂 两人的声音交替响起 明明唱的是放荡不及爱自由的浪迹天涯 却让人听出了青春男孩心里的自卑与胆怯 有人会将少年时的情愫付诸行动 大胆去爱 但更多的 却是永远藏在心底的暗恋 两人的声音还在继续 唱歌这件事有时候技巧很重要 但有时候又不那么重要 有人唱的是技巧 有人唱的是情感 也有人唱的是故事 面前这两人 技巧或许只能刚好打60分 但情感和故事 起码可以打到95分 而两人中年男人的身份 不仅没有给这首歌减分 反而增添了太多的共鸣 这就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啊 难怪一个你不把这首歌给我唱 身旁的杜松忍不住低声感慨道 当初的 愿望实现了吗 是道 如今 只好祭奠吗 任岁月 风干 理想 再也找 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 这满天星河 那时候 陪伴我的那颗 这里的故事 你是否还记得 如果有明天 祝福你亲爱的 两人的歌声止歇 尽管眼角已经溢满了泪水 但还是一脸期待地看向宋毅 人这一生的机会 本就不多 到了他们这个年龄 就更少了 现在有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 他们自然想要奋力抓住 啪 啪 啪 宋毅微微一笑 带头给两人鼓起了掌 之前还有些反对宋毅将这首歌 给王太利 两人唱的章程 此时也是彻底被两人的声音折服 因为他知道 自己唱不出两人的味道 你们唱得很好 怎么样 是单纯帮我唱分成 还是加入唐朝公司 加入 加入 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我们愿意加入唐朝公司 多谢宋毅老师成全 两人也不傻 不加入唐朝公司 他们虽然也能拿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但却几乎没有可能再拿到这样的歌曲 而且唐朝公司 已经成为了龙国排名第一的唱片公司 两人根本就求之不得 哪里会拒绝这样的好机会 嗯 那行 你们准备一下 明天上午去唐朝公司找黎珊珊 她会帮你们办理入职 黎珊珊作为唐朝公司的金牌经纪人 自己就拥有签约歌手的资格 宋毅想了想继续说道 至于歌曲的录制 你们要多等两天 这两天我不会去公司 虽然可以让公司其他制作人帮忙录制 但这首歌关系到竹子兄弟出道的第一炮 劲也会影响到宋毅后续的音乐出海计划 所以她准备亲自操刀 没问题 没问题 刚好我们可以趁这两天 再多练习一下这首歌 两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嗯 去吧 等两人走后 宋毅看了看时间 对大家提出了散会 众人没什么意义 张成几人直接去了舞台表演 双胞胎姐妹也坐着司机的车回去了 本来宋毅准备让杜松 跟自己一起坐老张的车 先送杨雪去酒店 然后一起回家 杜松却一脸神秘地把宋毅拉到一旁 一个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你放心 你就算今晚不回家 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说着 杜松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杜蕾丝 与众心肠地说道 注意安全 滚蛋 我踏马是那种人 宋毅满脸黑线地给了杜松一拳 杜松正准备开溜 又被宋毅拉了回来 话说 你踏马一个单身汉 随身带着这个干嘛 嘿嘿 杜松一脸你懂得的模样 解释道 刚刚离开的时候强哥塞给我的 他怕你没准备 兄弟们够贴心吧 滚蛋 宋毅没好气地踹了杜松一脚 第209章 坐鞋 闹 第210章 雪天 听到这番介绍 宋毅直接被 假诗人的名字给逗笑了 这人虽然看起来快30岁了 但怎么看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诗人这个名字是不错 但他却忘了自己的性价 诶 你这小子笑什么 你谁啊 有邀请函吗 没有就赶紧走 大白天戴墨镜 你装什么笔 宋毅原本站在杨雪旁边 并未说话 只因为不自觉笑了一下 就被这 假诗人 给迁怒了 宋毅转头看向杨雪 询问道 这人你认识 杨雪摇了摇头 没见过 大概是给我发入会邀请函的工作人员吧 其中夹杂了几封骚扰信 都被我扔了 杨雪语气平淡 全程都没有正眼看着由头粉面的男人 自顾自地挽着济石英的手臂 往大门走去 假诗人却再次将三人拦下 小雪 这怎么能叫骚扰性 我那可是宝涵阿姨的情书啊 你只要同意加入作协 再做我的女朋友 以后 不管是平直称 还是发表文章 我爸都能给你提供巨大的帮助 假诗人还在眉飞色舞地说个不停 杨雪却是面露厌恶之色 此时大门口已经聚集了十多人 甚至还有拿着摄像机的记者 认出了宋毅 正对着几人疯狂拍照 一个年轻男子 跑到假诗人身边低声道 假诗人 你平时都不上网吗 这人你都不认识 假诗人看了看宋毅 一脸不屑地说道 谁啊 我需要认识他吗 大白天戴个墨镜四处逛 一看就是个毫无内涵的装逼男 年轻男子连忙捂住假诗人的嘴巴 提醒道 假哨快别说了 这可是娱乐圈的新晋顶流宋毅啊 好多记者可都在看呢 听到这番提醒 假诗人这才开始正言打量宋毅 但依然语气轻挑道 原来你就是前几天 跟小雪传绯闻的那小子 难怪我看着这么不爽 虽然听说你的歌还不错 但也不过是登台卖唱的戏子罢了 知道这是哪吗 假诗人伸手一指身后的座协大楼 充满自信地说道 这可是龙国座协 我们讲的是思想 是深度 我们写出来的书 写出来的文章 可都是要流传后世千百年的 你的流行音乐能活几年 宋毅再次被假诗人这番话给逗笑了 原本听了杨雪的解释后 他并不准备搭理这个油头粉面的男人 毕竟不管从哪方面看 这个自称文二代的假诗人都是一个十足的智障小可爱 跟这种人辩论 对方只会试图将你的智力拉到跟他同一水平线上 但现在对方都骑到自己头上了 旁边还有这么多记者朋友在场 真要是一言不发 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伸手制止了正要开口说话的纪诗英 宋毅反问道 我的歌能活几年 我也不知道 但不知假大诗人有什么传世家做 可以让我开开眼界呀 虽然面前这个小可爱言语充满了挑衅 但如果对方真有真才实学 宋毅也不准备继续追究 就怕对方是靠着父辈的余音 招摇撞骗的文学骗子 毕竟 二代 这个身份 不管在哪个行业 都是存在的 哼 本少爷至今已经出了两本诗集 让你开开眼界也无妨 我今天就念一首我的随意之作给你听听 也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样的诗歌 才能流方百事 假诗人双手背在后腰 闲庭阔步地走到宋毅面前 此时周围众人 都满眼 好奇地看着这一幕 虽然宋毅在娱乐圈名声大噪 但跟这些文学工作者的交集并不多 加上宋毅出道至今 也不过才两个多月 除了现场的几位记者 很多人对宋毅并没有太深的印象 反而是对假诗人这位 作协会长的独子颇为熟悉 雪天 假诗人一扬顿挫的声音传出 在场众人都被他自信的模样吸引 我们一起去尿尿 你 尿了一个坑 我 尿了一条线 假诗人话音落下 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全都瞠目结舌的 看向正闭目陶醉的假诗人 哭 哈哈 突然 一阵大笑声打破了沉寂 假诗人立刻睁眼怒视宋毅 你笑什么 果然是粗鄙之人 欣赏不了我这样的传世佳作 宋毅强忍着笑意说道 抱歉抱歉 我一般是不笑的 除非实在忍不住 恕我才输学浅 看不出这首诗的高明之处 不知假大诗人能否帮我注解一下 宋毅一副谦虚好学的模样 让假诗人很是得意 量你也看不出来 算了 我原谅你了 我就好好给你解释解释 我这首诗它到底妙在哪里 假诗人用手捋了捋自己的中份头发 对着周围的记者和人群说道 首先 我这首诗通篇只有十九个字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 雪 却将雪天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 见人群中 有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假诗人顿时更加来劲 第二 我通篇没有提性别 却将与我一起尿尿的人性别特征 用极其隐晦的手法 表现了出来 让人有恍然大物质感 第三 我用极其简单的文字写旧的诗 就算是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孩童 都能读懂其中的深意 你就说 牛皮不牛皮吧 啪啪啪 随着假诗人这一番自信的解释 现场中 竟然响起了嘻嘻啦啦的掌声 甚至还有两个中年人 站出来吼道 假少年轻有为啊 不愧是假会长的儿子 我这些年一直申请入邪都没能通过 看来还是 实力有差距啊 假主编的文字朴实无华 用 尿 都写出如此惊艳的诗 后生可畏啊 我这边也有一本诗集想要出版 不知假主编能否帮帮忙 看到这一幕 宋义满脑子黑线 假诗人却是抬了抬手 对两人说道 小诗一桩 等会把你们的作品交给我看看 只要本少爷看得过眼 不管是入邪还是出版 通通都不是问题 许多路人 原本还在怀疑自己的审美 听到假诗人的搭话 哪里还不知道 这两人捧臭脚的原因 现实让人折腰 就算是假诗人 写的是一堆垃圾 很多人也敢开口夸赞 假诗人对着宋义抬了抬下巴 质问道 怎么样 能读懂本少爷诗里的内涵吗 第211章 新一 闹 第212章 巨鹰 我不去想 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宋义的声音 继续传递开来 假诗人 和刚刚吹捧他的两位中年人 已经呆滞地说不出任何话来 他们虽然自身创作水平差 但也不是毫无鉴赏能力 他们还是拥有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而宋义念出的这首诗 不管是文字 还是利益 亦或是词句的意境 都是现代诗中最顶级的 而在宋义念出 爱情时 眼光不自觉地看了身旁的羊血一眼 两人重逢之后 虽然从未提过 爱 但心里一直记挂着对方 情出自然 不抢求结果 爱无声 却出自真心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我不去想身后 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 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 是平坦还是泥泥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宋义的朗诵声止歇 他转头看向 正一脸呆滞的假诗人 本想说点什么 人群中却突然传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摄像机的闪光灯 更是不停在宋义身上闪耀 身旁一直沉默的纪士英 也投来赞许的目光 小宋 你这首诗真好啊 既富有年轻人应有的一往无前 又有身为勇者的浪漫 这首诗取名字没有 宋义攻身说道 回忌老师 这首诗叫热爱生命 哼 好很好啊 我回头帮你申请一下 将这首诗纳入中学语文的教材之中 这首诗对那种年轻人来说 会是很好的激励 宋义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汪先生的诗 确实有这个资格 就在宋义准备带羊血离开时 这里发生的一切 终于引起了坐鞋大楼内众人的注意 一群人在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带领下 朝着宋义走来 领头的人一边走 一边感叹道 宋义老师的财情真是让人钦佩啊 我这犬子从小骄纵惯了 不知天高地后冒犯了宋义老师 实在是抱歉 我这个当父亲的带他向你赔罪 还请见谅 宋义转头看向来人 对方头顶处的头发 已经成了地中海 只留下两侧稀疏的长发遮盖 虽然将近70岁了 但精气神却很好 说话的声音也沉稳有力 带着一股西北汉子的粗犷 想来 这就是贾诗人口中的会长父亲了 虽然宋义平时没有过多关注文学 但因为杨雪大学时就爱好文学 对于西北大文豪贾向文的名字 他也是知道的 跟他的草包儿子不同 他确实称得上当代文豪之名 贾会长客气了 我跟贾公子不过是友好的交流罢了 谈不上冒犯 以宋义的气度 自然不可能真的跟一个 30岁的智障小可爱计较 真正让他有些意外的 反倒是贾诗人靠着他这个会长父亲的关系 居然能混进作协 这不管怎么看 都非常离谱 贾向文看向一旁早已吓傻的贾诗人 立声说道 诗人 你过来 赶紧给宋义老师道歉 爸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 我承认他 这首诗写得不错 但我的也不差啊 贾诗人倔强地说道 贾向文一改往日的和善 怒视贾诗人 责骂道 我让你道歉 不是因为你的才学差 而是因为你的不自知 因为你的目中无人 因为你毫无敬畏之心 宋义老师虽然年轻 但他在音乐和慈善方面做出的成就 已经足以让所有人尊敬 都怪我平时太宠着你了 你今天如果不给宋义老师道歉 就别怪我将你从作协里除名 省得你还在外面败坏老子的名上 贾向文这番话 说的质地有声 就连宋义也分辨不出 到底是出于真心 还是想要减少这件事带来的影响 事情发展到现在 虽然在场有不少人围观 甚至已经有记者将现场情况 上传到网络上 但传播的范围还不算太广 只要搞定了宋义 再给几位记者打点一下 删除已经上传的新闻稿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消散于无形 但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 饿了宋义 那唐朝公司发动舆论攻势 就连贾向文这位作协会长 也会遭到非议 所以让贾向文道歉 大概一半出于真心 一半出于苦肉计吧 如果还是不能平息 宋义心中的怨气 贾向文甚至会直接将贾向文 踢出作协 作为现任作协会长 贾向文不光有文豪的才气 也有壮士断腕的魄力 比起自己草包儿子 做协干事的虚执身份 显然是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 更加重要 贾世人从未见过自己父亲 用这么严厉的语气 跟自己说话 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此时他虽然心里不服 但依然选择乖乖听父亲的话 不情不愿地走到宋义面前 浅浅地鞠了一躬 笛声说道 对不起 是我太狂妄了 还请你见谅 哎呀 贾向文反手给了他后脑勺一耳光 怒喝道 大声点 还有 要叫宋义老师 贾世人吃痛 只得再次说道 对不起宋义老师 刚刚是我太狂妄了 还请您见谅 宋义老师 你看这事儿能否过去 贾向文一脸诚意地看向宋义 这时宋义也看懂了 贾向文就是想自己稀释宁人 不要将这件事的影响继续扩大 至于已经扩散的新闻 他自然会在第一时间去解决 宋义转头看向杨雪和纪世英 毕竟文学界的事情 还是他们更加了解 纪世英拉拉拉拉宋义的衣袖 是一塌半蹲 随后在他耳边轻声道 贾会长的才学很好 各界的人脉也很强 只是老来才得这么个独子 人又不是太聪明 所以一直比较宠爱 这个贾世人 虽然名义上是作协干事 但只是个虚职 我们都没把他当回事 你要是心中怨气不是太大的话 就这样算了吧 宋义本就没打算 跟这三百多个月的巨英计较 现在连纪世英都这样的说了 当即对贾向文说道 贾会长客气了 贵公子性格天真烂漫 我看也挺好的 贾向文心有所悟 当即对宋义报全道 多谢宋义老师大度 我铭记于心 仅剩了一辈子 要是领老名声受损 对贾向文来说 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随后转身对贾世人说道 现在立刻滚回家去 先关半个月禁闭 没有我的允许 不能出家门半步 爸 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 啊 贾世人的话还没说完 后脑勺又结结实实挨了一耳光 还不快滚 丢人现眼的东西 呜呜呜 贾世人捂着后脑勺跑开了 那画面简直让宋义大开眼界 接着贾向文身后 走出两位中年人 来到几位正在拍照的记者面前 低声耳语了几句 记者就主动收起了相机 至于在场的其他人 一是没有多少流量 二是根本不会有人将这件事曝光出去 毕竟贾向文的能量 就让众人望而生畏 忙完善后的事情 贾向文再次来到宋义的面前 一脸真诚地说道 让宋义老师见笑了 既然来了 就上去坐一会儿吧 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是中秋 还请宋义老师光临指正 第213章 睡着 听到贾向文的邀请 宋义原本是打算拒绝的 但一旁的记事音开口劝道 小宋你既然有这么经验的食材 不妨跟着上去听一听 就当是在上一堂大学语文课了 见宋义有些犹豫 贾向文又上前说道 宋义老师 这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 你要是中途觉得枯燥 可以随时离开 当然最好是中午留下来吃个便饭 好给我个赔礼道歉的机会 你如果就这样走了 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宋义这才点了点头 那就上去看看吧 但我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走 到时候还请贾会长不要见惯 不敢不敢 宋义老师能赏联我求之不得 这边请 贾向文在前面带路 既是因跟几位老朋友 有说有笑走在中间 宋义和杨雪则是主动走在最后 坐鞋的办公大楼很气派 内部装潢跟宋义想象中的质谱 完全不同 反而相当奢华 宋义低声对杨雪问道 坐鞋这么有钱吗 这内部装修比唐朝公司都丝毫不差了 杨雪微微点头 很有钱 他们每年都有国家给出的财政补贴 内部工作人员也有编制 而且旗下还有自己的文学杂志 报刊和出版社 杨雪看着这富丽堂皇的装修 眼中也有些惊讶 刚刚贾世人任主编的龙翔出版社 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因为官方机构的便利 他们每年的盈利都很高 听到杨雪这番解释 宋义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每年都会有一群毫无水平的贾文人 企图加入作协 对于这样一个肥差单位 自然会有很多人 想方设法的挤进来 那既老师在作协有工资吗 宋义继续问道 老师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古文献修复和古文字翻译 他并不是作协的正式会员 而是特邀嘉宾 杨雪捋了驴耳旁的秀法 认真说道 他没有工资 但每年可以申请一笔补贴 大概几万块钱 但据我所知 老师从没有申请过 宋义势然地点了点头 两人正说着话 众人已经来到了 位于二楼的一间大会议室 此时 里面已经坐了三十多人 他们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有的是一个人前来 有的身后 同样跟着一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众人围坐在一张 长条形的会议桌上 上手空出了两个席位 想来是留给贾向文 和诗次协会会长的 会议室四周 还有几位记者 正驾着摄像机准备录像 宋义老师 你就坐我旁边吧 来到会议室 贾向文一边招呼工作人员 多搬张凳子 一边邀请宋义 跟他一起坐在上手位置 虽然贾向文语气真诚和善 但宋义却敏锐地察觉到 会议室内众人异样的眼光 许多人都跃跃欲试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似乎只要宋义敢坐在贾向文身边 他们就会立刻跳出来反对 对宋义说叫一通 众所周知 圈子与圈子之间 是存在壁垒和结界的 虽然宋义在娱乐圈 已经成为真正的顶流 但在这文学圈子里面 却是岌岌无名 宋义微笑着拒绝道 贾会长客气了 这是你们的主场 我不过是来旁听而已 就坐在季老师副手位置就行了 说着就跟杨雪一起 坐在了季氏英身后的位置上 两人刚刚坐下 宋义眼前就出现了一只白皙的手臂 宋 宋义老师你好 我 我是你的歌迷 你 你这是准备进军文学界吗 女孩戴着黑矿眼镜 气质有些文艺 看样子只有二十岁出头 显然还是个学生 虽然算不上漂亮 但却给人很童真的感觉 我跟朋友来随便坐坐 也许一会就要走了 宋义微笑着与女孩握手 啊 那真是可惜 我还以为可以跟你待一整天呢 女孩有些遗憾地说道 随后立马掏出手机 对宋义一脸期盼地说道 宋义老师 我能跟你合个影吗 嗨嗨 小月 不要吵闹 宋义还未开口 就被女孩面前的一位老头 出声打断女孩 指得收起手机 恭敬地打道 是 老师 老人说是不要喧哗 自己倒是跟灵作的济世音 开口聊了起来 显然也都是老相识 好了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 一年一度的文学研讨会 贾向文的声音 通过麦克风传遍会议室 刚刚还在窃窃私语的众人 立刻恢复了安静 我们今天上午的课题 是完成文广总局 给我们交代的工作任务 联合诗词协会 完成一首中秋诗词 最后的诚诗 会在龙台的中秋晚会上诵读 跟诵意想象中的文学交流不同 今天众人的讨论内容 大家鉴赏一下 最后评比出来的诗词 再由大家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没问题吧 贾向文看向前方的数十人 有人出声回应一下 有人则是点点头表示明白 老孙 就由你开始吧 贾向文看向右手方位的 一位中年人 中年人倒是很干脆利落 没有搞起身发言这一套 直接就坐在原位 念出了自己的诗词 我今天准备的是一首七言绝句 题目叫江亭望月 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玉盘弯弯下月轮 亭前时得新晚路 今日不会天下事 只为嫦娥治愈人 四句诗很快念完 会议室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孙副会长你可以啊 虽然有些用词已经差了些 但拿到课题 才一天就能做出这种水平的诗 很强 是啊 月与嫦娥都有了 把中秋的主要特征都表现了出来 但要拿到龙台去诵读 好像还差了点意思 我觉得玉盘弯弯 不如改为玉盘杉杉 这样已经更强一些 不错 可以做个备选 新晚路 我觉得用陆华星 来代替会更好 众人出声讨论了几句 就很快轮到第二位发言 虽然没有太过经验 但如果是前一天 才接到的任务的话 宋义觉得也还过得去 毕竟能随意挥笔 写下千古名句的诗人 往往也是上百年 才出一两个 接下来就是各自诵读的环节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诗作分享 有的人研究领域不同 并没有强行附庸风雅 除了古言诗词 还有几人做了几首现代诗 来描写中秋场景 但意境就差了很多 虽然每个人 只占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但架不住在场人多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 却只有一半的人 完成了发言 而因为昨晚 在酒吧玩得太晚 今天又起得比较早 宋义竟不知不觉间 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此时 无论是坐在内圈的参会者 还是坐在外圈的助手和学生 全都在认真听取 大家的诗词作品 宋义睡觉的异状 自然很快就被人发现在 有心之人的引导下 更多的人朝记事因身后看来 杨雪迎着众人质疑的目光 却没有叫醒宋义的意思 她不想因为这些人的针对 而去打搅宋义的休息 讨论声渐渐停止 所有人都看向熟睡中的宋义 第214章 明月 最后还是宋义旁边的眼镜女孩 顶不住众人的压力 伸手拍了拍宋义的肩膀 嗯 等宋义从熟睡中醒来 赫然发现 全会议室的人都在注视着自己 就算宋义的心性在沉稳 面对这么多人的集体对视 还是难免有些尴尬 嗨嗨 抱歉 昨晚睡得有点少 大家继续 大家继续 我这就离开 说完这话 宋义就站起身来 准备带羊雪离开 本来一开始就没想来参加这个交流会 现在许多人都对自己有敌意 宋义自然不愿意多待 等一等 一个浑厚沙哑的声音 突然叫住了站起身来的宋义 宋义转头一看 发现是个戴着超厚眼镜片的中年人 年龄大约五十多岁 头顶地中海 脸上的游有些反光 个子不高 肚子却很大 即便是坐在椅子上 也能一眼看出 他那孕妇般的大肚子 对方斜靠在椅子上 语气不善地说道 年轻人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你大学上课的课堂吗 你想来就来 想睡觉就睡觉 想走就走 不等送一回话 旁边又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站了出来 你就是当当在楼下 与诗人发生争执的年轻人吧 不要以为偶然间写出了一首不错的现代诗 就目中无人 这里哪一个不能当你的长辈 不能当你老师 你怕是在娱乐圈待久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吧 居然在这么严肃的场合睡觉 就是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你这什么表情 难道我们的诗作 不值得你谦虚倾听吗 我说纪教授 你这学生也太不懂理数了吧 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发出 会议室内传来了众人窃窃私语的声音 许多年龄偏大的人并不认识宋毅 只当宋毅是纪师英带来的学生 但坐在外圈的年轻人 却几乎都知道宋毅的事迹 几番交流后 大家这才对宋毅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面对几人咄咄逼人的态度 原本想直接离开的宋毅 突然看向假象文 细血地问道 贾会长 刚刚是你 邀请我上来的吧 你答应过我去留随意 现在我决定要走 他们似乎意见很大 你怎么说 宋毅怀疑 这些人之所以出言挑衅 就是出于假象文的受益 毕竟作为文学界的专家 就算不认识宋毅 也不应该只有这点度量 一个年轻人在会场打瞌睡 虽然不太礼貌 但也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更没有必要为此浪费时间讨论 老王他们脾气火爆 宋毅老师 你别介意 假象文一脸和善 随后又看向刚刚出生的地中海男人 老王 宋毅老师是我邀请的客人 你不要为难他 再说宋毅老师也是有食材的人 刚刚的一手 热爱生命 就非常惊艳 你快给人宋毅老师道个歉 假象文语气严肃 看不出有丝毫作秀的痕迹 谁知这中年男人 却不屑地说道 我给他道歉 年轻人有点成就得意忘形 刚刚那篇《现代诗》我听说了 内容确实不错 但我不认为他这么小的年纪 会有如此豁达心境 说不定就是在哪里抄的 胖子这番话一出口 许多老人都微微点头 显然他们也跟这胖子 有一样的想法 呵呵 你说我的师是抄的 那你说说我抄的谁 是抄的你的 还是贾会长的 还是你认识的某个人 你 你抄的 接连几个提问 让胖子无言以对 宋义丝毫不拒 虽然热爱生命 这首诗确实是抄的 但你有证据吗 这个世界 虽然有唐宗宋祖 有秦皇汉武 但历史上的文人默克 却几乎全然不同 这个世界并没有汪先生 自然就不会有一模一样的 热爱生活 胖子一时间被问住了 一旁的中年妇女 立刻接话道 就算你那首诗不是抄的 那也说明不了什么 常年累月做出来的诗 跟我们短短一天做出来的 又岂可一概而论 有本事 你现场再做一首诗试试 胖子也突然找到了 回击的角度 附和道 对 真正的诗人 可不是一辈子 就只写一首诗词 你要是能以中秋为题 做出一首诗 哪怕水瓶 只能赶上在场朋友的皮毛 我就立马向你道歉 否则 就别怪我发文抨击 你在文学会议上 睡觉的事情 呵呵 宋义笑了 总觉得这番话有些耳熟 仔细回想了一下 刚刚假诗人似乎也是这一套说词 强行要求宋义笔诗 一言不合 就要发文章批判自己 看来这就是所谓 文人平时的争斗方式了 行 既然你这么想听 那我就以一首诗和一首词 来回应你刚当的质疑 你要好好听一听 我这两首诗词 到底又是从哪里抄的 宋义此话一出 全场众人都被他的豪言壮语 给震住了 他不仅要现场做诗 而且是一次性做两首 望月怀远 不等众人有所反应 宋义已经开始了宋读 他实在不想在这地方多浪费时间 海上升明月 天涯供此时 哄 第一连才刚刚念出 在场众人就直接傻眼 那雄浑的意境 和极强的画面感 毫无阻碍地 冲进了众人脑海之中 情人怨摇曳 静息起相思 灭竹连光满 披衣绝路姿 不堪迎首赠 还请孟佳琪 宋义自正腔圆的宋读声 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被这首绝美的五言诗 震得说不出话来 壮阔无比的开场 紧接着是幽静秀丽的相思 情意缠绵而不见伤感 诗句浑然天成 没有任何强行成诗的痕迹 全诗没有提中秋两字 但细腻入微的感情基调 还是让人联想到 对团员的思念 第二首 水调歌头 明月几十有 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宋义已经开始了第二首次的吟唱 明月几十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雀 今夕是何年 随着宋义铆腔的诵读声传出 淡淡的酬绪迅速在会议室内蔓延 原本坐在宋义身旁的小姑娘 此时正一脸崇拜地看着宋义 眼里全是闪光的小星星 她没想到 宋义不仅在音乐上惊艳绝伦 在诗词上也文采四译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轻硬 何似在人间 宋义的声音时而婉转 时而高亢 时而振奋 时而伤感 她像是在宋读 又像是在歌唱 用宗师级的唱功来吟诗作对 对众人的听觉冲击可想而知 转诸格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随着宋义的宋读声结束 众人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一个绝美的画面 昊月当空 家乡远在千里 宋义站在高楼上思念亲人 心情孤独豁达又充满希望 第215章 书法 沉默 偌大的会议室内 此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满眼不可思议地看向宋义 脑海正不断回荡着 刚刚两手诗词的绝美画面和意境 好 好 好啊 沉默片刻后 会议桌前端突然传出三声高鹤 宋义转头看去 发现是坐在贾向文旁边的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他与贾向文并排坐在前排的主持席位 在会议开始之前 宋义曾听杨雪简单介绍过 那是诗词协会的会长曹元凌 诗词协会虽然与坐协是同级单位 但因为文学形势演变的原因 国家对诗词协会的扶持力度要小很多 而且诗词协会名下 也没有出版社这类赚钱的产业 所以 不管是体量还是经济实力 都要比坐协弱很多 这也是今天的讨论课题 明明是中秋诗词 但会议地点 却是在坐协办公大楼举办的原因 而在当当的诗词交流中 曹元凌也极少说话 整个会议都有假象文在主持 诗谈其才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曹元凌激动地站起身 颤颤巍巍地朝宋义走去 老人脸上的皮肤有些褶皱 一头白发被梳理得整整齐齐 腰身有些勾搂 但看向宋义的眼神 却闪烁着强烈的光芒 小宋老师是吧 我是诗词协会的会长曹元凌 你这两首中秋诗词 堪称传世佳作 可以看出你对古诗词的研究 及其身后 不知小友是否愿意 在我诗词协会挂个名 宋义上前 搀扶起曹元凌的双臂 防止老人摔倒 平静地说道 曹老先生高看我了 晚辈才书学浅 这两首诗词 我也不过试诗千人崖会 不敢冒进诗词协会的大门 哈哈 我们现在写诗词 又有谁不是在诗千人崖会 曹元凌仰头大笑 显然是误解了宋义华中的含义 你第一首五言诗 你才学最好的体现 曹元凌用有些干瘦的手掌 不断拍打着宋义的双臂 好 不光有才学 还如此谦卑 龙国诗词后继有人 而曹元凌的这一番解读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沉寂许久的会议室内 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众人看向宋义的眼神 都与先前完全不同 部分跟来学习的女助理和学生 看向宋义的眼神 更是炙热无比 恨不得冲上前 给宋义一个狠狠的拥抱 但宋义此时却很猛逼 他之所以主动说 自己十千人衙会 就是想隐晦地表达 这两首诗并非自己所作 谁知却被曹元凌解读为 尸体结构的模仿 但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宋义也无法再说 否则只会引来更多的麻烦 我看我们今天也不用再讨论了 这一诗一词 都堪称描写中秋的绝顶之作 干脆就将这两首诗词 一并提交到龙台 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大家觉得怎么样 见宋义暂时没有加入 诗词协会的议员 曹元凌也不过多纠缠 而是转头看向会议室的众人 之前出演讽刺宋义的几人 此时已是满脸羞红 恨不得照着地板缝隙钻进去 特别是刚刚闹得最欢的 满脸油光的中年胖子 他曾说过 只要宋义能现场做出一首诗 他就开口向宋义道歉 现在宋义不仅做了 更是直接做出了一诗一词 而且质量盖压全场 直接将他的胖脸 按在地上摩擦 曹会长 我看直曲 水调歌头 把酒问青天 一手就可以了吧 望月怀远 虽然也很优秀 但似乎并不算中秋诗词 长州末端 突然发出了一个反对的声音 宋义转头看去 发现说话的是一位 三十多岁的文艺女性 她神态诚恳 倒不像是在故意针对宋义 曹元凌也没有生气 微笑着说道 小方 你这样的理解 可就太狭爱太片面了 我们写中秋诗词 并不是一定要把 中秋 两个字写进诗词里面 中秋诗词最重要的三个元素 无非是圆月 相思和团圆 曹元凌说到这里 突然看向门口处的一位女孩 莎莎 去拿纸笔来 是 趁着工作人员准备宣纸的空档 曹元凌又对宋义说道 小宋老师 可否荣老夫 将你这两首诗词书写出来 老先生请随意 宋义微微点头 只要不是让自己书写 这都不是事 虽然系统里也有书法类的技能 但大师级的书法 一直秉承着 好刚都要用在刀背上的原则 能不浪费 就坚决不要浪费 因为曹元凌的非凡气度 宋义也不着急离开了 他想留下来看看 这位老人的书法如何 很快 工作人员就拿来了宣纸和笔墨 此时会议室内的众人都站起身来 围在曹元凌身旁 一脸兴奋的窃窃私语 曹会长风比快十年了吧 没想到今天居然主动 为这个宋义书写诗词 看来老爷子是真动了惜财之心啊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两首诗词确实是顶级水准 不管是感情还是意境 都精美绝伦 终于又能看到曹老爷子的书法了 在他封笔之前 为人提词一个字高达五万 今天这两首诗词总共有一百多字 这要是拿出去拍卖 起码价值五百万啊 那也不一定 长篇诗词跟短剧提词的价格 还是不一样的 但曹会长封笔多年 单价恐怕比原来更高了 真是让人羡慕啊 羡慕也没用 曹会长的书法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不光因为他的书法好 还因为他的口碑和江湖地位 我们这辈子 怕是达不到这个高度了 众人交头接耳地讨论着 纵意在旁边听了的大概 心中忍不住一阵惊讶 对身旁的杨雪巧声问道 小雪 写书法这么值钱吗 纵意要是早知道 写书法也可以这么挣钱 说不定早就兑换书法技能了 一千万积分虽然不少 但要按照刚刚这些人的说法 也许只需要把望月怀远 和水调歌头明月几十有 写上的两遍 就能把这笔钱赚回来了 大概也只有曹老先生 才有这个身价 其他人就算书法写得再好 也没这么值钱 曹老先生以前在龙国国学院 任教数十年 门下名人弟子遍地 书法又极好 所以才有这么多富人 愿意买账 杨雪看了看宋义 继续微笑着说道 虽然曹老先生的书法 在市面上的价格很高 但流通的却很少 他都是直接送给好友 或者得意门生的 这些人也根本舍不得拿出来卖 请不吝点赞 ić